你第一天来公司上班 竟发现同事全都是曾经的前女友 冷落冰霜的青梅竹马沈慧欣 性格火辣的人士部部长忠贞 事业心很重的总经理秘书林月清 他们在重新见到你的这一刻 全都想再次把你收入囊中 你看着面前的三位前女友 直接压麻呆住了 让你头疼的不是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是他们共同的上司郑子言如今也在追求你 你本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小老板 可一年前公司发生了一场大变故 不仅宣布破产倒闭 还欠下一屁不债 但你并没有就此颓废 而是卯足了净从头再来 一天晚上兼职做代价的时候 你接到了富家女郑子言的单 一向讨厌男人的他偏偏对你一见钟情 就此展开了疯狂追求 为了保护你的自尊心 他并没有选择直接帮你还债 而是让你来他的公司上班 还点你开出了每月五万的底薪 但你万万没想到 今天第一天上班就遇到了三个前女友 此刻人事部部长忠贞把你单独叫到了办公室 虽然你们已经分手了很多年 但这样的独处还是颇为尴尬 何况当年是你一亲别恋对不起人家 见对方迟迟不开口 还是你率先打破了这份宁静 请问钟部长有什么吩咐 钟真白了你一眼道 现在都没有别人了 你还叫我部长吗 以前怎么叫的现在就怎么叫呗 你被他搞得一脸猛逼 以前你们俩可是情侣啊 现在再像那样叫合适吗 看到你居然面露难色 钟真的暴脾气顿时上来了 怎么还委屈你了吗 你赶紧摆了白手 没没没 那我真叫了 宝 宝贝 这称呼刚一脱口 你就知道要坏事了 你本来是想叫真真的 但不知道是肌肉记忆还是怎么回事 宝贝两个字竟然直接脱口而出了 听到宝贝这个称呼 钟真整个人瞬间就跟触电了一样 全身毛孔都竖了起来 那张白皙的脸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胀活 你赶忙开口解释 一边道歉还一边抽了自己几个嘴巴 都已经分手那么多年了 还管人家叫宝贝 这纯属就是耍流氓啊 但你的这句宝贝 已经深深触动了钟真 她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很多尘封已久的甜蜜回忆 分手后的这些年她一直都是单身 追她的人很多 毕竟她的身材和颜值都无可挑剔 但任何人都勾不起她谈恋爱的冲动 而且她老是会拿你和那些追她的男孩做比较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她心里已经住着你了 其他人根本进不去 这么多年她一直在努力去忘掉 比起刚分手的那段时间 她现在已经进步了许多许多 只是老天弄人 如今你又突然出现了 看到你的一瞬间 这些年的努力全都前功尽弃了 而你现在的这一生宝贝 更是像富有魔力一般 让已经多年没有心动过的钟真 猛然间有种想要谈恋爱的冲动 过了大半分钟她才缓过来 嘴里没好气地责怪道 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正经 这次就原谅你了 再敢乱叫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见她并没有要发飙的意思 你也松了口气 过了小片刻 钟真微微皱了皱眉问道 故意你真破产了吗 现在欠了多少钱 你淡淡一笑 不到一个小目标 慢慢还能还完 虽然你嬉皮笑脸 但钟真此时的表情却很严肃 那你这段时间都在干什么 你语气轻松地说道 送外卖送快递代价 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 钟真文言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看着你的脸比以前黑了许多 少了几分年少稚嫩 多了些许的成熟阳刚 从中也不难看出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 你经历了不少的风吹日晒 见对方好像要被你感动了 你赶紧打断的 我这段时间充实得很 不仅能赚钱 还把身体锻炼起来了 现在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喘了 你可别同情我 钟真面色微微一正 你怎么那么会自作多情 我巴不得你惨一点 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 当年你个混蛋还拿我当备胎 他越说越气 激动地直接踢掉了脚上的高跟鞋 打算用脚板蹂躏蹂躏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丫头真是一点没变 一言不合就动手 钟真居高临下双手插腰吼道 今天不把泥石踩出来算你拉得干净 而你此时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好心提醒道 这个角度你走光了 还是白色的 钟真文言一惊 两条修长的大腿赶朗朗的一甲 他今天穿着一身职业装 下身是那种短的包吞裙 刚才一时着急忘记了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我要把你的眼睛也一块挖掉 钟真气得牙痒痒 他这波不仅没打到你 还让你给占了便宜 只见他光着脚丫子 怒冲冲地朝你冲了过来 他先是对着你施展了一套暴雨梨花拳 但毕竟小女生力量有限 况且他也不忍心吓死手 所以一点也不痛 好了好了我错了 明潇潇气 虽然已经分手多年 但你对付他还是有一定经验的 这丫头吃软不吃硬 只要用对了方式 就能轻轻松松把他拿捏得死死了 不过这一次你好像失散了 不管你怎么求饶 他都没有一点要停手的意思 下一秒他一把抓住你的手臂 猛地一口咬了下去 一股钻心的痛感顿时涌来 你下意识就想用力把他推开 可这时你却意外发现 钟真脸上竟然已经涂满了泪水 什么情况 怎么还哭起来了 顿时你也不挣扎了 就这么任由他咬着自己 因为这是你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足足过了半分多钟他才松口 你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如果是以前你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拥抱他安慰他 但现在显然不合适 大概又过了两三分钟 钟真的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 他从包里抽出一张银行卡 没好气地递到你面前 因为刚刚哭过 他的眼眶和鼻子都还有些范围 但却一点也不影响他的颜值 甚至还感觉更好看了 同时你的心里也非常感动 你明明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可他还愿意帮助你 这也证明他对你的爱一直没消失过 这是我这些年存下来的所有积蓄 密码1170519 听到这个数字 你的心脏不由激动了一下 2017年的5月19号 这正是你和钟真第一次相见的日期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居然还拿这个日期来做密码 一时间你的内心有些复杂 感动和内疚在不断交织 这种钱你是肯定不会要的 你装出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开口问道 你这卡里面有多少啊 他想了想回答道 有300多万 你一脸诧异 现在狂犬疫苗这么贵的吗 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可当他看到你手臂上那圈发红的牙印时 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是被骂了 那双细嫩的双手瞬间捏成了拳头 你赶紧往后撤退了两步 开个玩笑而已 我现在不需要钱 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他一双美目怒视着你 不想挨打的话就好好拿着 你还想继续拒绝 这种钱你真的不能要 钟真也不是特别有钱的人 这应该是他准备买房子的积蓄 拒绝的话刚要说出口 就被他打扮了 故意 如果今天是我在外面欠了很多钱 你会不会帮我 你点了点头表示会帮 他神情严肃语气坚决 所以你先拿取 等以后有钱了再帮我 你的眉头也是不由地皱了起来 我欠的钱不是小数目 你这三四百万就算给了我 也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你要是真的想帮我 那就尽快给我安排个工作岗位 如果运气好成为一个大主播 那只需要努力几年时间 我就有可能把债务全部还完 受之以鱼不如受之以鱼 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他完全听不进去你的话 这钱你还是得拿着 可以解一些燃眉之急 工作方面我也会尽我所能给你安排 就这么说定了 再敢逼逼赖赖我直接开除你 他这一番话堪称无懈可击 你已经想不出任何能够反驳的理由 最终满怀感动地收下了这笔钱 看到你能够接受他的好意 钟真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他知道你是个有不器的人 现在你能够接受他的帮助 证明他在你心里面 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美滋滋的 你傻笑的傻 把自己几年的积蓄全送出去了还笑 把事情说清楚后 你也是立马就恢复了没心没肺的样子 你信不信我今天晚上就直接卷款跑路 回老家那边都可以盖大别眼了 他双手抱胸昂着头 再度美好气地白了你一眼 看着眼前一脸傲娇的钟真 你苦笑着摇了摇头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真是一点没变 谁会跟你一样 看到新的就忘了旧的 从他的话语中不难听出 对于你当年的抛弃 他还是有着很大的怨气 你原本打算解释一下 但想想又放弃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于是你话锋一转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我接下来要去哪个部门 做什么工作 对于风潮传媒 你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主要是对于主播这个职业 你也同样一无所知 钟真不紧不慢地向你讲解 大概意思就是 他们公司的资源很牛逼 只要成为他们旗下的主播 就可以共享这些资源 如今网络直播行业的竞争那么激烈 而风潮传媒能够爬到 行业前三的头部位置 确实是非常牛逼 这让你心中也不禁感叹 郑子言的资本有多么雄厚 钟真朝你竖起大拇指道 其实像你这种 什么也不懂的纯心愿 我们是很少会签的 没想到你关系这么严 竟然能让我们董事长 亲自出面给你开后门 我先把你介绍到 我关系最好的姐妹那里 让他亲自带一带你 熟悉一下这个行业 如果你以后有别的想法 再去调动 你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答应了下来 接着他迅速翻找联系人列表 嘴里还小声嘀咕着 笑露笑露笑露 很快他便是一个视频通话打过去 而与此同时 听到他嘴里小声念叨着的名字 你的脑袋确实轰隆一下 不会这么巧吧 已经连续遇到三个了 难道还要遇到第四个 见钟真拨打出去的视频电话 还没有被接通 你下意识想要开口告诉他 自己突然想换个项目 可正好就在这时 咚的一声轻响 钟真的视频电话已经接通 早上好珍珍 扬声器里面传出来 女孩子悦耳的声音 该来的就算想躲也躲不掉 所以你选择了放弃挣扎 都已经三个了 还怕再多一个吗 在反复确定电话里传来的声音之后 你知道彻底稳了 那就是自己的前女友肖露 好好好 把我的前女友全聚在一个公司 然后让我来上班 真是太会玩了 你感觉到在自己背后 肯定有一双无形的大猪蹄子 在操纵自己的命运 与此同时你的脑海中 不自禁地浮现出了一个整天 不是穿JK制服 就是穿各种洛丽塔 或者是COS2次元人物的可爱少女 正是你印象当中的肖露 如果你没有记错的话 肖露应该算是你第二个交往的女朋友 也就是在和沈慧星分手之后认识的 说起来还要多亏了肖露 因为是她的出现 才让你从被沈慧星伤害的阴霾中走出来 从对话语气中不难听出来 钟真和肖露关系很好 两人之间并没有多少客套 他们认识的时间虽然不算太长 但因为性格相同 每天一有时间就会聚在一起 现如今已经发展成了 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肖露兴趣索然地说道 我一整个早上都在办公室里 你等会让你的那个朋友过来找我就行 我先接触接触她 然后再看看怎么安排 钟真和肖露谈妥之后 便是将视频通话挂断了 她放下手机看向你道 我这可算是帮了你一个大忙 你得请我吃饭 你甩了甩手中她当给你的银行卡 露出一个渐渐的笑容 想吃什么随你挑 她两只眼睛当即恶狠狠地朝你一顿 请我吃饭你要是敢刷我的卡 看我揍不死你 然而表面上凶巴巴 但她的内心此时却是美滋滋的 和你分手后的这些年 她也尝试去接触过一些男孩子 什么种类的都有 却唯独没有能像你这般符合她胃口的 就算和你斗嘴也能让她觉得心情愉悦 这时有人敲响了办公室的门 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年轻人 拿着一叠厚厚的文件 快步走了进来 钟部长这是明耀的合同 工作人员将手中那叠厚厚的文件交给钟真后 便是转身离开了 而钟真则是拿着文件和一支笔 趴在你旁边教你签合同 你们靠得很近 钟真说话时产生的微风 吹得你耳朵微微发扬 时不时还会有一些轻微的肢体接触 别说她是你前女友了 就算是陌生人 这样近距离的接触 也容易让人心愿意马 几分钟后钟真出声道 没问题了 我现在就带你去我姐妹那里报答 你吓得连忙一个机灵叫住她 不用这么麻烦 我自己过去就行 从刚才开始你就在考虑这个问题 跟着一个前女友去见另一个前女友 都在一个公司里的能有多麻烦 我当面跟她说一下更好 你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没有一点要和她走的意思 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你带得了我一事 带得了我一事吗 其他人要是看到我是一个关熊 你说他们会是什么想法 所以说不能搞得那么明目张胆 要多注意别人的感受 让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这种场面我能应付的 说这番话的时候 你脸上的表情要有多深沉就有多深沉 说到最后你都佩服自己的口才 但钟真还是有点失忆 你没有给她迟疑的时间 直接就大步离开了办公室 而等到钟真反应过来 却已经找不到你的身影了 玄机她拿起手机 给肖露发送了一条消息 我那朋友自己过去找你了 我没有一起跟过去 她的名字叫故意 你记得照顾一下 与此同时 风潮传媒组长办公室 肖露看着手机屏幕中 自己好姐妹发送过来的这个名字 整个人呆愣当场 表面上她看起来似乎只是有些出神 可实际上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此时此刻的心跳速度 究竟快到了什么地步 会是她吗 还是说只是同名同姓而已 肖露神情呆滞 很快她的脸色变得苍白 额头上也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冷汗 她有些后悔 今天为什么没穿得好看一点 虽然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你 但如果就是你的话 她真的很想让你看到她最完美的一面 看了眼时间 距离钟真发消息已经过去七八分钟 为什么还没有来 她的内心非常忐忑 可又有些期待 就这样又过去了几分钟 她所期待的敲门声始终没有响起 随后她做出个决定 这样干等太难受了 还是出去看看 时间来到十几分钟前 其实你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肖露 而是先回前厅找了初恋沈慧欣 因为你之前跟她说好了 签完合同会来找她 现在直接过去了近两个小时 大部分女孩应该都会甩脸色 并且直接先行离开 但沈慧欣肯定哪里也不会去 并且还不会有丝毫的怨言 要是不先跟那丫头说一句 她可能会一直死等下去 在你心里她就是这样一个奇葩女孩 记得你们还不是情侣的时候 有一次约定好时间去看场电影 可骑车赶往约会地点的你 却是在途中遭遇了一场小车祸 被带去医院 那时候的沈慧欣患有抑郁症 性格非常内向射口 也没有用手机 所以你无法联系上她 等处理完已经是深夜凌晨 你第一时间赶去了她的住处 想向沈慧欣解释 可却发现她还没有回来 于是你赶紧以最快的速度 跑去了电影院门口 沈慧欣果然还等在那里 那时候可是正月份 天空还下着小雪 室外气温零下两三度 看到你出现她没有任何责观 只是微微一笑 那年十八岁的女没有忍住 直接热泪盈眶 然后还洋装生气地呵斥了一句 你是不是傻呀 都几点钟了 不知道自己先回家吗 而沈慧欣当时那理所当然的回答 你也记得清清楚楚 不是说好了不见不散吗 你没有来 我怎么能先走 摇了摇头 你将自己从遥远的回忆中抽离出来 下意识加快了脚步 不消片刻便是来到了等候厅附近 没有出意外 在原来的位置 披着一件薄薄浅蓝色线衫外套的熟悉身影 第一时间映入了你的眼面 她哪里也没有去 此刻她没有着急的东张西望 也没有去找个地方坐下来玩手机 就安静地站在那里 你走到她的身后轻声开口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她急忙转过身 目光接触到你的瞬间 那张粉粉嫩嫩的脸庞上 忧郁的神色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绽放出了宛如向日葵一般的治愈笑容 没关系的 才这么一小会 她一点也不在意自己等多久 随即关心地向你问道 你的入职顺利通过了吗 你笑着点了点头 那就好 抑郁症女孩 当初她突然提出分手 你其实是很担心的 担心她是不是抑郁症又变严重了 虽然提出分手那天她把话说得很绝 但后来你还是厚着脸皮不断去联系她 试着去挽留那段纯爱的情感 可她却换了所有的联系方式 甚至还搬了家 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那段时间的你也是颓废至极 现在看来你当初的那些担心 似乎有些多余了 这些年她应该过得还不错吧 没有受到抑郁症的干扰 还完成了自己的音乐家梦想 你真心感到欣慰 虽然你们结局并不美好 但你可以很自豪地说 把她从抑郁症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有你的一份功劳 而接下来 你们便是陷入了无言的沉默当中 就这么面对面站着 彼此都不知道该继续聊什么 你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健谈的人 就比如刚才和钟珍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随便一件事都能展开来聊 可此时站在沈慧星的面前 不知道为什么 你活泛的大脑却是一片空白 找不出任何可以延续下去的话题 周围时不时有工作人员路过 他们都敏锐地秀出了女俩之间 似乎散发着浓浓的八卦味道 巨男俩女这样站着 这是有什么故事啊 不过此时此刻 你们都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不远处的一个拐脚口 有一双充满了好奇的漂亮眼睛 正鬼鬼祟祟地观望着这边的一切 正是一手将你介绍进风潮传媒的郑子言 郑子言昨天虽然睡得很晚 可今天却是六点不到就行了 她醒来后坐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你 表示要亲自开车带你去公司 然而却遭到了你的拒绝 并且你还跟她约法三章 就算在公司里遇见了也要装作不认识 她虽然是风潮传媒的实际控股人 但大多数员工几乎没有认识她的 毕竟她来公司的次数实在太少了 只有几个管理层知道她的身份 她本来想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 然而刚进入公司没多久 就看到了你和沈慧欣的这一名 郑子言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 只是一眼她就断定 你和沈慧欣之间一定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她此时心中有几分不适滋味 或者说有几分感到害怕 怕她好不容易才等到的男孩会被别人抢走 切回你和沈慧欣这边 最终还是不善言辞的她率先开口 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吧 当年的是对不起 文言你抬起手拍了两下她的肩膀 然后嬉皮笑脸的说道 都多久的事情了 我早就已经忘记掉了 对不起姑姨 我对不起你 沈慧欣蹬不住了 她的脸上已然泪流满面 她知道的 她都知道的 知道当年就算她说了那样没有良心的狠话 可你还是没有离她而去 知道后来你一直在找她 也因为她颓废了很久很久 但她真的没有办法 她必须离开 那件事她如果不去做 她会后悔一辈子的 尽管做那件事的代价是要割舍自己的挚爱 以及蹲五年零六个月的监狱 她也一定要去做 傻丫头 你脸上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大大的手掌摁在了她的脑袋上 那些成年往事都已经过去了 看到你现在过得挺好 我真心替你感到高兴 人要往前看 所以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 明白了吗 沈慧欣的眼眶红彤彤的 这一刻她真的好想要抱住你 但她最终还是忍住了 她努力止住了哭泣哽咽道 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 你脸上的笑容更胜了 仿佛一轮骄扬 将她身上的阴郁全部照亮 你用手背轻轻地将她脸上的泪水擦拭了一番 你们的距离很近 九年多时间没见了 如今的你已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少年 看上去更有男子气概 看着看着 沈慧欣的脸庞不由地冒出了几分红润的色情 而不远处的郑紫妍 看到你和沈慧欣之间的这些亲密工作 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她终于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了 好了小心 不跟你多说了 我还得去小组报道 你也去工作吧 你并没有忘记去转去小组报道的事情 严格来讲这才是你的头等大事 不过想到那边还有另外一位前女友正等着你 你就不由感到一阵头痛 你来这里的初衷是为了赚钱 而不是为了跟这些前女友再续签约 可是这些前女友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而且还一个接一个的缠上 你哪里还能有心思去学东西 就以现在接触的比较多的忠贞和沈慧欣来说 他们明显对你还有感情 而且是很深的那种 甚至说只要你想 那肯定是可以就情复燃的 所以别看现在好像没什么事情 可一旦这些前女友汇聚一趟 彼此了解了彼此的身份 那到时候会发生怎样的离谱事情 你想象不到 也不敢去想 所谓的修罗场就是这样形成的 听到你还要去短剧小组报道 沈慧欣当即轻声催促了一句 那你快点去 别耽误了 你并没有马上转身就走 而是从裤兜里将手机掏了出来问道 你现在应该有用手机了吧 以前的沈慧欣因为患有抑郁症 是完全不用手机的 沈慧欣点头 连忙从口袋里将自己的手机拿了出来 不是最新款的水果失误 Promax ETV 也不是什么遥遥领先 而是一个款式很老的国产手机 估计也就千把快钱的样子 和他这个外形显得非常格格古 他并不是买不起新款手机 作为风潮传媒的音乐总监 他的月薪很高 而且他在网络上写过一些很火的歌曲 光是版权分成就是一大笔钱 只是手机新款或老款对他而言 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很多时候他手机放在口袋里 几天都不会拿出来 那我们家的好友 你将手机屏幕解锁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郑子言发来的多条未读消息 不过你暂时没有去理会 而是禁止打开了自己的二维码 沈慧欣赶忙也打开手机 不过他的手机有点卡 赚了半天才终于扫上 你这手机该换换了 虽说咱们没必要追求时髦 可你这也太老土了 你笑着调侃了沈慧欣一句 他的脸颊不由再度一红 有些不好意思的轻轻呢喃了一声 好 开玩笑的哈哈哈哈 你别放在心上 那我就先走了 有事的话你直接发消息找我 你没有再耽误时间 准备直接前往短剧小组报道 可是刚走出没两步 你就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好像并不知道短剧小组在哪 于是你转身向沈慧欣问了一句 他原本打算给你指个方向 但公司内部其实挺复杂的 一大堆部门全挤在同一层 一条条走廊又四通八达 光靠嘴说得很难准确表达 沈慧欣放弃指路提议道 还是我带你去吧 正好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要做 你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先问清楚他是不是认识肖路 沈慧欣摇了摇头 表示并不熟 只是开会的时候见过 你文言当即便是接受了他的好意 那就有劳你带路了 要是沈慧欣也和肖路很熟的话 那你肯定就不叫他带路了 你一脸笑呵呵的跟在沈慧欣身后 虽然接连遇到了好几个前女友 但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什么坏事发生 并且都在为自己保驾护航 所以现在你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一个女孩突然从旁边的走廊里走出来 和你正好撞了个满怀 不是别人 正是人事部部长中贞 你没事吧真贞 原本准备走过来帮忙的沈慧欣 在听到你对他的称呼后 本能地停住了脚下的动作 故意居然叫他真贞 他们是什么关系 沈慧欣的心中顿时冒出了一大堆的一过一不解 而与此同时 鬼鬼祟祟跟在后面的郑子言 也是将刚才一切都尽收眼底 什么情况 这个女孩他又认识 而且居然叫人家真贞 郑子言有点猛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不是他介绍你来这里上班的吗 而且你今天早上才第一次来 可怎么感觉你在这家公司认识的人 比他认识的还要多 你为了不让忠贞摔倒 正用一种很奇怪的姿势抱着他 走廊里来来往往的许多人 都以奇怪的眼神盯着你们 作为人事部部长 忠贞在公司的知名度是极高的 因为入职公司的员工 基本上都要经他的手 再加上忠贞本身颜值就很高 被很多男同事 列入了公司十大女神排行榜当中 听到你称呼忠贞为真真 很多男员工眼睛都直了 而你也是立马察觉到自己失言了 这种称呼私底下叫叫还行 可在大庭广众之下准会被误会的 你下意识看向了 就站在不远处的沈会心 果不其然 此时此刻的沈会心 眼神非常之复杂 不用想也知道 他的脑子里现在肯定 已经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脑骨 把忠贞扶端正后 你连忙松开了双手 不是让你去短剧小组 报道 你怎么在这里 忠贞没有去注意周围人的目光 皱着没问问你一句 你并没有向忠贞解释真正的原因 因为你感觉得出来 虽然时隔多年 但他明显还喜欢着你 要不然也不可能会将积蓄全部交给你 所以要是让他知道 你火速逃离办公室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去短剧小组的原因 是敢去找另外一个前女友 那估计事情就会变得麻烦起来 那个 你原本想随便应付忠贞两句 就赶紧走了 可这时沈会心却走了过来 用他那独特的温柔嗓音 轻轻地向忠贞问道 忠部长也认识小姨吗 闻声你心里不由咯瞪一下 虽说是不同时期的前女友 谁也不犯着谁 但还是让你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太妙的感觉 忠贞一眼就认出了沈会心 他明显有些诧异 因为沈会心非常孤僻 从来没有跟他主动打过招呼 可现在沈会心居然主动开口叫他 在一个时还称呼你为小 他敏锐地从中察觉到了不太对劲的地方 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第六感 特别是在情敌见面时 忠贞感断定 这位沈总监百分百对你有强度 但是忠贞当下也没有想太多 他打算先宣示了主权再说 数年前他已经傻乎乎的 因为那该死的自尊心 把你拱手相让过一次 今天他不会再做那种傻事了 虽然对手的确很优秀 但我不会怕的 这个混蛋小子是我的 下一秒在沈会心的目光注视下 忠贞故意和你靠得很近 手臂都互相碰到了一起 虽然内心很多戏 但表面一点也看不出来 他一脸惊讶地看向沈会心问道 沈总监你也和他认识吗 沈会心轻轻点了点头柔声道 我和小姨已经认识很多很多年了 中部长好像和小姨很熟悉 他们是什么关系 沈会心当然注意到了 忠贞的小动作 虽然心里的确有点不舒服 但他没有任何的表示 毕竟他和你已经九年时间没见面了 你有了其他伴侣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巧吗 我也和这小子认识好多年了 忠贞眉眼弯弯地笑着 旋即他点起脚尖 一把搂住了你的肩膀 几枚弄眼地对你砍道 你小子厌服不浅了 我们沈总监都认识 我认识的美女多了去了 前女友见前女友 这场面说一点都不感到尴尬 那是假的 说话间直接一把拨开了她的手臂 然后脸上露出一抹脚匣的笑容 反手就将自己的手臂 搭在了忠贞的肩膀上 要吃豆腐也是我吃你的 你继续嬉皮笑脸地向沈会心介绍道 这位中部长呢 我也不记得她是第几任前女友了 与其被别人挖出来 那还不如自己现在就主动大方地承认出来 反正照现在这种情况来看 只肯定是包不住火的 你妹的 你在说什么呢 一开始忠贞还以为你要好好介绍她 这你马算什么介绍方式 不能忍 必须修理修理 忠贞身上顿时缠绕了一圈霸王色怨气 接着猛地抡起一双被武装色怨气覆盖的小拳拳 打算要胖揍你一顿 也不陪你玩了 你早就预料到忠贞会炸帽 这也是你计划好的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趁机带着沈会心开溜了 跑到沈会心身边的时候 你还不忘一把抓住她的手 小心快跑 母老虎要发威了 忠贞是想去追 可是穿着短裙和高跟鞋的她 又怎么可能追得上 而此时此刻 周围那些停下脚步看热闹的员工 都是有点傻的眼 我低的老天爷 刚才那小子到底什么来头 不仅是中部长的前男友 而且和沈总监的关系貌似也不简单 他们可都是卫裂风潮传媒十大女神榜单里的眼 你居然一个人就给全部染指了 而就在这时 前方走廊的拐角处 郑子言也是咕咕浓浓的自言自语了起来 原来他们都不是故意哥哥的现任女友 那么也就是说我还是有机会的 不能再这么磨磨蹭蹭了 我要主动起来 同一时间短距小组的办公区域 肖露的身体忽然出现了异样 她的脸色发青 额头上也一直在冒着冷汗 这是心脏攻血不足的表现 她患有很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她自己的心脏很多年前就已经不能用了 如今她体内的这颗心脏 是四年前一个因癌症去世的女孩无偿捐赠给她的 但她却不知道 那个女孩也是你的前女友之一 好难受啊 这颗心到底在悸动什么 肖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她仔细想了想 这种症状似乎是从听到你的名字之后才开始 原本她以为只要自己冷静下来 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可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这样 造成心悸的并不是她 而是心脏本身 就好像这颗心脏有着自己的意识 并且也熟悉故意这个名字一样 手下注意到肖露的脸色不太对 急忙关心道 肖组长您怎么办 要不要去医院 肖露暗暗咬牙摇了摇头 我先去里面休息一会 如果待会有个叫故意的人来找我的话 就让他进去找我 如果是别人就告诉他我不方便 说完也不等手下答复 肖露转身就走了 而就在这时 你走进了短具小组办公区域的大门 看到站在接待处值班的人 当即便是微笑着问道 您好 请问这里是短具小组吗 值班的面带微笑回应道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你礼貌地说来找肖组长 他不由微微一正 难道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肖组长一直在翘首以盼的重要客人 请问您的名字是 他回过神来下意识问道 你以为对方是要做访客登记 还特意解释了自己的名字组成 故意 回顾的故 容易的疑 他闻声眼睛莫得真大 我们肖组长已经等您很久了 可因为身体有些不适 所以他就先回办公室了 对此你并没有感到太多意外 想来应该是肖露看到资料后 已经认出了你 直班员工连忙带路 将你带到办公室门口后 便是微微欠身离开了 你并没有立即敲小房门 而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这一个早上 接二连三地遇到前女友 聚在了同一家公司上 而且还正好在同一个早上 准确来说是两个小时内 被自己全部遇到了 这四个前女友不管哪一个 你和他们都是真心相爱过 只是结局都不太好吧 真是狗血的剧情啊 你不由的暗暗感慨了一手 不过比起刚开始的那种卷破心境 你现在已经逐渐适应了过来 经过忠贞和沈慧心的练手 现在对付前女友 你已经算是有一定经验了 接下来要面对的 是自己人生中交往的 第二个女朋友肖露 你的脑海中不由的 回忆起了许多关于她的话 大概是89年前 你只有19岁 那时候的你是一名空袍安装师 到金海大学的女生宿舍 装心空袍 而肖露是金海大学的学生 也正是在那时候 你认识了喜欢穿JK制服的 二次元少女肖露 因为受审惠心的影响 当时的你对感情失望透顶 即便是去到女大学生的宿舍 也是目不斜视 但是你不说话的样子非常苦 再加上帅气的脸庞 把那些女大学生迷得不要不要的 他们疯狂来搭讪 问你要联系方式 但都被你无视了 包括肖露也在内 肖露当时可是金海大学的笑话 可当她穿着JK和白色来到你面前 你一句没兴趣 直接就碾碎了她的所有自信 但从此肖露就彻底黏上了你 每天都会换着花样来取悦你 最终你没有抵挡住肖露的公式 选择了和她在一起 你那颗被爱情伤害过的心 也是一点点被开朗活泼的肖露给治愈了 但好景不长 肖露的家里人思想颇为保守 他们坚决不允许肖露早恋 和她沟通无果后 便是通过关系将她送到了国外 不过即便是到了国外 肖露仍每天和你保持联系 你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你这边也在拼命努力挣钱 等待她回国 大概是肖露出国的半年后 你们俩的联系渐渐开始变少了 后来哪怕是她回国也没有找过你 你不知道此中的原因是什么 虽然心里感到难受 但并没有去追问 而没多久 她便是在电话里提出了分手 或许是经历过一次创伤 你的内心变得强大了许多 所以这一次你并没有那么难受 只是你不知道的是 肖露之所以会选择和你分手 并非被国外花花绿绿的世界所吸引 而是她的先天性心脏病突然发生恶变 必须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 而就算这个手术成功了 她很大概率也活不了多长时间 因为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人 最长也就活几年 为了不耽搁 肖露这才忍着悲痛 选择向你提出分手 在分手后的两三年 肖露一直躺在病床上 靠高端医疗器械来维系生命 并且等待合适她的心脏 可因为她的身体情况特殊 导致合适她的心脏一直找不到 直到四年前 在她几乎已经濒临死亡的时候 一个好消息终于传来 她终于等到了合适她的心脏 就这样 她从死神的镰刀下活了过来 而在之后 肖露了解到 给她捐献心脏的那个女孩名字叫姜然 这一切你并不知道 你对肖露的记忆仅停留在她出国之后 常常吐出一口灼气 你从回忆中心转过来 在你看来 对于肖露这段感情 你没有丝毫亏欠 最近你没有再犹豫 轻轻扣响了组长办公室的门飞 很快里面就传来回应 声音有些奇怪 仿佛是咬着牙发出来的声音 肖组长您好 我是故意来找您报道的 下一秒办公室里面传出一声异响 好像是茶杯打碎的声音 然后里面就再没有任何回应 你意识到事情不对 回想起之前那人说到肖露身体不适 你直接转动 能把手将能推开 紧接着在办公室旁边 一个倒地不起的身影赫然进入了你的视野 你没有任何犹豫 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 紧接着将肖露翻转了过来 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了你的眼帘 只是现在这张面孔无比苍白 跟个死人差不多 你连忙用食指探了探他的鼻息 两秒钟后你赫然大惊 脸色也是瞬间降了几个度 居然没有呼吸了 随即又赶紧侧着脑袋 将耳朵贴到了肖露的胸口上 心跳也一并停止了 这下你彻底慌了 整个人都有点发梦 你不是害怕担责任 而是担心肖露会出什么意外 你回过头巢围观的员工们大喊一声 你们有没有懂急救的 快点来帮忙 可是十几秒过去 并没有人主动站出来 于是你便决定自己动手试试 虽然你也不太熟悉那些急救相关知识 但总比愣在这里什么也不做得好 紧接着你便是撸起袖的 根据脑海中不多的记忆 开始对肖露进行心肺复苏 其实心肺复苏并不复杂 你明明是第一次做这种急救 可发现你的动作好像非常娴熟 做人工呼吸也是一样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简直就和那些教学视频里面一模一样 现在就算说你是个专业医生 也绝对没有人会存在半点怀疑 你以前从新闻里了解过 心脏骤停后 真正有效的抢救时间 仅仅只有短短几分钟 所以必须争分夺秒 想要救护车在几分钟内 感到几乎是不可能的 很快两轮非常标准的心肺复苏动作便是做完了 可肖露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但你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继续摒弃名神 坐着第三轮第四轮 此时的你额头上已经满是汗水 时间一秒秒过去 很快第四轮心肺复苏也做完了 可肖露仍然没有半点动静 你的眼眸中也露出了惊恐和害怕 因为抢救的黄金时间马上就要过了 如果再没有效果 那肖露就真的永远醒不过来了 肖露你有病是不是 你快点给我醒过来 你嘶吼着 甚至连眼眶都有些湿润了 就在这时 不省人事的肖露眼皮忽然轻微动了动 你随即立马俯下身子 趴到她的胸口 果然有心跳了 你脸上紧张无比的神情 瞬间松懈了许多 但你知道现在还不能停 必须要继续做抢救工作 肖露的生命体征终于越来越明显 原本苍白的脸色 也渐渐浮现出了一丝丝红润 而就在你为肖露做新一轮的人工呼吸时 她的双眼缓缓睁开一道缝隙 她感觉到嘴唇有些湿润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往自己嘴巴里面吹起 本能的想要抗拒 但是身体完全没有力气 她所能做到的 仅仅只是缓缓睁开双眼 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她的眼前 这是小一马 肖露此时虽然苏醒了过来 但意识依旧非常恍惚 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梦到了和你在出租屋里度过的那段快乐时光 她开始本能的迎合 甚至她还想抬起自己的双手 去搂住你的身体 然后再进行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一如当年在那间出租屋里那样 肖露此时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可你却是感到头皮发麻 醒了就醒了 这是搞什么飞机 已经分手那么多年 这样做不太好吧 况且周围还有这么多人看着 你很想抽离出来 但是全身上下步有一阵发麻 身体也在瞬间变得成熟起来 这感觉真好 你知道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吗 正当要狠心抽离时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喊 救护车来了 听到这道声音 意识原本还有些迷迷糊糊的肖露 此时漠然一惊 她全部都想起来了 陆毅在给我做人工呼吸 而我居然对陆毅做了那种事 她终于意识到了 自己刚才究竟做了何其羞耻的事情 那张原本毫无血色的脸颊 瞬间便是攀上了两抹粉嫩嫩的袍红 要不是现在无力动弹 肖露恨不得要找个地洞钻进去 然而不等她多想 周遭便是吵闹了起来 是数名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赶到了 一起赶到现场了 还有风潮传媒的总经理张怀竹和人事部部长钟真 以及董事长郑子言也一并跟过来 钟真此时此刻非常着急 不顾一切地冲在了最前面 她是为数不多知道肖露做过心脏手术的 当看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肖露 钟真瞬间就绷不住了 直接泪流满面哭了出来 只有郑子言还算好 只是单纯有些揪心 毕竟她和肖露任都不认识 也就没有悲伤可言了 而下一秒 当这三个女孩看到跪在肖露身边的你时 一瞬间都是有些愣住 你也是一样 看到一张张熟悉的美丽脸庞 也是有些愣住 这情况一下子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纵观方圆三米内 地上躺着的是 刚刚被你从鬼门关抢救过来的前女友 风潮传媒短剧组长肖露 此时从人群里面挤出来 并且盯着自己看的这两位 其中一位也是你的前女友 风潮传媒人事部部长忠贞 而另外一位则是对你有意思的神豪小夫 风潮传媒幕后董事长郑子言 对是一个长得又欲又鲜的女孩 快速小跑了进来 他直接来到总经理张怀竹的身边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你的前女友之一 和你有过无数次巧合的洛阔女老板 风潮传媒总经理秘书林月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在心中默默念了两声 你觉得自己有必要去找个大师算算命 看看自己最近是不是命犯桃花 不过是到如今你其实也想看了 前女友而已 好像也没什么可怕的 当初大家都是和平分手的 谁也不欠着谁 现如今彼此能够在此相遇 属于冥冥中的缘分安排 他们能够接受 那彼此就还能做朋友 不能接受 大家就各自安好 大不了你就不在这里上班就是了 这时赶来的医生全都凑了上来 他们一边给肖露做着基础检查 一边向你问道 患者是什么情况 你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 这让医生不由多看了你两眼 要知道把一个心脏骤停的患者抢救过来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仅要过硬的急救手段 还得具备超强的心理素质 这时钟真插了一句嘴 告诉了医生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肖露以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而且还做过心脏移植手术 听到钟真给出的这个重磅信息 医生原本还比较放松的神情 顿时就紧张了起来 居然动过这么大的手术 那得拉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不一会儿 肖露就被抬上了担架 医生开口向身旁众人问道 你们谁和这位患者的关系比较好 跟我们救护车走一趟 钟真没有丝毫犹豫 果断站了出来 在他看来 现场的这些人中 肖露和他的关系肯定是最好的 事不宜吃我们快走 医生没有多说其他废话 可就在两名担架员动身的时候 你却是忽然感觉身上衣服一紧 低头一看 原来是有一只手抓住了自己的衣角 而这只手的主人 正是躺在担架上的肖露 他非常虚弱的张口说道 我想让他陪着我 虽然声音特别小 但就站在旁边的钟真等人 确实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下意识认为自己肯定是听错了 就算你刚刚确实救了肖露 可你们才认识多久啊 肖露没理由让你陪他去医院啊 你刚才说什么 钟真有点云里雾里 想让肖露再说一遍 可是不等肖露回答 站在一旁的你却是先开口了 语气中带着些许无奈 他想让我陪他去医院 钟真闻言一脸疑惑地抬头看向你 你苦笑着说道 行吧肖同学 你要是不怕被别人在背后说闲话 那就让我这个前男友陪你去医院吧 钟真大脑翁的一下 前 前男友 不只是钟真 站在一旁的郑子言林月清也是猛了 看到眼前几位美女脸上露出的震惊和疑 你在心中无耻地笑了 当下的这种情况 和你想象中的场景大差不差 你其实是故意把自己是 笑露前男友的身份说出来的 这就好像生病一样 既然发现问题 那就尽快解决 脸的病情加重 没病变小病 小病变大病 直至发生无可救药的癌病 反正他们以后肯定都会知道了 那索性就让他们提前尝尝先 至于其他的等他们消化完了再说吧 接下来你并没有去理会他们的震惊与疑惑 而是对着医生说道 医生我们快走吧 患者的身体现在还是很虚弱 我们得赶紧去做个全面检查才行 医生扭头看了周围这几位气场都挺强的美女一眼 见他们都默不作声 便点了点头 我们走 医生和护士走在前面开路 两名单架员抬着肖露警灯起后 救护车司机和你则是走在单架两边 很快一行人便是离开了这间办公室 前往京海市人民医院的路上 一辆救护车内 好点了吗 你看着躺在单架车上的肖露 现在的她脸色已经好看了许多 嗯好很多了 肖露温柔地轻声答应 你有些担心地问道 要不是我凑巧赶到 你就真的危险了 可是以前也没听你说过 你有先天性心脏病了 讲实话你是真的一点也没有想到 曾经但元气满满 仿佛永远都不会累的女孩 居然会变成这副模样 心脏一直都有问题 但以前不严重 所以就没有跟你说过 是和你分手之后才严重起来的 肖露说谎啊 她的病情并不是和你分手之后 才严重起来的 而是严重起来才选择和你分手的 但她永远不打算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即便有什么苦 那也应该往自己肚子里面吞 如果她把真相告诉你 无疑会让你有一种负罪感 她不想这样 偷偷看了你一眼 见你似乎并没有发现她说谎 肖露又有些失望 她的确不想把当初的秘密告诉 但是她的内心深处 又非常希望你能够读懂她的苦衷 毕竟她不是真的圣人 她也有自己的小私心 其实你已经发现肖露撒谎了 但你并没有揭穿她 今天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 肖露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心口说道 手术后的这几年 我和她相处一直都挺好的 每次定期去医院体检也没问题 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听见你的名字后 就开始感到不舒服 肖露没有隐人 也没有夸张地去添油加醋 只是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如是说了出来 特别是在你敲门的时候 听到你的声音 她突然就停止工作了 还有这种事 你听傻了 难道这颗心脏还有自己的意识不成 就算她真有自己的意识 可为什么听到你的声音就停止工作了 难道她还认识你 一旁的医生听闻肖露的话后 不由暗暗摇了摇头 在她看来这应该是肖露的心理作用 她大概率是因为突然偶遇前男友 内心激动导致心脏超负荷运准 这才出现了骤停现象 什么心脏有意识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真的 就感觉她好像也认识你一样 肖露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很轻 眼神也已经不好意思地瞥向了一边 显然她自己也觉得自己说的这些话很离谱 然而就在肖露打算放弃为自己辩解的时候 你却是选择了相信她 你暖暖地笑着开口说道 说不定你体内的这颗心脏真的有自己的意识 并且她曾经的主人还正好认输 肖露闻眼眼眸不由一亮 而坐在旁边的医生和护士 此时都是微微眯起了眼睛 这家伙泡妞可真是有一手啊 在他们看来 你之所以会这样说 肯定就是以泡妞为目的 哄女孩子开心罢了 谢谢你能相信我故意 呆呆地看了你片刻后 肖露脸上露出了一抹甜蜜蜜的笑容 我也知道我说的这些话非常离谱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今天都得谢谢你 要不是你我可能就要死了 肖露怎么会知道 你并非是纯粹想安慰她 而是真的有这种想法 因为你曾经有一个朋友 在身患癌症死去之后 就将身上所有还能用的器官 全部都无偿捐献了出去 很多事情还真说不定 你想起了江燃 也就是导致你和忠贞分手的那个女孩 几年前我交往过一个女朋友 她得了一种不治之症 死亡之后 她把自己身体所有还能用的器官 全部都捐了出去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虽然你没有把话说全 但是谁都听得懂你想说什么 你的这句话信息量着实是有点大 肖露听完后不禁有些愣住 不会这么巧吧 对于自己体内这颗心脏原来的主人 肖露虽然没见过她 但在心脏移植手术成功后 肖露有认真的去了解过 那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女孩 她姓江 单名一个人字 虽然出生于富贵家庭 但从出生那天起 就被诊断出患有非常罕见的不治之症 最多也不可能活过25岁 最终她也确实在24岁那年 永远地告别了人世间 肖露还了解到 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 她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男孩 并且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她在她的遗书里写道 她来到这个不属于她的世界 就是为了遇到这个属于她的男孩 真有这种可能吗 将然会是故意的前女友吗 虽然肖露嘴上说着不会这么巧 可是在她心中 其实已经不受控制地 犯起了某种一样的涟漪 你是哪年动的心脏移植手术 你笑着问道 有没有可能是真的 对对时间就知道了 肖露小声回答道 是四年前 文言你的眼皮不由一跳 因为江然就是四年前离开人世的 你非常清楚地记得 江然走的那天 是四年前的4月22号 肖露体内心脏的原主 难道真是江然 你应该知道捐献者的名字吧 稍微停顿消化了片刻 你深吸一口气再度开口询问 肖露默默地点了点头 她意识到这件事情 有可能真的要往最离谱的方向发展 她的名字叫江然 生江的江 然后的人 是你的前女友吗 过了两久 你的内心才平复下来 轻轻开口说道 她的人是茫然的人 不是然后的人 因为她的人生没有然后 看着肖露你淡淡一笑 她以前总是这样对我说 不是然后的人 而是茫然的人 因为她没有然后 多么悲伤的人 才能说出这种悲伤的话 肖露文言后瞬间症着了 不只是她症着了 她体内的心脏 在听到你这句话的一瞬间 也是猛然升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并非是之前那种揪心的强烈忌痛 而是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情绪波动 似乎在悲伤 又似乎很开心 肖露眼眶不禁有些湿润 她抚摸着自己的心口 好似在于体内的心脏对话 这就是书里面所描述的 克敬心脏的爱因 能让我摸摸他吗 你盯着肖露的心口开口说道 要是不明前因后果的人 肯定会以为你是在耍流氓 但你此时真的没有任何万言 只是单纯的想要感受一下将然的存在 当然可以了 肖露把自己原本轻轻捂住心口的手拿开了 虽然那个部位对于女孩来说非常隐私 但她愿意给你触碰 你缓缓伸出了手 可就在手掌快要触碰到肖露心口的时候 你又本能停了下来 因为你忽然意识到 这样做太不履貌了 最终你决定将手收回 可就在这时 肖露忽然抓住了你的手掌 并往自己心口按据 这是一个国家分配女朋友的事件 只要报名学校的夫妻实习课 就能跳过恋爱直接拥有老婆 国家甚至还会给你们分配房子 让你们在里面甜蜜双排 更夸张的是只要匹配成功 必须在一天之内领证 否则就会被国家列入实习名单 而此时大屏幕上显示你的匹配对象 竟是教了你四年的老师 看到这一幕 同学们哭了 笑花急了 而你却压麻呆住了 因为笑花女友昨天才为了前途和你分手 没想到今天你就赏婚了美女老师 成冰冰是一个37岁的大学女教师 成冰冰见你没说话 拉着你的手便往停车场方向走去 作为老司机的你果断选择去开车 启动车子的同时 你习惯性地把手搭在副驾驶的大长腿上 咦 今天的触感怎么不一样 此时你才想起 坐在副驾驶的不再是笑花白雪了 吓得你赶紧把手收了回来 而成冰冰却是一脸微笑 还说一直知道你有这个习惯 你当时就惊掉了下巴 白雪不可能把这种私事和别人说吧 怕不是老师在车上装了摄像头 在这四年里 每到周末你都会借老师的车 跟笑花女友出去玩 然后便养成了这个习惯 对啊 你开了这车这么久没发现吗 这是购车的时候4S电送的 此时你才发现车后面 有一个隐藏的摄像头 还好你和白雪没在车上行苟且之事 这时成冰冰害羞且认真的说道 叶辰同学 其实我一直喜欢你 大数据匹配的时候 我还祈祷能跟你匹配在一起 谁知还真配对上了 我是打心里的开心 你一脸懵逼 心里暗想 这老师是在跟我表白吗 见你没说话 她这次没有匹配成功 不过她却很开心 因为她的梦想是当明星 所以才选择和你分手 就是为了立住她单身的人设 白雪出来就给成冰冰打电话 决定去庆祝一番 因为白雪的妈妈和成老师是闺蜜 所以他们俩的关系也特别好 电话一接通 就听白雪那边说道 成老师 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 而成冰冰和你此时已经来到了饭店 就回她道 我已经在吃火锅了 你交几个朋友去吧 白雪刚想挂断电话 但还是好奇地问了一下 你跟谁一起吃火锅呢 叶晨啊 你怎么可以跟叶晨一起吃火锅呀 白雪的语气有些急眼 怎么不能 我跟叶晨都领证了 白雪本以为成冰冰和你配对成功后 只不过是遵守法律领证而已 没想到你们两个完真的呀 成老师 你怎么能这样 叶晨可是我前男友 成冰冰回答道 你和他都已经分手了 现在是没有关系的人 我这样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吧 不说了 我们要吃火锅了 随即手机里传来挂断电话的声音 你这边正开心地吃着 眼前却突然冒出一则提示 气孔激活成功 只需每天完成恋爱 千道即可获得奖励 原来是金手指来了 吃完火锅 你陪着成冰冰去逛街 成老师 我带你去买衣服吧 我想给你挑几件好看的睡衣 你看看喜不喜欢 成冰冰害羞地说道 我喜不喜欢不重要 你喜欢就行 你也明白其中的意思 以前给白雪买睡衣 你发表一下意见都要被臭骂一顿 反观这成冰冰的性格也太好了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你牵着成冰冰的手 来到女装店门口 一会儿便试了好几套睡衣 她也很满意 于是你们便打算一起回家 这时成冰冰又说道 先去我家收拾行李吧 然后直接搬到你那去住 你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这样不太好了 成冰冰一听这话不乐意 那有什么不好的 现在我们可是夫妻 再说了 买了睡衣不就是穿给你看的吗 你没有借口推托 便只能答应 毕竟占便宜的可是自己 你们就这么开心地回到家 不一会 成冰冰便把行李箱收拾好 成冰冰笑着说道 成冰冰笑着说道 成冰冰去厨房忙了起来 不一会儿便做了满满一大桌的菜 吃完饭天也黑了 你拿着车钥匙准备去上课 因为你从小成绩就好 上学时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就做起了兼职家教老师 看着旁边的房子 你也知道魔都的物价有多高 目前暂时还只能租房 不过如今有了系统 还有国家发放的1000万婚姻基金 你在心里发誓 以后一定要让成冰冰住上大房子 与此同时 白雪刚庆祝完回来 她拿钥匙打开成老师的家门 只见里面黑漆漆的没有任何动静 而且成老师的生活用品也都不见了 一开始她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呢 便拿出手机给成冰冰打电话 成老师你去哪了 这么晚还没回家 小雪啊 我忘记跟你说了 我现在已经搬到叶晨家住了 以后房子就留给你了 你要学会自己做饭吃 白雪听到这话顿时就呆住了 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 昨天自己才分的手 今天你居然就换了个人同居 白雪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你怎么能这样 你可是叶晨的老师啊 成冰冰的语气有点不开心 当今社会和老师结婚的人多了去了 再说了 还不是你自己要跟叶晨分手 而且我现在和叶晨是合法的 两个有结婚证的夫妻同居 不是天经地义吗 白雪越说越激动 虽然婚姻配对后 你们必须领证 但是你和叶晨都还没有任何感情 怎么就同居了 成冰冰说道 我其实早就喜欢叶晨了 不过以前你们在一起 我便把这份感情隐藏起来 现在你们分开是你不懂得珍惜 白雪咬咬牙 好 那祝福你们白头偕老 对了 我的新剧需要启动基金700万 能不能先拿你们的婚姻基金投资 以后回报率肯定不低 成冰冰可不傻 知道白雪打了什么算盘 抱歉小雪 你的事情我爱莫能助 婚姻基金是我和叶晨共有的 我真的没有多余的钱能帮你 不过我那房子就留给你好了 我有事先挂了 这时你也回到家中 看到躺在沙发上的成冰冰 不由得咽了咽口水 他正穿着今天你挑选的睡衣 完美的身材若隐若现 老公你回来了 先去洗澡吧 我已经帮你把衣服放到卫生间了 见你直冰着自己 成冰冰也是小脸红扑扑的 你把抱住他直接往卧室走去 一番锻炼结束后 再看时间已经是一点多钟了 床上的成冰冰睡得很香 这时传来一道声音 恭喜宿主截获一条未来信息 一个月后 狂飙电视剧火爆全网 春秋影视成为最大赢家 你看到信息眼前一亮 这春秋影视就是白雪所在的公司 前几年风光过一阵 后来就一年不如一年 现在连拿得出手的一人都没有 如今正是收购他的最佳时间 毕竟等新剧一火 便是能赚的盆满钵满 你想着想着便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成冰冰就被你的手机吵醒 鸣里呼呼接通后 那边传来一个女的声音 是小雪吗 你们还在睡觉吗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成老师听到这话瞬间清醒 原来这电话是你妈妈打来的 她还不知道你和白雪分手的事情 成冰冰吓得连忙把你叫醒 你向老妈解释道 妈 刚才接电话的不是白雪 而是成冰冰 我已经和她领证了 你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跟老妈解释明白 老妈说道 既然都这样了 那你们就好好生活吧 人家成老师可是女博士 还是大学老师 你这是高攀人家 你可得对人家好点 知道了吗 你全部答应下来 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然后对成冰冰说道 对了成老师 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 就是买房子的事情 能不能先缓一缓 我想拿婚姻基金来干其他事情 你想用来收购春秋影视对吗 成冰冰打断了你 老公 你不用跟我解释了 我是你的妻子 你要干什么 我都无条件支持你 你心里很是感动 毕竟投资的风险可是很大的 但她却选择无条件信任你 你不怕我投资失败吗 成冰冰温柔一笑 失败了 那就从头来过 我会一直陪着你呢 你的眼眶已经被泪水尽湿 第一次体会到被爱人关怀的感觉 这是以前在白雪那从来没有的 你们吃完早餐出发去学校 车子停到教学楼下后 成冰冰先是朝窗外看了看 确定附近没人 便撅起樱桃小嘴亲了一下 蜻蜓点水 一触即离 再见老公 你抿了名嘴唇笑道 老婆 你这多少有点敷衍啊 成冰冰对你俏皮的眨了眨眼睛 等晚上回家再奖励你 就这样 成冰冰下车而去 透过车窗 你看到她立即恢复了 往日在学校里的清冷模样 跟在你面前完全就是两副面貌 目送成冰冰的身影 彻底走进办公楼后 你这才驱车离开 返回到家里你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网上查起了 有关春秋影视的信息 既然已经决定要收购这家公司 那自然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 半个小时后 你的手机短信提示音响了 您的银行卡到账200万元 这是老爸把准备 给你买房的钱打过来了 同时老爸给你打来了电话 儿子钱收到了吧 你跟成冰冰的事情 你妈刚已经告诉我了 既然已经领证了 那你以后就要对人家好 单其属于你丈夫的那份责任 知道了吗 你语气严肃的 爸 我会的 你没有告诉你爸妈 在昨天的大数据婚姻配对中 你和成冰冰的配对分支高达99分 为此 你们获得了一笔来自国家的奖命 可以购买一套豪华住宅的婚姻启动资金 你之所以对爸妈隐瞒这些事情 是因为你不想再让他们为你的事情操心了 跟自己老爸又随便说了几句后 你便挂了电话 出门来到附近的一家生活超市 买了一些菜回来烧饭 到了中午 你拎着饭盒走进了大学办公楼的大门 张也好 一进入办公楼 你就看到了正在拖地的张翠 他是摩都大学的一名清洁员 你之所以认识他 是因为这个张翠曾经有恩于成冰冰 那是两年前的一天晚上 成冰冰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两个罪汉的骚扰 当时张翠就拿着扫把挺身而出 最后还和那俩罪汉扭打在了一起 好在有其他路人发现这里的动静后 联手将那两名挑事的罪汉控制住了 不过在短暂的扭打中 张翠还是受了一些轻伤 最后是成冰冰将张翠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后来在成冰冰的介绍下 张翠来到了魔都大学当清洁员 这一干就是两年 说起来 这个张翠的儿子还是一名演员呢 只不过到现在都还在跑龙套 正在拖地的张翠笑着问道 小叶来给成老师送饭吗 是的 你点点头 真好 你们俩在一起以后 成老师也有一个依靠了 张姨你忙 我先上去吧 告别了张翠 你直接往成冰冰的办公室走去 与此同时 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 一个女老师起身对着成冰冰说道 倒点了冰冰姐 我们到食堂吃饭去 就在二人准备一起出门的时候 只见一个面部轮廓分明 长相英俊的青年男子 手里拎着一个粉色的保温饭盒走了进来 对于你的到来 成冰冰是又惊又喜 毕生老公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成老师 你家叶晨竟然亲自给你送爱心便当来了 真是一个好男人啊 我们还是不当电灯泡的好 王璐笑道 然后拉着另一个老师离去 你将饭盒放在办公桌上后 伸手宠密地捏了捏成冰冰的脸蛋 快点坐下吃吧 别站着傻笑了 成冰冰打开饭盒的盖子 看着那还冒着热气的饭菜 只觉得鼻子酸酸的 叶晨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看到成冰冰那泛红的眼眶 你是既无语又心疼 就是送饭给你吃而已 咱不至于哭鼻子 然后他便眨眼而笑 那绝美的脸庞都把你看盖了 你还是第一次发现 这成冰冰还蛮可爱的 你笑道 以前的你隐藏得太深了 成冰冰一边吃着爱心便餐 一边有些小傲娇地说道 那当然 我可是宝藏女孩 你笑呵呵道 我昨天晚上就发现了 你的确是宝藏女孩 你说完这句话 成冰冰的小脸蛋一下子就红了 而你也是点到为止 怎么样 饭菜可还合口味 成冰冰说道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了 这样的夸赞 你以前在白雪那里 从来没有听到我 以前你给白雪烧菜吃 他还总是挑毛病 你笑着说 好吃就全部吃完 这样力气才恢复得快 成老师怀疑你在开车 但又找不到什么证据 只好在你头上轻轻拍了一下 在你面前卸下伪装的成冰冰 跟以前比完全就是两个人 反差感太强烈了 不过你十分喜欢 当下的这种相处模式 很轻松很自然 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这种感觉是以前和白雪在一起时 你不曾感受到过的 白雪在你的面前 就像是一个公主一样 总有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久了之后总感觉有些压抑 成冰冰放下筷子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 吃得好撑啊 擦擦嘴巴 你将一张纸巾递向成冰冰 谢谢老公 拿上饭和你起身道 那我回去了 你中午好好休息一下吧 在你即将出门的时候 成冰冰忽然说道 对了老公 晚上出去吃饭 你没忘记吧 你转过身来笑道 我记性没那么差 正好可以问问高小叶 有关春秋影视的一些事情 下午五点半 你开车接下班的成冰冰来到了饭店 在里面的一个包厢里 你们见到了成冰冰的闺蜜高小叶 她跟成冰冰一样 都长得瘦瘦高高的 作为一名青年女演员 高小叶的颜值和身材也是非常在线 虽然和成冰冰相比还有一些差距 但是她身上却有着一种大姐大的气质 此刻只有你知道 等一个月后狂飙上映 届时在里面饰演大嫂的高小叶将会彻底爆红 高小叶的目光落在了你身上 叶晨 我怎么感觉你越长越帅呢 小雪怎么还没来啊 在高小叶看来 既然你出现在了这 那白雪肯定也来了 不等你回答 成冰冰直接说道 小雪今晚不过来 高小叶也没想太多 只以为白雪是晚上有什么事情来不了 那你的新老公呢 对于自己好闺蜜匹配的老公 高小叶心中是十分好奇的 也不知道是哪个男的这么幸运 竟然在大数据婚姻配对中 跟他最好的闺蜜配对上 就是叶晨 成冰冰的这句话落在高小叶的耳朵 直接震得他一双眼睛都瞪人了 你你你没开玩笑吧 高小叶精一不定道 到底什么情况 高小叶满脸疑惑 在他看来 你可是跟白雪从大一就开始出对象了 而且你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他一直觉得你和白雪 会在毕业那一天就地领证 步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现在 你却成了成冰冰的老公 他好闺蜜成冰冰的老公竟然是 叶晨 圆怨 到底什么情况 高小叶满脸疑惑地问道 叶晨可是跟林小雪从大一 就开始出物件了 而且 两人感情一直都很好 他一直觉得 在两人毕业那一天 两人肯定会就地领证 步入婚姻的殿堂的 然而现在叶晨却成了成冰冰的老公 这里面肯定发生了什么 不为他所知的事情 而且 就是在这两天内发生的 是这样的 接下来成冰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跟自己好闺蜜说了一遍 把物质看得太重的女生 是不会幸福的 小雪以后一定会后悔她的选择的 听完成冰冰的话后 高晓叶忍不住摇了摇头 不过圆圆 你倒是要感谢小雪 如果不是她的放手 你和叶晨也不可能在一起的 成冰冰对叶晨的那份特殊情感 只告诉过自己最好的闺蜜高晓叶 现在看到自己好闺蜜的尝所愿 高晓叶也是发自内心的 替成冰冰感到开心 叶晨 我觉得吧 你要相信大资料婚姻配对 莫等高晓叶把话说完 叶晨便出声打断到高姐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放心 成老师是我的妻子 我会对她好的 闻言 高晓叶笑了笑 身为夫妻还是要住一起的好 叶叶 我已经搬出来和叶晨住在一起了 成冰原说道 听到这话 高晓叶先是一愣 随后笑道这么快 圆圆可真有你的啊 没过一会 饭菜上齐 三人边吃边聊 叶晨 你现在毕业了 以后打算做什么呀 我看你不如进于乐圈发展吧 以你的这个外在条件 只要稍加包装一下 以后肯定能成为一代顶流的 高晓叶笑道 不如就直接来我们春秋影视 姐姐我来当 你的介绍人 我相信 我们公司肯定会很愿意签你的 高姐 据我了解 你们春秋影视现在的情况 应该不容乐观吧 听到叶晨这话 高晓叶顿时叹了 一口气到时啊 我们老板把公司账户上的钱 全部挪用作投资去了 结果投资失利 导致现在我们公司连正常运转 都是一个严重问题了 我还听说 我们公司老板 都准备把公司给卖掉了 顿了毒 高晓叶继续说到叶晨 我刚刚让你进娱乐圈 那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可别当真啊 这我要是真的 把你带进了娱乐圈 以后你在娱乐圈学坏了 那到时候 圆圆还不得拿刀杀了我啊 高姐 我有收购春秋影视的想法 能麻烦你当个中间人吗 见话题已经 被引到春秋影视的身上了 叶晨当即如是说道 闻声 高晓叶一惊 什么 叶晨你想收购我们春秋影视 见叶晨点头 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高晓叶闭闭嘴 开口到叶晨 春秋影视虽说现在半死不活的 但是你想要拿下春秋影视 也是需要不少钱的 那高姐 你觉得收购春秋影视 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叶晨问道 这个我不清楚 高晓叶摇摇头 倒不过我估摸着 没有个千把万 肯定是不行的 叶晨 你有这磨多钱吗 我和陈老师的 配对分值是99分 所以 我们从国家那里 拿到了一笔 一千万的婚姻幸福基金 叶晨如是说道 我去 你们俩的配对分值 竟然达到了理论上的最高分值 这应该是我们国家大资料 婚姻配对制度施行 以来出现的第一个99分吧 一千万的婚姻幸福基金 就这磨拿到手了 真是让人羡慕啊 像我在影视圈混了五六年了 身上的存款加起来 还不超过一百万呢 高晓叶说着说着画风 一转不过叶晨 收购春秋影视 可不是一件小事 你们小两头可要想好了 叶叶 我是支援叶晨的 成冰元开口道 高晓叶闻声笑了笑 行 既然你们 已经商量好了 那我回去会跟我们老板说的 你们就等我讯息吧 好的 八点多 吃完饭的三人 从饭店里走了出来 元元 叶晨 我先回去了 嗯 路上慢点 成冰元说道 目送高晓叶开车走远后 叶晨和成冰元 也坐上了车 程老师 我们看场电影再回去 卸好安全带后 叶晨看着坐在 副驾驶座位上的成冰元 如是问道 哈 成冰元幸福地笑了笑 另一边 炒菜还是挺容易的嘛 林小雪看着自己 刚刚炒出来的两道菜 成就感满满 一盘番茄炒鸡蛋 一盘青椒土豆丝 林小雪拿起筷子 夹起一块番茄尝了尝 结果一双带 没顿石皱在了一块 好闲 强忍着吞了下去后 林小雪接着又尝了 尝自己炒的土豆丝 这次虽然不咸了 但是却淡了 吃在嘴里没有一点味道 让人难以下咽 刚刚涌出的成就感 在这一刻 烟消云散 放下筷子的林小雪 此时忽然想起了叶晨 和叶晨在一起的时候 叶晨会变着法的 做各种好吃的给她吃 以前她还不觉得有什么 因为她觉得 炒菜很简单 然而现在 等到自己真正上手后 她才发现 原来炒菜并 没有那么容易 连这两道最简单的菜 她竟然都烧不好 更不要说 那些大菜了 在手机上点好外卖后 望着这空荡荡的房子 一种孤独感于 林小雪的心中油然而生 这让林小雪很不适应 叶晨 你现在在干嘛 难道 我真的错了吗 这句话 一直在林小雪的心里回荡着 拷问着林小雪的灵魂 不 我没错 现在的孤独只是暂时的 等到后面 我真正地进入了娱乐圈 到实属于我的精彩人生 才会真正地开始 我才不要跟着叶晨 过那种每天都是柴米油盐的生活呢 东东 就在这时 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林小雪起身走过去 透过猫眼 看到门外站着的人 是自己弟弟后 林小雪便直接把门开起了 一股酒气顿时扑面而来 林小雪皱眉到好难闻 林浩你 怎么喝这磨多酒 姐 你猜猜我刚才 跟谁在一起喝酒 林浩进门后 一边穿着林小雪递来的鞋套 一边神秘兮兮地问道 不是跟你的那些粉丝们吗 林小雪说道 他弟弟昨晚说过的 他组织了一场粉丝线下见面会 就在今天 我提前结束了粉丝见面会 因为小张导行我吃饭 林浩 没有再卖关子了 他喊你吃饭做什么 林小雪问道 我说姐 你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小张导行我吃饭 那自然是为了你啊 林浩说道 昨天我不就跟你说 小张导对你有意思 你还不信呢 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 说话间两人来到了客厅 林小雪给林浩泡了一杯茶 还加了两片生姜 喝点姜茶 行行酒吧 谢谢姐 小张导跟你说了 他喜欢我 坐到自己弟弟对面 林小雪如是问道 没有明说 但意思却已经很明显了 林浩心冲冲地问道姐 你是怎么想的 我对他没感觉 他不是我的菜 而且他在网上的风评不怎么好 谁知道 他是不是把我当成他的猎物呢 林小雪说道 喝了一口姜茶后 林浩开口道姐 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这样吧 在小张导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之前 你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总之 先吊着对方 林小雪文声皱了皱眉到林浩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姐 你要想在娱乐圈混出个人样 那有些底线是要放低的 这个圈子的成分太复杂了 你看看现在的那些一线明星 有几个是纯洁的小白花 林浩说道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对了 叫做欲带王冠必成其重 欲卧玫瑰 必成其商 这个道理 姐 你要明白啊 听到自己弟弟的这番话 林小雪沉默了下来 姐 我有一个好讯息要跟你分享 林小雪的思绪被林浩打断 什么好讯息 刚刚我跟小张导一起喝酒的时候 小张导跟我说 他准备收购春秋饮饰 林浩说道 他要收购春秋饮饰 林小雪有些意外 是的 林浩说道 小张导要从他爸爸的工作室里跳出来 自己创业 成为资本 又喝了两口姜茶后 林浩继续说道 刚刚喝酒时 我跟小张导谈到了我的那部新剧 小张导听后 直接说等他收购了春秋饮饰后 他就会注入资金 保证我的那部剧 能顺利拍摄出来 另外 小张导还说 他会请寄个当红的流量小生小花 进入剧组 给我当绿燕 同时也为我的那部剧站台造势 姐 我现在 有强烈的预感 等那部剧拍出来后 你弟弟我一定能火的 说到最后 林浩都忍不住亢奋了起来 叶辰和成冰元看完电影回到家里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老公 我去洗澡了 嗯 你先洗吧 叶辰说道 要不要一起 四日早上 叶辰从床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心里默念了一声千道 这每天的千道 可不能忘记啊 系统可是说了 这要是连续三天忘记千道的话 那系统就会跟他结绑的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养成 每天醒来就千道的好习惯 今天的千道 并没有触发千道奖励 老公 你怎么醒的这抹走 原本坐在叶辰怀里的成冰元 此时扬起脑袋 揉着心松的睡眼说道 不知道怎么就醒了 好了 还早呢 我们再睡会儿吧 叶辰摸了摸成冰元的脑袋说道 老公 成冰元一双大眼睛眨牙眨的 叶辰懂了 下午的时候 叶辰接到了高小叶打来的电话 高小叶告诉叶辰 他老板陆星昌 明天上午在公司等叶辰 既然确定了时间 而且就在明天 那么接下来叶辰就要做好准备工作了 收购一家公司 单靠他一个人肯定是办不到的 他需要组织一个小团队 这个团队里面 需要有财务专家法务专家 财务专家 他身边就有现成的 而且是免费的 他身边的财务专家不是别人 正是他老婆成冰元 成冰元现在在摩都大学 就是一名会计专业课的任教老师 成冰元不仅拥有高阶会技师指称 同时还是一名注册会技师 在这几年里 成冰元也在摩都一家知名会计师务所里 找了一份不需要做班的兼职 其工作内容就是替客户审计财务 身边有着这样一个 现成还不收钱的财务专家 叶辰自然不会傻到 再到外面找回技师了 所以叶辰现在只需要跑一趟律所就行了 四日早上八点 叶辰拿上车钥匙和成冰元出门了 春秋影视就在摩都的徐汇区 距离叶辰住的地方 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 开了半个小时的车 叶辰终于抵达春秋影视公司所在的写字楼 刚来到写字楼入口 就有一个身穿西装的青年人 朝叶辰走了过来 叶先生 叶夫人 张律师 没让你等太久吧 叶辰和眼前的张艺达律师 握了握手道 没有没有 我也才刚到一会儿 张艺达说道 那我们进去吧 叶先生请 就这样 三人抬脚走进了面前的写字楼 乘坐电梯 三人来到了写字楼的第十六层 转过一个拐角 三人便看到了春秋影视公司 您好先生 请问您找谁 看到走进来的叶辰三人 春秋影视的前台接待小姐姐 当即露出甜美的微笑 对着叶辰问道 能在前台做接待员的 那都是很有眼力尽的 春秋影视的 这个前台接待员 几乎在一秒钟 就判断出 叶辰是三人里面位手的那个人 你好 我姓叶 我找你们陆总 我有预约的 叶辰说道 原来是叶先生 叶先生您请跟我来 接待小姐姐 说着从前台走了出来 为叶辰三人引路 叶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陆总临时会见了一个重要客人 现在还要请叶先生 先一步贵宾室稍坐一会儿 末世 虽然心里有些不悦 但叶辰并未表现出来 很快 叶辰三人在接待员的带领下 来到了贵宾休息室 接待小姐姐给叶辰三人泡了一杯茶 然后又端来了一个 放有生鲜水果的果盘 做完这些 对方便离开了贵宾休息室 现在时间是8点53分 一直等到了10点钟 休息室外终于传来了动静 小张导慢走啊 我就不送了 陆总留步 透过半透的磨砂玻璃 叶辰看到了休息室外 一个身材肥胖的中年人 停下脚步 正在目送一个青年人的离开 叶辰认出了那个中年人 对方正是春秋影视的老板陆星昌 在陆星昌的旁边还跟着一个身穿OL职业女装的年轻女子 看穿着姿态 对方应该是陆星昌的秘书 带到青年人走进电梯后 陆星昌便推开贵宾休息室的门 带着自己的女秘书 走了进来 叶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呀 陆星昌进来后 连忙满脸堆笑的 对着叶辰连声告罪道 陆总言重了 像陆总你这样的大老板 有朋友临时过来看望你 那是很正常的 叶辰笑道 叶先生 你就不要再挖苦我了 我都沦落到要卖公司的地步了 还算哪门子老板啊 实不相瞒 刚刚我送走的那个人是小张导 对方也想要说过我的春秋影视 本来我跟他约好下午见面的 谁想到小张导早上提前过来了 说他下午有事 人家小张导是张大导演的儿子 人又多过来了 我这也不好不见他 总之 还希望叶先生多多体谅啊 陆星昌说道 陆总 你口中的小张导 是指张一谋的长子张一南吧 叶辰问道 是的 影视圈内 除了他 也默认被称作小张导了 顿了毒 陆星昌接着说道叶先生 去我办公室谈吧 好 叶辰点了点头 随后便跟着陆星昌 走出了贵宾休息室 此时叶辰忽然想到 刚刚陆星昌送张一南离开的一幕 多半是陆星昌故意想让他看到的 甚至陆星昌让他在休息室里 等了一个多小时 也是故意的 陆星昌这模 做明显 是在为自己后面跟他的谈判中 增加自己的筹码 原来今天的这场谈判 从他走进春秋影视大门的那一刻起 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果然商场如战场啊 没过一会儿 一行人就走进了了陆星昌的办公室 陆星昌的女秘书 先是给叶辰三人分别泡了一杯茶 随后便将提前准备好的一大落资料 拿出来 交给程冰元和张义达两人进行审计 叶辰则跟陆星昌 有一句末一句地聊着 春秋影视 作为一家老牌影视制作公司 尽管这纪年没落了 但是公司规模并不算小 审计这种公司的财务法务 是需要不少时间的 一直到中午十二点 审计工作都没有完成 一行人去附近的一家饭店吃完午餐后 便又回到了春秋影视 程冰元和张义达 接着上午继续审计 下午两点多 完成审计工作的程冰元张义达 跟叶辰走出了陆星昌的办公室 来到了隔壁的一间小会议室 叶辰 春秋影视的经营情况相当不理想 公司已经连续五年都在亏损 程冰元将他的审计结果 跟叶辰详细地说了一遍 讲真的 如果换作是他的话 他是肯定不会收购这摩一家公司的 不过他并没有劝叶辰 放弃收购春秋影视的想法 他相信叶辰会有着自己的判断的 接下来 张义达也将他的审计情况 载载细地跟叶辰汇报了一遍 总的来说 春秋影视这些年的经营 还是合规的 少数基础不怎么合规的 问题也不大 后面是能补救的 涉及法务上的纠纷案件 有十几件 其中有基建的城市 已经快要走完了 其他基建法务纠纷案件 依照张义达的判断 最后春 重新回到陆星昌的办公室 叶辰直接开门键删到陆总 你开个价吧 看来叶先生跟我一样 都是性格豪爽之人 那我也就直接把我心里的底价给说出来 陆星昌收到1400万 闻言 叶辰摇头笑了笑陆总 看来你没事磨诚意啊 春秋影视连年亏损 在这重情况下 如果你还把价格抬得这么高的话 那恐怕没人愿意当这个接盘侠的 叶先生 我春秋影视最近几年 确实都是在亏损当中 但是春秋影视旗下签约的演员里面 还是有相当一批的演员 是能够被称作是实力派的 陆星昌说到 像这重实力派演员 你别看他们现在不温不火的 但他们可都是真正的超级潜力股 说不一定哪一天就爆红了呢 讲真的 要不是我前段时间投资失利 需要填的资金窟窿太大了 我肯定不会想要去卖掉春秋影视的 陆总 我可不是你手下的员工 你可别给我花大饼啊 叶晨淡淡说道 叶先生 你刚刚也看到了 小张岛也想收购春秋影视 以小张岛的身份 都想收购春秋影视 由此可见 春秋影视还是很有潜力的 陆总 恐怕小张会出的价远远 要低于你 刚刚报给我的那个价格吧 要不然 我们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叶晨说道 陈音片刻后 陆星昌开口到那叶先生 你出个价 一千一百万 叶晨说道 如果陆总觉得不能接受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 也就没有再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 叶晨之所以报一千一百万 那可不是随口报价的 按照那条未来讯息中说的 如果他不插手的话 最后 春秋影视会被陆星昌 以一千一百万这个价格 打包卖给张一南 这也是刚刚在休息室里 陆星昌提到小张岛时 叶晨立马便知道 陆星昌口中的小张岛 就是张一南了 叶总 再加点吧 听到陆星昌这魔说 叶晨直接起身到陆总 今天打扰了 说完叶晨转身就朝外走去 成丁员张一达 见状都起身跟了上去 一时间 陆星昌的脸色变换不定 其实一千一百万 就是他的心理价了 刚刚有那魔机个瞬间 他觉得 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年轻人 是不是有看透人心的本领 要不然 这个年轻人 怎么第一次报价 就十分精准地 报出了他的心理价位呢 就在叶晨的手 放在门把手上 准备把门开启的时候 陆星昌的声音 终于在叶晨背后响起 叶先生留步 我答应了 闻言 叶晨的脸上 忍不住露出了一道淡淡的笑容 但是 当叶晨转过身来的时候 叶晨的脸色 又迅速恢复了正常 不过叶先生 我有一个要求 陆星昌忽然说道 什么要求 说说看 说话时 叶晨又重新来到陆星昌的对面 坐了下来 叶先生 那一千一百万 你要在合同签订后的三个工作日内 一次信给我结清 陆星昌说道 我刚刚说了 我近期因为投资失利 需要填的资金窟窿太大了 莫问题 今天签完合同 我明天 就把钱打到你提供的银行账户上 叶晨说道 好 那叶先生你稍做一回 我马上就去准备合同 说完 陆星昌便起身快步走出了自己的办公室 半个小时后 陆星昌带着刚刚列印好的合同回来了 叶先生 这是合同 你看一下 从陆星昌手中接过合同后 叶晨转身把合同递给了张一达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认认真真审阅了一遍合同后 张一达把合同还给了叶晨 叶先生 这份合同莫问题 听到这话 叶晨直接拿起签字笔 在合同上需要他签字的地方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并按上了自己的手印 合同仪式两份 叶晨和陆星昌各持一份 四点半 陆星昌清自将叶晨三人送出了公司 叶先生 那我们明天线 好的 并不是签完合同 收购春秋饮食的手续就完成了 后面还要去工商局编更公司法人 还要去银行编更公司账户 等一系列的流程需要去走 而今天是礼拜天 这些部门都不上班的 所以只能等到明天周一再去办了 叶先生 这是我的个人名片 以后有什么法务问题需要咨询的话 欢迎你随时找我 张义达说着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一张名片 递给了叶晨 好的 叶晨点了点头 开车回去的路上 叶晨笑着说道 陈老师 你害不害怕呀 害怕什么 坐在副驾驶的陈兵员反问道 春秋饮食连年亏损 我还收购他 你不怕吗 担心肯定是有的 但害怕还不至于 毕竟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哪怕你这次创业彻底失败了 我们也不至于会流落街头 陈兵员笑道 所以老公 你不要有压力 你还有我呢 我能养得起你 陈老师 我看你这 就是想让我吃你的软饭 叶晨笑道 两人回到家 正好是五点钟 刚进家门 陈兵员就一下子 挂在了叶晨的身上 像一只树带熊一样 画好鞋 叶晨来到卧室 将陈兵员放在了沙发上 陈老师 你看会电视 今天的晚餐 我来准备 看我来给你露一手 好的 那辛苦老公了呢 陈兵员精致的翘脸上 满是幸福的笑容 叶晨在厨房烧饭的时候 脑子里 也在想着一个问题 就是春秋影视 现在的确实 被他收购了下来 但春秋影视的现状病 没有因为他的收购 而得到了丝毫的戴善 首当其冲的 就是资金问题 现在春秋影视的公司账户上 已经彻底墨钱了 一家公司 想要正常运转 那账户上 墨钱肯定是不行的 墨钱 他拿什么给底下的员工发工资 前两天 他爸爸 把158万的买房款 转给他了 再算上那一千万的 婚姻幸福基金 那现在他能拿出来的钱 就是一千一百五十八万了 媒币 扣除收购春秋影视 所需的一千一百万 那他身上剩下的钱 也就只剩下五十八万了 这点钱连一个月的员工工资 都不够发的 所以必须要搞钱啊 不管怎么样 也得把接下来的一个月 先给撑过去 只要下个月撑过去了 到时候 随着电视剧狂飙的上映 春秋影视旗下 将会有好几个演员 因为狂飙这部剧而爆红 演员爆红了 那随之而来的 就能接各种商演和影视剧 来替公司赚钱了 到时候 春秋影视也就能缓过气来 变得蒸蒸日上了 看来只能先去银行申请贷款了 不过叶晨心里 还是有一种担忧 就是以他个人名义申请贷款 肯定是贷不了几个钱的 所以他只能以春秋影视的名义 去银行申请企业贷款 那摩问题来了 由于这几年春秋影视 有多笔在银行的贷款都逾期了 叶晨担心这些记录会对公司的征信 产生不良影响 一旦公司征信出问题了 那想要从银行申请企业贷款 可就很难了 再加上春秋影视这几年 连续五年都在亏损 那申请企业贷款的难度 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有点麻烦 六点半 烧好饭菜的叶晨来到了餐厅 老婆 可以起来吃饭了 好的我来了 餐厅 带到成冰园来到椅子上坐好后 叶晨便给成冰园 成了一碗玉米排骨汤 来 补补身子 谢谢老公 老公 你也多吃一点 另一边 林小雪林浩这对孪生姐弟 正坐在魔都一家高档餐厅的包厢里 这都七点零五分了 张一南怎么还没过来 看了一眼手机时间后 林小雪顿时有些不满地说道 约他们姐弟出来吃饭 结果自己迟到 这算奶门子事 姐 淡定 你等下在小张岛的面前 可不能甩脸色给人家看啊 人家小张岛的身份 毕竟摆在这里 林浩认真叮嘱 我知道 林小雪话音刚落 顿时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林浩连忙起身走过去开门 站在外面敲门的 是一个身穿高定白衬衫的青年 这青年面部面板特别差 坑坑哇哇的 典型的月球脸 小张岛 快请进快请进 在张一南的面前 林浩的腰不自觉地就弯了下去 脸上满是讨好之色 小张岛 看到张一南走了进来 林小雪也连忙起身站了起来 林小姐请坐 别这么客气 刚刚来的路上堵车了 所以来的有点晚了 还请林小雪不要见怪 张一南说话 实际自作到了林小雪的对面 林小雪笑了笑 小张岛严重了 我猜你 肯定也是路上堵车了 不一会儿 饭菜上齐 张一南说到林小姐 这些菜 是我让饭店老板给我们配的 你看还需要再加点什么 够了 已经很多菜了 在家就浪费了 吃完饭洗完澡后 夜晨抱着成冰原 两人一起 回到了床上 拿起床头柜上正在充电的手机 夜晨想着 先把自己的花呗重新开通 然后明天到小区外找一家商店 把花呗先套现出来 两年前夜晨的花呗额度有三万多 后面夜晨不怎么用花呗了 于是就把花呗给关闭了 也不知道 现在重新开启 他的花呗额度会不会降低 然而 当夜晨开启手机后 夜晨看到他的手机 有一条未读简讯 于是夜晨顺手点开了简讯 下国银行某某年6月29日21 16成冰原账户1314 向您伪号888账户 他行贿入 收入金额687 0000元 余额1340元 程老师 你怎么磨转了这磨多钱给我 那1000万的婚姻幸福基金 当时是500万打到他账户上的 剩下的500万 打到了成冰原的账户上 然而现在成冰原 竟然转了687万给他 恐怕成冰原是 把他自己这磨多年的存款 连带着那500万一起转给他了 夜晨 春秋影视虽然被你收购了 但春秋影视的资金紧缺问题却 依旧存在 这187万 是我身上所有的存款了 你拿着 先解一下公司的燃眉之急吧 成冰原说道 程老师 你这是隐藏的小富婆呀 夜晨虽然心里挺受触动的 但他并没有说什么感谢的话 实际行动远鼻口头上的感谢 要来的有分量 夜晨 刚刚吃饭的时候 我看你的眉毛一直在锁着 你应该就是为钱的事情而发愁吧 见夜晨点了一下头 成冰原小嘴一决哼 之前说好的有事情 我们夫妻一起面对 一起想办法的 但是真遇到了事情 你却一个人埋在心里 好吧 我错了 求原谅 这次就先原谅你了 以后要是再有下次的话 我就 我就 你就什么 我就咬死你 成冰原说话时 把被齿磨的哥哥作响 话说成老师 你是属狗的呀 还咬人 夜晨笑着调侃道 夜晨同学 你忘记了吗 我就是属狗的呀 成冰原笑盈盈地说道 呃 还真是的 惹不起惹不起啊 夜晨笑道 所以夜晨同学 你以后要是敢欺负的话 我就咬你 哼 另一边 吃完饭的林小雪 林浩张一南三人一起 从餐厅大门走了出来 林小姐 我送你回去吧 不了小张的 我坐我弟弟车回去 林小雪婉拒道 好吧 那我们下次有时间再约 作为情场猎手 张一南身之心 急吃不了热豆腐的道理 此外 他更享受那种追逐猎物的过程 如果猎物很轻易的 就被他得到了 那才是真的无趣 小张岛再见 路上慢点 林浩满脸讨好笑容的目送 张一南上车离开 直至张一南的座驾 变成小黑点 彻底看不清之后 林浩脸上那讨好的笑容 这才消失掉 姐 我喝酒了 只能你开车载我了 林浩说话时 掏出他的宝马车钥匙 递给了林小雪 很快林小雪 便开着自己弟弟的宝马 X1 从餐厅门前离开 汇入到主路上 小张岛这次 竟然找来蔡旭坤 陆汉到我的那部新剧 有情出演 为我的那部剧站台造势 姐 这次我可是完全沾了你的光啊 林浩亢奋不已 要知道 蔡旭坤和陆汉 可是现在国内娱乐圈里面的顶流啊 这两人 要是出现在他的那部新剧里面的话 那由他主演的那部 新剧绝对会微波鲜火呀 等到真正上映后 那热度肯定会很高的 到时候 身为男一号的他 绝对能获得很高的曝光度 粉丝数量 还不得咔咔往上涨啊 说不能他能凭借那部剧 直接一炮而红 成为像蔡旭坤那样的顶流呢 毕竟他的颜值 又不比那蔡旭坤低 对方能成为国内顶流 凭啥他就不行 林浩 这次是你第一次演戏 你一定要认真起来 好好演 林小雪说道 放心吧姐 我好歹是正经的表演戏课班出身 论演技 我肯定能力压那蔡旭坤和陆汉的 到时候 在对比之下 这两人注定只能成为我身旁的绿叶 成为我爆红道路上的一块垫脚石 林浩自信满满 话说姐 恭喜你啊 你这才刚签约张一谋工作室 就立马接到了一个商业代言 这起点真的是太高了 林浩说道椰树牌椰子之 可是国内第一椰子之品牌了 你一个刚入圈的新人 能为椰树代言 这事要是传出去 你会被圈内很多二三线的艺人给羡慕死的 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最后 椰树代言人究竟会花落谁家 现在谁能说得准呢 林小雪如是说道 姐 虽然你这次是有竞争对手 但是刚刚小张倒话里话外的意思 难道你没听出来吗 这次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最后椰树代言人肯定会是你的 林浩说道 希望如此吧 此时的林小雪 表面上看一副风轻云淡 很淡定的样子 实则林小雪心里 远没有她表面上看得那么平静 正常情况来说 论咖位 椰树代言人 起码也得是二线艺人 甚至一线艺人都有可能 而她一个刚进圈的纯新人 要是这次拿下了椰树代言人的身份 那到时候 她在娱乐圈内绝对会成为一时的焦点 被很多人 很多媒体给关注到 果然背靠大树好长两啊 有了张艺谋的力捧 她在娱乐圈里面的起点 绝对高到 会让无数人都羡慕她 作为新一代的某女郎 她以后注定是要踏入一线的 甚至是抄一线 在这一刻 林小雪更加坚定了 自己跟叶辰分手 是无比正确的决定 现在的叶辰 恐怕还在忙着找工作吧 而她这次 要是顺利拿到了椰树代言人的话 那到她手上的钱 能有150万左右 150万 普通白领要上十来年的班 才能挣到这磨多钱 而她只接一个代言 就轻松挣到了 这就是所处圈子的不同 造成的巨大差距 以后 她跟叶辰 就完全是两个圈子的人了 第二天 星期一 叶辰早上开车 把城兵员送到磨大后 紧接着就开车来到了银行 想要把那1100万 转给路新昌 在手机上操作可是不行的 她必须的亲自跑一趟银行 到柜台去办理 正好顺便把自己银行卡 每日交易额度上限 给掉高一些 叶辰是8点半斤的银行 等叶辰从营行李出来时 已经是9点半了 9点50几分 叶辰开车 来到了徐汇区工商署 叶先生 请我刚刚收到了 谢谢了 叶辰刚下车 就看到仙道的陆星昌 朝他走了过来 没让陆总等太久吧 没有没有 我也才到末五分钟 说话时 两人一起走进了工商署 10点一刻 春秋影视的法人 变更手续全部完成了 不仅公司法人 便更成了叶辰 公司的名字 也被叶辰变更了 从之前的春秋影视 便更成了现在的成员传媒 叶总 现在我们去公司 做一下正式的交接吧 从工商署大门走出来后 陆星昌如是说道 好的 叶辰自然不会反对了 10点50 叶辰和陆星昌 来到了春秋影视 现在应该叫做成员传媒了 此时得到讯息的 春秋影视的几名高管 早已经在会议室里坐着 等候叶辰和陆星昌 两人的到来了 这几个高管 各个正经危坐 一脸严肃 他们都已经知晓 公司换新老板了 马上陆星昌 就要带着新老板过来了 也不知道新老板 究竟什么来头 不过敢在这个时候 那对方也是真的有勇气啊 就春秋影视 现在的这个现状 谁接手春秋影视 谁就是妥妥的接盘侠啊 除非对方实力很强 陆总来了 一名高管 透过半开的会议室门 看到了陆星昌 当即精神一震 其他几个高管闻声后 都纷纷挺直了腰杆 坐得笔直 很快叶辰便跟着陆星昌 一起走进了会议室 陆总 一众高管先是对着 陆星昌喊了一声陆总 随后所有人便都把目光 放在了叶辰的身上 也太年轻了吧 估计是哪个富二代 这是看到叶辰后 所有人此刻的心声 接下来 陆星昌便笑着 为众人介绍起了叶辰 诸位 这位就是你们的新老板 叶辰叶先生 文言 一众高管纷纷热情地 对着叶辰喊叶总 叶辰则同 一以微笑回应 整个交接工作 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半个小时也就结束了 叶总 那你忙 我就先走了 跟叶辰打了一声招呼后 陆星昌便直接离开了 走出会议室的那一刻 陆星昌的脸上 不禁露出了一抹轻蔑的笑容 一个刚走出大学校门 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人 竟然说过他的春秋影视 想要混娱乐圈 还真的是人傻钱多啊 这个圈子的水太深了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混的 他现在敢断定 春秋影视 不 现在应该叫成员传媒了 在这个叶辰的手里 绝对坚持不了一年 就会破产倒闭的 此时的陆星昌还不知道 后面最后悔的那个人不是叶辰 而是他自己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陆星昌前脚走不久 后脚叶辰的手机就响了一下 看了一下资讯后 叶辰起声道 大家稍坐一会 我出去接个人 马上就回来 说完叶辰便离开了会议室 不到五分钟 叶辰去而复返 不过叶辰回来时 身边多了一个成兵员 诸位 这是我老婆成兵员 以后她就是我们成员传媒的财务总监了 叶辰此话一出 底下在座的 一个带着黑镜矿的中年妇女 面色一暗 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 财务总监这个位子 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公司如果财务混乱的话 那这个公司的运转 绝对也会混乱不堪 很多公司之所以被有关部门盯上 大部分都是在财务上出了问题 比如偷税漏税啊 而很多时候 公司的老板都是后知后觉的 所以财务总监的选人 就显得很重要了 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 必须要有足够的专业能力 并且是自己绝对信任的人 成兵员是她老婆 又是一名高阶会计师兼注册会计师 在夜城看来 没有谁比成兵员 更适合坐在成员传媒财务总监 这个位子上了 成兵员虽然是魔都大学的任教老师 但这并不妨爱成兵员 担任成员传媒总监一职 现在国内觉大部分高校 都是允许本校老师 在不影响自己日常教学的情况下 于校外找兼职的 以后在工作上 还请诸位多多指教 成兵员看向众人 举止大方地说道 成总监客气了 一众高层纷纷热情回应的同时 心里也不禁在打鼓 财务总监被换了 那他们这些人呢 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 很多公司换了新老板后 都会对公司高层来一波大换血的 然而夜城接下来的一番话 直接让众人忐忑的心都安定了下来 公司其他高层岗位 暂不做调整 希望诸位跟我一起 早点让公司的运转恢复正常 夜总放心 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 不会懈怠的 众人纷纷表态道 中午 夜城在附近的一家饭店 离请成员传媒的几个高管 吃了一顿饭 吃完午饭 夜城带着众人回去继续开会 刚接手公司 夜城必须要对公司的方方面面 尽快熟悉 这是夜城细节系统后的第一次创业 夜城是非常重视的 虽然那条未来讯息说了 等一个月后 电视剧狂飙上映 然后春秋影视里的好几个演员都红了 这使得春秋影视快速回血 恢复昔日荣光 但现在春秋影视的老板 换成他了 而且名字也变更成了陈员传媒 未来陈员传媒 还会不会按照既定的轨道发展下去 他也不确定 所以并不是说他 只要收购了春秋影视 就能高枕无忧万事大吉 什么都不管了 这场会议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到下午点才算告一段落 透过这场会议 夜城也对陈员传媒的现状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陈员传媒现有签约艺人23位 其中一线二线艺人 一个都没有 稍微有点知名度的艺人 是一个名叫张颂文的演员 这个张颂文有40多岁了 出演过不少的影视剧 个人演艺经历还是很丰富的 不过这些年来 他在影视剧中出演的 大都是一些戏份不多的小角色 直到去年 张颂文接到了狂飙的剧本 终于在里面得到了一个戏份多的重要角色 按照那条未来讯息中说的 一个月后 狂飙上映 这个张颂文饰演的反派角色 在网上受到了超高的评价 张颂文这个饰演者 直接一夜爆红 一举从一名三线小演员 迈入到一线演员之列 身价翻了几十倍 目前成员传媒的收入来源 主要是广告和版权 以及旗下艺人所获片酬 抽成这三大块 不过最近五年里 春秋影视 一直没有拿得出手的影视剧 所以 在版权这一块上的收入直接锐减 一直在肯前些年 积累下来的版权老本 这间接地导致广告收入 也是缩水严重 时至今日 旗下艺人所获片酬 抽成这一块 竟然成了春秋影视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这种收入 构成比率 显然是很不健康的 这也难怪春秋影视 已经连续五年赴盈利了 叶总 这是以前陆总的办公室 您看要不要重新装修一下 会议结束后 陈元传媒副总张鸿辉 陪同叶陈成冰源 来到了以前陆星昌的办公室 以后这里 就是叶晨的办公室了 挺好的 先就这样吧 叶晨说道 主要是公司没钱啊 现在每一分钱 都要花在刀刃上 接下来三人 又来到了 元春秋影视 财务总监的办公室 和叶晨的办公室 仅一墙之隔 以后 这里就是成冰源的办公室了 老张 你回头通知下去 让我们公司的艺人 都来磨度一趟 我要请大家吃个饭 叶晨对着 张鸿辉如是说道 第一 春秋影视 本就人心有些不稳了 现在公司又突然换了新老板 并且还更名为成员传媒 叶晨估摸着 那些人心就更不稳了 所以他作为新老板 有必要把公司的艺人 聚在一起吃个饭 好安抚一下不稳的人心 其次那些艺人当中 有几个艺人的合约 快要到期了 叶晨准备趁着这次机会 跟那些合约快要到期的艺人 该续约的续约 该解约的解约 好的叶总 张鸿辉点了点头 在张鸿辉离开后 成冰源来到叶晨的身后 伸出一双束手 给叶晨捏着肩 老公 忙了一下午 累了吧 还好 叶晨说道 老公 你今天真是有些 让我刮目相看呢 成冰源忽然笑道 这话怎么说 叶晨好奇道 就是你刚刚开会的时候 我发现你一点都不紧张 挺从容镇定的 特别的有魅力呢 成冰源说道 整个公司我最大 我有啥可紧张的 叶晨笑道 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 就是你的那种自信 特别的有感染力 会让人不由的相信 你说的那些 到后面都会一一实现 成冰源如是说道 有你说的那模夸张吗 老公 我说的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本来我还有些担心 你刚接手公司 又没有任何相关的管理经验 加上又年轻 因此 我怕你镇不住那些人 但现在我完全放心了 成冰源说话 实望向叶晨的眼神亮晶晶的 没想到我的小男人身上 都有那重上位者的气场了呢 成老师 话说你说的这个上位者 他震惊吗 叶晨呵呵笑道 好快的车车 老公 你的车咕噜 都快压到我脸上来了 晚上七点多 林浩刷着微博 刷着刷着 忽然手机后台出现了一条 微信群聊的全员讯息 林浩顺手点了进去 张鸿辉全体成员 重大讯息 公司已换新老板 公司名称 由春秋影视制作 有限公司便更为了 现在的成员传媒有限公司 现告知诸位 请诸位知悉 高小叶收到 张宋文收到 苏小丁公司换新老板了 冯斌张总 新老板是谁啊 徐东东同问 有回复收到的 也有询问新老板身份的 张鸿辉全体成员 7月2号 也就是三天后 请诸位来魔渡一趟 新老板要请大家吃饭 届时关心新老板身份的 自然就知道了 张宋文收到 高小叶收到 看到群聊讯息的林浩 一双眼睛荡即就亮了 小张导的动作 就是快啊 竟然这魔快 就完成了 对春秋影视的收购 一想到张一南 答应他的那些沉默 林浩就忍不住 精神亢奋了起来 有蔡旭坤陆汉两位鼎流 为他的新剧站台造势 由他主演的那部新剧 那还不得转足了眼球啊 届时新剧上映 他这个男一号必然会火的 未来他林浩必将王冠加冕 成为国内新一代的流量之王 越想林浩越激动 最后林浩拨通了张一南的电话 小张导 恭喜恭喜啊 恭喜我 林浩 我这喜从何来 张一南有些猛 小张导 你别逗我了 我都已经知道了 林浩笑道 文言 张一南更猛了 不是林浩 你别跟我打哑谜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最近有啥喜事 能让你恭喜我的 小张导 你不是已经收购了 我们春秋影视吗 这可不就是喜事一件吗 林浩说道 不是 我还没有收过春秋影视啊 林浩现在是猛上家嘛 我的小张导一 你就别再逗我了 我们公司的张总 刚刚都已经在 群里发正式的通知了 林浩笑道 什么 张一南无比诧异林浩 你此话当真 你们春秋影视 真的被人收购了 听到这话 林浩也觉得事情 有些不对劲了 是的 我们张总 刚刚在群里发通告 说我们有新老板了 而且 公司名称 还便更成了 陈渊传媒 陈渊传媒 究竟是谁截胡我了 张一南的语气 有些低沉 被他视为 囊中之物的春秋影视 竟然被人截胡了 这不禁让他 感到非常的气愣 不是小张导 收购我们春秋影视的那个人 真的不是你啊 此时林浩已经不淡定了 林浩 我骗你干嘛 真的不是我 文言 林浩脸色一白 那是谁 你问我 我还想问你呢 好了先挂了 我来打电话给陆星昌 问问他到底什么情况 说完 张一南便挂掉了电话 紧接着 张一南在最近通话记录中 找到陆星昌的电话号码 拨了过去 小张导 电话没响几声便接通了 传来了陆星昌的声音 陆总 你把春秋影视卖给了别人 张一南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是的 陆星昌回道 陆总 你这卖掉春秋影视之前 都不跟我打声招呼 害得我这两天还在等你的电话 你这事可办得有些不地道 张一南语气中 透露出明显的不满 对方的出价 直接达到了我的心理价位 而小张导你也知道 我最近缺钱缺的都火烧眉毛了 所以我昨天就直接答应了 并当厂签订了合同 事发突然 还没来得及告诉小张导你一声 实在是抱歉了 陆星昌说道 此时陆星昌心里是很解气的 这个张一南把价格压得太低了 竟然只想拿八百万 就把他的春秋影视给收购了 这是妥妥的趁火打劫啊 现在春秋影视被他果断卖给了别人 这下你小张导一下子猛逼了吧 陆总 我想知道 你把春秋影视卖给了谁 以施魔价卖的 沉默片刻后 张一南如是问道 是一个叫做叶晨的年轻人 成交价是一千一百万软妹币 这种事情莫傻好隐瞒的 也根本瞒不了 所以陆星昌直接就说了 叶晨 张一南皱了皱眉 他对这个名字感到有些熟悉 好像近期在哪里听到过 但就是一时想不起来 陆总 对方什么来历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对方说他是普通家庭出身 反正我是有些不幸的 陆星昌说道 普通家庭出身 能一次性拿出一千一百万 这个人还挺能装逼的呀 张一南忍不住吐槽了一声 和陆星昌通完电话不到一分钟 张一南就收到了陆星昌发来的 一个电话号码 正是叶晨的号码 就在张一南准备给叶晨打电话的时候 他的手机先一步响了起来 小张道 你打听到 是谁收购了春秋影视吗 电话刚一接通便传来了 林皓那急迫的声音 打听到了 文言 林皓连忙问道是谁呀 小张道 是一个叫做叶晨的家伙 张一南说道 对方的具体背景 我还没 然而张一南话还没说完 就被林皓给打断了 谁 叶晨 林皓的语气惊讶无比 彷扶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认识那个叶晨 见林皓反应着魔大 张一南不禁有些诧异地问道 小张道你忘记了吗 我姐那个前男友 就叫做叶晨啊 林皓说着话风一转 不过收购春秋影视的那个叶晨 肯定不会是我姐的 那个前男友 两人应该只是恰巧同名而已 林皓觉得自己是虚惊一场 那个叶晨 一个从穷山屁壤里走出来的社会底层人士 怎么可能会做出 收购春秋影视的这种大事出来 叶晨就是想 也没有那个实力啊 所以 两人肯定是同名 可是听到林皓的话后 张一南却并不这么想 林皓 陆星昌跟我说收购春秋影视的那个叶晨 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你姐的那个前男友叶晨 不也是才毕业吗 这应该不会这么凑巧吧 难怪他刚刚听到陆星昌 说到叶晨这个名字的时候 觉得有些耳熟呢 这下林皓也不禁怀疑了起来 姓名一样 年龄又一样 就像张一南说的那样 会有如此凑巧的事情吗 但叶晨也没有那个实力啊 等等 说到这里 林皓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他忽然意识到 叶晨或许还真的有收购春秋影视的那个实力 要知道 叶晨和陈兵源配对成功后 可是从国家那里 获得了一笔一千万的婚姻幸福基金啊 林皓 收购春秋影视的那个叶晨 真的就是你姐的 那个前男友 从林皓的反应中 张一南觉得 那个叶晨的身份 现在应该是能确定下来了 不确定 但这种可能性不小 闻言 张一南将她心中最后一个疑问说了出来 你之前不是说 你姐的那个前男友的家境很普通吗 他哪来的一千一百万 去收购春秋影视 小张道 你有所不知 那个叶晨在被我解揣了后 竟然在第二天的大资料婚姻配对中 跟成冰原配对上了 而且 两人的配对分值高达99分 因此 两人得到了一笔一千万的婚姻幸福基金 林皓说道 什么 那个叶晨跟成冰原配对上了 张一南称目结舌道 他之前从林皓口中得知了林小雪的具体情况 知道林小雪这几年里 都是跟一个名叫成冰原的大学老师住在一起 成冰原是林小雪最敬重的人 此刻 张一南都不禁有些羡慕起了叶晨 是的 那个大资料婚姻配对也太不靠谱了 一想到叶晨跟成冰原配对上了 林皓就觉得心中隔音的慌 毕竟成冰原可是他妈妈的闺蜜 以前他妈妈在世的时候 他可是一直喊成冰原成疑的 这魔看来 收购春秋影视的那个 叶晨还真的很有可能 就是你姐姐的那个前男友了 这样吧 林皓 你马上确认一下 张一南回归主提到 如果确定了 真的是你姐的那个前男友 收购了春秋影视的话 那你问一下那个叶晨 愿不愿意把公司转手卖给我 我可以原价收购 甚至适当加一些钱都可以 那个 叶晨要真的是个聪明人的话 就应该转手 把公司卖给我 毕竟他一个没有背景的普通人 想要自己混于乐圈当资本 无异于人傻钱多 痴人说梦 小张道 你放心吧 如果确定真的就是他的话 那我和我姐姐 一定会劝服他把公司转手卖给你的 林皓说道 嗯 那就这魔说了 两人的通话到此算是告一段落 接下来 林皓拨通了自己姐姐林小雪的电话 姐 今天耶数代言广告拍摄的怎么样了 电话接通后 林皓笑呵呵的问道 这两天内 张一谋工作室旗下的团队会 为他姐姐拍摄耶数代言广告 等成品出来 会被直接送往耶数集团 进行耶数集团代言人的竞选 不过张一南说 所谓的竞选 不过是做做样子走走流程而已 最后 耶数代言人的合约 肯定会落到他姐姐的手里的 有点累 不过感觉还挺新奇 还挺好玩的 林小雪笑道 这是他第一次拍广告 很多方面他都不懂 不过好在有专业人员在旁边指导他 虽然很多镜头 都要拍很多遍才能透过 确实挺辛苦的 但他却乐在其中 因为他的辛苦是有价值的 只要这次顺利拿到耶数代言人的合约 那到时候 他不仅能拿到一百多万的代言费 也算正式地进圈了 而且 他进圈的起点之高 届实是必会引起圈内很多人的关注 这种精彩的人生 才是他想要的 你不是科班出身 没有表演经验 第一次拍广告 那很多镜头 肯定都要拍好多遍的 辛苦那是肯定的 不过坚持下来就好了 林浩说道 嗯 我会坚持的 对了林浩 你打电话给我 不是单纯的 只是为了关心我吧 赶紧说正事吧 我等一下就要休息了 今天一天拍下来 我腿都酸了 林小雪说道 还是老姐你了解我呀 林浩笑了笑 随后便正色说道解 你知道春秋影视 被谁收购走了吗 林浩 既然你这魔问的话 那看来收购春秋影视的 那个人并不是张一南 而是另有其人了 林小雪如是说道 聪明 眼下林浩也莫心情在卖关子了 直接说道解 劫胡小张道 收购走春秋影视的那个人 就是叶辰 什么 是叶辰 由于过于震惊 林小雪的樱桃小嘴 都张成了O型 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已经八九不离时了 接下来 林浩就将他刚刚 和张一南的通话内容 跟林小雪说了一遍 姐 你现在打个电话给叶辰 跟他确认一下 是不是他收购了春秋影视 如果真是他的话 你就劝他把春秋影视 转手打包 卖给小张道 在电话的末尾 林浩如是说道 行 我知道 挂掉电话的林小雪 紧接着找到叶辰的电话号码 拨了过去 然而默人接听 皱了皱眉 林小雪又拨了一遍 依旧是默人接听 叶辰 你现在连 我的电话都不接了吗 林小雪脸色复杂到 十分钟后 把叶辰一条胳膊 当作枕头枕着的 成冰原开口道老公 刚刚你电话帘 续响了两次 你看看吧 应该是有什么 重要的事情找你 嗯 叶辰伸出另一只 空闲的手 拿起 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至于眼前 谁打的电话 成冰原问道 林小雪的 叶辰说道 小雪 成冰原愣了一下 你回他的电话吧 看看是什么事情 好 叶辰点点头 随后便点 选林小雪的电话 拨了过去 电话才想三声 就接通了 叶辰 你刚刚怎么不接我电话 这话问的 叫他怎么回答呢 他总不能说 你打的不是时候 那时我正在 合成冰原忙着呢 于是叶辰 干脆直接避而不答 有什么事吗 叶辰 听说你 收购了春秋影视 这是真的吗 林小雪问道 是真的 叶辰回道 叶辰 你是不是疯了 你没事花 一千来万收购 春秋影视做什么 林小雪很不理解地说道 我这魔作字 有我自己的道理 叶辰 其实你不说 我也能猜得到的 林小雪叹道 是我们分手这件事 刺激到你了吧 所以 你收购春秋影视 想要努力成为资本 然后向我证明 当初我的选择错了 是这样的吧 顿了毒 林小雪继续说道 何必呢 叶辰 你知不知道你 现在已经 失去了理智 你真的把事情 想得太简单了 没有背景 没有根基 您觉得春秋影视 在你的经营之下 会有什么起色吗 我告诉你不会的 春秋影视 在你的接手之下 只会加速走向灭亡的 想要在资本 这个圈子里混 那是要讲人卖讲关系的 而这两样东西 你一个都不占 所以你的结局 其实早就 已经注定了 叶辰 你想要创业 不甘平庸的心 是值得肯定的 但你步子 卖得实在太大了 收手吧叶辰 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正好张艺谋的长子 张一南 也想要收购春秋影视 小张岛说了 只要你愿意 他可以原价 从你手中收购春秋影视 不会让你吃亏的 听完林小雪的话 叶辰笑了笑 所以 你是替那个 小张岛来当说客了 叶辰 我是为你好 我不想看到你日后公司破产 被负债缠身 毕竟我们曾经相爱过 哪怕现在分手了 从心里 我还是希望你今后能过得好的 林小雪说道 行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 那你 你告诉那个小张岛 不要再打成员传媒的主意了 我是不会把公司转手卖给他的 叶辰说道 如果小张岛愿意加价五十万呢 林小雪问道 别说加价五十万了 就是他加价一千万 我也不会把公司转手给他的 一个月后 电视剧狂飙上映 到时候 他成员传媒旗下 将会有好几个演员一炮而红 尤其是那个张颂文 将会一举迈入一线演员行列当中 而按照现在国内娱乐圈内的行情 一名一线演员的商业价值 就已经超过了一个亿 所以他现在怎么可能会把公司 转手卖给那个小张岛呢 叶辰 请不要跟我怄气好不好 拜托你理智一点吧 正如林小雪刚开始说的那般 林小雪只以为叶辰是被两人的分手给刺激到了 叶辰是为了急于证明自己 证明他昔日的选择错了 这才收购了春秋影视的 而现在叶辰不听他的劝 甚至还说出 哪怕张一南加价一千万 他也不会转手把公司卖给张一南 这重话在林小雪看来 就是叶辰跟他说的怄气话 林小雪 你想太多了 我现在很清醒 也很理智 叶辰语气平静地说道 还有我收购春秋影视 也跟你无关 请别自我脑补太多 讲真的 林小雪这脑补的能力 就挺自作多情的 让他有些无语 见这魔劝不行 林小雪钱淬换一个角度 叶辰 那一千万的婚姻幸福基金 并不是你一个人的 里面有一半是程老师的 你这样把钱全部拿过去 你觉得合适吗 万一 一直在旁边富尔听叶辰 和林小雪打电话的成冰员 听到这里时 终于忍不住插嘴到小雪 那五百万 是我自愿给叶辰的 就算最后赔光了 那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还有我跟你不一样 你不相信叶辰 但我相信叶辰 而且 我不会以一时的成败来论英雄 就算这次叶辰创业失败了 我依旧会一如既往地选择相信 这个男人 程老师 林小雪愣了一下 是我 程冰员说道 程老师 叶辰胡闹 你怎么 也跟着他一起胡闹 你好歹 也是魔读大学的一名老师 这几年 你在外面会计师务所里兼职 审计过不少公司的财务 你应该知道 现在这个社会里 像叶辰这样 没有任何关系和人脉的 想要自己开公司创业 其难度有多大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啊 你怎么会把属于你的那五百万拿给他 看着他去说过春秋影视呢 白手起家的企业家 国内也有不少 小雪 魏石魔 你偏偏就觉得叶辰做不到呢 程冰员说道 白手起家 那是很小很小的小几率事件 而我和叶辰在一起四年 跟他的这四年里 我并没有从他身上 看到一名身为未来企业家 该有的那份特质 这四年里 我没有看到叶辰他对未来的抱负 可于时间 他不是打篮球玩游戏 就是在网上研究各种菜谱 身为一个男人 总是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身上 而不是想着去充实自己 去提升自己 林小雪说道 所以我真的觉得 叶辰不适合去创业 他就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老老实实地上班 就算他想要创业 那也不应该第一步就把步子卖得这么大 他现在将你们身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收购春秋影视 在我看来 他这是赌徒心理 而娱乐圈里各路资本云集 这个圈子比其他圈子的成分更为复杂 叶辰 他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 贸然进入到这个圈子里 最后只会被吞噬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所以程老师 请你好好劝劝叶辰 让他把公司转手打包卖给小张岛吧 现在叶辰还有全身而退的机会 甚至还能小赚个五十万 这何乐 而不为呢 听到林小雪的这番话 成冰原真的觉得自己这些年 在对林小雪的教育上面 真的太过失败了 小雪 我觉得一个男人在什么年龄段 就应该做什么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 大学刻余时间 打打篮球 玩玩游戏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还有叶辰在网上研究各种菜谱 他到底是为谁才去研究那些菜谱的 你当真不知道吗 我真的没想到 叶辰爱你的体现到了你的眼里 却成了无意义的事情 成了叶辰在虚度光阴 成冰原说道 还有小雪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 我是不会劝叶辰把公司转手卖给 你说的那个小张导的 这是叶辰的第一次创业 就算他最后失败了 我也会陪他东山再起的 好了 我们要睡觉了 挂了 程老师 林小雪还想说什么 但此时手机里已经转来了电话结束通话的嘟嘟声 叶辰 你们现在不把公司转卖给小张导 他日等到公司倒闭 你们一定会后悔今日的决定的 这是此刻林小雪心里的声音 敷完面膜的林小雪放下手机 然后起身下床来到房间里的卫生间洗脸 洗完脸回到床上 林小雪重新拿起手机 拨通了自己弟弟林浩的电话 姐 怎么样 收购春秋影视的那个人是叶辰吧 电话一接通 林浩就急不可待地问道 是他 文言 林浩又马上急不可待地问道 那经过姐你的劝说 叶辰应该已经答应把春秋影视转卖给小张导了吧 没有 叶辰他不愿意卖 林小雪说道 什么 叶辰他疯了吗 他以为他是谁 他一个什么背景都没有的 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以为他能把春秋影视经营好 他是不是傻呀 林浩有些气急败坏道 这要是叶辰不愿意把春秋影视转卖给张一南 那他的那部新剧不就黄了吗 他还等着张一南接手春秋影视 然后注入资金 让他的那部新剧拍摄计划重新启动呢 而且 张一南还答应找来蔡旭坤和陆汉这两位顶流为他的新剧站台造势呢 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春秋影视的在张一南的手中 林浩 我感觉叶辰现在是急于想跟我证明 我当初选择跟他分手的决定是错误的 所以我现在越劝他 他越跟我怄气 林小雪叹道 对 姐你说的很有道理 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分析 如果我因为自己的物质条件差了 而被女友踹了 那我肯定心里会憋着一口气 会想着发愤图强 等到后面自己闯出一番天地后 这样我就能向前女友证明 是你当初有眼无珠了 林浩说到刚收购春秋影视的叶辰 现在肯定就是这种心理 在这重情框下 姐你去劝他 只会起到反效果 炖了毒 林浩继续说道姐 既然你劝不动那个叶辰 那你可以让成冰原去劝叶辰啊 不行 林小雪名嘴说道 他现在被叶辰灌了迷魂汤 叶辰做什么 他都会支援 莫想到那个叶辰红女人的本事 还真的挺将的吗 竟然这模块就让成冰原 以他马首是沾了 林浩脸色有些难看地说道 姐 那现在怎么办 叶辰不肯把春秋影视 转卖给小张道 那我的那部新剧 不就又黄了吗 林浩这急道 你问我 我哪知道 四日早上 叶辰从床上 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心里默念了一声千道 叮 千道成功 叮 恭喜宿主成功处发千道奖励 获得道具梅运卡一张 备注一词卡 一旦使用成功 能改变目标人物的运势 使目标人物型备运 词卡效果持续时间为一年 备注二次梅运卡 只对一个月内 和宿主有过接触的同性使用 才能有效果 备注三次道具使用方法 将梅运卡从系统仓库中提取出来 在卡片上写上目标人物的名字 以及身份证号码即可 这梅运卡有点意思啊 不过叶辰现在并未想到 对谁使用这梅运卡 毕竟无冤无仇的 他对身边认识的人使用这梅运卡 让别人在接下来的一年内都行备运 这就有些缺德了 眨眼间两天时间过去 在这两天里 叶辰对公司各方面的情况 也了解得更深了 经过了解 叶辰发现春秋影视 在最近一年里 都把资源往几个年轻小鲜肉的身上倾斜 按照那条未来讯息中所记载的 这几个小鲜肉 在未来一直岌岌无名 加上叶辰本身就对这些没有演技 只知道耍酷半帅 把自己搞得由头粉面的小鲜肉末 啥好印象 于是 叶辰果断做出调整 立马停止对这几个小鲜肉的资源倾斜 第二天下午 林浩正在一家美容店里 做面部保养 忽然他的手机响了 拿起手机看到是自己经纪人打来的电话 林浩连忙按下接听见 周哥 林浩 告诉你一个坏讯息 周平说道 坏讯息 林浩顿时心理意警 什么坏讯息 林浩 我刚刚接到通知 你所有的通告都被取消了 听到这话 林浩大惊失色什么 我的通告都被公司取消了 不是周哥 怎么会这样 他现在可是有着三个通告在身的 其中两个是谈话节目 一个是某地方卫视的热门综艺 从公司接通告 可是他们这些艺人 获得曝光度的最主要途径了 一旦公司停了你的所有公告 没有曝光度 你自然是活不了的 只能越来越凉 现在公司取消了他所有的通告 那就等于是雪藏塌了 这叫他怎能不动容呢 林浩 是张总直接通知我的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 周平说着话风一转 不过我猜测 应该是跟新老板有关 这次公司不仅停了你的所有通告 连寒风夏天他们的通告 也都被公司取消了 这一年以来 你们三个可都是公司重点培养的 现在公司突然取消了 你们三个所有的通告 在我看来 这八成是新老板做出的决定 不是八成 肯定就是的 林浩愤懑不已 彼时 位于帝都顺义的一个郊区的 某个站地面积 才30平米的狭窄出租屋里 张颂文坐在一张小书桌前面 亮着台灯 正在认真看着演员创造角色 这本书籍 演员的自我修养 这本书被欲为演员必看的 十本书籍之一 而演员创造角色 就是演员的自我修养的续片 就在张颂文认真看书的时候 他放在书桌上的手机 忽然震动了起来 白电显示经纪人花雨 颂文老师 你的春天要来了 电话刚接通 就传来了自己经纪人 那十分激动的声音 什么意思花姐 张颂文诧异地问道 颂文老师 你这一个月有的忙了 公司一下子给了你五个通告呢 花雨兴奋道 啊 张颂文一脸错愕 公司给了我五个通告 花姐 这什么情况 这两年 公司一直都在捧那些 年轻颜值高的新人 像他这样的老辣肉 早已经被公司遗忘在了角落 他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都没有从公司那里接到通告了 就最近才杀青的狂飙那部剧 还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到剧组世系后 导演点名要他出演的 现在公司一下子给了他五个通告 如果不是知道花雨的为人 他肯定会认为这是一条假讯息的 宋文老师 刚刚张总打电话 告诉我说是 新老板叶总做出的决定 在叶总的指示下 以后我们成员传媒 会将资源 往宋文老师 你这样的实力派演员身上倾斜的 所以我刚刚说 宋文老师 你的春天要来了 花雨激动地说道 他之所以这么激动 是因为 他作为经纪人的收入 那可是和手里一人的收入 直接挂钩的 此外 张宋文是他个人很钦佩的一位 实力派演员 要不然他作为经纪人 也不会一直尊称 对方为宋文老师了 现在看到 公司要捧张宋文了 他也是发自内心的 为张宋文感到开心 同时他也觉得 只要公司舍得花资源 去捧张宋文 那张宋文后面肯定会火的 听到花雨的话 张宋文内心也是有些激动 他在这个圈子里熬了这抹酒 现在总算是看到一点曙光了 这个新老板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此时张宋文的内心 对叶晨多出了一丝好奇 还有好感 要知道现在的这个圈子里 可是那些小鲜肉小花们的天下 因为这些小鲜肉小花们 背后代表着的是 庞大的流量 而流量是最容易 被资本变现的 是以现在各大娱乐影视公司 都在不遗余力地砸资源 捧那些颜值高的小鲜肉小花们 像他这种上了年纪的演员们 那是被公司树枝高阁的 在这种寒冬的大环境之下 新老板竟然要把公司资源 往他这种老辣肉的身上倾斜 这个新老板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另一边 叶晨正坐在办公室里悠闲地喝着茶 忽然他的手机响了 看到是林浩打来的 叶晨大概已经猜出对方是为了什么 才给他打电话的 稍稍犹豫了一下后 叶晨还是选择了接听 叶晨 你到底什么意思 电话一接通便 传来了林浩的声音 一副质问的口吻 什么什么意思 叶晨淡淡道 刚刚我的经纪人打电话告诉我 说公司取消了 我身上所有的通告 这是出自你的手笔吧 林浩一就是一副质问的口吻 果然他还真的猜对了 林浩是为自己通告被停的事情 才打电话给他的 不错 是我做出的决定 有什么问题吗 叶晨说道 叶晨 你凭啥停了我的通告 请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林浩越说 声音越大 听到这话 叶晨不禁有些被逗乐了 我是公司的老板 我做什么决定 何须向你解释什么 请摆证你的位置 你 叶晨平静的一句话 直接对得林浩哑口无言 一时间根本不知道做何反驳 这让林浩十分脑目 更有些不适应 以前叶晨和他姐姐 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 他就看叶晨不顺眼了 觉得叶晨根本配不上他姐姐 因此那时在叶晨面前 他可是经常对叶晨甩脸子的 尽管如此 那时候的叶晨面对他 还是强颜欢笑 根本不敢对他反向甩脸子 但现在 这个叶晨变了 变得比以前强势多了 这种态度的强烈反差 让他一时间有些难以适应 默化了 那挂了 就在叶晨准备挂电话的时候 林浩的声音再次响起 叶晨 你这分明是邪思报复 我姐姐把你给踹了 你现在把气洒在我的身上 像你这抹小心眼 牙字必报的男人 得亏我姐跟你分手了 休脑的林浩 直接在电话里破口大骂 你既然说我小心眼 牙字必报 那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小心眼 要不然 我不白当了你的这个骂名吗 说完叶晨便直接挂了电话 紧接着叶晨在通讯录里面 找到张鸿辉的电话号码 拨了过去 跟张鸿辉打完电话后 随着叶晨意念一动 叶晨面前的办公桌上 便凭空多出了一张灰色卡片 这便是叶晨早上 触发签到奖励得到的那张梅运卡 这张梅运卡片上 有着姓名栏和身份证栏 叶晨拿起办公桌上笔筒里面的 一支黑色中性签字笔 开启笔帽 便在梅运卡上姓名 一兰黎写上了零号的名字 接着叶晨开启电脑的一个硬碟 在里面找到零号的个人资讯 随后在梅运卡上身份证 一兰黎写上了零号的身份证号码 当叶晨写完零号身份证委 号数字6的时候 这张梅运卡便直接凭空消失了 与此同时 一道系统提示 因在叶晨的脑海里响起 叮 梅运卡使用成功 目标人物零号的运势 已在系统的干预下大幅下降 效果持续时间一年 本来叶晨早上签到 得到这张梅运卡的时候 并没有想好 把这张梅运卡 使用在他身边哪个人的身上 结果倒好 这个零号自己送上门来了 其实叶晨并不是一个 小赌鸡肠的人 但这个零号 确实是足足恶心了 叶晨好几年 和林小雪在一起的四年里 在叶晨印象中 每次遇到林浩 对方就没有给他好脸色过 搞得就像自己 欠他号几百万一样 而且叶晨知道那几年里 林浩私下里 可没少劝林小雪跟他分手 之前看在林小雪的面子上 他对这个未来小舅子 一直是能忍责人 不跟对方计较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现在和林小雪 已经不在一起了 可不会再像从前那样 惯着对方了 而这个林浩 显然还没有摆证自己的身份 还当他是以前那个叶晨呢 所以 这张新鲜热乎的 美运卡前翠 就送给对方了 另一边 刚从美容院里出来的林浩 再次接到了自己 经纪人周平打来的电话 林浩 很不幸地通知你 你被公司封杀了 什么 林浩大为震惊 之前公司取消了 他所有的通告 那只是从公司这里 获取不到资源了 但并不影响他自己 在外面找资源 可封杀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公司一旦决定封杀 旗下某个艺人的话 那那个艺人在合约期限内 是不能接任何通告的 自己出去找资源 也是不被允许的 甚至在公众媒体上 都不能露面 一旦违约 那你就得支付天价违约金 是以所有的艺人 都是十分惧怕公司封杀令的 不过正常来说 公司是不会随便 封杀自己公司的艺人的 毕竟艺人 就是替他们公司赚钱的机器 谁没试会 跟钱过不去呢 叶辰那个家伙 竟然封杀他了 实在是可 林浩 你说你是不是脑子有坑 新老板停了你的公告 你就打电话去骂新老板 你特模以为你是谁 傻逼玩意 骂完周平 便直接挂了电话 叶辰 林浩脸色阴沉的 都能滴出水来了 以前那个在他眼中 没有脾气的叶辰 现在竟然一言不合 就直接封杀他 不过万幸 他跟春秋影视的合约 不 现在应该叫成员传媒了 合约期限只剩于两个月了 但想到自己 再接下来的两个月 什么都不能干 甚至在社交媒体上 都不能露面 林浩就感觉 十分十分的不爽 这两个月里 他是一点曝光都没有了 可恶 叶辰 今天这个梁子 我们算是彻底地截下了 就在林浩一边走路 一边骂骂咧咧的时候 忽然马路上一辆 正在行驶的粪鱼车 在途近林浩身边的时候 闸了 是真的闸了 装有粪鱼的罐子闸了 这一闸 顿时漫天飞翔 正在人行道路上 走着路的林浩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那漫天的粪鱼 给笼罩了 一下子 林浩发现 自己眼前世界的颜色都变了 当一切尘埃落定 感受到自己嘴唇上 有着什么异物的林浩 下意识地伸出舌头舔了舔 这一天 让林浩那短暂消失的味觉 就觉醒刻间 被重新启用了 瞬间 林浩意识到了什么 我踏马 此时林浩的一张脸 精彩无比 想死的心都有了 与此同时 附近行人的声音 也陆陆续续地 传入到了林浩的耳中 卧槽 吓我一跳 原来是愤鱼车闸了 好臭啊 臭死了 那哥们好惨 直接被漫天飞翔 淋了个彻彻底底 好家伙 从头淋到脚 心疼那哥们一波 此时此景 我想到了一首歌 冷冷的粪水 在我脸上狠狠地拍 现自己被人围观 此时的林浩 也顾不上去找 粪鱼车司机的麻烦了 赶紧强忍这恶心潮 就在附近 不远的自己家跑去 现在的林浩 只想早点跑回家 好好把全身上下 给清洗一遍 马德 他今天出门 这是没有看黄历吗 这走在路上 竟然被炸了的 粪鱼车给林一身 他这也太倒霉催了吧 往回家跑的路上 林浩的这身形象 可谓是转足了 路上行人的眼球 卧槽兄弟 你这是掉粪坑了吗 妈妈 这个大哥哥 是他妈妈 从屎堆里面捡的吧 哥们 告诉我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咦 这不是小浩吗 听到这些声音 林浩真的想屎的心 都有了 他根本不敢停 因为太丢脸了 一分钟后 林浩终于一路狂奔到自家的小区门前 但却被门口的小区大爷保安给拦了下来 不准进不准进 你干什么的 保安大爷一只手捏着鼻子 一只手示意林浩停下来 我是这里的业主 林浩阴着脸说道 你是业主 有什么 能证明你的身份 保安大爷虽然上了年纪 但还是挺有职业素养的 我天天从这里进出 你都不认识我吗 你怎么做保安的 林浩本来 心情就很差 现在又被自家小区保安拦着不让进 这就让林浩的心情更差了 于是说话就带了几分火气 小伙子 你现在一脸屎 都结屎壳子了 我哪人的青年 保安大爷说话时 送给了林浩一对白眼珠子 林浩 最后林浩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张门禁卡 这下总能证明我的身份了吧 看到上面 还带着屎渣子的小区门禁卡 保安大爷也不再拦着林浩了 捏着鼻子 一脸嫌气到 进吧进吧 就这样林浩终于成功进入了自家小区 然而林浩在小区里没跑多远 只见一只没有拴绳的狗子 闻着味道 就朝林浩追了上去 这把林浩吓得使出吃奶的力气 跑得更快了 跑着跑着 林浩听到身后的狗叫声越来越多 越来越杂了 于是林浩一边跑着 一边转过头 这一转头 直接吓得林浩面若土色 因为他看到了至少有十来条狗 正在追着他屁股跑 而且迢迢看他的眼神 都像是人类看到 什么好吃的美食一样 你妈呀 就在林浩已经看到自家的单元门时 林浩发出了一道惨叫声 他的屁股被一条黑狗给咬住了 随后更多的狗扑了上来 这下子 林浩叫得更惨了 那叫声听着 跟农村过年杀猪一样 好在附近有两个 正在清理小区地面垃圾的环卫工 及时拿着扫把赶了过来 把那十来条狗给驱离了 林浩这才侥幸 从狗嘴之下 捡回一条小命 不过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林浩的身体上就已经多出了十几个狗牙印 下午四点多 林小雪坐车级 匆匆地赶到了魔都第二人民医院 在医院的一个病房里面 林小雪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林浩 还有一个看着六十来岁 嘴唇生得很薄 面向尖酸的妇人 奶奶 走进病房后 林小雪首先对着这个妇人 喊了一声奶奶 这妇人身份伴随着林小雪这声奶奶 呼之欲出 正是林小雪林浩这对姐弟俩的奶奶 名字叫王芳 面对自己孙女的这声奶奶 王芳只是用鼻孔哼了一下 其对自己孙女林小雪的态度可见一本 早已经习惯了的林小雪 也不在意 转头朝病床上 正打着掉水的林浩问到林浩 你这是怎么了 刚刚林小雪接到他奶奶的电话 得知林浩进了医院后 不待他询问过多 他奶奶就直接挂了电话 是以现在的林小雪并不知道 林浩是怎么进了医院 嗨 别说了 是被狗咬的 小命都差点丢了 林浩一脸晦气地说道 同时脸上也写满了心有余悸 万幸我的帅脸没有被咬到 要不然 我的明星生涯可就毁掉了 林浩 你怎么会被狗咬成这样 那咬人的狗很大吗 不大 林浩说着话风一转 但架不住数量多呀 十几条狗逮住我咬 就是神仙来了 也得进医院啊 十几条狗 怎么会有这魔多狗咬你 林小雪很是不解 他这个弟弟 莫不是掉进了狗窝里面 唉 别说了 今天真是倒霉到家了 林浩郁闷不已 到底怎么了 现自己弟弟 一副不想多说的样子 林小雪心里 不禁更加的好奇了 唉 是这样的 最后林浩 还是把粪鱼车爆炸 自己被淋了一身 然后回小区 被群狗咬的事情 跟自己姐姐林小雪 说了一遍 林小雪听完后 想笑又不敢笑 林浩 你今天运气确实太倍了 今天这磨点倍 都怪那个叶晨 林浩一脸恨恨地说道 文言 林小雪不解到 这跟叶晨有什么关系 这个叶晨 先是听了我的所有通告 然后又对我下封杀令 如果不是 被叶晨影响了心情 我也不会套餐墨做完 就提前离开美容院的 林浩说道 如果我不提前离开美容院 那也就没有后面这些事情了 叶晨封杀你 这里面 应该是有什么原因的吧 林小雪问道 以他这些年对叶晨的了解 叶晨是不会无缘无故地 封杀他弟弟的 所以 肯定是林浩做了什么 惹恼叶晨的事情 然而林小雪话音刚落 一旁从林小雪进来后 就不发一言的王芳 这时终于开口了 还能有什么原因 不就是那个叶晨 把对你的怨气 撒在了你弟弟的身上 王芳板着脸 对着林小雪说道 心胸如此狭隘的男人 你竟然跟了他四年才分手 你说你的眼睛 这些年是不是都瞎了 现在还连累的你 弟弟吃了这磨大一个苦头 奶奶 叶晨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林小雪话没说完 就被王芳出声打断了 都分手了 你现在还维护着那个叶晨 果然女生外向 小号有你这磨一个 帮着外人说话的姐姐 真是小号的不幸 林小雪文言不再说话了 你看看你看看 一说你 你就低着头部吭声 你说你有哪一点 像我们林家人 好了奶奶 别再说我姐了 林浩站出来打圆场道 我姐天性善良 而那个叶晨特别会伪装 我姐她也是受害者 好在我姐现在 跟那个叶晨分手了 也算是及时之损了 现自己大宝被孙子开口了 王芳也就默再继续说林小雪了 但对林小雪 依旧没有什么好脸色 因为她一看到林小雪 就会想到那个女人 林小雪跟那个女人 长得实在太像了 而她儿子 就是被那个女人给客死的 姐 以后我在成员传媒 肯定是带不下去了 你可要帮我呀 躺在病床上的林浩 忽然这般说道 帮你 你想我怎么帮你 林小雪虽然正魔问 但其实她心里 已然有了一个猜测 姐 你帮我问问张导 或者小张导 看能不能签下我 或者介绍我签约 其他娱乐影视公司 林浩话音刚落 站在一旁的王芳 便冷着脸用命令的口吻 说道你弟弟的这件事 你这个做姐姐的 可不能推卸 行林浩 我知道了 我回去后会问问他们的 林小雪说道 你在这陪着你弟弟 我回家做点吃的 送过来给你弟弟吃 说完 王芳便离开了病房 姐 我现在手动不了了 你帮我拍张照片 然后帮我发一下微博 林浩说道 好的 拿起自己弟弟的手机 林小雪开启相机 便将镜头对准自己弟弟 准备拍照 姐 找好角度 记得给我拍帅一点 知道了 很快林小雪便拍好了照片 快给我看看 这张不错 这张也不错 乖乖 姐你这拍照技术 简直是专业级别的 嗯 就这张吧 姐 你帮我发一下微博 好的 怎么配文呢 林小雪拿着手机 一边操作一边问道 想了想 林浩开口说道 今天在小区里散步 看到一个小女孩 被十来条没有拴绳的恶犬追着 情急之下 我冲了上去 最后被恶犬咬伤了 但万幸小女孩没有受伤 姐 莫尾再发几个笑脸 和太阳表情包 林浩 你这不是骗人吗 林小雪皱眉道 姐 现在微博就是要这样玩 你现在还不懂 等以后你的经纪人确定了 到时候 你经纪人会专门教你怎么去玩微博的 林浩笑着说道 好吧 没一会儿 林小雪便发好了微博 接下来 林小雪刷着微博 林浩在一旁看着 刷着刷着 忽然一个标题 为魔都奋鱼车爆炸 一路人遭殃病 附有一张配图的新闻 一下子吸引了姐弟两人的注意 林浩 这照片里的人不就是你吗 林小雪强忍着笑意说道 他弟弟在照片里的样子 简直不忍直视啊 当林小雪点进去下拉道下方的评论留言区的时候 林浩彻底的淡定不了了 因为评论留言区点赞数最多的首条热评 就是和他有关 我天 这不是我家林浩哥哥吗 显然 这是他被自家的女粉给认出来了 这条热评下方 已经有上百条的附加留言了 这难道是哪个名人 哼 连我爱豆都不认识 糖果男团知道不 我家林浩哥哥哥 就是糖果里面的唱跳担当呢 什么糖果男团 听都莫听过 我现在只知道 你家哥哥变成想哥哥了 哈哈 冷冷的愤语 在你家哥哥脸上狠狠地拍 卧草 楼上的哥们 瞎人诛心啊 笑死 看到这 林浩脸都绿了 那个女粉确定不是她的黑粉 傻逼啊 她现在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这张照片将会伴随她的一生 接下来 姐弟俩继续刷着微博 默刷一会儿 又一条新闻 吸引了姐弟俩的目光 标题是 魔都奋鱼车爆炸事故 中中讲路人后续 这个新闻也附有一张配图 看到自己被十来条狗 追着咬的照片 被人发到了网上 林浩先是觉得自己 一世率名毁于一旦 随后林浩忽然面色大变 对着林小雪急声催促道解 快点把刚刚发的那条微博给删掉 快点 再晚就来不及了 刚刚她让她姐姐带发的那条微博配文里面 可是写着她是为了 就一个小女孩 才被恶犬咬进医院的 现在这不直接穿帮了吗 林小雪也不笨 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随后赶紧一阵操作 把刚刚发的那条微博给删除掉了 另一边 接到成冰园的叶晨开车从摩都大雪使了出来 坐在副驾驶捧着手机的成冰园忽然一脸错愕到这 不是林浩吗 她怎么了 开车的叶晨问道 一辆粪鱼车炸了 然后经过的林浩被淋了一身粪鱼 她这也太倒霉了吧 成冰园笑道 闻言 叶晨忍不住在心里感叹 那梅运卡的效果还真是立竿见影啊 过了一会 成冰园又笑了起来 老公 这林浩真的倒霉催了 背淋了一身粪鱼回到自家小区后 又被十来条狗给追着咬 狗喜欢吃屎 在那些狗的眼中 那时的林浩可就是行走的美食啊 叶晨笑着说道 还真是的 我来打电话问问看 看照片 林浩应该被那些狗咬得不轻啊 成冰园说着 拨通了林浩的电话 差不多五分钟后 成冰园跟林浩打完了电话 老公 你封杀了林浩啊 是的 叶晨点点头道 忘记跟你说了 接下来叶晨便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跟成冰园说了一遍 这个林浩 换做任何一个当老板的 都会封杀他 老公 你做的没毛病 成冰园说道 四日早上 叮 签到成功 叮 恭喜宿主成功处发签到奖励 获得广告策划影片一份 奖励以下发至系统仓库 听到系统提示音 叶晨眼睛一亮 竟然连续两天签到 都触发了签到奖励 看来他最近气韵不错啊 看了眼身边睡得正像的成冰园 叶晨起身下床来到客厅 随后随着叶晨意念一动 叶晨手机里面 便多出了一个格式 为Avi的影片档案 戴上耳机 叶晨点选播放影片档案 影片刚开始 一道身影 便出现在了影片画面里面 这让叶晨直接一论 这不是徐东东吗 叶晨一眼就认出了 影片里的女主 正是他公司旗下的 一名签约女艺人 名叫徐东东 叶晨昨天在公司 才看过这个徐东东的资料 对这个徐东东 叶晨的印象还是蛮深刻的 因为这个徐东东的身材 比起成冰园 还要凹凸有致 不过徐东东的这种身材 在叶晨眼里 并没有成冰园的身材 对他的吸引力大 叶晨是喜欢大的 但太大了 叶晨反而就不怎么喜欢了 因为这种身材 看起来有点不太协调 失去了那种黄金比率的视觉美感 但不可否认 徐东东的身材 还是非常吸人眼球的 这个徐东东是模特出身 自从三年前被春秋影视签下后 在这几年里 事业上并没有任何的起色 每年也就是街机个小广告拍拍 椰树排椰子之 我从小喝到大 当看到徐东东在影片里 说出这句广告词的时候 叶晨忍不住未知拍案叫绝 这句广告词 从徐东东口中说出来 真的是一觉啊 非常的应景 且具有说服力 看完整段影片后 叶晨觉得 这份广告策划方案堪称完美 果然系统出品 避暑精品啊 系统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地 奖励这摸一份广告策划方案给他的 想到这 叶晨便开启手机浏览器 开始在网上查询 有关耶数集团的讯息 默一会儿 叶晨便眼睛一亮 耶数集团近期正在 择选品牌代言人 以及广告策划 系统奖励的这份广告策划方案 来得可正是时候啊 就在这时 穿着冰丝睡裙的成冰员 揉着轻松的睡眼 来到了客厅 老公 你怎么在沙发上坐着 不回卧室啊 睡不着 怕打扰到你睡觉 于是我就出来了 叶晨说着 将影片插掉 随后顺手把手机 放在了旁边的沙发上 老公 成冰员来到叶晨大腿上坐着 一双束手环抱住叶晨的脖子 眨巴着一双大眼睛 看着叶晨 我要你陪我睡吗 好吧 就这样 叶晨又陪着成冰员 去睡了一个回龙爵 早上七点 成冰员从一处里 拿出一套衣服 递给叶晨到老公 今晚你要请公司一人吃饭 要穿得稍微正式一点 就穿这套衣服吧 好的 七点半 两人从家里出门 由于成冰员上午有课 于是叶晨就先开车 把成冰员送到了魔都大学 然后才开车来到公司 等叶晨来到自己办公室时 已经是九点多了 正常上班时间是八点 但叶晨是老板 显然是不受上班时间约束的 这一点还是蛮爽的 给自己泡了一杯茶后 叶晨拿起自己办公桌上的坐机店 话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咚咚 没一会儿 响起了敲门声 进 门开 只见一个身穿西装 带着一副银丝眼镜的中年人 迈步走了进来 来人是成员传媒的副总张鸿辉 叶总 您找我 坐下说吧老张 叶晨指了指自己办公桌对面的椅子 对着张鸿辉说道 好的 张鸿辉一言 坐了下来 老张 今晚的聚餐 可有哪个艺人来不了的 叶晨问道 除了林浩在住院来不了 其他的艺人给我的反馈都是能赶过来的 张鸿辉回道 哦 叶晨点了点头 接着开口说道老张 叶树集团正在择选品牌代言人的事情 你知道吗 知道叶总 在您收购我们公司之前 我还就此时跟陆总汇报过 不过那时候 陆总已经无心管理公司了 加上公司当时又莫钱 于是 陆总就直接莫搭理这件事 张鸿辉说道叶总 您这魔问 是想让我们公司 也参与到叶树集团择选品牌代言人的竞争当中吗 是的 叶晨笑了笑 我脑子里已经想好了一个 针对叶树集团的广告策划方案 这次找你过来 就是为了来跟你商量这件事的 叶总 您还会广告策划 张鸿辉有些意外 会一点点 叶晨笑道 广告策划 他当然不会 但谁让他有系统呢 贴心的系统 甚至直接将广告影片送给他了 只是那个影片 肯定是不能直接拿出来的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照葫芦画瓢 把那个影片给拍出来 叶总 您说 另一边 林小雪拎着一个果栏 来到了林浩的病房 林浩 你还有多久能出院啊 林小雪说话 实将果栏 放在了病床旁边的床头柜子上 刚刚医生查房说 明天差不多就可以出院了 林浩低着头 有气无力地说道 整个人看起来 就像是双打的茄子一样 怎么了 怎么感觉你不开心 林小雪问道 姐 我微博个人账号 一夜托粉五万多 现在我粉丝只剩下七万不到了 林浩垂头丧气地说道 啊 那个粪鱼车爆炸事故 不至于让你一下子 脱粉这么多吧 林小雪不解道 姐 你是莫刷微博吧 献自己姐姐点头 林浩继续说道 昨天我让你删除的那条微博 还是删晚了 我的一个黑粉截图后 把它发到了网上 然后我的很多粉丝 就纷纷取消关注 脱粉了 唉 我好不容易才积累的十二万粉丝 这一晚上的功夫 就脱粉接近一半 而且 这个事件也注定要成为我身上 一个洗不掉的黑点了 这 一时间 林小雪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好了 这两天 他这个弟弟 可真的够到没的 都怪那个叶辰 如果不是因为他 那后面的这些事情 就都不会发生的 林浩恨恨不已地说道 不过 他也得意不了多久了 他一个没有根基 没有背景的小白 还收购一家娱乐影视公司 妄想成为资本 简直是痴人说梦 春秋影视在他手里 绝对称不了半年就会倒闭的 姐 你知道那个叶辰接手春秋影视后 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是什么吗 是什么啊 林小雪有些好奇道 叶辰他停了我韩风 还有夏天三个人身上所有的通告 转而把这些资源 都给了张颂文高小燕那几个老人 林浩说道 要知道 我韩风还有夏天 可是公司旗下粉丝最多的三个艺人了 而且 我们三个的粉丝群体 都是年轻女粉居多 众所周知 我们三个的粉丝群体 是最容易变现的 为此之前 陆总才会把公司的资源 向我们三个人的身上倾斜 可这个叶辰 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 竟然把资源都给了张颂文那些人 那帮老辣肉们 在圈内混了这磨多年 到现在要名气莫名气 要粉丝也莫击个粉丝 把资源往这些人身上倾斜 那不等于是往海洋里扔块石子 连声响都听不到吗 姐 你说这个叶辰是不是蠢 他一个门外汉 什么都不懂 广想在娱乐圈混成资本 简直是梦里想屁吃啊 听完自己弟弟的话 林小雪忍不住摇了摇头 叹到把资源 往那些没有名气的老人身上倾斜 叶辰确实是走了一步臭棋 所以我说 春秋影视在叶辰接手后 绝对撑不了半年 就得成为过去似的 林浩笑道 对了姐 昨天你回去 跟张导还有小张导他们 说了我的事情吗 迎着自己弟弟那期待的目光 林小雪开口说道 跟他们提过了 他们的意思是 可以帮你跟其他娱乐影视公司 千桥搭线 唉 看来想签约张艺谋工作室 还是难啊 林浩有些失望道 张一南说了 张艺谋工作室 连他爸爸在内 一共有三位股东 每年张艺谋工作室的签约名额 最多不能超过三个 他们三个股东 每人手上各握有一个签约名额 而张导手上今年的签约名额 已经给了我 林小雪说道 好吧 我知道 彼时 槟城国际机场 刚领到登机牌的徐东东感受到 放在牛仔裤兜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便停下脚步 把手机拿了出来 看到是经纪人打来的电话 徐东东赶紧按下了接听键 喂 花姐 东东啊 你现在在哪呀 到魔都了吗 花雨问道 花姐 我还在槟城国际机场呢 我到魔都的话 要到下午五点了 徐东东说道 还要到下午五点才能到 这魔瓦 花姐 是有什么事情吗 徐东东疑惑道 新老板请他们一人吃饭 定下的时间是晚上七点 他五点到魔都 完全来得及的 所以 八成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要不然他经纪人 不会是这种语气的 东东 你下午下飞机后 立马来公司一趟 花雨说道 啊 叶总要找你 啥 新老板要找我 花姐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徐东东问道 他在公司 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艺人 小透明一枚 新老板怎么会突然找上他 难道是新老板不准备和他续约了 徐东东想到了一种可能 他跟公司的合约还有三个月就到期了 在这个时候 新老板让他去公司 那很有可能是要跟他谈合约的事情 不续约的这种可能性很大 毕竟他这今年并没有为公司创造多少利益 加上公司现在的经营情况又很不容乐观 所以 刚接手公司的新老板为了节流开支 完全有可能不跟他续约的 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下午到公司就一切都清楚了 花语如是说道 好吧花姐 我知道了 挂掉电话的徐东东 脸上写满了愁容 很快时间来到下午四点多 夜晨拨通了程冰原的电话 程老师 我现在过来接你 现在来 好了 我正在上课呢 这节课要到五点半才结束 要到五点半啊 嗯嗯 老公你是不是有事啊 有事的话 那我下课后 自己打车 去公司就是了 程老师 你果然 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我猜不是蛔虫 蛔虫太恶心了 行程老师 那就先这魔说了 不打扰你上课了 嗯再见 五点零三分 带着一个大墨镜的徐东东 乘坐一辆计程车 从魔都红桥机场离开 坐在后排的徐东东 心情忐忑 脸上写满了焦虑 五点半 徐东东乘坐的计程车 停在了徐汇区的 一栋写字楼前 美女 到了 计程车司机说道 多少钱 徐东东看了一眼 计程车记价表问道 直接扫码就行了 好的 扫完码支付成功后 徐东东的手机 便收到了一条银行简讯 看到自己银行卡余额 只剩下不到两千块了 徐东东就不禁更加的焦虑了 这要是公司不跟他续约了 那他后面的基本生计都成问题了 下车后 徐东东来到车尾 开启计程车后备箱 拿上自己的行李箱子 便直接朝面前的写字楼走去 乘坐电梯 徐东东来到了写字楼的第十六层 很快 徐东东便找到了陈渊传媒 东东 快点快点 老板正在等着你呢 公司门口 一个看着年龄在三十来岁 扎着一个高马尾 颜值不低的女子 看到徐东东后 立马对着徐东东招手道 闻言 徐东东拖着行李箱子 加快脚步走了上去 花姐 这个扎着高马尾的女子 正是徐东东的经纪人花雨 快跟我走 行李箱子就先放在前台吧 好的 就这样徐东东跟着花雨进 自朝夜晨的办公室走去 花姐 叶总喊我过来 是不是要跟我谈合约的事情 我跟公司的 合约还有三个月就到期了 公司会续签吗 徐东东一边走着 一边对着花雨问道 想先从自己经纪人 这里探探口风 东东 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问我也是白问 花雨说道 那花姐 以你的经验 你觉得公司今年会跟我续签吗 徐东东又问道 公司换老板了 我现在的经验也不准了 东东 既来之则安之吧 花雨边走边说道 好吧 很快 两女便来到了夜晨的办公室外 东东 在花雨敲门的时候 徐东东把鼻梁上的墨镜摘下来 放进了随身的包包里面 带着墨镜见老板 那可是有些不礼貌的 进来 夜晨的声音传了出来 花雨推开门 和徐东东一起走了进去 一进入办公室 两女便看到了会客区 坐着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 两女都不陌生 正是公司副总经理张鸿辉 那个年轻人 肯定就是新老板夜晨了 看到夜晨的第一眼 两女都感到眼前一亮 这新老板也太帅了吧 两女都是魂于乐圈的 而这个圈子里 最不缺的 就是帅哥和美女了 是以两女凭时见到的帅哥 那是数不胜数 早就让他们形成 视觉上的审美疲劳了 他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 那种能让他们 眼前一亮的帅哥了 就他们新老板 这颜值这身段 这要是以一人的身份 出道的话 那不是妥妥的未来顶流吗 在两女被夜晨 颜值惊艳到的时候 夜晨也在打量着两女 这个徐东东的真实身材 看着比照片里的还要爆炸 那胸前的两粒扣子 夜晨感觉随时都有可能崩掉 一套紧身牛仔裤 更是将徐东东风鱼的 身材线条进展无遗 旁边那个 扎着一个高马尾的年轻女子 想来就是经纪人花语了 听张鸿辉说 现在的成员传媒 最有责任心 能力最强的经纪人 也就是这个花语了 老板 张总 都坐吧 夜晨指了指自己对面的沙发 对着徐东东和花语两女说道 闻言 两女都来到夜晨的对面坐了下来 徐小姐 一下飞机 就让你马不停蹄地赶到公司来 辛苦你了 夜晨笑道 徐东东闻声连忙说道 不辛苦不辛苦 我昨天留意到 徐小姐跟公司的合约期限 只剩下三个月了 听到夜晨这模说 徐东东的脸色荡极一白 他最担心的事情 到底还是发生了 新老板把他喊过来 果然是为了合约的事情 夜总 我知道我这两年 没有为公司创造什么利润 但我一直都很努力的 所以 恳请夜总能给我一次续签的机会 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徐东东一脸诚恳地对着夜晨说道 目光中 甚至带着一丝祈求 徐东东的这个反应 反倒是把夜晨搞得一愣 听徐东东这话 对方似乎是觉得 公司不会跟他续签啊 而对方把姿态摆得这模 滴显然是想和公司续签的 徐小姐 你倒是听我把话说完啊 夜晨笑道 不好意思夜总 我不是故意打断你说话的 我 我我 说到最后 徐东东眼眶一红 都要哭了 看到这一幕 夜晨是真的有些哭笑不得了 徐小姐 你误会了 公司是十分愿意跟你续签的 你看我让张总把合同 都给你提前准备好了 与此同时 夜晨也忍不住在心里感叹 现在这些不出名的艺人 面对公司都这么卑微的吗 在夜晨以为 现在国内娱乐影视公司 这么多 这家不跟你续签了 那咱就换一家签呗 然而夜晨还真的 把这里面想得过于简单了 现在国内娱乐影视公司的 确实有不少 但真正靠谱的公司 却是少之又少 很多公司打着 娱乐影视公司的名号 其实本质上却 都是皮包公司 这些公司签约艺人时 都会以各种由头 跟艺人收一笔钱 比如包装费 培训费等等 总之就是 你想跟我们公司签约的话 那你得先掏一笔钱 给我们公司 通常这笔钱还不是小数目 都是动辄上万 甚至几十万 等签了你之后 后面基本上就完全不管你了 人家赚的 就是你签约时 交出去的那笔钱 很多刚入圈的新人 都被这样坑过 成员传媒的前身 也就是春秋影视 虽然这些年 一直在走下坡路 但是作为圈内的一家 老牌影视公司 春秋影视 在圈内一人中的口碑 一向都是很不错的 因为春秋影视 是一家真正的影视制作公司 它对旗下每一位签约艺人 基本上都还是挺负责的 因为像春秋影视 这样真正的影视公司 它不是什么人都签的 它一旦签下你了 是会给一笔签约费给你的 而且 你每个月还能从公司那里 拿到一个基本的底薪 人家公司可是在你的身上 做了前期投资的 那自然会对你负责的 要不然 人家公司之前在你身上的投资 不就都打水漂了吗 徐东东刚进这个圈子的时候 就被这样坑过 而且被坑不止一回 如果这次春秋影视 不跟他续签了 那他再想找一家 靠谱的影视公司 可是不好找的 毕竟他徐东东 又不是什么大牌明星 别说大牌了 他现在连三线艺人都算不上 像他这种小透明 想要被真正的影视公司 看中签下 还是很不容易的 叶总 你说的是真的吗 听到叶晨的话 徐东东有些难以置信 徐东东 老板还会骗你不成 这是我按照老板的意思 提前准备好的合同 你看看 要是没有意义的话 你今天就能跟公司续签 张鸿辉说着 将一份纸质合同 递给了徐东东 结果合同后 徐东东立马就看了起来 才看了一会儿 徐东东就惊讶出声道 这是B级合同 还是五年期的 国内娱乐圈 艺人合同等级从低到高 一般分为D级C级B级A级S级S加 一般三线艺人能拿到的合同 也就是B级了 二线艺人差不多能拿到A级合同 一线艺人基本上签的都是S级 超一线艺人签的 则是传说中的S加了 他徐东东 现在根本还够不上三线 然而 这次公司为他准备的 竟然是一份合约期限 为五年的B级合同 这让徐东东感到相当的震惊 不说徐东东了 就是坐在一旁的花雨 此刻内心也是震惊不已 讲真的 他一开始 也以为公司 不会跟徐东东续签的 因为就在昨天 新老板才停了 零号寒风夏天 三人身上所有的通告 此举无异于是 直接放弃了那三人 等那三人合约到期后 公司肯定不会 再跟他们续签的 在花雨看来 叶晨正模作 显然是因为公司财务吃紧 而不得不解约一批艺人 以达到缩减公司开支的目的 要知道 零号那三人在之前 可是被公司重点培养的 从目前来看 那三人的商业价值 在公司一众一人里面 是最大的 然而就是这样 新老板都决定舍弃零号三人 徐东东 那不更会被舍弃了 可他发现 自己完全猜错了 新老板的想法 新老板不仅没有放弃徐东东 竟然还给了徐东东 一份五年期的B级合同 这个新老板的所作所为 还真的是让人捉摸不透 徐小姐 你的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 而且 张总也跟我说了 你是一个非常自律 很努力的一名女艺人 现在我接手公司了 我有信心 能让你的新图 迈上一个新的高度 叶晨说道 这个徐东东 能出现在系统奖励的 那个耶稣集团的 广告策划影片里面 而且是唯一的女主 这就说明眼前 这个徐东东是一只潜力骨 未来的成就 肯定不会止步于三线 在徐东东为火之前 先给对方一份B级合约 对方受宠若惊之余 肯定也会很感激公司的 进而对公司的忠诚度 也会增加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锦上添花 那是远远不如雪中送炭的 其次 现在给对方B级合约 还是五年期的 这样等到后面 徐东东火了以后 成为二线 甚至一线一人的话 届时只要合约没到期 徐东东享受的 依旧还只是B级合约 除非公司主动调整合约等级 用一份B级合约 买断徐东东未来的五年 这才叶晨 看来是十分划算的一笔买卖 叶总 真的 真的谢谢 你对我的信任 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我 听到叶晨的话后 徐东东激动的 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原本他以为 公司是准备放弃他 不跟他续签了 为此 他一路上都在焦虑 然而现在新老板 不仅要跟他许签 还为他准备了一份 五年期的B级合约 这叫他怎能不激动呢 要知道 就在昨天新老板 才听了零号寒风 夏天三人身上所有的通告 此举等于血藏了三人 将三人当成了弃子 论商业价值 他是怎么也比不过这三人的 连这三人 都被新老板抛弃了 那新老板 又怎么会去牵他徐东东呢 就在他近乎绝望之际 新老板竟然给了他 一份五年期的B级合约 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之鱼 也是让他的内心无比感动 新老板这模看好我 信任我 给了我只有三线一人 才能享受到的B级合约 未来我只有不断努力 多为公司挣钱 这样才能不负新老板的信任 这样才能报答新老板的知遇之恩 这是徐东东此刻的心声 讲真的他都不知道 自己身上有什么点 值得新老板这模看好于他 他的脸但算不上精致 唯一能给他一点自信的 也就是他的身材了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男人 丝毫要求都不提 就给了他一份B级合约 如果换做其他老板的话 恐怕在给他合约之前 会额外跟他提点特殊的要求的 在他这个圈子里 像他这样的女艺人遇到潜规则 那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了 像公司的前老板陆星昌 就曾经想要潜规则他 不过当时被他给拒绝了 恐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两年 他从公司里获得的资源 才会少得可怜 徐小姐 以后用你的努力 用你的业绩 来回报公司就行了 叶晨笑着说道 叶总 我一定会努力的 徐东东眼神坚定地说道 行 那现在就把合同给签了吧 叶晨说道 好的 没过一会 徐东东就把合同给签好了 合同一事两份 一份是徐东东的 一份是陈元传媒的 叶总 那您忙 我就先回酒店了 签完合同后 徐东东就起身准备离开 来的路上 因为焦虑续签的事情 他身上都出了不少汗 现在他想回酒店好好洗个澡 等等徐小姐 别急着走 还有正是莫说呢 听到叶晨这句话 不说徐东东愣住了 就是一旁的花语也都愣住了 还有正是莫说 听着口吻 好像新老板这次把他喊过来 最主要的 还不是为了续签的事情呢 徐东东重新做了回去 朝叶晨投去了好奇的目光 徐小姐 叶树集团正在择选品牌代言人 现在公司 想让你去竞争一下叶树的代言人 叶晨说道 相关广告策划方案 我已经想好了 由于时间很紧 所以我们明天就要进行正式的广告拍摄 这边通知你一下 你提前做个准备 调整一下状态 啊 竞争叶树代言人 叶总 这 这个我能行吗 徐东东一脸不自信地说道 叶树牌椰子汁 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喝 他也很喜欢喝这个牌子的椰子汁 因为喜欢 他还特地在网上去了解过叶树集团 经过了解 他发现 这个叶树集团的前身 竟然是一家国企罐头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这家国企罐头厂 经过改制 成为了一家民营企业 也就是现在的叶树集团 在现在的国内叶智市场里 叶树集团一直是龙头企业 尽管国内叶智市场规模小 但是 身为叶智龙头企业的叶树集团 其公司市值 还是达到了五十亿的规模 像这重体量的公司 他们的品牌代言人 最次也得是二线艺人 甚至很多在营销上 舍得花钱的公司 会直接请当红的一线艺人 做自己的品牌代言人 他徐东东 虽然进圈好几年了 但至今都还只是圈内的一个小透明 讲道理 叶树集团怎么会请他 做自己的品牌代言人呢 行不行 总要试过才能知道 万一成功了呢 你说是吧 徐小姐 叶晨笑道 叶总说得对 我会全力配合公司的 徐东东说道 六点零几分 张鸿辉 徐东东 花语三人 从叶晨办公事走了出来 结果三人跟刚回公司 正准备去找叶晨的成冰园 迎面撞上了 成总监 张总 听到张鸿辉 对成冰园的称呼后 徐东东和花语 也连忙对着成冰园 喊了一声成总监 成总监 这是我们公司的金牌经纪人花语 这是我们公司旗下一人徐东东 张鸿辉笑着为成冰园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花语 和徐东东的身份 你们好 成冰园礼貌性地对两女笑了笑 随后便走进了叶晨的办公室 张总 这个成总监 就是咱们新老板的老婆吗 徐东东边走边对着张鸿辉问道 看到张鸿辉点头 徐东东忍不住说道 老板娘长得可真漂亮 论脸蛋 她不是顶级的 但是她的身材 却给了她和很多圈内美女 一较高下的底气 可面对刚刚走过去的老板娘 她却是完败啊 这不禁让徐东东的心里 生出了一丝挫败感 老公 刚刚从你办公室离开的 那个女艺人徐东东 可真大啊 以时办公室里 成冰园正笑眯眯地看着叶晨 徐东东不大啊 她今年才二十七呢 叶晨说道 我说的不是年脸 你别跟我装糊涂哦 成冰园依旧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看着是不是特别养眼啊 嗯 叶晨忽然皱起了眉毛 什么什么味道 我怎么没闻到 成冰园说话时 还用力朝四周耸了耸鼻子 你没问到麻长老师 我办公室里一股醋味啊 也不知道是哪家醋坛子打翻了 醋味这魔大 叶晨笑道 反应过来的成冰园 先是给了叶晨一个白眼 随后双眼一弯 再次笑眯眯地道叶晨同学 不要转一花挑 请正面回答老师刚才的问题 什么东西过了都不好 过犹不急吗 叶晨笑呵呵地说道 那我呢 成冰园问道 成老师的刚刚好 就像完美的艺术品一样 我最喜欢了 听到这话 成冰园的脸上 方才露出了一道满意的神色 对了老公 刚刚那个徐东东来你办公室干吗 叶树集团正在择选代言人 我想到了一个广告策划方案 准备让徐东东去争取一下 叶树的品牌代言人 这次要是徐东东 真的拿到了叶树的代言人的话 那一年的代言费 可是有八百万软媚币的 扣除给徐东东的百分之二十 那落到咱们公司账户上的还能有六百多万呢 叶晨说道 另外徐东东的合约快到期了 刚刚跟他续签了一份五年期的B级合约 又是B级合约 又是让他去争取叶树代言人的 叶晨同学 看来你是想捧那个徐东东啊 成冰园笑眯眯的说道 成老师 你别多想啊 这只是正常工作 叶晨说道 我知道 逗你完呢 对了老公 你刚刚说你为耶稣想到了一个广告策划方案 看到叶晨点头 成冰园笑道 厉害啊老公 没想到你还会广告策划 淡定 你老公会的可多着呢 叶晨有些小嘚瑟地说道 确实 我老公确实太会了 成冰园笑眯眯地说道 成老师 我怎么感觉你又在开车 叶晨好笑道 讲真的 他现在发现 他有时候还真的跟不上成冰园的车所 要知道 在魔都大学一众学生的眼中 成冰园那可是一副清冷的女神老师形象 可自从跟成冰园领证后 成冰园在他心中的形象 真的完全被颠覆了 说好的清冷女神老师呢 怎么在他面前可言可甜 还时不时地上高速 反差 这种反差感真的太强烈 太让人上头了 6点20 叶晨开车载着成冰园 来到了一家名叫小辉园的饭店 之所以将今晚请公司一人吃饭的地点 选在这家饭店 那是因为叶晨是辉省人 他想吃正宗的灰菜了 两人刚走进小辉园 就有一名身穿旗袍的女接待 朝两人迎了上来 欢迎光临小辉园 请问是两位吗 我订过包厢了 成员传媒的 叶晨之所以用公司的名义 来这里订包厢吃饭 而不是以个人名义 那是因为 这样能在年末抵扣公司所得税 先生 小姐 请跟我来 你们公司的包厢在三楼 就这样在这名女接待的带路下 叶晨和成冰园 来到了位于三楼的四季如春包厢 这是一间大包 里面的餐桌 最多能坐28人 成员传媒现有23名签约艺人 不过他不久前 接到张鸿辉的电话 说寒风和夏天这两人 今晚也不会来了 对此 叶晨并不感到奇怪 毕竟这两人身上的通告 被他全部取消了 两人肯定也知道等 合约到期后 公司肯定不会跟他们续签了 在这重情况下 两人今晚选择不到场 不给他这个新老板面子 也莫啥好奇怪的 再算上零号 这样今晚到场的艺人 就是20人了 除了这些艺人 张鸿辉也受到了 叶晨的邀请 两人在包厢末座一会儿 便有人到了 圆圆 叶晨 哦不 现在应该改口要叫叶总了 来人正是成冰原的 好闺蜜高小叶 不得不说 这个高小叶 是一个挺有女王犯的女人 也难怪他后面 在电视剧狂飙里面 因为大嫂一脚而爆红 高小叶的这个气质 确实和角色很大 这一行 就是如此 不少演员明明演技很好 但演了很多年戏 甚至大半辈子戏就是不红 但某一次碰到了对的剧 对的角色 突然就爆红了 高小叶如此 还有等会 要到的张颂文 亦是如此 这两个都属于 后继薄发的那种演员 叶叶 我发现你真是越来越酷了 像大姐大一样 成冰原笑道 我在最近的那部剧里面 饰演的就是霸气的大嫂 现在戏虽然杀青了 但我从这个角色中 至今还没有彻底地走出来 终究是入戏太深了 高小叶说话时 坐到了成冰原的旁边 高姐 你跟公司的合约 不是只有半个月就到期了吗 明天下午来公司一趟 续签一下 叶晨说道 叶总发话了 我哪敢不从啊 高小叶笑道 高姐 你就别 老实打去我了 叶晨翻了翻白眼说道 讲真的叶晨 你刚接手公司 就直接停了 林浩寒风 夏天三人身上的所有的通告 转手把这些资源 往我和张颂文 这样的老辣肉身上倾斜 这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高小叶说道 在我们公司的这些艺人里面 林浩他们三个的商业价值 可是最高的 叶晨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高姐 其实我想的很简单 叶晨说道 我就是觉得 艺人最重要的是 自身硬实力要强 比如演员 就应该要有演技 歌手就应该要会唱歌 林浩那三人 在唱跳演技上面都不惊 只是生了一个好皮囊 会耍帅而已 我不认为他们三人 能在未来走多远 反观高姐你 还有那个张颂文 你们的演技 我是很认可的 虽然你们现在还不红 但我始终相信 像你们这样演技好的演员 以后的星图 绝对会越走越宽 越走越顺的 你们现在只是缺纳磨一个机遇 一旦机遇到了 你们肯定能大红大紫的 叶晨 你要是这么说 那这一波压力 可就给到你高姐这边来了 高小叶笑道 不过有一说一 叶晨你敢 把宝鸭在我跟张颂文 这样的老辣肉身上 你也是真的很有 很有魄力啊 高小叶话音刚落 又有人道了 这次道的是一个穿着休闲风的中年大叔 这是一个有着独特气场的人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 那种成熟男人的魅力 男人的脸并不帅 但这重惊过岁月沉淀的脸 让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个很有故事的男人 宋文老师 我和叶总前一秒还聊到你 下一秒你就来了 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高小叶对着走进包厢的张颂文笑道 两人本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人 加上这次在狂飙制部剧里面 两人之间又有着很多的对手戏 事与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张颂文对高小叶笑了笑 便赶忙来到叶晨面前 对着叶晨问好道 叶总你好 我是张颂文 此刻张颂文对叶晨的第一印象就是年轻 新老板真的太年轻了 其次对叶晨的印象就是帅 现在如果有人告诉新老板 是现在圈里的顶流 那他绝对会信以为真 张老师别这么客气 请坐吧 叶晨笑道 张颂文并没有直接坐下 而是转头又对成冰源问起了好 你好成总监 他已经听说 公司新上任的财务总监 就是老板娘了 你好 面对张颂文的问好 成冰源则以微笑回应 至此 张颂文这才找了一个空座做了下来 颂文老师 刚刚叶总 可是把压力给到了我们的身上 听到高小叶的笑言 张颂文有些疑惑到高老师 这话怎么说 接下来 高小叶便把叶晨刚刚说的那番话 一字不录地跟张颂文复述了一遍 怎么样颂文老师 现在是不是有压力了 张颂文认真的点了点头 确实感觉到了压力 此刻 张颂文心里受到的触动挺大的 新老板的那番话对于 他们这些专注于演戏的演员来说 那就是一种最大的肯定 不过好话谁都会讲 关键还是要看怎么做的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 说一套做一套的人真的太多了 尤其在他这个圈子里 很多人都是表里不一 尤其是那些资本 但新老板叶晨确是怎么说 就怎么去做的 甚至新老板还将 作感到了说的前面 新老板可是刚接手公司 就立马听了林浩夏天 寒风三人身上所有的通告 转而把这些资源 往他和高小叶等专注于 演戏的演员的身上倾斜 新老板是真正的以行建言啊 而不是逢人说人话 逢鬼说鬼话 也正是因此 张颂文此刻 也感觉到了不小的压力 新老板这模信任他 给他资源倾斜 这可是他的伯乐 要是后面他在影视圈里 还混不出个人样来 那他可就真的 有付新老板的信任了 两位老师 你们别要有任何的压力 你们要做的 就是把全部的精力 都专注到演戏这件事身上 至于其他的 你们不要操心 一切有公司在 叶晨说道 叶总 张颂文和高小叶 此时的内心都深受触动 像叶晨这样的老板 恐怕在现在的这个圈子里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出来了吧 希望公司以后能越来越好 因为对于他们这些 只会演戏 而不会营销自己 讨观众欢欣的演员们来说 叶晨的出现 那就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啊 他们真的不希望 这道才出现的曙光 很快就熄灭了 很快时间来到六点五时 除了零号寒风 夏天三人没来之外 成员传媒 其他二十名艺人 全部都到了 整场饭局 一直持续到十点多才结束 由于叶晨年轻 加上他这个新老板 又没有丝毫的架子 所以整场饭局的氛围 还是挺好的 男的都喝酒了 而且喝的都不少 女艺人都没有喝酒 喝的都是果汁牛奶啥的 在张洪辉的安排下 这些艺人们 都被安全地送回到了 各自下榻的酒店 难受吧 叶晨 谁让你刚刚喝那么多的 开车的成冰员 看着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叶晨 那打着酒隔难受的样子 默好气的同时 也是有些心疼 程老师 这气氛到了 不喝不行啊 叶晨说道 今晚是他有生以来 喝的最多的一次酒 他估摸着少说 喝了也得有一斤半 喝了这磨多 到现在他还没有吐 叶晨还蛮佩服自己的 看来他酒量也还是不错的 不过今晚喝的 也差不多快到他极限了 这要是再喝下去的话 估计他就真的地吐了 老公 身体是你自己的 以后在外面还是能少喝 就尽量少喝吧 别回头把身体给喝垮了 程明媛一边开车 一边认真说道 OK 听程老师的 叶晨笑到家里 有这样一个漂亮的老婆 我一定会爱惜自己的身体的 四日早上 叶晨醒来后 便在心里默念了一声牵道 叮 牵道成功 这次牵道 没有触发牵道奖励 莫傻好失望的 看了一眼时间 才五点多一点 虽然还早 但叶晨确实 已经没有了一点的睡意 于是 叶晨干脆起了床 叶晨决定了以后 他还是要像大学里那样 每天早上 起来到外面跑跑步 锻炼锻炼身体 这个 在大学里养成的好习惯 还是要捡起来 继续保持下去 毕竟身体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已经发现了 成冰原的需求 可比林小雪要大不少 这他就更要自律了 就这样叶晨穿好衣服 出门跑步去了 叶晨没有跑远 就在小区里面跑 跑了半个小时后 叶晨又在小区的户外 公共健身区 做起了深蹲 叶晨一口气 做了一百个深蹲 期间叶晨 接到了成冰原打来的电话 成冰原打电话 是询问叶晨去哪了 叶晨锻炼完回到家 已经是七点了 老公 衣服我给你找好 放在卫生间了 一身汗的 赶紧去冲的澡吧 在厨房里准备早餐的 成冰原看了叶晨眼后 如是说道 好的 等叶晨冲完澡出来时 成冰原已经准备好了早餐 在餐厅里等着叶晨了 快来吃吧 叶晨 我给你探了两张韭菜鸡蛋饼 多吃韭菜 对身体好处多多 成冰原说话时 对叶晨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成老师 我怎么感觉你这韭菜鸡蛋饼 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生活而谈的呀 叶晨笑着 来到成冰原的对面坐了下来 说得没毛病 你身体好 我才会幸福啊 成冰原笑眯眯地说道 好家伙 这怎么又上了高速 叶晨乐道 什么高速 叶晨同学 请你思想保持纯净好吧 成冰原一脸认真的 对着叶晨教育道 某人昨晚还不让人叫你老婆 非要人叫你老师 叶晨的一句话 绷不住了 讨厌 不准说 成冰原红着脸微邪道 叶晨摇头笑了笑 随后便吃起了早餐 成冰原健壮也吃起了早餐 对了老公 今天早上 你怎么想着出去跑个步啊 吃着早餐的成冰原 随口问了一句 我大学四年 一直都有早上起来 跑步锻炼身体的习惯 只是毕业的这几天里落下了 现在只是把这个习惯 重新捡起来 顿了顿 叶晨微微一笑 继续说到再说了 现在有你在我身边了 我必须的自律啊 要不然我担心 今天只是吃韭菜 后面成老师 你可能就要 为我吃狗起腰子了 听到这话 成冰原老脸一红 说什么呢 不过这个习惯捡起来好 一副好身体 是做任何事的本钱 成老师 这一波你是在国道上 还是高速上 叶晨笑着问道 我说正经的呢 成冰原默好气地说道 今天是周六 休息日没有课 所以成冰原就跟着叶晨 一起去公司了 两人来到公司时 张鸿辉还有徐东东 已经在公司里等着叶晨了 老张 都准备好了吧 看到张鸿辉 叶晨如是问道 今天上午 要拍耶稣广告 等广告拍出来 经过后期制作后 就会立马发给耶稣集团 明天就是耶稣集团 向各大娱乐影视公司 征集广告影片的截止日期了 过了明天 耶稣集团 就会正式关闭 对外接收广告影片的通道 随后 耶稣集团会对止 集到的广告影片 进行内部择选 定下耶稣的品牌代言人 留给成员传媒 只有两天的时间了 所以今天必须要把 耶稣广告给拍摄出来 这个时间还是很赶的 叶总 都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直接过去就可以了 张鸿辉说道 行 那就出发吧 没过一会儿 一辆黑色别克 GL8商务车 从写字楼的地下停车 尝试了出来 这辆GL8 就是成员传媒 唯一的一辆公务用车了 原本是春秋影视的 后面随着夜城 收购了春秋影视后 这辆别克GL8商务车 也自然而然 就成为了成员传媒的 公务用车了 开车的是张鸿辉 九点 这辆别克GL8 停在了一家摄影棚外 下车后 四人一起走进了 眼前的这家摄影棚 张总 你来了呀 四人刚进去 就有一个身穿卫衣 头戴一顶棒球满的中年人 笑着朝四人走了过来 不等张鸿辉开口 这个头戴棒球帽的 中年人的目光 便落在了夜城的身上 想来 这位就是成员传媒的老板 夜城夜总了吧 夜总 这位是这家摄影棚的老板 王兴成王老板 我们公司很多的广告 都是这位王老板 给我们拍摄的 听到张鸿辉的介绍 夜城便和这王兴成握了握手 彼此就算是认识了 张老板 我们现在是否可以拍摄了 夜城问道 可以的夜总 请跟我来 这家摄影棚的占地面积 还是很大的 里面分为了好多个独立的小影棚 这次拍一束广告 只需要在小影棚里面 就能完成了 就这样在王兴成的带路下 寄人来到了一个面积 在60平米左右的独立小影棚 寄人进来时 里面已经有两名影棚的工作人员 江县常给布置好了 徐东东去了化妆间 其实徐东东出门前 已经化了一个淡妆 现在去化妆间 只是让专业化妆师 再帮忙补下妆而已 顺便再换个衣服 20分钟不到 徐东东就从化妆间里走了出来 重新出现在夜城寄人面前的 徐东东 最大的变化就是穿着 之前徐东东穿的是 那重宽松款的衬衫 但现在 徐东东换上了一件 修身款的长袖白色内衣 这件修身内衣 将徐东东上半身的傲人曲线 算是完全勾勒出来了 饶势夜城 他的目光 都不禁在徐东东的身上 多停留了几秒钟 不过夜城很快就调整了过来 徐小姐 在这个广告里面 你只有一句台词 很好记得 什么台词啊 徐东东好奇道 此时同样好奇的 还有成冰原 迎着徐东东的目光 夜城说到你的台词是 夜树夜知 我从小喝到大 听到夜城的话后 徐东东嘴里当即 呢喃了一遍自己的广告台词 夜树夜知 我从小喝到大 这台词 怎么感觉有些不太正经 低头看了一下 自己的傲人之处 徐东东只感觉心里怪怪的 应该是我想太多了吧 比石城冰原 笑眯眯的望向了夜城 眼神隐隐有些不善 夜城眼观 比一比关心 对着徐东东继续说道 徐小姐 台词你记住了吧 夜树夜知 我从小喝到大 夜总 这台词很简单 我记住了 徐东东说道 行 那接下来我再跟你说一下 你在广告里的肢体语言 是什么样子的 就这样 夜城现场指导了一下 徐东东在夜树广告里的肢体语言 经过夜城的一番现场指导后 徐东东的脸都有些红了 夜树夜知 我从小喝到大 刚刚听到这句台词 徐东东就觉得 这句台词有些不太正经 不过徐东东觉得 肯定是自己龌龊 多想了 老板怎么会是那种人呢 然而现在徐东东发现 他还真的没有多想 就老板 刚刚教给他的那些肢体语言 简直和给他的那句广告台词 遥相呼应 正常人看到这个广告 很难不往那方面想啊 一旁的成丁园 一直笑眯眯的看着夜城 那笑里藏刀的笑容 让夜凡的后脊背有些发凉 夜城继续眼观鼻鼻关心 徐小姐 我刚刚叫你的那些肢体语言 都会了吗 俏连有些红红的 徐东东点了点头 夜总 我都记住了 行 那就开始吧 夜城说话 实望向一旁的王星成 接下来在王星成的指挥下 正式开启了徐东东的 耶稣广告的拍摄之旅 夜城全程在旁边看着 一旦徐东东 有哪个肢体语言 没有做到位 没有呈现出系统奖励的 影片里的那种效果 夜城就会叫停拍摄 给予指导 不仅肢体语言 还有徐东东的表情管理 夜城都会全程把控 必须要把系统奖励的 那个广告影片里的效果 完全呈现出来 此时的夜城吹毛求疵 堪称最严厉的导演 就这样在夜城的严格要求之下 一段总时长不过十来秒的广告 愣是拍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 王老板 这个广告多久能制作完成 想来老张也跟你说了 我们很敢试剑 完工后 夜城对着王星成问道 刚刚拍摄的 只是最基础的素材 还要经过后续的剪辑制作 一个成熟的广告影片才能诞生 而广告影片后期 剪辑制作流程包 含有素材的整理指令码的 制作镜头分类的筛选 然后是粗简精简 新增配乐音效调音 制作字幕以及特效 最后还要进行影片调色 如此会出的 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广告影片 这些流程的制作 通常都是比较耗时间的 想了想 王星成说到夜总 明天中午12点之前 我保证能把制作完成的影片 发给贵公司 你看行不行 可以 夜城点头道 默一会儿 张鸿辉开车 载着夜城三人 离开了这家影棚 张鸿辉先是开车 把徐东东送到了下榻的酒店 正好饭点到了 于是 四人就在酒店里的一家餐厅 吃了一顿午餐 吃完午餐 夜城成冰原张鸿辉三人 就开车直接回公司了 一进入办公室 成冰原就把办公室的门给 反锁上了 随后笑盈盈地望着夜城 老公 那夜城的广告词 是你想的 是的 夜城点了点头 夜城也知 我从小喝到大 老公 你这广告词里的 从小喝到大 正经吗 成冰原笑盈盈地问道 当然正经了 夜城脸部红星不跳到 如果拍夜城广告的女主 不是徐冬冬的话 我或许还会信你的鬼话 成冰原说着说着 嘴巴就撅了 起来你刚刚 还现场知道徐冬冬做那些性感的动作 哼 我生气了 成老师 你这小醋坛子 也太容易打翻了吧 夜城说着 有些霸道的 直接将成冰原 揽到了自己的怀里面 我那完全是为了工作 别生气啊 哼 虽然知道你是为了工作 但我还是 成冰原一句话没说完 脸颊就被一双大手捧住 随后嘴巴就被堵住了 后面的话再也说不出来了 一分钟后 成冰原因为在夜城的怀里 媚眼如丝 就知道欺负我 现在不生气了吧 夜城笑着问道 我可没有 那魔好哄的 成冰原下巴一台 有些小傲娇地说道 那我就再哄 见夜城又凑了上来 成冰原赶紧用手抵住夜城的头 没好气地说道 等一下张颂文叶叶 他们击个就要过来了 好吧 夜城有些意犹未尽道 张颂文高小叶等 几个演员的合约 都是快要到期了 等一下过来 是跟公司续签合约的 夜城已经提前 将这几个人的合约 都给准备好了 一点半 高小叶来到了夜城的办公室 夜城 昨晚回去吐了沫 吐 那不至于 夜城笑道 可以呀夜城 没想到你酒量那么好 不愧是当老板的人啊 高小叶说话时来到 成冰原的身边坐了下来 夜城将提前准备好的一份合同 朝高小叶递了过去 高姐 这是合同 你看看 伸手接过夜城递过来的合同 高小叶便翻开低头看了起来 看着看着 高小叶抬头 面露金融地望着夜城 十年期的S级合同 夜城 你没有搞错吧 高小叶这下是真的被吓到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夜城为他准备的 竟然是一份S级合约 在他这个圈子里 一般只有一线艺人 才能拿到S级合约的 而他现在勉勉强强 能够上三线艺人的行列 他之前跟春秋影视 签订的合约 只是C级的 现在夜城竟然拿出了一份S级合约 而且还是十年期的 这叫他怎能不吃惊呢 要知道 不同等级的合约 带来的差距是很大的 就拿C级和S级合约来说吧 C级合约 艺人跟公司的分成比率是2 8 也就是说 如果艺人一部剧的片酬 是100万的话 那公司是要直接抽走80万的 而S级合约 艺人跟公司的分成比 则达到了5 5 此外 拥有S级合约的艺人 每个月还能从公司拿到1比1万的底薪 而C级合约的艺人 只能从公司拿到2000的底薪 除此外 拥有S级合约的艺人 能从公司拿到更优质的资源 高姐 合同这模重要的东西 我怎么会弄错呢 夜城笑道 要是没有意义的话 高姐你现在 就把合同给签了吧 那条未来讯息可是说了 等到后面狂飙上映 在剧中饰演大嫂的高小叶 可是直接爆红 一举脉入到了一线艺人的行列 甚至很涨一段时间 单论热度 高小叶能碾压国内绝大多数的一线艺人 甚至能和超一线艺人相媲美 既然已经提前知道 高小叶很快就会爆红成为一线艺人了 那不如趁着 对方现在处于失业低谷期 提前就给对方一份S级合约 还是那句话 锦上添花 给人带来的感激 可是远远不如雪中送炭 给人带来的感激大的 此外 如果自己今天跟高小叶续签的合约 还是之前的C级合约的话 那等到后面高小叶爆红后 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娱乐影视公司 找上高小叶 想要挖他成员传媒的墙角的 虽然高小叶和成冰园 是很多年的好闺蜜了 但是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保不准高小叶到时候 会有离开成员传媒的想法 就算公司到时候 可以把高小叶的合约 从C级调高到S级 但这也要经过对方的同意签字 合约才能调整 那么问题来了 真要到了那时候 高小叶他会同意签字吗 人性可是经不起考验的 要知道 C级合约的违约金 最高才500万 这一点违约金 只要高小叶愿意 有的是公司愿意替高小叶支付的 但要是换成S级合约 那可就不一样了 按照规定 S级合约的违约金 最高能设定成10亿软媒币 也就是说 在S级合约的束缚之下 高小叶要是想跳槽的话 那高小叶可是要一次性 支付10亿的违约金给 成员传媒的 高达10亿的天价为约金 不说高小叶肯定是给不起的 就是圈内其他资本 都得望却步 真要是有大资本 为了挖高小叶 舍得出这10亿为约金的话 那叶成也不亏 毕竟那可是10亿啊 有了10亿 那他就直接财富自由了呀 所以现在 就给高小叶S级合约 怎么看都是对叶成最有利的 叶成 你这样搞得我压力很大 高小叶苦笑道 他还是头一次 觉得到老板对自己要是太好了 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呢 因为这样弄得他真的好大压力 拿着S级合约 要是以后在事业上 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那他真的觉得对不起叶成了 对不起他拿的这份S级合约了 有压力才有动力 而且我相信 以高姐你的实力 以后一定能配得上这份S级合约的 叶成说道 叶成 讲真的 我都不相信我自己 不知道你怎么就这么相信我 高小叶再次苦笑道 行了高姐 赶紧把合约签了吧 这魔婆婆妈妈的 可不像高姐你的作风 叶成笑道 叶成说的对 平日里风风火火英姿 萨爽的你 现在怎么跟个小女人一样 承冰元也笑着说道 好啊 元元 你这嫁给叶成还没几天呢 就夫唱妇随了呀 高小叶说着 拿起面前的签字笔 签就签 反正占便宜的是我 很快高小叶便把合同给签好了 签完合同 高小叶也没有多代 跟承冰元说了一会话后 就离开了 之后没过多久 叶成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公司前台打来的 说张宋文 苏小丁 冯冰三人到了 按照那条未来讯息说的 这三人在后面狂飙上映后 都火了 尤其是张宋文 火得一塌糊涂 跟高小叶一样 也凭借这部剧 一举脉入到了一线艺人的行列当中 这三人之所以同时到公司 是因为三人这次来魔都 下他在了同一家酒店 所以 金哥就一起过来了 虽然三人同时到的公司 但是却不能同时到 叶成的办公室签合同 因为一人合同是非常重要的 一人跟公司签的合约 对外是要保密的 而且 这个保密 不只是口头上说说的 而是以协议的形式 被列入到了合同里面 出于保密考虑 张宋文三人 自然是不能同时 敬业承办公司签合同的 叶成为张宋文准备的 也是一份十年期的S级合约 和高小叶一样 拿到这份S级合约的张宋文 也是倍感压力 第一次感受到 被人重视的张宋文 在心里暗暗发誓 今后自己 在影视圈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以报答叶成的知欲之恩 在张宋文谦完和同离开后 不到一分钟 苏小丁便来到了叶成的办公室 这个苏小丁 长得白白净净的 比叶成大不了几岁 但却是一个实力派演员 按照那条未来讯息中说的 这个苏小丁 在狂飙里面饰演的 封批反派高启成 可是吸粉无数 作为角色的饰演者 苏小丁也因为狂飙这部剧 而吸粉无数 一举迈入到二线艺人之恋 因此叶成为苏小丁准备的 是一份五年期的A级合约 和苏小丁一样 冯斌在狂飙里面 饰演的也是一个反派 其演绎的杀手老墨 也让冯斌和苏小丁一样 吸粉无数 叶成为冯斌准备的 同样是一份五年期的A级合约 对于能拿到A级合约 两人感到巨大惊喜的同时 心里也是对叶成 这个新老板十分的感激 在冯斌离开后 叶成难掩脸上喜悦之情 现在只等狂飙上映 最大的赢家 叶成同学 看你这模开心的样子 像是你能确定 张颂文他们几个在 未来能火四的 成冰元说道 成老师 要不我们俩来打个赌 叶成笑道 打石磨赌 成冰元好奇道 我们就赌张颂文 他们四个后面能不能火 要是他们四人火了的话 就算我赢 要是莫火的话 就算我输你赢 怎么样 敢不敢跟我赌 叶成说道 赌就赌 成冰元说道 不过既然是赌约 那总该有赌注吧 还有时间 叶成想了想说道 就以半年为期限 如果超过半年 张颂文他们四个 还没有任何火的迹象的话 就算我输了 至于赌注的话 就由成老师你来定吧 嗯 成因片刻后 成冰元开口到赌注 就赢的一方 可以跟输的一方提个要求 后者必须无条件 满足前者的要求 叶成同学 你觉得这个赌注怎么样 可以啊 叶成笑道 不过成老师 这个要求 没有什么限制的吧 只要不触犯法律 任何要求都能提 成冰元说道 成老师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要是输了的话 可别反悔哦 叶成黑黑笑道 放心叶成同学 你成老师 我不是输不起的人 成冰元一脸傲娇道 次日清晨 叮 签到成功 叮 恭喜宿主 触发签到奖励 获得未来讯息一条 某某年7月7日 比特币的价格 在全球极大顶级财阀的操控下 将会迎来一波风涨 涨至1万7美刀触顶后 迅速迎来反弹下跌 跌至6000美刀后 趋于稳定 看完这条未来讯息 叶成连忙拿起手机 开启被忘录 将刚刚那条未来讯息中的关键资讯 给记录储存了下来 这是防止自己后面忘记 做完这一切 叶成心头不禁火热了起来 虽然他之前没有玩过比特币 但是却听过比特币 据说这玩意 可比炒股还要来的刺激的多 有因比特币报复 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 也有人因比特币倾家荡产 搞得家破人亡 现在自己掌握了未来一段时间 比特币的价格走势 这与他来说 就是一次赚钱的机会啊 想到这 叶成赶紧开启手机浏览器 下载了一个名叫火币的APP 这是目前全球交易量最大的 比特币交易平台之一 叶成看了一下 目前比特币的行情 一个比特币4300多美刀 而刚刚那条未来讯息中 说比特币的价格 这一波江峰长置 1万7美刀一个 就是选择现货购买比特币的话 那这一波也有三倍的盈利的 而比特币交易 除了现货购买之外 还能进行合约交易 选择合约的话 是能加杠杆的 两者交易方式有利有弊 选择现货购买比特币 风险会小不少 与之而来的你赚的 也就比较少 但选择合约的话 由于能加杠杆 那赚的就多了 不过加了杠杆 也就意味着风险大 搞不好一个行情波动大了点 你就直接爆仓了 都知道未来比特币价格走势了 那以叶晨的野心 自然是要选择合约交易了 不过不能加太高的杠杆 虽说刚刚那条未来讯息中说了 7月7日 也就是下周二 比特币开始上涨 最终价格能涨到1万7美刀 但这期间的具体日线波动 那条未来讯息中没有提到 叶晨自是无法知晓了 在这重情况下 他自然是不能加太高的杠杆 要不然风险太大了 到时候爆仓可就不好玩了 想到这 叶晨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买比特币的钱从哪里来 他现在身上已经没有钱了 6点半 叶晨起床 出门晨跑去了 103 104 105 就在叶晨晨跑完 正坐着深蹲的时候 叶晨放在一旁地上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拿起手机 看到是自己做家交 遇到的第一个女学生周家打来的电话 叶晨便直接按下了接听键 喂 叶晨喘着粗气 这一口气做100多个深蹲 让叶晨感觉 自己的胸腔都快砸了 不过叶晨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 辰哥 你在干嘛呢 我 我没有打扰到你何成老师休息吧 电话另一头 躺在床上的周家 有些狐一道 单纯的叶晨并未察觉到 周家语气中的异常 我在锻炼身体呢 有事吗 锻炼身体 撇撇嘴 周家说到是 这样的叶晨哥 你何成冰原老师领证结婚 我现在终于想好送 什么礼物给你了 晚上出来吃饭 我到时候把礼物给你们 周家 你心意到了就行 不用搞这些的 要的要的 等会我会把饭店的位置发给你 你们晚上要是不来的话 那我可就生气了 行吧 那我何成老师晚上一定到 正好晚上可以省一毒 说完 叶晨先是深吸一口气 然后慢慢吐气 至此 叶晨的呼吸终于变得平稳了下来 叶晨哥 你锻炼完了呀 没有 我还要再锻炼一会儿 单纯的叶晨回道 行 那叶晨哥你继续 我挂了 说完周家便挂了电话 叶晨回到家 已经是七点半了 冲了个早后 叶晨便来到餐厅 跟成冰原一起吃早餐 成老师 我们公司账户上 现在还有多少钱啊 吃了一会早餐后 叶晨如是问道 176万 成冰原脱口而出道 作为成员传媒的老板娘 兼财务总监 成冰原对公司账户情况 那可是了然于胸 老婆我跟你商量件事 叶晨一边 吃着馄饨一边说道 什么事啊 你说 成冰原好奇道 我最近看好比特币的行情 所以 准备从公司账户上提 150万 出来购买比特币 听到叶晨的话 成冰原沉默了片刻后 说到叶晨 炒比特币的风险 更甚于炒股 你真的 想好要进入币圈市场 嗯 我预测比特币的行情 很快就会迎来一波大涨 我不想错过这次赚钱的机会 成老师 我知道我这摩说 很难有说服力 但是请你务必相信我这一次 叶晨说道 行 既然你想好了 那你就去做吧 最坏的结局 无非就是 把这150万全部赔进去 然后后面我养你 成冰原笑道 文言 叶晨也笑了 想让我吃你软饭 放心成老师 永远不会有这摩一天的 对了成老师 晚上我们出去吃饭 我之前做数学家教的 那个学生周驾 才知道我们领证了 非要送礼物给我们 老公 看来你很受女生欢迎啊 那个王雪凌 送了一对卡德亚兰器 求情旅万表给你 现在这个周家 也要送你礼物 成冰原笑盈盈地 望着叶晨说道 成老师 你不至于 连我两个学生的醋都吃吧 叶晨好笑道 我才没有吃醋呢 成冰原说话时撇了撇嘴 没有最好 你老公尝的这摩帅 魅力这摩大 现在又是一家 娱乐饮食公司的老板 以后我接触的异性 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你要是连我学生的醋 都吃的话 那成老师 你以后肯定有吃不完的醋了 叶晨笑道 叶晨同学 你要是这摩说的话 那以后我得把你看紧一点了 见成冰原神色肃然 一副十分认真的样子 叶晨忍不住笑了笑 看紧我 怎么看紧我呀 我会让你没有多余的精力的 这样你抵御外界诱惑的能力才会强 成冰原笑道 成老师 还的是你呀 吃完早餐 成冰原便透过他的办公手提电脑 把成员传媒公司账户上 176万中的150万 转到了叶晨的银行卡上面 留个26万在公司账户上 是为了保证 公司在接下来一段 10日里的正常运营 收到钱后 叶晨便把这些钱 全部转进了 自己在火币APP上注册的 个人账号里面 由于比特币必须要用美刀进行交易 所以 叶晨就先把这150万软卫币队 换成了万美刀 选择多少倍的杠杆呢 反复思虑后 叶晨决定加个5倍的杠杆 这个倍数不高不低 比较合适 只要后面不直接跌20%以上 都不会有爆仓的危险 而比特币接下来的一波行情是暴涨 就算中间有浮动 那跌幅应该也不会超过20%这么高的 所以选择5倍的杠杆 风险相对是比较小的 确定好了杠杆倍数 叶晨就直接下单了 5分钟不到 叶晨吓得做多合约便完成了交易 档下比特币的价格是4,312美刀一个 在5倍杠杆下 叶晨的账户里多出了个比特币 上午10点零几分的时候 王兴成把制作完成的椰数广告 发给了张鸿辉 张鸿辉第一时间就把椰数广告转发给了叶晨 看完广告后 叶晨很满意 这个广告拍的和系统奖励的那个椰数广告 几乎算是百分百复刻了 于是叶晨直接通知张鸿辉 让张鸿辉即刻把这个椰数广告发给椰数集团 有着这个椰数广告 叶晨相信 这次徐东东拿下椰数代言人 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了 下午5点多 叶晨和成冰园出门了 另一边 林浩开车在阳光花园小区 接到了自己姐姐林小雪 林浩 你知道张一南这次 把我们喊出去吃饭 是为了什么吗 林小雪上车坐在副驾驶后这般问道 不知道啊 不过我猜肯定是有什么好事 林浩笑道 忽然林浩注意到了自己姐姐手腕上挂着的包包 姐 你买新包了呀 还是LV的最新款 我记得这款包包应该要六万多吧 六万八 你觉得这款包包怎么样 林小雪问道 跟你很搭 物超所值 对了姐 这个包 你是用那笔签约金买的吧 她姐姐跟张一谋工作室签约后 得到了一笔十万块的签约金 嗯 我买了这个包 还买了几套衣服 那笔签约金还没五热 就被我花得差不多了 现在这些真不经花 林小雪感慨道 赚的多花的就多吗 等这次你拿到耶稣的代言人 到时候到你手上的代言费 就有一百多个呢 进入娱乐圈赚的第一桶金 就有一百多个 姐 你这个起点 也不知道让多少人羡慕死 林浩一边开车 一边说道姐 这种精彩的人生 是你以前跟叶晨在一起 时所体会不到的吧 嗯 林小雪默默点了点头 所以说姐 人生往往是选择大于努力啊 林浩笑道 你当初要是选择留在叶晨的身边 那你后面就是在努力 你这一生所能达到的高度 也就那么一点高 因为圈子的不同 直接决定了我们人生上限的高度 不多时 林浩开车来到了一家装修十分奢华的餐厅 当姐弟俩来到餐厅顶楼的一间包厢门外 准备敲门进去的时候 忽然一个男子的声音 从包厢里传了出来 比特币接下来要猛掌 爸 你说的是真的 这道声音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张一南 听到张一南的这句话 林浩那只抬起来准备敲门的手 又默默地放了下去 要掌到两万美刀一个 这 这也太疯狂了吧 张一南的声音听起来很激动 好 爸 我知道了 我明天 不 我马上就做多比特币 通话到此结束 这一刻 林浩并没有敲门进去 而是拉着自己姐姐的手 走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里 姐 刚刚小张倒的话 你听到了吧 林浩神情亢奋到 林小雪没有说话 但是却点了点头 此时林小雪的内心 也颇为的不平静 发财了 姐 我们发财的机会到了 林浩激动地直搓手 接下来 林浩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一阵操作后 林浩眼睛都变成赤红色了 姐 你知道比特币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吗 见自己姐姐摇头 林浩当下也不卖关子 直接说到 4313美刀一个 刚刚张倒 在电话里跟小张倒说 后面比特币的价格 要疯涨到2万美刀 姐 我们这次要发大财了 姐 我们现在要赶紧筹钱 能筹多少算多少 这一波比特币炒下来 我们要赚麻了呀 林浩 你冷静一点 林小雪说到 我听说炒比特币的风险 比炒股还要大很多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些 姐 这还慎重个屁啊 林浩说到 普通人玩术自闭的 雀风险很大 一不小心 就会被当成韭菜给割了 但张倒可不是什么普通人 张倒本身 就能被称为资本了 而且 张倒可是认识很多大佬的 张倒既然说 比特币要暴涨到 2万美刀一个 那肯定是 从他哪里听到的 确切讯息了 连最终的价格都明确说了 这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接下来比特币的 这一波型 情十之八九 是一些币圈大佬 联合起来推动的 目的就是为了 收割币圈中的 那些散户韭菜 姐 这次可真是 我们的财运来了 是天忆让我们 听到了小张倒 和张倒的通话 听完自己弟弟的这番话 林小雪直接被说服了 你说的有道理 可是我身上没钱啊 那笔钱约金 被我花的 只剩下两千多了 林小雪现在郁闷了 早知道 那笔钱约金 她就留着不花了 墨钱就借啊 林浩笑到信用卡 花呗 借呗 网贷 还有跟朋友借 姐 现在要想进 一切渠道搞钱 这磨一个 闭着眼睛赚钱的机会 就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一定要抓住啊 这一波 我们准备的本金越多 到时候赚的也就越多 我明天就把我那辆 才体美两个月的 宝马X1给卖了 说着说着 林浩眼睛一亮对了 我再把房子给卖了 她家房子110平 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 差不多能卖个 6万一平米的价格 这样算下来 她家房子 能卖个小700万 林小雪闻声一愣 不是林浩 你把房子卖了 那你和奶奶以后住哪啊 住酒店呗 反正也只是暂时的 林浩笑到等 后面比特币涨到 两万美到一个的时候 我反手清仓 这一波下来 还不得赚麻了呀 到时候 我再买一套房子就是了 嗯 我决定了 我后面 要到黄浦江附近的 楼盘买一套江景房 还的是大平层 说到最后 林浩的脸上 写满了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憧憬 你想卖房 奶奶应该不会同意吧 她弟弟现在住的房子 户主并不是她弟弟 而是她奶奶 我肯定能说服奶奶的 这么一个 躺着赚大钱的机会 摆在眼前 我相信 奶奶肯定也会 支援我卖房的 林浩说道对了姐 你可以把成冰园的房子 卖了呀 这样你 不就有钱了吗 彼时另一边 叶晨和成冰园 来到了一家 名叫黎原的 饭店包厢里 叶晨哥 陈老师 你们来了呀 一个身穿牛仔热裤 白T恤的女子 起身朝两人迎了上来 这个笑起来 脸上有着一对 浅浅的梨窝的女子 就是周家 程老师 你真的好漂亮哦 难怪你是 摩都大学公认的 女神老师呢 周家这句话说的 倒是肺腑之言 摩大女神老师 程冰园的名号 她在高中时期 就听说过了 但却一直没有 见过程冰园本人 今天终于见到了 这位摩大第一女神老师 对方美帝 不禁让她感叹人的 名术的影 难怪叶晨哥 领政第一天的晚上 就迫不及待地 和这位程老师同居了呢 身边有着 这摩一个大美女 这哥谁 谁也顶不住啊 你也很漂亮 你这一对梨窝 笑起来特别地可爱 程冰园笑道 行了 你们两个 就别商业互吹了 赶紧坐下来点菜吧 叶晨说道 叶晨哥 不知道秀色可餐吗 有我和程老师 这两个大美女在 你还要吃饭啊 周家撇嘴笑道 你要是这摩说 那我们这个世界每年 也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了 叶晨说道 周家闻声翻了翻白眼 叶晨哥 我觉得 你要好好感谢 大资料婚姻配对 要不是有那个 大资料婚姻配对 像你这样 不会哄女孩子 开心的大直男 哪能娶到我们 程老师这模漂亮的妻子 接下来 三人坐了下来 周家开起手机 开始在手机上点餐 程老师 你喜欢吃什么呀 很快 周家便下好了单 我说周家 你请我吃饭 结果点菜 都不征讯一下我的意见 你礼貌吗 叶晨说着话风 一转好在程老师 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 还是老婆好啊 叶晨哥 你这样 当着单身狗的面 撒狗粮 你礼貌吗 周家说话时 又给了叶晨 一个大大的白眼 没过多久 饭菜上齐 三人一边吃着饭菜 一边闲聊 叶晨哥 上次你在微信里说 你要创业 现在怎么样了 找到创业的方向了吗 周家忽然如是问道 嗯嗯 叶晨点头到数日前 刚收购了一家娱乐影视公司 啊 你这是要往娱乐圈发展 周家很是意外 看到叶晨点头 周家继续说到叶晨哥 那你加油 娱乐圈可不怎么好混呢 不过我相信你可以的 对了 叶晨哥 你看看我有没有成为大明星的潜力 要是有的话 那以后 我毕业了 就到你的公司去 你 算了吧 以你的家境 进圈出道 那不是瞎折腾吗 他给周家当过两年的数学家教 可是深知周家的家境是很好的 在魔都能住上大别墅的家庭 那能是一般家庭吗 叶晨哥 这怎么叫瞎折腾呢 我觉得出道当明星挺好玩的 人活一世 快乐最重要吗 周家笑道 行了 你不是说要送礼物给我吗 礼物呢 叶晨说着 朝包厢里看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 哪里有礼品袋子 叶晨哥 我送的礼物有些特殊 可不是寻常的礼物 周家笑眯眯地说道 别卖关子了 快点把礼物拿出来吧 叶晨催促道 叶晨哥 陈老师 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 是一条投资讯息 周家说道 投资讯息 这下连成冰源都不禁好奇了起来 据可靠讯息 比特币的行情 很快就会迎来一波大涨 所以叶晨哥 陈老师 你们现在可以把你们手里的余钱 全部拿出来购买比特币 以后等到比特币的价格涨起来后 你们肯定能大赚一笔的 听到周家的这番话 成冰源着实有些意外 叶晨 没想到你对比特币未来行情的预测 竟然跟周家说的一样 这下子 成冰源心中大定了不守 叶晨从公司账户上 划走150万做多比特币 他其实心里还是蛮担心的 毕竟炒比特币的风险 真的太大了 而叶晨在此之前 并没有炒比特币的相关经验 第一次炒比特币 就投150万进去 他就是在相信叶晨 那心里也是免不了担心的 但现在 他心里的担心减轻了不少 他在来时的路上 从叶晨口中得知 这个周家的家境特别优温 不是一般的家庭 出身这种家庭的周家那 平日里所能接触到的圈子 是他们这些普通人 所接触不到的 而圈子越高 往往能知道 很多不为外界 所知晓的内幕讯息 所以 比特币接下来大涨的行情 很有可能就是 周家从哪里 听到的内幕讯息 一般这种内幕讯息 很多时候都是比较可靠的 叶晨哥 你预测到了 比特币接下来的行情会大涨 周家向当今亚道 嗯 叶晨说道 我已经投了一百多万 做多比特币了 投了一百多万 我去 叶晨哥 莫想到你这么有破脸 周家笑道不过这一波下来 你能赚不少啊 对了叶晨哥 有一个你 肯定不知道的 就是比特币接下来这一波疯涨 最终的价格会 上涨到两万美刀一个 所以叶晨哥 你一定要沉住气 不要提前清仓 一定要等到价格 快要接近两万美刀的时候 再选择清仓 这样 你会赚得最多 文言 成冰元面 陆金融道 比特币会涨到两万美刀一个 上午叶晨在火币 APP上下单的时候 他可是就坐在一旁看着的 叶晨下单的时候 他记得比特币当时的价格是 4312美刀一个 如果按照周家说的 比特币下一波行情 最高能涨到两万美刀的话 那叶晨这一波下来的收益率 会相当惊人的 在五倍杠杆作用下 最后的收益率 将会达到恐怖的倍 作为一名高阶会技师 成冰元很快便在心中 计算出了盈利倍数 真要如此 那叶晨投进去的150万 最后会变成2700多万 算出这个数字后 成冰元都被吓了一大跳 是的程老师 周家笑到我一开始 得知这条讯息时 跟你一样也很吃惊 此刻叶晨却是冷了一下 比特币会上涨到两万美刀 不是吧 那条未来讯息中 说的是比特币最终的触顶价格 是一万七美刀 不是两万美刀 而且那条未来讯息中还说到 比特币价格上涨至一万七美刀后 会马上反弹开始下跌 直至跌到六千美刀 才会趋于稳定 这要是他听周家的 等到比特币涨到一万七美刀的时候 还不清仓的话 那接下来的反弹 暴跌在五倍杠杆下 他搞不好会有爆仓的危险啊 对于周家和系统 叶晨自然会无条件 相信自己的系统的 不过他相信 周家肯定也不会故意骗他的 那么结果只有一个了 就是周家得知的这条讯息 本来就是错误的 想到这 叶晨开口 说到周家 我觉得比特币下一波的行情 最终是达不到两万美刀这个价格的 叶晨哥 你就听我的 不会有错的 我这可是内幕讯息 周家笑道 内幕讯息 迎着叶晨询问的目光 周家放下筷子 说到叶晨哥 我接下来跟你说的话 你可不能对其他人说 不然这件事情 要是传开闹大了 到时候我都得倒霉的 见叶晨点头 周家便继续说道 其实比特币接下来暴涨的行情 并不是市场的自主调节行为 而是国际上 鸡个币圈大佬 站在幕后联手推动的结果 其目的 就是为了鸽币圈散户的韭菜 听到周家的这句话 叶晨算是彻底明白了 周家有一点说的没错 国际上 那鸡个币圈大佬的 却是比特币下一波 行情暴涨的幕后推动者 因为那条未来讯息中 也是这么说的 对方的目的的 却是为了割韭菜 但是对方这次要割的 可不仅仅是那些散户 恐怕一些大户 都在这次的收割之列 周家口中所谓的内幕讯息 其实就是明晃晃 专为收割大户 而打造而成的镰刀 好家伙 这次在幕后推动的 那几个国际币圈大佬的胃口 是真的大 不过这跟他没关系 毕竟对方的镰刀 又挥不到他的头上来 而且他还能趁着这次机会 狠狠捞上一笔 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预测 我不认为比特币 能涨到两万美刀 叶晨觉得 周家这次肯定也是 投了钱买了比特币 恐怕还投了不少 不管怎么说 自己也是给对方 做了两年的家教老师 还有 对方这几年 一直喊他叶晨哥 就凭这一声叶晨哥 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个妹妹沦喂韭菜 叶晨哥 我这可是内幕讯息啊 周家说道 周家 你说有没有这魔一种可能 这次的那几个幕后黑手 他们不仅仅想割散户的韭菜 同时还想割大户们的韭菜 叶晨如是问道 周家闻声一愣 这 这应该不会吧 严禁于此 至于你信不信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叶晨说道 吃完晚饭 叶晨开车 载着成冰园朝附近的 一家影院驶去 两人准备看场电影再回家 从上车后 就一直正魔盯着我 干嘛呀 程老师 不认识我了吗 叶晨笑道 叶晨 我发现你不一样了 程冰园很认真地说道 不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了 刚刚周家都说是内幕讯息了 但你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 而你的那骨发 自骨子里的自信 感染到我了 让我不由地 相信你的判断是对的 程冰园说着 忽然笑了起来叶晨 你说 我这是不是恋爱脑的体现啊 嗯 换做任何一个人 肯定都会选择相信周家口中的 那条内幕讯息的 所以经我鉴定 程老师你的却是恋爱脑 叶晨说道 好吧 恋爱脑就恋爱脑吧 谁叫我喜欢你呢 程冰园笑了笑话说回来 我以前还挺瞧不起恋爱脑的女生的 没想到我现在 竟然活成了当初我所讨厌的那种人 这还真是人生无常啊 十几分钟前 林小雪林浩张一南三人吃完饭后 张一南邀请林小雪林浩姐弟俩去唱歌 但被林小雪婉拒 张一南也不着急 作为情场里的一名老猎手 他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越南上钩的猎物 反而更能激起他捕猎的兴趣 他享受的是这种捕猎的过程 跟张一南分开后 林小雪便开着自己弟弟的宝马X1 载着自己弟弟从饭店门前离开 哈 姐 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啊 不仅意外得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悬拿到了大唐影视的合同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林浩 可谓是志得一满 不过虽然透过张一谋的关系 大唐影视愿意签下他 但由于他跟陈元传媒的 合约还有两个月才到期 所以他还要等到两个月以后 跟大唐影视签约 这一点还是让他有些小不爽的 以后去了大唐影视 我一定要混出头 成为鼎流 我要让那个叶辰明白 风杀我 是他的损失 我要让他为自己的举动感到后悔 喝了不少酒的林浩 打着酒哥说道 他旁服已经看到自己成为鼎流后 叶辰留下悔恨泪水的模样了 姐 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在想筹集钱的事情 林小雪说道 姐 你就听我的 把成冰元的房子卖了就是了 林浩说道 你说得轻松 那房子又不是我的 那是陈老师的名字 那房子是我想卖就能卖的吗 林小雪默好气地说道 成冰元不是搬出去跟叶辰住一起 把房子留给你住了吗 既然这房子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在住 那你就应该拥有对这套房子的处置权啊 你这是什么歪道理 林小雪白眼一番 无语了 姐 你不是说成冰元以前跟你说过 等他老了 让你给他养老送终吗 既如此 他的房子总该有一半是你的吧 林浩说道 没过一会儿 林小雪便开车来到了自己弟弟家的楼下 找到一个停车位停好车后 姐弟俩便下了车 林浩 你一个人上楼行不行 用不用我扶你上去 看到自己弟弟那醉醺醺 都有些站不太稳的样子 林小雪如是说道 不用不用 我没喝多 一个人上楼OK的 行 那我就回去了 就这样 林小雪重新上车 开着林浩的车离开了 而林浩则走进单元门上楼回家 扶着楼梯扶手 林浩来到了三楼 见到自家门是虚掩着的 林浩便直接推开门走了进去 啊 你是谁 流氓 花呗二万额度 借呗三万额度 威力带四万额度 360借条七万额度 路小满九万额度 三张信用卡 能套现八万 加起来一共是三十三万 这太少了呀 回到家的林小雪第一时间开始了筹钱 接下来 林小雪把全网正规借贷平台都下载了个遍 终于是凑出了个五十万 不过区区五十万根本满足不了林小雪的野心 都知道 接下来比特币性情会疯涨了 那自然是本金准备的越多越好了 反复思考后 林小雪还是拨通了程冰源的电话 比时程冰源和叶晨已经到了电影院 两人正在前台买票 有事吗 小雪 程老师 你现在身上有钱吗 虽然他不知道 他小姨身上具体有多少钱 但肯定是有些存款的 小雪 我身上现在也莫啥钱了 叶晨收购春秋饮饰后 公司账户上莫钱 所以我把我身上的存款 都打到公司账户上救急去了 程冰源说道 你不是签约张艺谋工作室了吗 应该拿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签约费了吧 程老师 日常开销的钱我自己有 我跟你借钱 是另做他用 听到这话 程冰源爱莫能助到 那这个 我帮不了你了 我刚刚说了 我身上已经没有存款了 此时买好电影票的 叶晨见到程冰源再打电话 于是便站在一旁等着 听着好像是在和林小雪打电话 好了小雪 莫其他事的话 我就先挂了 等等程老师 还有什么是吗 程冰源问道 由于片刻后 林小雪还是把那心里的 那句话给说了出来 那个程老师 我 我想把家里的房子卖了 程冰源闻声一愣 卖房子 不是小雪 你究竟要做什么模式 需要这磨多钱 程老师 具体的你就别问这磨多了 反正我不会去干违法的事情的 林小雪说道 我想把房子卖了 程老师 你同意吗 小雪 我连你接下来要做 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我怎么可能同意 你把家里唯一的一套房子给卖掉呢 程冰源如是反问道 程老师 我是知道了一个收益率不错的赚钱专案 投入的本金越多 到时候赚的也就越多 顿了毒 林小雪继续说到这样吧 程老师 卖房子的这笔钱 就算是我借你的 到时候直接还你背的本息 这样总行了吧 小雪 究竟是什么专案 要知道 现在外面的骗子很多的 程冰源说道 程老师 这个专案 是小张岛亲口告诉我的 林小雪撒了一个谎 将他意外听到的 说成是张一南亲口告诉他的 小张岛不可能会骗我的 而且 小张岛自己都投了很多钱进去 所以 这个专案肯定是能赚钱的 程老师 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 听完自己外甥女的话 程冰源沉默了一会儿后 开口说道 小雪 虽然你这魔说了 但是我还是不同意卖房子 因为任何专案 都是有投资的风险的 而我就这套房子 我不会拿出去交给你去赌 程老师 我刚刚都说了 卖房子的那笔钱 算我借你的 就算那个专案最后赔钱了 以后我也会害你被本息的 林小雪说道 我现在签约了张一摩工作室 有着张岛的力捧 以后我肯定能成为大明星的 现在明星有多挣钱 程老师 你也知道 所以 就算我把卖房子的钱 全部赔了进去 那我也有害你钱的能力 而且那个专案 根本就不会亏的 所以程老师 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小雪 未来的事情 谁能说得准呢 现在卖房子 对我来说 就是存在风险 所以我不会同意 你卖房子的 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程冰原说道 听到程冰原的这句话 林小雪的情绪有些绷不住了 程老师 你能把那笔婚姻幸福基金中的 属于你的五百万 还有你这些年身上的所有存款 毫不犹豫地拿出来都给叶晨 为什么你就不能帮我一次呢 你把你的那些钱给叶晨 难道就没有风险吗 小雪 这不一样的 程冰原说道 叶晨他是我的老公 自己老公想要创业 我作为妻子 自是要全力支援的 而你口口声声 说有什么赚钱的专案 但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你那所谓的赚钱专案是什么 程老师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林小雪忽然笑了起来 笑容中带着三分计较 你知道什么了 程冰原咒没到 程老师 你一直问我那个专案 你就是想让我把那个赚钱的专案说出来 然后你和叶晨好 自己投钱进这个专案 自己赚钱 是吧 林小雪语气复杂到程老师 我发现你变了 现在嫁给了叶晨 你的心思就全部放在了叶晨的身上 至于我林小雪 在你心里根本已经不重要了 也是 我们本来就没有任何关系 是我自作多情了 小雪 没想到在你的心中 你是这魔想我的 此时成冰原的声音里 透露出无限的失望 自己在林小雪身上这几年的付出 换来的又是什么呢 程老师 我有说错什么吗 如果我是你的女儿 那今天你会不同意我卖房子吗 林小雪情绪有些激动的说道 我都说了 这钱算我借你的 而且还答应给你30%的高息 就是这样 你都不肯让我卖房子 程老师 你真的让我太心寒了 唉 程冰原叹息到小雪 我就是担心你上当受骗 程老师 我都说了 那个专案是小张导告诉我的 以小张导的身份 他是能知道一些 我们普通人接触不到的内幕讯息的 所以 那个专案肯定是能赚到钱的 对于这一点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林小雪说道 小雪 你是不是太相信那个小张导了 程老师 你都相信叶晨了 难道我还不能相信张一南 人家张一南可是张一谋的长子 人家所在的圈子 不知道比叶晨要高多少 难道张一南的话 不比叶晨的话 更值得人相信 林小雪反问道 小雪 我觉得你的价值观出了 很大的问题 行了程老师 你也别跟我说 什么大道理了 你不就是不同意我卖房子吗 好 我不卖就是了 说完林小雪 便直接挂了电话 放下手机 程碧原苦笑道 我这几年对小雪的教育 真的太失败了 好了 别想这些烦心的事情了 电影马上要开场了 我们赶紧进去吧 叶晨说道 嗯嗯 四日早上 林浩打车来到了阳光花园小区 昨晚他姐姐开他车回来的 他现在是过来取车子的 林浩 你眼睛怎么这么红 昨晚莫休息好 看到自己弟弟后 林小雪如是问道 别说了姐 昨晚 我是真他妈的倒霉 林浩一脸晦气地说道 又怎么了 因着林小雪询问的目光 林浩开口说道 昨晚我不是喝多了吗 然后我跑错楼曾认错嫁 进了一个女租户的家里 偏偏那个女租户当时还莫穿衣服 然后我就被当成是流氓了 连家门都能认错 亏我昨晚想送你上楼 你还说不用 说你莫喝多 林小雪莫好气地白了一眼自己弟弟 随后问道 然后呢 然后我就跟那个女的解释啊 结果对方根本不听我的解释 非要报警 最后逼得我莫办法 拿了三万块钱出来 那女的财莫报警 放我离开 还有刚刚在楼下 我刚下车 结果特摸一坨鸟屎 就从天而降 掉在了我的脸上 差点没恶心死我 林浩郁闷到马德 我最近这些天的运气 是真的差 傻倒霉的事情 都被我给撞上了 此时的林浩 根本不知道他最近的运势 突然变得正摩刹 是因为夜晨对他使用的 那张没运卡的效果 你这最近确实是一直在走备运啊 林小雪说道 不过好在我最近财运起来了 希望我的财运 能把我身上的没运给冲掉吧 林浩说着说着 忽然笑了起来 姐 我昨晚回家 刚跟奶奶提到比特币的事情 奶奶就立马同意 我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 连夜我就把房子 挂在了一家二手房交易平台上 结果我挂上还不超过十分钟 就有人联络上我 想要买我家的房子了 到现在 已经有七个人找到我了 都有意要买我家的房子呢 这是好事啊 林小雪不无羡慕地说道 果然有无血缘关系 还是很重要的 你看他弟弟回家一说 他奶奶就立马同意他弟弟卖房了 而他呢 得到的却是拒绝 虽然他这七年 一直跟他住一起 但说到底 他们俩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姐 你呢 成冰元同意你卖房了吗 看到自己姐姐摇头 林浩差一道 成冰元竟然莫同意 我说 就算我借他的钱 还答应给他百分之三十的利息 结果他都不同意我卖房 林小雪说道 什么 这都不同意你卖房 姐 不是我挑拨你们俩的关系 上次我借钱 成冰元说 他要把钱留着跟叶晨买房 不肯借我钱 现在连你都借不到他的钱 看来在成冰元心里 你现在的地位 是比不上那个叶晨啊 你看之前叶晨说过春秋影视的时候 成冰元他可是毫不犹豫 就拿钱给叶晨的 听到自己弟弟这番话 林小雪沉默了 姐 就算这七年 你跟成冰元住一起 有什么用 你们终究是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所以姐你在这世界上最亲的那个人 还是你弟弟我 我们俩可是孪生姐弟 血脉项链啊 林浩炖了毒 接着说道 这样吧姐 这次我把房子卖了后 到时候拿一百万给你 真的 林小雪差一刀 当然是真的 谁叫你是我亲姐呢 林浩笑道姐 你要记住 我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以后的人生道路上 我们姐弟俩 一定要互相扶持 他这个姐姐 签约了张艺谋工作室 有着张艺谋的力捧 未来绝对 能成为一线女星的 现在在他姐姐身上 做点前妻的投资 还是很划算的 谢谢你林浩 嗨 咱亲姐弟俩的 说谢字干啥 另一边 叶辰正坐在办公室里 一边悠闲地喝着茶 一边看着火币APP 现在比特币的价格 是4310美刀一个 跟昨天他买进时的价格相比 是下降了三美刀 不过叶辰丝毫不慌 只要跌幅不超过20% 没有爆仓的危险 他都不会慌的 按照那条未来讯息中说的 7号 也就是后天 比特币的价格 就会开始猛涨的 就在叶辰退出火币APP的时候 他手机的来电铃声 忽然响了起来 看了眼来电显示 叶辰便接通了电话 叶辰哥 一个轻快好听 如同百灵鸟的女子声音 在电话里响起 粉磨了灵灵 给他打电话的是王雪玲 是他当数学家教的第二个 也是最后一个学生 就上的礼拜 他毕业那天 他在王雪玲家里 结束了他最后的 一节家教课程 当时这个王雪玲 还把一对 卡德亚兰气球系列的 情侣对表 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他 叶辰哥 我爸妈今天回来 晚上想请你吃饭 就在我家里面 王雪玲说道 文言 叶辰笑了笑 你爸妈真太客气了 叶辰哥 我爸妈一直想请你吃饭 就是这两年太忙了 晚上你可一定要来哦 行 晚上我一定到 讲真的 王雪玲的爸妈是真的忙 说起来 自己也给王雪玲 做了两年的数学家教 但加起来 他也才见过 王雪玲爸妈 一共两次 而且那两次 都是匆匆献了一面 双方还没说上两句话 王雪玲爸妈 就因为一个电话 就又匆匆离开了 对了叶辰哥 晚上记得把嫂子 也带上哦 王雪玲嘱咐道 嗯好的 跟王雪玲 又随便聊了几句后 叶辰便挂了电话 下午三点多 叶辰坐在办公室里 捧着手机 玩着斗地主 忽然传来了 咚咚的敲门声 进 门开 见到走进来的是张鸿辉 叶辰便放下手机 对着张鸿辉笑道 做吧老张 叶总 公司刚刚收到了 耶稣集团发来的邮件 张鸿辉坐下后 如是说道 看到张鸿辉的脸色 叶辰心里 先是一格登 随后笑了笑 看来不是什么好讯息啊 是的 张鸿辉点了点头 叶总 我们发过去的 耶稣广告 已经落选了 听到这话 叶辰心里 顿时被失落感充满 同时叶辰也有些难以理解 要知道 那耶稣广告 可是系统奖励给他的 按理说 这个耶稣广告 肯定是最适合 耶稣的产品的 徐东东 应该也是 耶稣集团最为合适的 品牌代言人啊 这怎么还落选了呢 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 沉默片刻调整心情后 叶辰开口道老张 那耶稣代言人 最终花落谁家了 这个耶稣集团 还没有对外官宣 所以现在还不清楚 张鸿辉回道 行 我知道了 带到张鸿辉离开后 叶辰一直在思考 耶稣的事情 经过反复思考 叶辰觉得 系统奖励的那个广告影片 肯定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肯定是最为适合 耶稣集团的 徐东东肯定也是 耶稣集团品牌代言人的 最合适的人选的 最后之所以落选了 恐怕是因为人的缘故 也是 现在这个社会 是一个充斥着 人情和利益的社会 娱乐圈更是如此 在这个圈子里 不是有很多演技好的演员 都接不到戏 怀才不遇吗 这么一想 此次落选 也就没有 什么好奇怪的了 果然娱乐圈的水很深啊 没有人卖没有背景 在这个圈子里 你想要得到公正的待遇 注定是很难的 看来这次 是他把耶稣代言人的事情 想得太过简单了 还是要积累人脉 打造自己的关系网啊 不过想要积累人脉 可不容易 算了 不想了 想得越多越烦 看了眼时间 叶辰便拿上车钥匙 离开了办公室 彼时 林小雪接到了张一南 打来的电话 小雪 告诉你一个好讯息 听到这话 林小雪顿时精神一震 她心里 已经有了一个猜测 什么好讯息啊 刚刚公司收到了 耶稣集团的邮件 小雪 恭喜你啊 你已经透过了 耶稣集团的初审 耶稣代言人的身份 非你莫属了呀 张一南说道 果然自己猜对了 小张道 这不是才透过初审吗 后面应该还有终审吧 张一南闻声笑道小雪 耶稣集团的评审机制 你不懂 我这样跟你说吧 这次透过初审的 只有你一人 所谓的终审 就是耶稣集团董事 常点一下头就完事的事情 所以 透过初审的你 99% 就是耶稣的品牌代言人了 此刻林小雪的脸上 忍不住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看来她这次成为 耶稣品牌代言人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真要是成耶稣品牌代言人了 那于她来说 可就是真正的名利双收了 到时候 她不仅能拿到一笔 一百多万的代言费 还能以当代谋女郎的身份 正式在圈内出道 届时 她肯定能在圈内 受到很大的关注度的 和张一南打完电话末多久 林小雪又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次给她打电话的 是她弟弟林浩 姐 刚刚我把家里的房子卖掉了 一共卖了七百万 你等下把你银行卡号发我 我把钱转给你 好的 对了姐 等下你收到钱了 就马上购买比特币 你会操作吗 我不会啊 我没玩过比特币 那等下我去找你 我来帮你弄 好的 另一边 叶晨开车来到魔都大学 接到了成冰园 老公 晚上你想吃什么菜啊 成冰园上车后问道 今晚我们不在家里吃 去王雪林家里吃饭 她爸妈回来了 非要请我们过去吃饭 叶晨说道 好吧 那我们得买点东西带过去 空着手上门可不像 嗯嗯 就这样途经一家水果超市 两人进去买了一个 五百多的果兰袋上 五点多一点 叶晨拿着果兰和成冰园 来到了王雪林家里 叶晨哥 嫂子 你们来了呀 给两人开门的王雪林 看到成冰园的第一眼 顿时被狠狠地惊艳到了 嫂子 你真的好漂亮呀 你也很漂亮 而且 你的面板真的好好 成冰园笑着说道 圆圆 别在门口挡着 快点让你叶晨哥和嫂子进来 一个中年人出现在玄关说道 这中年男子的身材略显发福 声音浑厚有力 身上有着一股久居上位的强大气场 对对对 叶晨哥 嫂子 你们快请进 就这样 叶晨和成冰园走了进去 穿上鞋套 把手里的果篮递给王雪林后 叶晨便合成冰园 一起来到了先前开口的 那个中年人的面前 你好王叔 说起来叶晨 到现在还不知道王雪林爸爸的名字 小叶 两年了 拖到现在才得空叫你 上家里吃顿饭 是我们失礼了 王志国说道 自从眼前 这个叶晨给他女儿 当了数学家教后 他女儿的数学成绩 从两年前的勉强及格到 现在稳定在140分以上 这让他心里对眼前 这个年轻人是十分感激的 王叔你别这么说 另一边 林浩开车来到了林小雪的家中 姐 把你手机给我 我来帮您弄 姐 林小雪用指纹 把自己的手机姐锁开起后 便递给了自己弟弟 林浩先是下载了火币APP 随后用自己姐姐林小雪的个人资讯 注册了一个账号 再然后把林小雪准备的 155万软妹币 全部充了进去 并兑换成了美刀 这155万中的100万 是他卖房借给自己姐姐的 剩下的55万 则是他姐姐透过各种网贷套现信用卡 和从朋友那里借来的 林浩 你这次一共准备了多少本金啊 林小雪在一旁好奇问道 760万 林浩一边操作着手里的手机 一边回道 这魔多啊 林小雪有些羡慕了 本金准备的越多 那最后赚的也就越多啊 奶奶这次 可是把她的养老钱都拿出来给我了 林浩笑道 这次投进币圈市场的760万 里面有600万是卖房款 剩下的钱 一部分是他奶奶给自己准备的养老钱 一部分是他卖车的钱 以及透过各种网贷借到的钱 可以说这次 他把家里的全部资产都变现 投入了数字笔市场 那你和奶奶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就住在宾馆里面吗 是的 林浩说道对了 姐 我自己选择的合约 加了十倍杠杆 你跟我一样吧 选择十倍杠杆 林小雪虽然没有炒过股 但是 对这些基本的东西还是懂的 毕竟她大学学的就是经济学 林浩 这倍数太高了吧 后面万亿跌幅超过10% 那可就有爆仓的危险 姐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林浩笑道 张导都说了 比特币的价格 最终会涨到两万美刀 在这大涨的行情之下 就算中间某个时间段会跌 那跌幅肯定也会很小的 不可能会有超过10%的 这磨大的跌幅出现的 姐 我给你算比张啊 现在比特币的价格 是4315美刀 涨到两万美刀 就是得盈利倍数 在十倍杠杆作用下 那最后的盈利倍数会高达倍 这样算下来的话 扣掉手续费 到时候姐 你的这155万 就变成5600万了 听到5600万这个数字后 饶是早有准备的林小雪 此刻的呼吸 都忍不住加重了不少 因为这个收益率 实在是太惊人了 姐 你要是真的觉得 10倍杠杆太高了的话 那我就给你 选择一个5倍的杠杆 算了 10倍就10倍吧 林小雪说道 行 那我就选择10倍杠杆了 经过一阵操作后 交易完成 林浩把手机还给了林小雪 OK 都弄好了 看了一眼自己账号 林小雪便把手机给收了起来 这一波下来 我要赚两个多亿 想想就激动得不行啊 林浩咧嘴笑道 姐 你看你离开叶晨的选择 是多么的明智 如果你当初选择和叶晨在一起 那我们姐弟俩 又岂会有这次发财的机会 所以我一直都说 人生是选择大于努力的 嗯嗯 林小雪默默地点了点头 对了姐 你叶树代言人的身份 确定下来了默 林浩忽然如是问道 上午小张导打电话给我 说我透过了出审 接下来林小雪将张一南之前 跟她说的那些 话跟自己弟弟说了一遍 林浩听玩笑道 小张导都这么说了 那耶树代言人的身份 肯定非你莫属 莫跑了 恭喜啊姐 一出道就拿到了 这么优质的资源 不愧是新生代谋女郎啊 可惜这笔代言费现在拿不到 要是现在就能拿到的话 那这次 我就能做多更多的比特币了 林小雪不无遗憾地说道 姐 等你后面成为了一线女星 那现在这些都是小钱了 林浩笑道 另一边 一个细着围裙的美妇人 站在餐厅里招呼道 小叶 圆圆 过来吃饭了 这个美妇人 就是王雪玲的妈妈李夏兰 在李夏兰的招呼下 一行人来到餐厅坐了下来 王叔 我自己来就行了 见王治国要给自己倒酒 叶琛连忙起身说道 小叶 今天你是我们家的客人 所以你这酒 肯定的我来倒的 在王治国的坚持下 叶琛无奈 只好让对方给自己倒了酒 爸 你也来一杯 王治国拿着酒瓶 来到自己爸爸王景福的面前 行 我也陪小叶喝一点 王老爷子笑呵呵地说道 玲玲 你跟你妈陪你嫂子喝点红酒 好的 嫂子 我来给你倒酒 很快所有人的杯子里都有了酒 小叶 圆圆 我好久没下过厨了 厨艺都生疏了 要是烧得不好吃 你们多担待着点啊 李夏兰笑道 李姐 你炒的这些菜 看得就让人很有食欲 肯定很好吃 陈兵远说道 陈老师说得对 我这看着都舌太生惊了 叶晨笑道 来来来 小叶小成 吃菜吃菜 我们先吃鸡口菜再喝酒 随着王老爷子开口 众人便都动起了筷子 来小叶 这杯酒 我跟我爱人一起敬你 玲玲的数学成绩 能有这魔大的提升 可全靠 你在这两年里的认真教导 王治国 说着举起了酒杯 李夏兰也跟着举起了自己的酒杯 王叔 我可不敢贪功 是玲玲自己天资聪明 认真好学 整个酒桌上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王治国李夏兰夫妇俩对叶晨 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感激 这一点从夫妇俩不断敬叶晨酒 就能看得出来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王治国忽然对着 叶晨随口问道对了小叶 你现在毕业了在做什么呀 我前不久收购了一家娱乐影视公司 听到叶晨这话 王治国先是一愣 随后笑道 趁着年轻 出来创创叶确实是好事 现在影视行业挺赚钱的 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 这两年投资电影赚的钱 比他们开公司赚的钱还要多 看得我都有投资影视行业的想法了 小叶 以后你的公司要是想拍什么影视剧 需要从外面找投资的话 可以找我 好的王叔 叶晨笑道 叶晨哥 那你公司里都有哪些明星啊 王雪玲十分好奇地问道 我公司旗下的艺人 现在都还不出名 叶晨话音刚落 餐厅里突然响起了手机来电声 是王治国的手机响了 掏出手机 看到是自己秘书打来的电话 王治国便直接按下了接听键 林秘书 有什么事吗 哦 好 我知道了 说了两句话后 王治国便挂了电话 爸 你不会有事要走了吧 王雪玲咒没到 他爸妈这两年 因为公司忙很少有时间回来陪他 就是有时候说好 回来陪他两天的 结果经常因为一个电话 他爸妈又不得不提前离开 搞得他现在 都怕他爸爸接电话了 不会的零零 这次我跟你妈妈说好 要在家陪你三天的 就一定会做到的 说着王治国 叶晨和成冰原忘取 小叶 小长 公司里有件事情 我白天忘记处理了 现在需要我在手机上处理一下 很快的 你们吃啊别管我 嗯嗯 王叔你忙 就这样 王治国捧着手机操作了起来 点开邮箱里的一封邮件 将里面的一个影片下载下来后 王治国便点选播放 看了起来 最近他公司正在责选品牌代言人 这个广告影片是他公司营销部选出来的 现在发到他这里来终审 要是他看了莫问题的话 那这影片里的女主 以后就是他公司的品牌形象代言人了 嗯 影片里的女人很漂亮很年轻 外貌上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但整个影片看下来 王治国却忍不住皱了皱眉毛 怎么说呢 影片里的女人虽然很漂亮 但是这个广告的创意 真的有些一般 乏善可陈 缺少让他眼前一亮的点啊 距离他心中想要的那种效果 刹那抹点意思 有时候刹之毫厘没有一千里啊 邮件里还有一封文件 王治国开启看了看 原来刚刚影片里的那个漂亮女人 是张艺谋工作室旗下的艺人 不过是一个刚签下的纯新人 嗯 若定下对方为品牌代言人 以后他公司营销产品的话 张艺谋会动用他在影视圈内的人脉 给予一定的帮助 看到这条备注后 王治国陷入了纠结当中 老实讲 张艺谋工作室 为让他公司拍的广告影片 并没有让他感到满意 影片里的那个女人 虽然长得很漂亮 但是他总觉得 如果让对方当他公司品牌 形象代言人的话 总是差上那磨一点意思 具体这一点意思差在哪里 那他也说不上来 按照他的意思 他是想将这个广告影片打回 让营销部重新择选的 不过张艺谋工作室 额外开出的条件 却又是让他有些动心 纠结啊 忽然王治国的目光 落在了叶晨的身上 小叶 我叶树集团 近期正在择选品牌代言人 你公司没有参加 我叶树代言人的竞选吗 文言 叶晨一愣 王叔 叶树集团是你的公司 对啊 你不知道吗 王治国有些诧异 他还以为叶晨早就知道了呢 叶晨摇摇头这个 我还真的不知道 他只知道 王雪玲爸妈是做生意的 但具体 做什么生意的 他却是不知 他也没问过王雪玲 真没想到叶树集团 竟然就是王雪玲家的 王叔 我的成员传媒 参加了你们叶树代言人的竞选 但是今天上午 收到你们公司的回复 我成员传媒落选了 此话一出 坐在一旁的成冰园 在看向叶晨时 目光中多了一丝称怪 刚刚来的路上 他就感觉到 叶晨的心里 像是藏着什么事 导致话都比平时的时候变少了 本来他准备晚上回家再问的 现在他 已经提前知道了 这个小男人 遇到了繁星氏 他喜欢藏在心里 一个人默默承受 落选了吗 小叶 你把你们成员传媒拍的广告影片 发给我看看 王志国说道 好的 接下来叶晨掏出手机 加了王志国微信好友 随后叶晨便透过微信 把那段广告影片 发给了王志国 李夏兰还有王雪玲 都起身来到了王志国身边 一家三口一起看了起来 耶树耶知 我从小喝到大 王雪玲情不自禁地 将影片里的广告词 呢喃了一遍 从小喝到大 他为什么总觉得 这个广告词 有些不太正经 真的不能怪他思想不纯洁 实在是影片里的 那个叫做徐东东的女人的身材 真的真的太好了 他还从来 没有见过这摩大的 都快赶上他两个那摩大了 再配上对方 那具有诱导性的肢体语言 这很难不让人 不往那方面想 此时成兵 原觉得有些羞耻 那个广告的拍摄 他可是全程在场的 讲真的 那个耶树广告走的 就是擦边路线 然而王志国看完后 却是眼睛一亮 大喜到好 好 好啊 这个广告拍得真的太好了 完全拍出了 我想要的那种效果 之前看完张艺谋工作室 拍的那个影片广告 除了那个广告 创意很一般外 就是他觉得 要是那个影片里的女人 来当他们耶树代言人的话 他总感觉 插上那摩一点意思 哪怕那个女人很漂亮 不过要是让他说明白 那点意思 到底差在哪里的话 那他一时 也说不清楚 这是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就让人很难受 但现在看到 叶晨公司拍的广告影片 真是让他喜出旺旺啊 小叶 我决定了 我们耶树代言人 就是你公司的女艺人 徐东东了 王志国直接拍板说道 此刻李夏兰也说道 这广告虽然有些擦边 但是想来营销的效果 会特别的好 不错 现在营销广告最重要的 就是要抓人眼球 出奇制胜 循规蹈矩可不行 小叶 你公司的这个广告创意 就特别的博人眼球 我很喜欢 王志国说道小叶 我明天就让夏美人 跟你公司对接 然后我们两家 尽快把合同给签了 好的 那谢谢王叔的照顾了 叶晨笑道 原本他都以为 这次耶树代言人 肯定是拿不下来了 为此 他白天还为此烦躁了好久 莫承想 现在竟然拨开乌云见月明了 谁能想到王雪林的爸爸 就是耶树集团的董事长呢 小叶 这还真不是照顾你 王志国认真到 是你公司的这个广告 我真的很喜欢 这要是换做 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的话 我都会跟对方签的 所以 小叶你可别觉得 我是在照顾你 你占了我的便宜啥的 我们俩的这次合作 是一次完全商业化的合作 我们俩是个取所需 王叔 不管怎么说 我都要谢谢你 因为如果你没有观看 我公司的 这个广告影片的话 那我们这次也就合作不了了 叶晨说道 徐东东的耶树广告刚刚 可是王志国主动提出 他想看看的 对方这模主动 肯定也是因为他的关系 换个角度说吧 在这次耶树带延人的竞选上 落选的公司 可远不止他成员传媒一家 身为耶树集团董事长的 王志国 他不可能将那些 落选的广告影片 都一一观看一遍的 听到叶晨的话 王志国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叶 照你这模说的话 那我也要谢谢你了 你要是今晚莫来我家吃饭 那我也就看不到你公司的 这个影片广告了 如此 对我耶树集团来说 可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啊 我现在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等到我耶树耶之广告 更新成徐东东版本的话 我觉得我耶树耶之的销量 极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广告而大爆的 志国 小叶 你们就别只顾着互相感谢 酒也不喝了 赶紧走一个 王老爷子笑呵呵地劝酒道 来小叶 我们喝一个 我敬你王说 两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对了小叶 最近有一个发财的机会 你现在身上要是有闲钱的话 可以投入数字笔市场 做多比特币 我得到了一条内幕讯息 说接下来比特币将会迎来一波大涨的行情 最终的价格能到达两万美刀 王志国笑到这条内幕讯息的可信度 还是很高的 看来这次 站在幕后的几个推手 手笔很大啊 恐怕他们这次收割散户倒是其次 最主要是奔着收割大户而去的 想到这 叶成开口到王叔 其实我已经投了一百多万金入币圈市场 购买比特币了 听到这话 王志国很是意外 小叶 难道你已经听说过这条内幕讯息了 没有 叶成摇头说到王叔 其实我这几年 一直都有关注数字笔市场 经过我的预测 我觉得比特币会有一波大涨的行情 所以我就投了一百多万进去 王志国文言笑道 厉害呀小叶 这次还真的被你预测准了 然而叶成接下来话锋一转不过王叔 我的预测 跟你所说的内幕讯息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哦 是哪里不一样 王志国好奇道 王叔 我的预测是 接下来比特币会大涨 但是最后的触顶价格 是达不到两万美刀的 叶成说道 王志国笑了笑 小叶啊 你能预测到比特币行情会大涨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不过这次比特币行情一定会涨到两万美刀的 实话跟你说吧小叶 后面比特币暴涨 其实是国际上几个数字毕大佬联手推动的 他们这模 做事为了收割全球散户的韭菜 那王叔 你有没有想过 那几个顶级的数字毕大佬 这次不仅仅只是割散户韭菜 同时还想割 你们大户们的韭菜呢 听到叶成这模问 王志国整个人都为之一愣 这 应该不会吧 王叔 据我对比特币历史行情走向的研究 如果只是为了割散户门的韭菜 那根本不需要将价格推到两万美刀这个高度的 不过王叔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揣测 是我的一家之言 我也不敢保证我的预测就一定是对的 叶成说道 他将这些说出来 至于王志国信不信 于他来说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要不了多久 事实会让他今日之言一语成衬的 到时候 王志国肯定会他刮目相看的 经过这次耶稣带延人的事情 他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了人脉的重要性 如果不是 他跟王志国的关系 那成员传媒 这次肯定是拿不到耶稣代言人的 而人脉的维护 其实就是利益的互相输送 总之 你不能总是占便宜的一方 你得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这样 他人才愿意跟你一直交朋友 透过两年的家教课程 他让王雪林的数学成绩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因此 人家王志国李夏兰夫妇 才会对他很感激 他也因此 跟王志国搭上了关系 这个开头是很好的 但这段关系想要一直维持下去 甚至更进一步的话 那吃老本肯定是不行的 他得将自己的价值展现出来 否则他和王志国之间的关系 会随着时间的流势 慢慢变淡的 说到底这 还是一个利益至上的社会 别人不是你爸妈 如果你在对方的眼中 没有一点价值 那时间一长 别人跟你的关系 自然而然就会变淡了 叶辰哥 感觉你好厉害啊 此刻王雪玲望向叶辰的目光中 带着明显的崇拜 他叶辰哥毕业后 收购了一家娱乐影视公司 刚刚又和他家的公司 达成了一项品牌代言合作 现在叶辰哥跟他爸爸 又聊起了数字币 并针对比特币的行情 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虽然他听不懂 但他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更重要的是 他叶辰哥跟他爸爸对话时 不卑不亢 没有一点拘谨 看着就像是两个朋友 在正常聊天 谈笑风生一样 这是很了不起的呢 他之前看到很多青年 在他爸爸面前 都表现的一副 很紧张很拘谨的样子 有的甚至紧张的说话都结巴 但他叶辰哥 却丝毫没有受到 他爸爸气场的影响 这可是很厉害的呢 九点多 王志国李夏兰 王雪玲一家三口 亲自送叶辰 成冰园来到了楼下 由于叶辰和成冰园两人 刚刚都喝了酒 虽说成冰园喝的是红酒 但红酒也是酒啊 所以 两人自然是不能开车的 不过王志国早有准备 他安排自己的司机 开车送叶辰成冰园回去 王叔 李阿姨 多谢款待 我们回去了 叶辰将后排车窗 落下来对着外面的 王志国李夏兰夫妇俩告别道 成冰园也挥手告别 小叶 圆圆 要是喜欢吃阿姨烧的菜的话 那以后 我和老王在魔兜的日子里 你们就经常过来吃啊 李夏兰笑着说道 行 那我们可有口福了 又寒暄了积聚后 王志国的司机 便开着成冰园的红色 大众高尔夫离开了 带到车子走远后 王志国一家三口 这才蛇身回家 老王 我感觉小叶以后 肯定能出人头地的 听到自己老婆的这句话 王志国点点头道 小叶这个年轻人 确实挺不错的 说着说着 王志国忽然叹了一口气 唉 可惜了 可惜 可惜什么了 李夏兰一祸到 王志国笑了笑 可惜小叶这魔 早就结婚了 要不然 以后给我做女婿 那多好啊 爸 你瞎说什么呢 王雪凌给了自己爸爸 一个大大的白眼的同时 脸蛋却是忍不住有些发红 九点半 王志国的司机 安全把叶成和成冰园两人 送到了租房楼下 张哥 谢谢你了 王志国的司机 是一个中年人 姓张明磊 对方是退伍兵出身 当年在部队就是开车的 练就了一身过硬的车戟 叶先生 你太客气了 那张哥 你怎么回去 我给你叫辆顺风车吧 叶成说道 不用了叶先生 我一个朋友过来接我 他马上就到了 目送张磊离开后 叶成和成冰园两人 也就上楼回家了 叶成同学 一回到家 成冰园就用那众老师审视 做了错失的学生的目光 盯着叶成 成老师 你这魔看着我干嘛 貌似我没有哪里惹到你不开心吧 叶成说道 下午你来学校接我时 我就感觉到你情绪有些不太对劲 化名显变少了 是因为耶稣带言人落选的事情吧 看到叶成点头 成冰园顿时撅起了嘴巴 哼 你老是这样 遇到凡神的事情 就喜欢一个人憋在心里面 也不跟我说 呃 我是准备晚上回家再跟你讲的 叶成说道 成冰园半信半疑 可真的啊 骗你干嘛 好了成老师 我们洗澡去吧 晚上还要交量呢 行 那我就姑且信你这一次 说话时 两人来到卧室衣柜找睡衣 叶成注意到了 衣柜某个角落里 整整齐齐地 叠放着好几个服装礼盒 成老师 这些是空盒子吗 叶成随口问了一句 不是啊 成冰园摇头道 里面都有衣服的 只是我从来没穿过 新衣服 那为什么不穿 这些都是学校制纪年为 我们教师专门定做的衣服 我感觉我穿不惯 所以就没穿了 听到这话 叶成来了一丝兴趣 于是叶成就拿起了 放在最上面一层的服装礼盒 当叶成开启礼盒 把里面叠好的衣服拿出来后 叶成的眼睛顿时就亮了 这是一套夏季教师制服 一件短袖纯白衬衫 搭配一条黑色包臀裙 盒子里面还放有一双丝袜 黑色的 程老师 看到叶成看自己的那种眼神 成冰园笑了笑 你想我穿给你看啊 叶成默默点了点头 好吧 很快 两人便一起洗澡去了 女人洗澡 总是要比男人慢一些的 先洗完澡的叶成 来到床上 背靠着床背 伴坐着 等起了成冰园 成冰园也没有让叶成等多久 不到五分钟 就出现在了叶成的面前 此时成冰园上身 穿着一件短袖白衬衫 下身穿着一件黑色包臀裙 一双大长腿 被黑丝包裹着 脚上穿着一双黑色高跟鞋 再配上那头干练的齐尔短发 小气氛一下子就出来了 成冰园园地转了一圈 叶成同学 老师这样穿好看吗 两个字 完美 叶成笑着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行 那我们睡觉吧 成冰园说着准备脱衣服 成老师先别脱 就这样穿着 第二天早上 叮 签到成功 没有触发千道奖励 亲吻了一下怀里成冰园的额头 叶成便起身下床 准备出去陈练 虽然再生的左肾是加强版的 但是该自律的 还是要自律的 毕竟再好的发动机 你要是不维护好的话 那后面也会拉杠趴窝的 总之 男人自律很重要 尤其是他 这样已婚的男人 就更要自律了 懂得都懂啊 上午九点多 徐东东拖着行李箱子 来到魔都红桥机场 他的情绪看起来有些低落 果然耶稣代言人 还是跟他无缘啊 也是 他一个没有名气的小艺人 小透明 怎么可能会被耶稣集团选中 成为耶稣品牌代言人呢 所以 这次落选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他不该抱有什么期待的 毕竟期待 越大失望就越大 唉 难道我徐东东 这辈子注定 只能是一个小透明吗 叶总给了我一份 五年期的B级合约 我感觉我是真的不配啊 这次落选 叶总应该会对我很失望吧 就在徐东东一边想着心事 一边排队等候领登机牌的时候 他放在牛仔裤兜里的手机 忽然震动了起来 掏出手机 看到是自己经纪人花语打来的电话 徐东东连忙戴上蓝牙耳机 然后接听了起来 花姐 东东 你还在魔都 没有走吧 我现在在虹桥机场 正准备走呢 徐东东说道 东东 别走了 十一点前 赶到公司来 闻言 徐东东疑惑到花姐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东东 告诉你一个好讯息 耶稣集团已经将你定位 耶稣品牌形象代言人了 听到花语的这句话 徐东东一下子愣住了 花姐 你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东东 我怎么会拿这魔大的事情 来跟你开玩笑呢 花语在电话里笑着说道 不是花姐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昨天你不是告诉我 我已经落选了吗 幸福来得太突然 让徐东东整个人都有些萌萌的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刚刚接到张总的电话通知 然后立马就给你打电话了 花语说道东东 公司已经买好了中午十二点飞往海南的飞机票 你赶紧来公司 我们一起飞海南到耶稣集团签代言合同去 好的花姐 我现在马上来公司 在开口时 徐东东的声音难掩激动 挂掉电话后 徐东东立马离开排队的队伍 朝外走去 同时在手机上把飞往冰城的飞机票给退了 天哪 他竟然真的要成为耶稣代言人了 这不会是在做梦吧 想到这 徐东东用力掐了一下自己手臂上的肉 好痛 虽然很痛 但是徐东东确忍不住笑了 而且笑得很开心 能感觉到痛 那就代表这不是梦了 彼时 张一南也接到了一个电话 喂 韩总 给他打电话的人名叫韩忠 对方是耶稣集团营销部经理 这次林小雪能成功拿到耶稣的品牌代言人 对方在中间可是出了不少的力的 当然他们张一谋工作室也莫让对方白处理 不好意思小张道 这次我们耶稣代言人的事情发生意外了 听到这话 张一南脸上笑容一僵 韩总 你这话什么意思 到底出什么意外了 我们董事长驳回了林小雪 为耶稣品牌代言人的决定 韩忠在电话里说道 什么 怎么会这样 韩总 你不是说所谓的终审 只是走个流程吗 这怎么 你们王董还驳回了你们的初审结果呢 张一南说道 正常情况 像这种事情 我们董事长是不会驳回的 因为我们董事长 平时很少插手营销这一块上的事情 也不知道这次是怎么了 韩忠有些郁闷地说道 这次被打脸了 倒是其次 主要是他收了张一谋工作室的好处 结果却没办成事 这就有些闹心了 小张道 那幅画 我回头会让人送回给你的 尽管很不舍 但是情没办成 他也不好意思收别人东西 要不然可就坏了规矩了 韩总 一幅画而已 你就收下吧 就当做我们交个朋友了 张一南说道 他爸爸一直教导他 送出去的东西 就绝对不能再收回来 如果对方这次莫办成事 那对方也算欠了你一个人情 保不准 以后你还有什么事情 要找到对方呢 这多不好意思啊 韩忠笑道 韩总要是不拿我们父子 当朋友的话 那就把这幅画送回来吧 小张道 你都这魔说了 那我哪还敢把那幅画送回去啊 毕竟我可不想一下子失去两位朋友 韩忠乐呵呵地说道 对了韩总 这次你们王董博回我们拍的影片广告 应该说了 令他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了吧 我们张一谋工作室 可以按照你们王董的意思 去重新设计广告 直到让你们王董满意位置 张一南如是说道 不行了 我们王董已经定下了 我们耶稣品牌代言人的人选 听到这话 张一南的心情顿时沉到了谷底 耶稣董事长亲自指定了 那这件事可就真的不可谓了 韩总 我想知道 你们王董究竟指定了哪个明星 来为你们耶稣代言 张一南有些不甘心地问道 煮熟的鸭子竟然都飞了 这还是他头一次遇到这种事啊 是一个叫做徐东东的女艺人 对方莫杀名气 韩忠说道 徐东东 张一南对这个名字感到很陌生 韩总 对方是哪个公司的艺人 陈元传媒 韩忠说道说真的 陈元传媒这次送过来的 参选广告的创意 是真的很好 让人眼前一亮 昨天我营销部不少人都推选这个陈元传媒 此时 张一南有些不淡定了 徐东东 既然是陈元传媒旗下的艺人 要知道 这个陈元传媒的前身 可就是春秋影视啊 前不久 他还想着收购春秋影视呢 只是最后被林小雪的那个前男友 叶晨截胡了 这次耶稣代言人 竟然被陈元传媒旗下的一个 名不经传的女艺人给拿下了 这尼玛就让他很郁闷了 他们张一谋工作室 这次 竟然败给了一个小小的陈元传媒 那个叶晨这是走了什么鸡把狗屎运啊 另一边 正在家中做瑜伽练行体的林小雪 趁着中途喝水的功夫 开启了火币APP 但看到比特币的价格 涨了两美刀后 林小雪的脸上 忍不住露出了一丝笑容 也不知道这比特币大涨的行情 什么时候能到来 希望快点到来 要不然 他晚上睡觉都不安稳 对了 昨天张一南说他 今天会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去耶稣集团签订 代言合同的具体时间 这怎么还没给我打电话呢 想到这 林小雪开启手机最近通话记录 找到张一南的号码 拨了过去 他准备自己打电话问问看 电话没响几声便接通了 林小雪直接开门键 扇到小张宝 我什么时候去海南椰树 集团签合同 这个 其实张一南刚刚正在思考 该怎么把椰树代言人泡汤的事情 告诉林小雪 这他还没有 想好怎么说呢 林小雪竟然就打电话过来了 张一南的语气 让林小雪心里一个灯 怎么了 小张道 出师模式了吗 林小姐 这个 这个 发生了一点意外 张一南的语气有些尴尬 他之前在林小雪面前 可是把大话都说了出去 就差拍着胸口 跟人家林小雪打包票了 结果现在 马德 打脸了 听到张一南的话 林小雪心里一突 小张道 到底怎么了 椰树品牌代言人 没了 学没想好怎么措辞的 张一南面对林小雪的追问 无奈只好直截了当地说道 文言 林小雪心中 尚存的最后一丝侥幸也没了 她的脸都因此 变得微微苍白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 张一南叹到爱 也不知道那椰树集团的董事长 这次发什么神经 对方以前从不插手 公司营销这一块的 但这次却不紧搏回了 公司营销部的初审结果 还指定了椰树代言人的新人选 小雪 这次真的只是一个意外 不过 你也不用过分沮丧 后面公司有什么好的资源 肯定会优先考虑往你身上倾斜的 我知道 林小雪满心失望 让她不要沮丧 她怎能不沮丧呢 之前可是你张一南口口声声说 这次椰树代言人非她莫属的 也正是听了你的话 我对成为椰树品牌代言人 才抱有特别大的期待的 结果现在 椰树代言却黄了 小张道 我想知道 椰树品牌代言人 被哪个明星抢了去 林挂电话前 林小雪如是问道 她林小雪就算输 那也要输个明白 小雪 抢了你代言的 也是一个女艺人 对方的名字叫徐东东 虽然张一南有些不想回答 这个问题 但这件事根本就隐瞒不了 就算她现在不说 要不了积天等椰树 集团对外观 宣了自己的品牌形象代言人后 林小雪自然而然也就知道了 徐东东 林小雪不禁皱起了眉毛 对这个名字 她感觉很陌生 圈内当红的那些女明星里面 貌似没有这好人 难道这个徐东东 是一名过了气的女明星 小张宝 这个徐东东 我怎么没听过 对方是不是曾惊鸿过 但现在不红了 呃 这 这个 对方压根就没有红过 张一南有些尴尬地说道 跟林小雪打过几次交道后 她也差不多摸清 林小雪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这是一个自尊心狠匠的女人 现在得知 抢了自己代言的是一个 不知名的小艺人后 恐怕这个 林小雪会有些受不了 事实也正如张一南心中所想的那样 此刻林小雪的自尊心 被狠狠地打击到了 输给当红的明星 她不会觉得有什么的 甚至输给曾经红过 但现在过了气的明星 她也是能接受的 可要是输给一个没有红过的女艺人 这让她就有些无法接受了 忽然林小雪想到了一种可能 小张道 这个徐东东 应该是哪家公司正在力捧的新人吧 林小雪觉得 对方跟她一样 都是娱乐圈新人 而且都得到了自己背后公司的力捧 所以 这次不是她输给了对方 而是她背后的资本 输给了对方背后的资本 这么一想 林小雪顿时就觉得心里好受了不少 嗯 你说的没错 张一南说道 陈元传媒 必然是在捧徐东东的 要不然 这个徐东东 肯定是拿不到耶稣代言合同的 她背后是哪一家公司啊 林小雪好奇道 呃 是 陈元传媒 由于片刻后 张一南还是把陈元传媒的名字说了出来 没办法 这个根本隐瞒不了啊 知道了徐东东的名字 林小雪回头 只要上网问一下杜娘就知道了 从张一南口中听到陈元传媒这个名字后 林小雪直接愣住了 小张道 你说是哪家公司 陈元传媒 是的 得到确认 确定自己没有听错后 林小雪整个人一阵失神 她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抢了她耶稣代言的徐东东 其背后的公司竟然会是陈元传媒 她有想过华裔兄弟 有想过光鲜传媒 有想过一打影业 她就是没有想过陈元传媒 因为在她看来 能从张一谋工作室手 李强走代言的 那必然是圈内那些顶级的资本 小雪 这次是那个叶辰走了狗屎狱 恰好她公司拍的广告 就对了耶稣董事长的胃口 然后就直接定下了那个徐东东为 耶稣品牌代言人 张一南说到 耶稣集团董事长以后 肯定会后悔的 那个徐东东一点名气都没有 陈元传媒现在能否生存下去 都是一个问题 在后续的宣传上 肯定也帮不了耶稣集团什么 这不懂营销的耶稣董事 常请那个徐东东 做耶稣的品牌代言人 那肯定是一笔亏本买卖啊 反观要是耶稣代言人 是小雪你的话 那可就大不一样了 虽说小雪 你现在还是一个新人 但后面 有我们张一谋工作室的力捧 未来你肯定能成为一线明星的 到了那时候 身为一线女星的你 可是能为耶稣品牌 带来很大的流量的 张一谋工作室 这次还向耶稣集团 做出了沉默 如果小雪你成为了 耶稣代言人的话 那后面 我们张一谋工作室 会动用我们在娱乐圈内的人 卖给与耶稣集团 在品牌营销上一定的帮助 这模明显的一笔账 那耶稣集团董事常都不会算 他只凭个人喜好 就定下那个徐东东 为耶稣代言人 真是太过人性了 说着说着张一南话锋一转 不过也讲不好 是耶稣董事长 看上了那个徐东东 想要前规则人家 于是对方才答应 让徐东东代言耶稣的 挂掉电话后 林小雪开启手机浏览器 在网上搜寻起了 徐东东的资讯 果然徐东东 是陈元传媒旗下的 签约女艺人 陈元传媒 陈元传媒 叶晨 原来你是取你名字中的陈字 和我妈妈成冰原中原的 谐音字组成的陈元传媒 直到此时 林小雪方才品出陈元传媒 名字中隐藏的小浪漫 叶晨 手机荧幕 林小雪正正出神 也不知道过去多久 林小雪的思绪才 重新回到现实世界当中来 她继续在网上 看起了徐东东的相关资讯 徐东东 模特出身 找了好一会儿 林小雪终于在网上 找到了徐东东早期 还是模特时候的几张照片 这个徐东东 根本没我漂亮 原本林小雪以为 徐东东肯定是个大美女 要不然 也不会抢走她的耶稣代言了 然而看到徐东东的照片后 林小雪顿时心里很事不甘 不是她自恋 而是这个徐东东 真的没她漂亮 此外 她还比徐东东年轻五岁 她明明比徐东东年轻漂亮 她背后的张艺谋工作室 也不是成员传媒能比得了的 她真的想不通 自己竟然会输给了这个徐东东 那耶稣集团的董事长 难道是眼瞎了吗 对方究竟是看上这个徐东东 哪一点的 这个徐东东除了熊大 身材爆炸一点 哪里还比得上她 林小雪低头看了看自己的 好吧 对方估计 有她三个大了 东东 彼时叶晨正坐在办公室里 悠闲地喝着小茶 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进 门开 只见徐东东脉步走了进来 那件纯白T恤穿在徐东东的身上 形成了一个十分傲人的弧度 徐东东 恭喜你啊 成功拿下了耶稣的品牌代言 叶晨笑道 这次的耶稣品牌代言费 是一年八百万软媚币 前几天跟徐东东续签时 他虽然准备的是一份 五年期的B级合约 但这份B级合约要等到三个月以后才生效 现在处在有效效力期的 依旧是徐东东原先跟春秋影视 所签的C级合约 而C级合约 公司跟艺人的分成比率是八 二 也就是说这八百万的耶稣代言费 扣除掉所得税 到成员传媒账户上 也能有个六百来万左右 只可惜 这笔钱走完流程后 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到成员传媒的公司账户上 要是这笔钱这两天就能到账的话 那可就好了 这样他就能把这笔钱 全部投入到数字币市场 做多比特币 大赚一笔了 叶总 谢谢你 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 说完 徐东东对着叶晨深深地鞠了一躬 徐东东现在对叶晨 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想他之前就是圈内的一个小透明 在公司的一众签约艺人里面 他也是不起眼的那一个 就在他觉得 叶晨不会跟他续签 满心绝望之际 叶晨不仅愿意跟他续签 还给他提供了一份五年期的B级合约 不止如此 叶晨还让他去竞争耶稣代言人 在他没有一点信心的情况下 又是叶晨站出来鼓励他 最后奇迹发生 他竟然真的拿下了耶稣的品牌代言 此时此刻 叶晨就是他心中最想感谢的那个人 为此他从虹桥机场赶回公司后 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里 然而此时的叶晨 雀喉皆下滑 忍不住吞了一口唾沫 徐东东的这一身鞠躬 直接走光了呀 偏偏还正对着自己 真的 默眼看默眼看哪 徐东东 你不必谢我 我给你机会 而你抓住了机会 这让我很欣慰 叶晨笑到怎么样 我之前就跟你说你可以的 以后你总该相信自己 不比任何人差了吧 嗯嗯 徐东东本来心中有很多感谢的话 想要对叶晨说的 但此刻真到了叶晨的面前 那些话他却又说不出口了 最后千言万语 汇聚成了一句话 叶总 我嘴笨 感谢的话我也不会说 我现在只想说一句话 就是我以后一定努力多位公司赚钱的 好报答叶总 您对我的知遇之恩 说完 徐东东又对着叶晨 来了一个标准的90度的身鞠躬 谢谢叶总 嗯 多位公司赚钱 也是为你自己多赚钱 叶晨眼观鼻鼻关心道 这个徐东东是 真的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姿势 已经走大光了吗 也是心大 这要是换成另外一个男老板 恐怕今天这徐东东一时半会 也走不出这个办公室了 叶总 那我不打扰你了 我先出去了 徐东东起身道 叶晨点了点头 嗯好 就这样 徐东东转身朝外走去 不过在其转身的那一刻 他的脸蛋却迅速变红了 刚刚叶总的目光一直盯着他 这让他心里有一种成就感 叶总的目不转睛 起码证明他还是有魅力的 不过叶晨并未开口留下他 其实 只要叶晨想的话 他愿意给叶晨的 老板娘的命可真好啊 老公年轻帅气 克制力又强 这魔好的男人 怎么就没让他给遇上呢 这是此刻从叶晨办公室里 走出来的徐东东的心声 在徐东东离开后莫多久 叶晨接到了自己老妈 临下打来的电话 儿子 房子可买了呀 临下打这个电话 就是专门问叶晨房子的事情的 在他心里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他儿子买房子的事情了 毕竟他儿子已经跟城兵园领证了 小两口自然是不能一直在外面租房住的 莫呢 怎么这魔妈 我和你爸当初在县里买房子 一天就把房子给定下来了 临下说道 妈 买房子这魔大的事情 哪有那么快的 而且 魔多的房子这魔贵 楼盘这魔多 我和程老师当然要慢慢调 慢慢对比了 叶晨如是说道 为了不让自己爸妈担心 他现在可不敢跟自己老妈说实话 说他把所有的钱 都用来收购公司和炒笔特币去了 不过买房子也快了 等到比特币这一波做下来 他就有足够的钱在魔多买房了 而且他还要买地段好的高阶楼盘 买房也是他接下来的一个人生小目标 就在叶晨跟自己老妈打着电话的时候 另一边林小雪也接到了自己弟弟打来的电话 姐 哪天去海南签合同啊 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正好趁着这次机会 我到海南三亚度积天假去 林浩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 海南 去不成了 林小雪说道 林浩闻声一愣 去不成了 什么意思啊 叶树代言人不是我了 接下来林小雪将具体情况 跟自己弟弟说了一遍 听完自己姐姐的话 林浩脸色有些精彩 什么鬼 那个徐东东竟然能抢走你的代言 作为一个公司的艺人 尽管平时私下里没有任何的交际 但林浩却是认识徐东东的 那个徐东东一莫他姐漂亮 二也没他姐年轻 无非就是身材比他姐姐好而已 他这个姐姐外貌气质都没得说 唯一的缺点也就是有点飞机场了 而他姐姐的这个缺点 恰恰就是那个徐东东引以为傲的地方了 难道这次他姐姐输给徐东东 就是因为这个 姐 我和小张导想的一样 椰树集团董事长 多半是因为想要前规则 那个徐东东 才把椰树品牌代言人给了徐东东的 林浩说道 那个徐东东虽然长得不是多好看 但人家身材确实很好 都有地了 有些老男人就好这一口 不过就像小张导说的 以后那椰树董事长肯定会后悔的 那个徐东东啥名气都没有 让他当椰树代言人 哪能带动得了椰树椰子制的销量 搞不好还会起到反效果呢 毕竟消费者看到你这个代言人 一点名气都没有 就会觉得你 这个牌子很low 然后就不买你的产品了 好了林浩 先不跟你说了 小张导又打电话过来了 行 那你先接小张导的电话吧 嗯 说完林小雪 便接通了张一南的电话 林小姐 告诉你一个好讯息 你说 刚刚我一个做导演的同学打电话给我 对方现在要给一个景区拍宣传片 让我给他推荐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艺人 我当时首先就想到了你 并跟我那同学推荐了你 我那同学听完 当场就同意了 张一南在电话里笑着说道 景区宣传片 是哪个景区啊 林小雪好奇道 是一个位于江城的大型文化主题 旅游公园 名字叫欢乐谷 林小姐 我跟你说啊 你别看这个欢乐谷是一个游乐场 但这个游乐场可了不起啊 其背后的资本 一共投资了45亿才建成 张一南说道 这个欢乐谷一经建成 就成为了华中的区 最大最高阶的游乐场 欢乐谷将会于一个月后 正式开园迎客 我听我那同学说 这欢乐谷背后的老板 这次一共找了三个导演 准备一口气拍三部宣传片出来 为一个月后 欢乐谷的开业 进行预热造势 那我是不是宣传片里的女艺号啊 林小雪对这个问题很关心 也很看重 这必须的 我都亲自推荐了 我那同学哪敢不给我面子 张一南说道 那片酬能有多少 林小雪问道 我那同学说了 你的片酬是由宣传片 是出到网上后 一个月的播放量的大小来决定的 播放量越大 你的片酬就越高 具体的计算公式 等到后面 签合同你就知道了 听完张一南的话 林小雪皱了皱眉毛 那片酬应该很低吧 毕竟不会有多少网友 会对景区宣传片感兴趣 而点开观看的 林小姐 江城欢乐谷 和一般的景区可不一样 座位投资了45亿 才建成的欢乐谷 其背后资本 早就提前斥资在 大力宣传欢乐谷 为其炒热度了 此外 欢乐谷 作为一家大型游乐场 对当下年轻人的吸引力 还是很大的 所以 欢乐谷现在在网上的热度 可是不低的 张一南说道 所以欢乐谷宣传片 一旦是出到网上 肯定会吸引不少网友 点选去看的 此外林小姐 我会动用人卖腰 请一个当红的小花镜剧组 给你当绿叶 到时候等宣传片拍出来后 为宣传片引流 提高其播放量 这样一来 你的片酬到时候 肯定不会低的 另外 以林小姐 你的绝带风资 再在一名当红小花的绿叶 衬托下 说不定林小姐 你能因此一泡红吗 听到这里 林小雪的一颗心 也是变得火热了起来 小张道 我答应出演欢乐谷宣传片了 行林小姐 由于剧离欢乐谷正式开业 也就个把月了 时间还是挺赶的 所以今天就要把合同给签了 然后林小姐你准备准备 估计明天就要跟着剧组动身 前往江城了 张一南说道 好的 林小雪点了点头 下午五点多 叶承开车 来到魔都大学 接到了成冰园 老公 晚上我们去曼丽姐家吃饭去 上车后成冰园 一边系着安全带一边 对着叶承说道 她从外面回来了 成冰园口中的曼丽姐 原名成曼丽 两女是堂姐妹关系 虽是堂姐 但两女却是童年 成曼丽只比成冰园 早出生两个多月 成曼丽现在的职业 是一名青年女导演 不过导演这一行的水 同样深得很 没啥背景的成曼丽 虽然在这一行 摸爬滚打了四五年 但至今也没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作品 作为一名导演 成曼丽那是四海未家 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 都是在外面漂泊着的 嗯嗯 成冰园点头到 下午三点多才回来的 话说成老师 曼丽姐知道 我们的事情吗 叶承边开车边问道 下午我在电话里面 跟她说过了 成冰园说道 六点钟 叶承开车 载着成冰园 来到了兰香苑小区 成曼丽家就在这个小区里面 玲玲 来到自己唐姐家门外 成冰园伸手按响了门铃 不一会儿门便被开起了 给两人开门的不是别人 正是成曼丽 再来的路上 叶承从成冰园嘴里 得知她大伯 大审于半个月前旅游去了 至今还未归家 由于家族基因在这里 成曼丽的颜值 虽然比之成冰园有所不如 但依旧是很抗打的 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也不知道让多少女生羡慕 曼丽姐 叶承 听惯了你叫我小姨妈 现在突然听到 你和圆圆一样 喊我曼丽姐 我还真的有些不太习惯呢 成曼丽笑着说道 听多了就习惯了 叶承笑道 好了 你们小俩口子快请进吧 穿上鞋套 三人来到客厅 细着围裙的成曼丽 给叶承 成冰园两人 分别泡了一杯茶 圆圆 叶承 你们先坐会儿啊 我去把剩下的两道菜炒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饭了 叶承把电视开启 坐在客厅看起了电视 成冰园则跟着成曼丽 一起去了厨房 不一会儿两女聊天的声音 便断断续续地 从厨房里传了出来 说起来 叶承已经有半年多 都没有看过电视了 他家里的电视机 几乎快成了一个摆设 主要是很多影片 都需要你开会员才能看的了 关键这个开会员里面 还有很多套路 看动漫 你要单独开个会员 看影视剧 你还要单独开个会员 看娱乐综艺 特模又要你单独开个会员 然后这些会员在不同的平台 还是不同用的 这让你开会员会开的怀疑人生 无聊的叶承 拿着遥控器 开启了综艺频道 一眼扫过去 根本没有哪个综艺节目 能让叶承 有点进去看看的想法 主要是 现在国内 综艺节目的同质化现象 太过严重了 几乎是清一色的选秀节目 像这些选秀类的综艺节目 几乎都大同小异 实在是激发不出来 叶承观看的欲望 现在国内综艺这一块的 市场规模 还是很大的 要不然 现在也不会有 那么多的影视公司 都一头扎进来了 这里面必然是有利可图的 叶承作为成员传媒的老板 自然也是垂涎于这块市场的 不过叶承现在 是不会轻易进入综艺领域的 除非他想到了 什么好的点子 可是好的点子 又岂是那魔容易想到的 但好在他有记统 说不定后面哪天 系统就奖励了一个 有关综艺的好点子给他了 是不是不可能的 之前系统 不就奖励了一段 耶稣广告色话影片给他了吗 六点半 叶承观掉电视来到了餐厅 此时餐桌上 已经摆了一桌子菜 有婚有素 来叶承 我陪你喝点酒 曼丽姐 喝酒就不必了吧 咋地 跟我一个女生喝酒 你还怕呀 我不是怕 我这不是为了照顾你吗 毕竟今晚你 一个人在家 还是不喝酒的好 叶承说道 叶承说得对 曼丽姐 今晚不喝酒了 我们就坐下 来好好的吃饭聊天 这样不挺好的吗 承冰员也说道 好啊 不愧是小俩口 瞧这一唱一喝的 承曼丽笑了笑 随后便将酒瓶放了下来 就这样 三人一边吃着饭菜 一边聊着闲 曼丽姐 你这大一天 就又要出去啊 是啊 我这个小导演 可比不上你承老师的职业 我就是一辈子 在外面奔波劳苦的命啊 承曼丽自嘲道 曼丽姐 你别这么说 你当导演虽然累了点 但你赚钱多呀 承冰员说道 多个屁啊 我这几年下来 就是瞎忙活 说起来一年 到头都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一年下来 前世真莫陷到几个 承曼丽说着说着 忽然感慨了起来 我们这一横就是这样的 汗得汗死落得落死 那些知名的大导演 随便拍一部戏的片酬 就是我这种小透明导演 在圈内奋斗一辈子 都赚不到的钱了 其实每一行 都差不多是这样的 叶晨说道 对了曼丽姐 你这次出去是拍什么啊 拍景区宣传片 承曼丽叹道 像我这种小导演 拍不了证据 也只能靠拍一些小短片 来维持生计了 曼丽姐 你这次是给哪个景区 拍宣传片 承冰员好奇地问了一句 江城欢乐骨 承曼丽说着 忽然一顺不顺地盯着承冰员 承冰员被盯得有些发毛 曼丽姐你这磨 看着我干嘛 文言 承曼丽笑了笑 圆圆 我这次给江城欢乐骨 拍宣传片拿的 可不是固定片酬 这次我的片酬和宣传片 拍出来后是出道网上的 一个月的播放 量大小息息相关 播放量越大 我拿到的片酬就越高 所以圆圆 要不你来 我的宣传片里当女主吧 你尝得这磨好看 以后我拍出来的宣传片 放到网上 绝对能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到时候播放量起来了 我拿到的片酬就高了 咱们亲兄弟明算账 该分给你的片酬 我一分都不少你的 圆圆 你看怎么样 不行 默等承冰员开口 叶辰便抢先说道 为啥不行啊 承曼丽下意识转头 对着叶辰问道 承老师是我老婆 我不希望我的老婆 在外面抛头露面 听到叶辰的这句话 承冰员的一双眼睛 顿时弯成了月牙状 小男人 还挺霸道的 这是此刻承冰员的心声 不是叶辰 你这有些大男子 主意了吧 承曼丽撇撇嘴说道 曼丽姐 你要是觉得 这就是大男子 主意的话 那我就大男子主意了 叶辰说道 让承冰员出现在宣传片里 在网上被网友们评头论足 这个 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圆圆 你的意思呢 承曼丽将目光 转到了自己堂妹承冰员的身上 承冰员微微一笑 我听叶辰的 好啊 你这还真是负唱负随啊 圆圆 我发现你变了 以前的你 可是特别 有主见的一个人的 承曼丽说道 曼丽姐 以前我是家里的主人 遇到什么事都得自己拿主意 当然要有主见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这个家的主人是叶辰了 承冰员笑着说道 脸上的幸福感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承曼丽撇撇嘴到圆圆 我怎么感觉你是在跟我炫耀 你有老公 有依靠了呢 对啊 我就是在炫耀 曼丽姐 你也赶紧找个老公吧 真的 我们女人有个可以依靠的男人 那种幸福感 是我们之前单身时所体会不到的 承冰员认真说道 叶辰 你这是给我家圆圆 灌了什么女魂汤啊 瞧给她 迷得都成小女人了 这哪还像我以前认识的圆圆啊 听到这话 叶辰笑了笑曼丽姐 有空找个男朋友 等你被爱情滋润后 也会变成小鸟一人的女人的 小鸟一人 承曼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我才不要呢 女人 就应该酷酷的 帅帅的 说着承曼丽忽然叹了一口气 唉 叶辰 你这不同意圆圆 出演我的宣传片 那我就得重新找人了 找谁好呢 烦人啊 曼丽姐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叶辰说道 谁啊 承曼丽好奇道 曼丽姐 这个人你也认识的 叶辰小小的卖了一个关子 我认识 到底谁啊 承曼丽更加好奇了 此时 承冰员笑了笑 我知道叶辰说的是谁了 承曼丽闻声白眼 直反我说 你们小俩口 就别在我面前秀 你们俩的默契了 赶紧说吧 叶辰微微一笑 高小叶 高小叶 承曼丽一愣 高小叶是他堂妹的高中同学 又是他堂妹多年的好闺蜜 她自然是认识对方了 让高小叶当他景区 宣传片里的女主 这 承曼丽有些犹豫 高小叶是一个好演员 但是我拍的是景区宣传片 而且 欢乐谷还是一家游乐场 一般游乐场面向的游客群体 主要是年轻人 对方有多好的演技 我要的是 对方要足够青春亮临 而高小叶跟我是同一年的 她们今年都三十六了 都是老女人了呀 她刚刚想让她堂妹成冰园 出演她宣传片里的女主 那是因为 虽然成冰园跟她是同龄人 但对方长得年轻啊 如果不说出去 别人看到她堂妹 只会以为 她堂妹只有二十多 但高小叶就不一样了 高小叶是那 重常相比较偏成熟的女性 让高小叶当欢乐谷 宣传片里的女主 她觉得有些不太合适 而且高小叶是春秋影视的艺人 我要是想找高小叶的话 那肯定是无法绕过春秋影视的 而春秋影视 近年来一直在捧击个新人 所以到时候 春秋影视多半会推新人给我的 而不是高小叶 叶晨 我说的你懂吧 喝了一口汤放下汤勺后 叶晨开口说道慢力姐 我跟你想的不一样 高姐虽然没有二十几岁小姑娘的 那种青春靓丽 但高姐天生自带的那种 大姐大的气质 放眼荡金娱乐圈 也找不到几个 而游乐场的符号 度度与激情 我觉得高姐的气质跟游乐场更大 听完叶晨的话 程曼丽仔细想想后说道叶晨 你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 但是春秋影视 默等程曼丽把话说完 叶晨便笑着出声道慢力姐 春秋影视这一关 你完全不用担心的 程曼丽不解地望着叶晨 喂食魔 叶晨笑了笑 恐怕慢力姐还不知道 我已经收购了春秋影视 而且春秋影视 已经被更名成了陈源传媒 文言 程曼丽震惊无比 什么 你收购了春秋影视 是的 接下来叶晨便将她收购春秋影视的 大概经过 跟程曼丽说了一遍 好家伙 看来以后 我不能再叫你叶晨了 要改口 叫你叶总了呢 程曼丽笑道 曼丽姐 你就别打趣我了 叶晨说道 还是言归正传 说正事吧 行 那就高小叶吧 顿了毒 程曼丽接着说道对了叶晨 既然你 都是陈源传媒的老板了 那就再推荐你公司的 一个男艺人给我呗 我想拍的宣传片里 男主女主是一对情侣 叶晨文生想都没想地说道 OK 我已经想到一个合适的人选了 见叶晨智摩说 坐在一旁的程冰源 以试探性的语气 说道是张颂文 文言 叶晨伸手宠溺地摸了摸程冰源的脑袋 聪明 就是张颂文 在狂飙这部电视剧里 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 和高小叶饰演的陈淑婷 那就是一对夫妻 按照那条未来讯息中说的 后面狂飙上映 张颂文和高小叶 各自饰演的角色 都在网上吸粉无数 两人也因为这部剧而大火 一跃迈入到一线一人的行列当中 迎凭CP的张颂文和高小叶 要是在宣传片里同框出镜 且是以情侣的身份出镜 而按照时间推算 那时候狂飙正在全网热映 凭借狂飙的热度 同时有着张颂文 和高小叶的那部宣传片 必然会引来无数人的关注 所以在宣传片里 跟高小叶组CP的人选 有这两人在 到时候那部宣传片 必然会热度拉满 有了热度 那播放量 必然就蹭蹭地上去了 我说你们够了呀 别再杀狗了 程曼丽白眼直翻 看到自己堂妹 现在这副幸福小女人的样子 此时程曼丽为自己堂妹 感到开心的同时 也是不由地有些羡慕了起来 或许她是应该尝试 找个男朋友了 九点多 夜晨开车载着城冰原 离开了兰香院小区 小男人 没想到你也有霸道的一面 刚出兰香院 驾驶座位上的程冰原 就眯眼笑道 夜晨微微一笑 程老师 等一下回家 我让你看看我霸道的另一面 听到这话 程冰原一双眼睛 顿时弯成了月牙形状 彼时 另一边接完一个电话的林小雪 心里开心无比 这次张一南 竟然找来了关小彤 在欢乐谷宣传片里 给他林小雪当绿叶 要知道 这个关小彤在娱乐圈里 可是有着金圈格格的称号 虽说最近一年 关小彤没有以前那魔火了 但对方一 就是当金圈内炙手可热的小花 这次在欢乐谷宣传片里面 他一定要咽压关小彤 踩着这位金圈格格上位 第二天上午 程曼丽来到陈元传媒 和高小夜张颂文签好了合同 两人的片酬 各占这部宣传片 最后总收益的30% 加起来就是60% 而两人现在处在有效效力期的 依旧是原先跟春秋影视 所签的C级合约 C级合约 公司跟艺人的分成比率是8 二也就是说成曼丽拍的欢乐谷宣传片后 面总收益的48% 都会落进陈元传媒的口袋里 一万播放量一百块的收益 叶晨现在还真的蛮期待成曼丽拍的欢乐谷宣传片到时候 释出到网上后 一个月的播放量能达到多高 叶晨估摸着破纪录 都是有可能的 由于时间比较赶 下午成曼丽就会带着高小叶 张颂文 还有她的拍摄团队 动身前往江城 今天叶晨整个人的精神 都是有些亢奋的 因为按照那条未来讯息中说的 比特币的价格 将会于今天正式开始大涨 为此 一上午 叶晨基本上每间隔一段时间 就会拿出手 集开起火币APP 看一眼比特币的价格 但一上午过去了 比特币的价格 依旧没有什么明显的波动 不过叶晨并不担心 他相信系统是不会骗他的 他现在要做的 只要安心等待就行了 果不其然 下午比特币终于 迎来了第一波上涨 叶晨购买十比特币 是4313美刀一个 现在涨到了4536美刀 当成兵员之道之后 心里也是安心了不少 虽说周家王治国口中的 内幕讯息 都说比特币近期会大涨 但是他这些天心脸 还是有些担心的 毕竟这次叶晨 可是投了150万进去 这已经是他们俩身上 所有的钱了 虽然他愿意陪叶晨 东山再起 但那是最坏的结果了 作为叶晨的妻子 他当然更希望 叶晨不会走到那一步 而是一直成功 一帆风顺的 现在看到比特币 真的上涨了 他那科学者的心 也终于是能放下来了 五点左右 叶晨来到成兵员的办公室 程老师 比特币上涨了不少 晚上我们出去吃好吃的去 好好庆祝一下 成兵员笑着点点头 好啊 另一边 林小雪跟随剧组 来到了江城的某个星级酒店 来到自己的商务套房 林小雪把行李箱放下后 便拿出充电器给 自己的手机充电 当充电器插进插座 手机荧幕亮起的时候 林小雪看到了 好几个未接来电 开启一看 都是自己弟弟打来的 于是林小雪回拨了过去 默想机声 电话便接通了 姐 搞什么呢 打了你几个电话 都不接 我手机不小心 掉到了静音模式 莫听见 怎么了零号 有什么模式吗 林小雪问道 姐 好讯息啊 一听这话 林小雪顿时精神一震 是不是比特币的价格 开始上涨了 是的姐 一下午的时间 比特币的价格 就上涨了两百多美刀 林浩亢奋不已姐 这次我们 真的要发财了 涨了这魔多啊 林小雪的语气 也是难掩兴奋 是的 而且姐 现在比特币 还在往上涨呢 真的太刺激了 林浩说到对了姐 你现在已经到江城了吧 昨天林浩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姐姐要到江城拍欢乐谷宣传片的事情 到了 我已经都到酒店了 林小雪回道 姐 那你看到关小彤了吗 没 关小彤在这部宣传片里只有几个镜头 她要到最后一天才过来 好吧 林浩有些遗憾道 姐 那关小彤到的那天 我过去找你 林浩 我觉得你要是想追求关小彤的话 现在还未时尚早了 起码要等到 你在圈子里小有名气后才行 林小雪如是说道 她这个弟弟 没有出道前 就已经很喜欢关小彤了 可以说是这个金圈格格的忠实粉丝了 我知道 这一天不会太久的 林浩自信满满道 以她现在的身份地位 要是去追求关小彤的话 大几率会是自取其辱 只有等到自己功成名 就出人头地了 她才有那个资格 去追求她喜欢了很多年的关小彤 这一天不会太久的 先不说别的 单单比特币这一波下来 她就能赚好几个亿 有了这么多钱 后面一旦遇到什么大制作 她自己就能投钱进去 成为投资人 到时候凭借她投资人的身份 不说演个男一号 她演个男二不过分吧 她长得这魔帅 只要在大制作影视剧里面 演个男一或者男二的话 那岂有不火的道理 另外后面 她还要签约大唐影视呢 凭借着自己姐姐 是新生戴谋女郎的身份 想来到时候 她在大唐影视 肯定能获得一些特殊的照顾的 不管怎么看 她未来都是注定 要成为顶流的男人 到了那时候 她也就有这个资本 却追求那位金圈格格了 好了姐 不说了呀 我要带奶奶去吃大餐了 嗯嗯 两人的通话到此结束 林小雪开启火币app看了看 发现比特币 果然涨了两百多美刀 思考了好一会后 林小雪拨通了成冰园的电话 小雪 此时成冰园正和夜晨 在一家环境优美地法式餐厅里 吃着正宗的夏洛丽牛排 程老师 你就把你房子卖了 然后把钱借给我 半年之内 我还你两倍的钱 这样总行了吧 看到比特币 只一个下午的时间 就涨了两百多美刀 现在林小雪 以精确信比特币最终肯定 会涨到两万美刀了 既如此 趁着比特币 还有一个很大的上涨空间的时候 她现在要是能筹集到 钱家仓的话 后面依旧能赚到很多 所以 她又把主意打到了 成冰园的那套房子的身上 为了说 浮成冰园卖房借钱给她 她直接将筹码提升到了一倍反例 就是你现在 要是借我一千万的话 到时候 我还你两千万 然而听到林小雪的话 成冰园不仅没有丝毫的心动 反而还越加的 担心起林小雪 小雪 你说的那个赚钱的专案 究竟是什么专案 它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收益率 你别回头被人给骗了 我答应了小张导 不能对其他人透露 有关这个专案的一点讯息 所以我不能跟你说 林小雪说道成老师 你只要借钱给我就行了 其他的一切都不用你操心 不超过半年 我就会给你双倍的钱的 要是你还不放心的话 我可以给你打借条 小雪 我还是那句话 房子我肯定是不会卖的 成冰园说道 林小雪 承诺给她的钱越高 她反而越加担心 林小雪会被人骗 在这重情况下 她又怎么可能 卖房借钱给对方呢 然而成冰园的这份苦心 林小雪却是根本体会不到 成老师 我都说了 小张导不让 我对其他人透露 有关那个专案的任何资讯了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 我都答应给你双倍的钱了 你为食魔还不满足呢 林小雪此时的语气很复杂 既愤怒又心寒 小雪 你难道真的以为我是想 逼你把那个专案说出来 然后我自己投钱进去 自己赚钱吗 林小雪的言外之意 成冰园岂能听不出来 难道不是吗 林小雪有些讽刺地笑了笑 小雪 没想到我在你眼中是这种人 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 成冰园说道 我让你太失望了 成老师 同样的话我也送给你 说完林小雪便直接挂了电话 听到耳边传来的电话 结束通话的嘟嘟声 成冰园放下手机 露出一丝愁容 倒也不知道小雪口中的那个专案 究竟是什么 以至于让他接连两次 劝我卖房借钱给他 这次更是跟我保证 半年内还我双倍的钱 叶晨 要不你打个电话给他 问问他 我担心他会被骗 成老师 你觉得我打这个电话了 他就会跟我说了 叶晨如是问道 这 成冰园一声苦笑算了 该劝的我都劝了 至于他听不听的进去 就随他去了 他现在对我偏见太深了 我们劝多了 反而会激起他的逆反心理 很快两天过去 时间来到7月9日 比特币的价格突破6000美刀 7月13日 比特币突破1万美刀 7月14日下午 叶晨正在办公室里 坐着玩游戏 忽然响起了 咚咚咚的敲门声 进 门开 成冰园走了进来 由于今天下午默克 所以成冰园下午 就和叶晨一起待在公司 没有去魔读大学了 叶晨 不好了 比特币大跌了 你赶紧清仓吧 成冰园进来 反手把门关上后 便有些焦急地 对着叶晨说道 这一个礼拜 比特币的价格持续攀高 一举突破1万美刀 现在叶晨的账户上 浮赢252万美刀 换算成软妹币的话 就是1730多万 只一个礼拜的时间 已经翻了11倍 这恐怖的收益率 使得成冰园这击天的精神 始终都是亢奋的 白天的时候 成冰园更是时刻留意着 比特币的行情波动 比叶晨都要积极得多 刚刚两个时辰里 一直持续大涨的比特币 开始逆风下跌 当跌了足足500多美刀的时候 成冰园坐不住了 于是赶紧来到叶晨的办公室 把比特币大跌的讯息告诉叶晨 并劝叶晨清仓 对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成冰园 叶晨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会议的成冰园 顺势坐在了叶晨的大腿上 依偎进了叶晨的怀里 老公 赶快清仓吧 比特币跌得太快了 别急成老师 比特币涨涨跌跌很正常的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沉住气 叶晨笑着说道 可是老公 我们现在要是卖出的话 能赚到1700来万呢 我感觉能赚到这么多钱 已经很多很多了 成冰园说道 这一个礼拜实在是太傲人了 他晚上睡觉 都会经常梦到比特币 有一天 梦到比特币大跌 叶晨账户爆仓 吓得他当时 就从梦中惊醒了 现在卖出 还能赚个1700万来万 他已经很知足了 所以 按照他的想法 他想 现在就套利离场了 成老师 淡定 明明能赚到更多的钱 现在退场起不是太可惜了 这样吧 成老师 我设定一个止损 把止损金额设定在8000美刀 这样总行了吧 叶晨说道 有着那条未来讯息 叶晨是知道 比特币这一波行情 最终能涨到17000美刀的 但是成冰园不知道 为了不让成冰园担心 还是设定一个止损吧 好的 成冰园点点头 心中也放心不少了 就这样 叶晨当着成冰园的面 直接拿起自己的手机 开启火币APP 设定了一个止损 与此同时 林小雪正在和自己弟弟通电话 林浩 比特币大跌了 跌了足足500多 我想卖出了 比特币最高能涨到2万美刀 现在你卖出 我说姐 你是不是傻呀你 林浩在电话里吃笑道 可是比特币刚刚一直在跌啊 看到我心惊肉跳 我真担心它 一直这磨跌下去 现在卖出 我好歹还能赚个1000多万呢 林小雪说道 这一个礼拜 她每天每隔一个小时 就会开启火币APP 看一眼比特币的实时价格 哪怕是晚上都不例外 现在她都有黑眼圈了 白天拍宣传片的时候 导演都说她精神状态太差了 让她要好好休息 这比特币一日不卖出 她就无法休息好啊 真的太煎熬了 姐 不是我说 你们女人就是心态差 遇到一点事就容易慌 这种心态可不行啊 成大事者遇事当镇定 林浩说道 你看看你弟弟我 现在是淡定的一批 哪怕现在比特币 跌了500多美刀 那又如何 她后面肯定会涨回来的 好吧 我知道 跟自己弟弟打完电话后 林小雪心里也安定了不少 不再像刚才 那么焦虑不安 那么紧张了 7月15日 比特币在9000到1万 美刀这个区间 涨涨跌点 来回横跳 把很多炒币者折磨得愈先愈死 7月16日 比特币价格终于不再横跳 一路涨到了一万一千多美刀 这天晚上 夜城大学同学群变的热闹了起来 同学 哎卧槽 最近比特币涨疯了呀 我好后悔 没有买啊 大哭表情包 同学 why 我特么现在后悔的连肠子都清了 这些天 我一直在犹豫 每次我想买的时候 又总怕追到高点 就是这模犹豫着 一直犹豫到现在 我都没有进场 现在比特币涨到一万一千多美刀一个了 我也没这个 实力再买了 生生错过了一个报复的机会 同学 C我也一样笑苦表情包 同学 据我在比特币涨到六千美刀一个的时候 壮着胆子买了一个 前天当比特币跌到九千五美刀的时候 吓得我赶紧卖出了 看到现在比特币的价格 我emole了 同学 B同学 G 我怀疑你在炫耀 一下子 赚了两千多美刀 折合软媚币 那可是一万多啊 一部水果plus 就这磨到手了呀 同学 Z比特币我玩不了 我怕我心脏不好 笑哭表情包 夏然然同学们 插播一条广告 本美女入职了一家中江地产 有想要买房子的同学 欢迎随时联络我 笑脸表情包 同学B同学弟 夏大美女 我最近的确准备看房子了 话说你现在 在哪个楼盘卖房子啊 夏然然国姓世纪海景 同学B 同学B下大美女 是黄浦江岸上的那个国姓世纪海景 夏然然对啊 我都又没有第二个国姓世纪海景笑脸 同学B打扰了告辞表情包 同学Z国姓世纪海景 那可是濒临黄浦江的顶级江景楼盘 现在均价都15万一平了 这特魔不是富二代 谁买得起那里的房子啊 同学Y 夏大美女 你太高看 我们这些同学的 实力了笑哭 同学C 就是把我卖掉 我也买不起国姓世纪海景的 房子啊笑裤 同学 W 我觉得 想要在魔都拥有一套江景房 还是做梦更靠谱一点 夏然然大家别着魔说了 万一你们当中 有谁哪一天突然报复了呢 做人 梦想总是要有的吗 笑脸 夏然然叶晨 大笑草 毕业的这些天都没见你在群里说过话 忙啥呢 叶晨瞎忙 同学 哎 大笑草 合成老师的婚后生活怎么样呀 叶晨两个字 幸福 水了一会群 看到成冰园穿着一套崭新的教师制服 手里还拿着一根教鞭 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叶晨默默退出群聊 放下手机 眨眼间三天过去 时间来到了7月19日 比特币的价格猛涨到一万五千美刀 但第二天 比特币忽然逆风直下 当日跌破一万四千美刀 老公 要不我们卖出算了 再这样下去 我感觉我心脏病都要出来了 这一天是周末 成冰园的精神状态很差 真的 这些天 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反倒是叶晨每晚都睡得很香 他是真的佩服叶晨的心态 虽说他比叶晨大了整整14岁 但在心态上 他是真的没有叶晨稳 看到成冰园现在这副精神憔悴的样子 叶晨心里很是心疼 别急成老师 现在还不是出手的时候 好吧 成冰园苦笑道 眼下这重金利孩 真是痛苦并快乐着 快乐是因为账户上福音的钱 是几辈子才能赚到的 痛苦则是 这些钱还没有真正落到口袋里面 这就意味着 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依旧要睡不好 另一边 江城欢乐骨 停 导演李胜从监视器前起身 走到了林小雪的前面 林小姐 你最近究竟怎么磨了 怎么磨精神状态这磨叉 你现在的表现完成 呈现不出我想要的那种效果 李胜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之前从张一南口中得知 眼前这个林小雪 是新生戴谋女郎的时候 他立马就答应了 让林小雪出演他的宣传片 因为他相信 老毛子在这方面的眼光 那绝对是差不了的 看看以前那些 被张一谋力捧的几人谋女郎 现在哪一个没有基深一线 那天看到林小雪的第一眼 他就眼前一亮 老毛子的眼光 依旧是一如既往的老辣 这个林小雪的 却是一个很少见的清纯俏家人 主要是对方的那张脸 一看就是纯天然的 不像圈内那些千篇一律的锥子脸 有着张一谋的力捧 这个林小雪 未来肯定也能基深一线的 让新生戴谋女郎 出演他的景区宣传片 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 他对此也抱了很大的期望 然而期望越大 最后失望就越大 这等到来到江城欢乐谷 正式拍摄的时候 他发现 这个林小雪 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每天的精神都很威靡 拍摄时 很多时候都不在状态 跟梦游一样 拍出来的效果 跟他心中所想的相差甚远 林小姐 这人的气色差还 可以透过化妆品来掩盖 但一个人的眼神 却是用人和化妆品都无法掩饰的 你现在的眼神 透露出明显的疲惫 一点光都没有啊 这使得你现在整个人看起来都死气沉沉的 这样 拍出来的效果不行啊 李胜强压心头怒火说道 如果眼前这个林小雪 不是张一南推荐的话 他早就破口大骂了 导演 不好意思 我这几天没有休息好 林小雪欠声道 这些天 因为比特币的事情 他晚上根本无法安心入眠 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自动醒过来 有时候 甚至会做噩梦 不是林小姐 我就纳闷了 你这晚上不好好睡觉 都在房间里干嘛呢 李胜很无语地问道 导演 我睡觉有点任床 林小雪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搪塞了过去 这样吧 导演 你看我哪些镜头拍得不好 咱们重拍行吧 重拍 咱们哪有那摩多时间啊 就这样吧 李胜心烦意乱道 下午 叶辰带成冰园 来到一家大型商场逛街 逛着逛着 叶辰的电话忽然响起 接完电话后 迎着成冰园好奇的目光 叶辰笑道 是王治国打来的电话 王叔说 8月1号 椰树品牌形象代言人 将会正式换成徐东东 同一天 印有徐东东图案的 新款外包装的椰树椰枝 也将会正式于国内全面上市 希望椰树改由徐东东代言后 椰树椰枝的销量 能提升一些吧 成冰园说道 如果换了新代言人后 椰树椰枝的销量 还是和以前差不多 甚至还下滑了 那等到合约到期 椰树集团肯定不会 再和徐东东续约了 换颜值 如果换了新代言 椰树椰枝的销量 得到明显增长了 那以后合约到期了 椰树肯定还会 和徐东东续约的 而且到时候续约 徐东东的代言费 肯定也会增加的 我有信心 椰树改由徐东东代言后 椰树椰枝的销量 到时候肯定会大涨的 叶辰笑容自通道 你就那么相信徐东东 成冰园撇撇嘴 有些吃味的说道 成老师 你这就吃醋了 你还真是一个小醋坛子 叶辰好笑道 椰树叶枝 从小喝到大 叶辰 我现在真的很怀疑 这句广告词 是你为徐东东 量身设计出来的 成冰园笑盈盈地望着叶辰 老实交代 是不是徐东东给了你灵感 才让你想出这句广告词的 成老师 你说我们晚上吃什么好呢 哼 别想着转移话题 7月19日 比特币突破 15000美刀 被叶辰抱在怀里的成冰园 看着火币APP上 比特币的实时成交价格 忍不住深吸一口气 望着叶辰到老公 咱们还不卖出吗 再等等 还有上涨的空间 叶辰笑着说道 这是在太熬人了 我现在心跳得好快 心口都在发慌 成冰园说道 你别笑我阿诚老师 我给你揉揉胸口吧 7月21日清晨 还在睡觉中的叶辰 被成冰园给弄醒了 老公 比特币刚刚涨到了 16000美刀 你不是预测这一波 比特币的触顶价格 是17000美刀吗 现在距离你预测的 只差1000美刀了 我们还是现在 就卖出吧 看到成冰园眼眶暗黑 眼珠子上 都出现了明显的血丝 叶辰心疼道老婆 你不会一晚上 多默睡吧 嗯嗯 成冰园点点头我睡不着 老公 我们现在卖出的话 能赚到2000万呢 叶辰伸手将成冰园拦在怀里 轻轻拍打着成冰园的后背 柔声道等下 我会将纸银 价格设定成16900美刀 老婆相信我 不会有事的 叶辰之所以没有 将纸银价格设定成17000美刀 而是设定成了16900美刀 这是叶辰为了以防万一 那封未来讯息说了 比特币涨到17000美刀后 就会立马触顶反弹 开始一路下跌 所以叶辰担心 如果他卡着17000美刀 这个价格的话 万一到时候 他账户的比特币还没有卖出 比特币就开始暴跌了 届时 他可就要猛逼了呀 所以为了保险起限 还是将纸银价格设定成 16900美刀 这样才更为保险一些 好吧 老公 成冰原乖巧地点了点头 成老师 现在胸口还闷吗 要是闷的话 我给你揉揉 零号 现在比特币涨到16000美刀了 我准备卖出了 另一边 结束宣传片拍摄 从江城回到魔度的林小雪 刚从高铁上下来 就开启火币APP 看了一眼比特币的实时价格 当发现比特币涨到 16000美刀的时候 林小雪的呼吸 都忍不住变得急促了起来 他等不了了 想现在就想清仓了 现在清仓 他能赚到小两千万呢 我说姐 你明知道 比特币最后能涨到两万美刀 现在这才涨到16000 你就要急着 把他卖出了 我说你这不是纯纯的 跟钱过不去吗 林浩说道 可是我现在真的好紧张 我这些天就没有睡一个安稳觉 再这样下去 我感觉我整个人的精神 都要崩溃了 林小雪如是说道 姐 不是我说 你这心理素质 是真的不行啊 这有啥紧张和怕的呢 我现在 有的只是兴奋 这一波下来 我要赚好几个亿 真的赚麻了啊 林浩说道 姐 你千万要沉住气啊 像这种躺着赚钱的机会 恐怕我们人生中 就只有这摩一次 所以 我们可一定要把握住 姐 你要是现在就急着 卖出比特币的话 那真的让我都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我们可以和任何人 任何事过不去 唯独不能和钱过不去啊 你明白吗 姐 好吧 我知道了 那我不清仓了 林小雪说道 嗯 这就对了嘛 林浩笑道 世茂蛇山庄园 位于魔都蛇山国家森林度假区 它是整个魔都 唯一具有三山一壶 自然景观资源的庄园市独栋别墅 世茂蛇山庄园 一共有72栋别墅 平均占地6亩 最大的一栋别墅的占地面积 更是达到了恐怖的40亩 这72栋别墅 分布在近20个小岛之上 以桥相连 乃是真正的岛居别墅 彼时 8号别墅内 一个脸上生有一对梨窝 长相可爱的女生 正躺在客厅的真皮大沙发 尚无聊地玩着手机 忽然一个头戴棒球帽的青年男子 从外面走进了别墅 来到客厅 一看到这朝自己走来的棒球帽男子 梨窝女生连忙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惊喜到表哥 你啥时候来魔都了 我昨天就到了 棒球帽男子边走边到家家 走 表哥带你出去玩去 去哪儿玩啊 周家起身好奇道 坐游艇出海去 怎样 可有兴趣 周家闻生眼睛一亮好啊 不一会儿 棒球帽男子 开着一辆银色超袍宰着周家 使出了世貌蛇山庄园 家家 这次你买了多少钱的比特币 我没你有钱 我就买了一千万的比特币 表哥 你呢 你买了多少啊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周家问道 不多 一个亿 一个亿叫不多 表哥 你可真会装逼 周家翻了翻白眼 无语道 就在这时 周家的手机微信提示音 忽然响了一下 逃出手机一看 是叶辰哥给他发的微信 是一段语音 随着周家点选 叶辰的声音 便从周家的手机里传了出来 家家 你要是信我的话 就把你的比特币账户的 只银价格设定成 一万六千九百美刀 家家 这男的谁啊 开车的棒球帽 男子笑道 不会是你的小男朋友吧 表哥 你别瞎说好不好 这是我叶辰哥 文言 棒球帽男子愣了一下 叶辰 是那个以前 给你做数学家教的 那个叶辰吗 他虽然没见过那个叶辰 但以前他表妹 可没少在他的面前提过对方 而且 他表妹言语兼对那个叶辰 很是崇拜和感激 是的 看到自己表妹点头 棒球帽男子开口到家家 你把这次比特币的内幕讯息 告诉那个叶辰了 嗯嗯 周家说着话风一转 不过在我告诉叶辰哥之前 叶辰哥就已经购买了比特币 而且 叶辰哥对 比特币价格行情的预测 和我们的内幕讯息不一样 叶辰哥预测 比特币这一波行情的触顶价格 是一万七美刀 而不是内幕讯息中 所说的两万美刀 听完自己表妹的话 棒球帽男子 忍不住摇头笑了起来 这个叶辰有点意思啊 你都把内幕讯息告诉他了 他竟然还坚信自己的预测 还劝你把止盈价格设定成 一万六千九百美刀 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 这种人不是坏 就是傻啊 文生 周家的一双带梅顿时 就猝了起来 表哥 我不准 你这魔术我叶辰哥 我叶辰哥才不傻呢 他很聪明的 而且他才不坏呢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我说家家 我怎么感觉我这个表哥 在你心里的地位 还不如一个外人呢 棒球帽男子的语气 有些酸溜溜的 谁让你 那魔术我叶辰哥的 周家说话时 给了自己表哥一个白眼 家家 你别怪我说话难听 棒球帽男子 一边开着车子 一边说到我说的 可都是大实话 你那个叶辰哥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是从山窝里走出来的吧 而且他家境很普通 正常这种出身的人 从你口中 听到比特币的内幕讯息后 那肯定都会选择 相信你口中的内幕讯息的 而不是坚持自己的判断 这不是自信 而是自负 在我看来 自负和傻 是能直接化等于号的 顿了毒 棒球帽男子继续说道 如果他相信了 家家你口中的内幕讯息 而反过来 确确你早点卖出比特币 那这不就是坏吗 所以 我刚刚对你那个叶辰哥的评价 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家家 你还是太年轻 太容易相信一个人了 也怪这些年 舅舅舅妈把你保护得太好了 表哥 你要是在这魔 说我叶辰哥 那我可就真的要生气了 周家狠狠地瞪了一眼自己表哥 哼 我现在觉得 叶辰哥以前的分析很有道理 等下我就听叶辰哥的 把指引价格设定成 16900美刀 棒球帽男子 并没有把自己表妹的话 当做一回事 只以为自己表妹说的是气话 家家 敢问你那个叶辰哥 对比特币这一波 行情有何高价 我叶辰哥说 这次不仅散户是韭菜 我们这样的大户 同样也是韭菜 听到这话 开车的棒球帽男子 一愣 他的意思是说 这次的内幕讯息是别人故意放出来的假讯息了 这样好收割 我们这些大户了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叶辰哥怀疑的不无道理 周家说道 家家 你那个叶辰哥名显音谋论了 棒球帽男子吃笑道 我不信这次站在幕后的那几个家伙 敢打我们这些大户的主意 那几个人是聪明人 肯定知道 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哎 家家 你干嘛呢 你真的要信 那个叶辰的 把指引价格更改成16900美刀啊 棒球帽男子说着说着 忽然注意到 自己这个表妹 竟然捧着手机开启火币平台 重新设定其指引价格了 当然了 我说相信叶辰哥 可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的 周家一边低头操作着自己的手机 一边如是说道 家家 你这样让我很伤心啊 你竟然宁愿相信一个外人 都不愿意相信你表哥 我可是 你亲表哥呀 棒球帽男子 一副很受伤的表情说道 哼 我就是觉得 叶辰哥比你要靠谱 重新设定完指引价格的周家 下巴一抬 一脸傲娇地说道 行家家 等比特币后面 涨到两万美刀 到时候你就知道 你表哥和那个叶辰 到底谁的话更可信了 话说叶辰在给周家 发了一条语音讯息后 紧接着就给王志国 打了一个电话 海南 耶稣集团总部大楼 董事常办公室 接完电话的王志国 把手机放在了 面前的办公桌子上 随后 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腹 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 这是他多年下来 在思考问题 食养成的一个习惯 李夏兰安静地 坐在王志国的对面 刚刚王志国 和叶辰之间的通话 他在一旁都听到了 一时间偌大的办公室 只剩下手指 敲击桌面的声音 数分钟后 手指敲击桌面的声音消失 李夏兰知道自己丈夫 已经在心中做出了决定 于是便好奇到老王 你打算听小叶的 还是不听小叶的 王志国文声笑了笑蓝蓝 我账号上 不是有十单比特币合约吗 我打算把一半合约的止盈价格 更改成小叶说的16900美刀 剩余一半合约的止盈价格 维持不变 李夏兰点点头这样挺好的 7月22日 一直到凌晨两点多 叶辰和成冰元两人都没有睡觉 因为比特币的卖点 很快就要出现了 虽然叶辰设定了止盈 按道理来说是不会有意外发生的 但是叶辰 还是想亲自看到 这一波的收益安全落地 不知不觉间 时间来到了凌晨3点04分 比特币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6800多美刀 止盈点马上就要突破了 此时不说成冰元了 就是叶辰 现在都不由得有些紧张了起来 成冰元那就更加的紧张了 甚至紧张的都用手按住自己的胸口 生怕自己的心脏跳出来似的 半个小时过去 止盈点就是怎么也冲不过去 彭腹有一道无形的墙 阻隔在那里一样 老公 要不我们卖出吧 实在忍不住的成冰元 瞪着通红的眼睛 看着叶辰说道 想了想 叶辰笑道横 听老婆的 虽然他确定 这个止盈点肯定是能冲过去的 但是看到成冰元现在的状态 叶辰也不想再等下去了 还是早点清仓 让成冰元睡个踏实觉吧 可叶辰话音刚落 比特币的价格突然动了起来 一瞬间涨了30多美刀 一举突破了叶辰设定的止盈点 老公 止盈点突破了 成冰元欣喜道 嗯 我看到了 老公 交易多久能完成啊 成冰元问道 只有交易完成 那才算一锤定音 赚到的钱 才算落进了他们的口袋 应该很快吧 结果叶辰刚说完 就看到交易成功的资讯 自己跳了出来 成冰元健壮悬着的一颗心 总算是落回到了肚子里面 老公 我们这次一共赚了多少啊 成冰元的声音有些颤抖 作为一名高阶会计师 其实这次赚了多少 他已经在心里计算出来了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道 我来看一下啊 叶辰说话时开启了账户 此时叶辰心里也是很激动 他还是头一次看到这摩多钱 当初比特币的买进价 是4312美刀 刚刚卖出价是16900美刀 在五倍杠杆下 扣除掉交易手续费 现在叶辰账户上 一共躺着万美刀 兑换成软妹币的话 那就是万软妹币 其中本金是150万 这样一算 这一拨下来 他竟赚万软妹币啊 恐怖的收益 老公 我们发残了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好了老婆 你这些天都没有休息好 赶紧好好地睡个觉吧 叶辰轻轻拍着 成冰原的后背说道 嗯嗯 不到一分钟 成冰原便进入了梦乡 但叶辰却没有睡 那条未来讯息中 可是明确说了 比特币这一波涨到 17000美刀 就会很快触顶反弹 开始下跌 最后稳定在6000美刀左右 既如此 他当然要反手做空了 就这样 叶辰开始操作了起来 这次叶辰没有把账户上的 万美刀 做一个合约单子 而是做了多笔单子 叶辰同样选择了一个 五倍杠杆 很快 叶辰便成功买入了 8笔做空合约 买入价格是 16980美刀 按照那条未来讯息中说的 比特币触顶后 会立马下跌 不是跌到6000美刀就不跌了 而是会直接跌破6000美刀 跌到谷底后 接着又回升 回升到6000美刀 就会趋于稳定了 由于不知道 比特币下跌的谷底直距体是多少 所以经过一番思考后 叶辰将他的8笔做空合约 都设定了 跌到6000美刀 就会自行清仓 这样是最稳妥的 搞定这一切 看着在自己怀里 睡得正香的成冰源 叶辰忍不住 亲吻了一下成冰源的额头 这次做空比特币 叶辰打算先瞒着成冰源 不是他想瞒着成冰源 而是他怕他说了 成冰源后面的一段日子里 又睡不好绝了 所以还是先瞒着吧 能瞒多久算多久 接下来叶辰 把手机放到床头柜上面 然后抱着成冰源 很快也入睡了 不过叶辰没睡饥个时辰 便被闹钟闹醒了 他要起床出去晨跑健身了 作为一个已婚男人 为了自己的幸福 也为了程老师的幸福 自律他是认真的 换上运动服 叶辰来到楼下 先是绕着小区晨跑 就在叶辰跑了机圈 出了一声汗后 叶辰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掏出手机 看到是周家打来的 叶辰便一边跑着步 一边接听起了电话 叶辰哥 你真的神爱啊 怎么了 叶辰哥 你不知道吗 凌晨四点多的时候 比特币上涨到一万七千美刀 之后就开始一直跌了 刚刚已经跌破了一万六千美刀呢 叶辰哥 你这次对比特币行情的预测 真的太准了 我好佩服你啊 周家对叶辰的崇拜之情 异于言表 这模块就跌到了一万六 叶辰有些意外 这比特币下跌的速度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快啊 是啊 叶辰哥 你真的神爱啊 你预测比特币涨到一万七 就会处顶反弹 现在还真的就反弹了呢 听到电话里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周家一愣 叶辰哥 你在外面 不在家啊 对啊 我在外面跑步 叶辰说道 跑步 这模 早就出来跑步 叶辰哥 你可真自律啊 周家说着说着 忽然笑了起来 不过像叶辰哥 你这种已婚男人 老婆又这模漂亮 确实应该自律哈 对了叶辰哥 别光只顾着跑步 跑完步 再坐坐深蹲 练练提纲 这样效果更好 好了叶辰哥 我挂了 听到耳边传来的嘟嘟声 叶辰摇头笑了笑 现在这些女生啊 懂得东西还都挺多 另一边 周家挂掉电话后 紧接着又拨了一个号码出去 电话没响几声便接通了 怎么样表哥 我叶辰哥厉害吧 周家的语气 充满着得意洋洋 我叶辰哥之前预测 比特币涨到一万七 就会出顶反弹 现在事实 证明我叶辰哥的预测 就是神级预测啊 怎么样 现在知道我叶辰哥的厉害了吧 家家 比特币张掌跌跌再正常不过了 这一波下跌 只是暂时的 后面肯定会再涨回来的 直至涨到两万美刀 听到自己表哥这句话 周家小嘴一撅 很不服气道哼 肯定不会涨回来的 肯定会涨回来的 周家眼珠子一转 忽然开口用挑衅的语气说道哼 表哥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 打赌 怎么个赌法 周家表哥有些好奇道 我们就赌接下来 比特币会不会涨回来 要是涨回来的话 就算表哥你赢 要是涨不回来的话 那就算你表妹我赢 有点意思 说说赌注是什么吧 表哥 要是我赢了的话 你就把你那张青元慧的黑卡 借给我一段时间 周家说道 你要那玩意干吗 周家表哥先是一愣 随后便反应过来 家家 你不会是想着把我的黑卡 给你那个夜晨哥吧 他青元慧的那张黑卡 对他表妹没实摩意义 但那张卡 要是到了一般普通人的手里 那可是绝对的好东西啊 表哥 至于我要你的那张黑卡做什么 你就管不着了 你就说 你敢不敢跟我赌吧 周家继续挑衅道 家家 你也别对我使用激将法了 既然你想跟我赌的话 那你表哥 我肯定会奉陪到底的 周家表哥笑道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要是表妹你输了的话 那我能得到什么呢 嗯 表哥 如果你赢了的话 我就不把你昨晚 撕毁某知名女网红的照片 发给我姑姑了 周家笑眯眯地说道 听到这话 周家表哥瞬间不淡定了 就在其准备开口说什么的时候 他的手机 微信提示音 忽然响了一声 表哥 照片我发给你了 里面的那个人 应该就是表哥你吧 还晓得戴口罩 安全防范一时挺降的吗 周家人畜无害地笑道 开启微信看到照片 周家表哥一张脸都绿了 照片里的背景图是魔都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里面的他虽然是侧对着拍摄镜头的 而且他还戴了口罩 一般不熟悉的人肯定认不出他 但是他表妹要是把这张照片发给他妈妈的话 那他妈妈绝对会把他一眼认出来 没办法 谁让他是他妈十月怀胎生的呢 我说佳佳 你这可太不厚道了 我昨天带你出海玩游艇 结果你竟然跟宗偷拍我 话说 你该不会是个变态偷拍狂吧 呸呸呸 你才是变态偷拍狂呢 我昨晚和玲玲出去逛街 恰巧路过 然后发现你了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运气太差了 周家说到表哥 这个赌注怎么样 如果你赢了 我就把我手机上的这张照片 彻底删除掉 不对 我怎么琢磨 都不对啊 周家表哥在电话里说到 我要是输了赌约 我不仅要把我的亲缘会卡给你 你还不删除照片 还要把照片发给我妈 这特魔不公平啊 表哥 你不是很自信吗 你还担心自己会输呀 周家笑道 文言 周家表哥有些善善地笑了笑 呃 不怕万一 就怕一万吗 行 那这样吧 如果我赢了赌约的话 表哥你把你的亲缘会黑卡借给我 然后那张照片 我就不发给我姑姑了 这样总行了吧 好的家家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周家表哥痛快答应了下来 锻炼完的叶晨前脚刚回家 后脚成冰源就从厨房里走出来 抱住了叶晨 叶晨同学 你好厉害啊 比特币真的如你预测 在长至一万七美刀后 就开始一路下跌了呢 叶晨认真看了一眼成冰源 笑道不错成老师 你现在脸上气色看起来好了不少 睡好了 气色自然就会恢复了 成冰源说着说着 忽然兴致冲冲到老公 现在我们已经有钱了 今天正好又是周末 等一下我们一起去看房子吧 两千万已经足够他们在魔都 全款买下一套一百多平的房子了 而且还是位置好的楼盘呢 老婆 买房子的事情能不能先缓一缓 现在我们公司刚起步 以后用钱的地方恐怕还多着 我想着还是等公司的发展 步入了正轨之后 我们再买房子 你觉得呢 叶晨如是说道 想了想 成冰源点了点头老公 还是你考虑的周到 你是一家之主 就听你的 好了老公 你出了一身汗 赶紧去冲得早吧 衣服我已经给你找好 放在卫生间了 嗯嗯 彼时 林小雪看到比特币一夜间跌了一千多 顿时就有些慌了 心慌之余 她想到的 就是赶紧清仓 但就在这时 林浩的电话打了进来 姐 昨晚比特币跌了一千多美刀 你知道了吧 电话刚接通 林浩那从容淡定的声音就传了出来 我刚刚看到 林小雪说道 别慌啊姐 一定要沉住气 可别看到比特币大跌了一下 你就慌了 想要清仓了 林浩说道 比特币就是这样 这只是他的正常波动 比特币和炒股一样 都不能抱有追涨杀跌的心理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跟我一样稳住 要从容镇定 可是林浩 我担心比特币会 一直这磨跌下去啊 林小雪有些忧心的说道 不会的 你忘了那天 张导在电话里 是怎么跟小张导说的吗 张导说 这一波比特币 最后能涨到两万美刀呢 以张导的身份地位 他既然敢这么说 那肯定是从哪里 听到的内幕讯息啊 所以 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林浩说道 姐 你要是现在清仓的话 那可要少赚四五百万呢 听完自己弟弟的话 林小雪于内心挣扎了一会儿后 说道好吧 那我先不清仓 嗯 这就对了 我就是担心你看到 比特币大跌了一波后 就慌了 想要清仓了 于是我这才打这个电话 给姐你的 林浩笑道 另一边 冲完澡的叶晨和成冰源 正在餐厅里 一起坐着吃饺子 饺子是两个人一起包的 瞎人馅的 老公 曼丽姐昨个从江城 拍完宣传片回来了 我们晚上喊曼丽姐 来家里吃顿饭吧 成冰源刷到自己 堂姐的朋友圈后 抬头对着叶晨如是说道 可以啊 叶晨话音刚落 她的手机就响了 来电显示王志国 电话接通 王叔 小叶 还真的被你预测到了 比特币在长至一万七美刀之后 真的就触底反弹了 现在都跌了一千多美刀了 不简单啊 小叶 王志国笑呵呵地说道 王叔 上次在你家吃饭 你还记得我对比特币 这一波行情的其他判断吗 当然还记得 你怀疑 这次幕后的那几个推手 这次不仅要收割散户 同时还要收割我这样的大户 是的 叶晨说道王叔 你要是还有做多合约 没有卖出的话 我这边建议王叔 你还是趁早卖出 如果我的怀疑真的成真的话 那接下来比特币 肯定还会持续下跌的 而且下跌的幅度不会小 这要是等到其他人 都反应过来时 到时候 王叔你要是再想清仓的话 恐怕就不容易找到接盘的了 说着叶晨话锋一转 笑道当然 也有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王叔你得到的那条内幕讯息是真的 后面比特币还会涨到两万美刀 嗯 小叶 你说的这些话 我会好好考虑的 文言 叶晨没有就这个话题 再继续说下去了 这种事情 点到位置就行了 人家王志国是商界上的大佬 自会有自己的一番判断 接下来两人又随便聊了几句 然后便结束了通话 海南 耶稣集团 王志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右手食指和无名指 又习惯性地有节奏地 敲击起了自己的办公桌 李夏兰坐在其对面 梁九 李夏兰望着自己丈夫盗老王 想好了 嗯 王志国点头说道 公司筹建坤山新厂 急需一大笔现金流 所以当下还是不冒这个险了 还是现在就清仓撤出来吧 万一真的被小叶说中了 这次我们大户也沦为韭菜了 到时候可就等于无形中损失了一大笔钱 这次他一共投两千万软妹必购买比特币 昨天他听叶晨的 将无比做多合约的止盈价格设定成了16900美刀 这一波他撤了1000万的本金出来 赚了1亿1000多万 现在他的账户上还剩有无比合约 本金也是1000万 王志国看了看 发现现在比特币的实时价格已经跌到了15600美刀左右 如果真像叶晨说的那样 比特币后面会持续下跌 而且跌的幅度还不会小的话 那他现在要是将卖出价格设定成15600美刀 估计很难成交 想了想 王志国直接将卖出价格设定为了15000美刀 然后将无比合约挂了出去 做完这一切 王志国便盯着手机等了起来 不到一分钟 挂出去的无比合约全都交易完成 这一波虽没有清晨那一波赚得多 但也赚了有9500多万 老王 如果小叶的预测是对的话 那我们现在何不再反手做空一波 李夏兰忽然说道 可以倒是可以 王志国笑着说道 那就投个2000万做空吧 他没有将这次赚到的两个亿 全部投进去 而是决定只投2000万进去 这是基于两点考虑 第一 是因为他的椰树集团 最近正在筹建昆山新厂 需要七八个亿的现金流 而他椰树公司账户上现在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流 在这重情况下 这次他在数字闭市场上赚到的这两个亿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可以帮他把公司的这个资金缺口给填补上 比特币这个东西 风险还是很大的 所以 这个险 还是不要去冒得好 毕竟这两个亿 可是直接关系他 椰树昆山新厂 能否按照计划建成投产 事关公司的未来发展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绝对不能轻易冒险 第二 如果他一下子投入两个多亿来做空比特币 涉及这摩大金额的交易 极有可能会被盯上 而如果只投入两千万 那在庞大的比特币交易市场里面 就不会显得那么引人注目了 这样被盯上的可能性就小了 也就更安全了 四日 也就是七月二十三日上午 比特币上涨了五百美刀 粉膜样解 我就说比特币昨天下跌 只是一时性的吧 你看现在不又开始上涨了吗 魔都一家高接会所里 林浩趴在按摩床上一边享受着漂亮女技师的按摩服 一边和自己姐姐打着电话 嗯嗯 还好我昨天听了你的劝 没有清仓 林小雪笑着说道 然而到了下午 比特币又开始了下跌 一天下来 直接跌到了一万四千美刀 七月二十四日 比特币的价格大跳水 跌破一万一千美刀 七月二十五日 比特币直接跌到了四位数价格 跌至九千多美刀 这下子那些得到了内幕讯息的大户们 纷纷都回过神来 察觉到事情不对了 他们意识到 这次自己可能也被当成了韭菜 为此 这些大户们都开始抛售手中的比特币 包括林浩林小雪这对姐弟俩 然而在现在这重情况下 根本没有谁会傻到站出来当接盘侠 小散户还好 只要把卖出价格设定的 比实时成交价低上不少 那还是能卖出去的 但大户就不一样了 大户账户上的囤积的比特币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一般实力的人 根本连当这些大户们接盘侠的资格都没有 而有这个实力的人 又个个都精明得很 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跳出来当别人的接盘侠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候站出来接盘 那就是纯纯的韭菜 这下子 林浩林小雪 这对姐弟俩彻底的慌了 怎么办啊林浩 我都把卖出价格设定成七千美刀了 但还是卖不出去啊 林小雪现在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姐 我也一样 我都把卖出价格降到六千美刀了 结果都没有人愿意买 此时的林浩 再也不负之前的淡定从容了 甚至比自己姐姐表现得还要慌 不慌不行啊 要知道 这次为了筹集更多的本金 购买比特币 他不仅把钢体 才一个多月的宝马X1卖掉了 还把家里唯一的一套房子 都给卖掉了 甚至他奶奶还把自己的养老钱 拿出来交给他了 可以说他 把他家里的所有资产 都变卖用来购买比特币了 他原本以为这一拨下来 自己肯定能报复 成为一名亿万富翁 一开始 比特币的价格不断上涨 更是坚信了 他报复的梦想 肯定能实现 然而这两天 比特币下跌速度之快 跌幅之大 实在是出乎了他的想象 让他措手不及 等到他反应过来时再想卖出 已经为十一晚了 那现在怎么办啊林浩 林小雪心慌的同时 更是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之前他曾几度想要清仓 结果都被自己这个弟弟给劝住了 现在好了 比特币都跌破五位数了 且还在持续下跌中 现在整个比特币市场哀嚎生一片 在这种充满恐慌的大环境之下 他账户上的比特币 根本就卖不出去了 当初要是他没有听他弟弟的劝 选择了清仓 那该多好啊 那时他要是清仓了 能赚到两千多万呢 然而现在 他现在好后悔啊 我哪知道怎么办 林浩哭丧着脸说道解 你还算好了 你准备的本金 只有一百五十五万 而我可是投了七百六十万进去啊 我把房子车子都卖了 现在和奶奶还住在酒店里呢 这次要是真的栽了的话 那我和奶奶到时候 连个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姐 现在比特币跌的这磨痕 我都不敢跟奶奶说啊 马德 怎么从张岛口中 爆出来的内幕讯息 还会有假呢 我们这次被坑惨了呀 彼时 王芳坐车来到了 国庆世纪海景寿楼部 看到热闹非凡 人声鼎沸的寿楼大厅 王芳忍不住择了择舌 魔度有钱人到底还是多啊 要知道 国庆世纪海景 可是终将的产清力 打造出来的又一顶级楼盘 而且 还是很可贵的江景楼盘 现在国庆世纪海景房子的均价 已经高达至十五万一平 然而就是这魔贵的价格 这来看房子的 依旧有很多人 明显能感觉到 这里的寿楼员都不够用了 看他进来都有一会儿了 然而到现在 都还没有寿楼员过来接待他 王芳也不在意 自个儿来到沙盘处 看起了户刑 若是在以前 他自然不敢想买这魔贵的房子的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宝贝孙子 跟他说这一波比特币做下来 能赚两个多亿呢 有了这两个多亿 那在这国新世纪 还仅买一套江景豪宅 不是轻飘飘的吗 正好今天闲着无聊 他提前先过来看看户刑 想他在中江的产上了一辈子本 莫曾想到自己退休以后 有朝一日 还能来到中江地产开发的楼盘买房子 而且买的还是江景豪宅 他王芳 这也算是一锦还乡了吧 还是宝贝孙子给他长脸啊 王姐 忽然一个惊诧的女生 在王芳的背后响起 转过身来 望着面前那穿着一身 职业女装的中年女子 王芳惊讶到刘娟 王姐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呢 刘娟笑道 她刚进公司的时候 就是眼前 这个王芳带她的 对方算是她的半个师傅了 后来王芳退休了 这魔多年 他们也就没怎么联络过了 看了眼刘娟的工作胸牌 王芳笑道不错呀 小刘 都成销售经理 当领导了呀 那不是王姐以前教的好吗 刘娟说道对了王姐 你来这是看房子的吗 见王芳点头 刘娟笑道 那王姐 你有相中的户刑吗 我觉得这套房子就蛮不错的 顺着王芳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刘娟眼神一读 随后有些不确定地问道王姐 你指的是 那套大平层 是的 就是那套 王芳说道 魔多的房价 现在是年年都在涨 而且涨价幅度 领跑全国 现在既然 他孙子有钱了 那自然是要买一套大房子了 像这重兵 林黄浦江的江景大平层 以后的生殖空间 肯定不会小的 看到王芳开口承认了 刘娟心里顿时震惊不已 要知道 王芳看中的房子 可是面积高达 三百多平的大平层啊 这一套大平层全款下来 差不多要五千万人未必 王芳的家庭情况 他是了解的 对方不是什么 大富大贵的家庭啊 老公死得早 在其退休的那一年里 儿子儿媳又不幸在一场 车祸中双双欲难 这些年下来 王芳独自一人 把孙子抚养成人 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以这个王芳的家底 现在竟然要买国姓世界 海景的大平层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刚刚听到王芳 说要买房子 他质疑为对方 是想买一套 百把平米的房子 作为魔都的原住民 王芳家里 自然是有一套房子的 为此他寻思着 对方多半是准备 把家里的那套老房子 置换掉 然后来他国姓世纪海景买房 他认识的不少魔都原住民 都是这模操作的 可是让他怎么 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王芳 竟然张口 就想要买大平层 那可是价值五千万的 江景豪宅啊 王芳就是把他的 那套老房子卖掉 那也远远不够来他 这里买着重江景大平层的 王芳 看来你这今年是发大财了 刘娟笑眯眯的 开始套王芳的话 之前上班的时候 多么发财 是我退休了 就更不可能发财了 王芳说着话锋一转 是我那孙子 最近运气好 走了一把财运 赚了几个亿 说到最后 王芳的脸上 写满了骄傲和自豪 听到王芳的话 刘娟被震惊到了 几个亿 乖乖 王姐 你孙子这是做什么 生意发财了呀 就那个比特币 我孙子之前 在比特币价格低的时候 预测比特币会大涨 于是我孙子 就把家里的房子卖了 然后再七凑八凑地 凑了一些钱 全部用来购买比特币了 谁曾想到 后面比特币 还真的像我孙子预测的那样 一路大涨 王芳眉飞色舞地说道 比特币 刘娟一愣 前些天比特币确实涨疯了 这个他是知道的 不过这两天 比特币不是跌了吗 而且听说跌得很厉害啊 此外他还听说 比特币还会继续跌下去 据说这次不少大户 都会成为被收割的韭菜 比特币都跌得这磨凶了 讲道理 这个王芳此时 应该很担心才对啊 这怎么看着对方 还一脸骄傲的样子呢 还跑到他这里来 要买将井大平层 小刘 你怎么了 王芳看出刘娟的反应有些不对 对方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 流露出很羡慕的神色 反而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王姐 你不知道这两天 比特币一直都在跌吗 而且跌得特别凶 听到刘娟的这句话 王芳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便连忙反驳道 怎么可能呢 比特币明明一直都在涨啊 就今天早上 小浩还告诉 我比特币在涨呢 王姐 比特币这两天 真的一直都在跌 现在都跌破五位数了 你孙子估计是怕你担心 才骗你说比特币在涨的 刘娟说道 什么 这下王芳不淡定了 刘娟不会拿这个骗她的 想到这 王芳的一张脸 迅速地变得苍白了起来 小刘 我先回去了 看到王芳要走 刘娟开口说道王姐 你也看到了 我们这里现在人手不够 你后面要是愿意的话 可以来这里帮帮忙 到时候 我一个月给你算四千块的工资 他估摸着王芳的孙子这一次 恐怕要在比特币身上 栽一个大跟头 而刚刚王芳可是说了 他孙子为了买比特币 把家里的房子都给卖掉了 所以他寻思着 王芳后面 可能无法再过他的退休生活了 不管怎么说 当初他刚进公司的时候 王芳确实教会了他不少的东西 现在看到王芳有难 他能拉就拉对方一把吧 特币涨到一万六千美刀的时候 就选择清仓的 那时候清仓 在十倍杠杆下 他能赚到一亿多接近两亿呢 堪心害死人 他好好悔啊 时光要是能倒流就好了 彼时 叶辰正在办公室坐着 和自己老妈打电话 儿子 你们房子还没看好吗 林夏打这个电话 还是专门询问叶辰房子的事情 妈 哪有那么快哦 叶辰有些无奈道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哪怕他现在 已经毕业成家了 但是在他爸妈眼里 他始终还是孩子 他妈妈隔三差五的就打电话给他 询问他 房子有没有买 儿子 是不是首付钱不够 要是不够的话 你就直接跟我们说 我跟你爸过几天 就会把钱打给你 在林夏看来 都这磨多天了 自己儿子还没有 把房子定下来 十之八九是囊中羞涩 看中的房子 首付却不够 虽然家里也没事磨钱了 但只要儿子开口 他和他老公 就是厚着脸皮 跟身边的亲朋见 也要把儿子买房的 首付钱给凑齐了 因为只有有了自己的房子 他儿子才算是在 魔都真正扎下了脚跟 才不是外人口中的互飘 妈 钱够了 其实我已经看中了 这套房子 现在我正在对比墨价格 十天之内 我肯定能把房子定下来的 听到自己儿子这句话 林夏的脸上 忍不住浮现出一道笑容 行 那就好 对了儿子 张志 你知道吗 张志 那不是我们 时代首付的儿子吗 叶晨说道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他老家时代县 首付张东柱的儿子 好像就是叫张志 没错 就是他 这张东柱可真有钱啊 给他儿子在魔都 买了一套江景豪宅 据说 花了两千多万 这几天 我开起朋友圈 都是那套江景豪宅的照片 妈 不用羡慕人家 搞不好你儿子 哪天有钱了 也能在魔都 买一套江景豪宅呢 叶晨笑道 此时叶晨 已经在心里决定了 等后面 他的钱从 比特币市场出来后 他就买一套江景豪宅 不为别的 就为到时候 给自己老爸老妈长脸 让自己老爸老妈开心 这时 叶爸叶晨 从叶妈手中接过手机 咧嘴笑道儿子 你要是哪一天 能在魔都 买一套江景豪宅的话 那你爸以后出门 直接横着走路 悬横着走路 你当你是螃蟹啊 真是的 在儿子面前也默个真心 老妈默好气的声音 在电话里响起 跟自己老爸老妈又聊了一会天后 叶晨便挂了电话 接下来 叶晨在办公室里哼起了歌 每次跟自己 爸妈打完电话 叶晨的心情都会格外的好 没过一会儿 叶晨的手机又响了 电话接通 王志国的声音传了出来 小叶 这两天 比特币都跌风了 又再次被你预测到了 厉害啊 叶晨笑了笑 王叔 我这是运气好而已 运气 这个世界上 哪有那么多的运气 王志国说到小叶 我要好好谢谢你 这次多亏了你的提醒 要不然 我这次铁定也会成为韭菜 叶树集团筹建 昆山新厂在即 公司正是需要 大笔现金流的时候 如果他这次 在比特币市场上 又亏了两千万进去 这无异于会让公司的 资金链得更紧 没没想到这 王志国心里 都不禁有些后怕 幸好有了叶晨的提醒 本正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他选择了保守的做法 也正因此 他这次才没有沦味韭菜 而且还大赚了一笔 同时也让他的公司 避免了一次危机 王叔 说些字就太客气了 哈哈 是你王叔有些矫情了 小叶 等后面我回摩都 到时候上家里来吃饭 我们好好喝上一杯 王志国笑道 好啊 对了小叶 之前听你说 比特币后面会大跌 我清仓后 就反手做空了一波 那个小叶 你觉得 现在把止盈价格 设定在多少合适 王志国如是问道 现在对叶晨 对比特币的行情预测 他是非常的幸福了 这也是他打电话 给叶晨的最主要目的之所在 六千美刀吧 叶晨说道 当然 我觉得谷底价格应该 还要比六千美刀地 但跌到谷底后 应该还会有一个小的回升 最终稳定在六千美刀左右 行小叶 我知道了 那我等会 就把止盈价格设定成六千美刀 7月26日 比特币跌破七千美刀 这一天 有媒体爆出 好几个因为比特币 而爆仓破产的人 走上了天台 现在比特币市场 哀鸿遍野 散户倒还好 尤其是那些提前得知了 内幕讯息的大户们 现在各个愁容满面 他们都已经意识到 这次被收割最狠的 并不是散户 而是他们这些大户们 所谓的内幕讯息 压根就是专为收割 他们这些大户 而专门打造出来 最为锋利一把镰刀 第二天 周三 上午十点三十几分 叶晨坐在办公室里 盯着自己的手机 现在比特币的价格 已经跌到了六千零四十三美刀 距离他设定的止盈点 已经很近了 十点四十二分时 比特币一下子 跌了六十多美刀 直接冲破了叶晨设定的止盈点 接下来不到一分钟 交易完成的资讯提示 便弹了出来 万美刀 当看到自己账户上的钱后 饶是早有准备的叶晨 此刻都不由地激动了起来 万美刀 折合软妹币 那就是两亿两千七百三十四万 这些钱在一些商界大佬眼中 可能也就是两个小目标而已 但在现在的他眼中 那就是天文数字了 他这辈子 也没有看到过这魔朵钱啊 深吸一口气 带到自己的心情稍稍平复下来一点后 叶晨选择将自己账户上的钱 全部提现到自己的银行卡上 发起提现申请以后 等着就行了 非节假日 24小时以内 就能到自己的银行卡上 实际一般两三个小时就能到账了 快的话还用不到两个小时 下午1点03分 叶晨手机简讯提示 音响了一声 逃出手机一看 叶晨眼睛一亮 比特币体现到账了 现在他的银行卡上 躺着两亿两千七百三十四万多 发财 发财了呀 淡定叶晨 你都是拥有系统的人了 区区两亿多 值得这么亢奋吗 淡定淡定 另一边 零号面若土色 完了 四千五百美刀的价格都卖不出去 要知道 他当初可是以四千三百一十五美刀的价格 买进比特币的 还加了十倍的杠杆 这比特币 要是再继续跌下去的话 他铁定要爆仓 亏得血本无归呀 想到这 林浩一脸绝望 他投进比特币市场的 那七百六十万的本金 可是他家里的全部资产了 这要是亏没了 他和他奶奶两个 今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没事小浩 钱没了还可以再挣 你还年轻呢 不要垂头丧气 振作起来 奶奶相信你以后一定能成为大明星 挣大钱的 看到自己宝贝孙子 一脸颓然的样子 一旁的王芳顿时心疼不已 出声安慰道 奶奶 这次恐怕真的要爆仓 血本无归了 多怪我之前太弹心了 我应该早点清仓的 林浩后悔不已 小浩 你别自责 这怎么能怪你呢 要怪就怪那个张艺谋 是他说比特币最终 要长到两万美刀的 谁知道他这磨一个大导演 竟然也会被骗 小浩 你就是被那个张艺谋给连累的 所以 这不能怪你 王芳说道 被自己奶奶安慰后 林浩的心情 也不像一开始那模糟糕透顶了 他重拾心情到奶奶 我不难过了 我就把这次失败的经历当作 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磨难 他会助我成长得更快 只要以后 我成为了大明星 那这次损失的钱 我分分钟就能转回来 现自己宝贝孙子振作了起来 王芳也开心道 嗯 奶奶相信你 一定能做到的 在奶奶眼中 小浩你 一直是最棒的 奶奶 你说我们以后住哪里呢 林浩有些郁闷地问道 成为大明星 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眼下背在自己面前的 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 今后住哪里 家里唯一的一套房子 已经卖掉了 自然是回不去了 酒店的环境倒是好 住得也舒服 但是经济不允许啊 莫等自己奶奶说话 林浩忽然眼睛一亮 倒对了奶奶 我想好 我们以后住哪了 住哪啊 王芳下意识问道 当然是住我姐家里啊 林浩笑道 那个成冰园 已经搬出去 和叶晨住一起了 现在那套房子 就我姐一个人在住 这一个人是住 三个人也是住啊 我们搬过去 连房费都省了呢 然而王芳听到 却是连连摇头到不行 我不想跟林小雪住在一起 我一看到 你姐那张脸 就会想到那个女人 当初她宝贝儿子娶那个女人 她就不同意 只是她懊不过她儿子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个女人成了她的儿媳妇 后面在一起住的日子里 她怎么看那个女人 怎么不顺眼 八年前 她宝贝儿子 在一场车祸中遇难 让她伤心欲绝的同时 也让她觉得是那个女人 客死了她的宝贝儿子 而她孙女林小雪 跟那个女人长得太像了 每次看到林小雪 她都彷復看到了那个女人 奶奶 咱不至于吧 我姐 她又没有做错石膜 林浩有些无奈地说道 小浩 当年就是你妈吵着 要出去度假旅游的 后来的事情 你也知道 你爸就是你妈害死的 而你姐无论样貌 性格都像那个 害死我儿子的女人 你姐一点都不像我林家的人 我不想看到你姐那张脸 所以小浩 奶奶以后就是睡大街 也不会搬过去 跟你姐同住一片屋檐下的 王芳说道 好吧 林浩叹道 可是奶奶 那我们要是不搬过去 跟我姐住一起的话 那我们只能在外面租房子了 而我现在还被成员传媒封杀中 一个商业都接不到 赚不到钱 漠视小号 奶奶现在退休金一个月 还有三千多呢 租房的钱肯定够了 王芳说道另外 昨天奶奶去国信世纪海景寿楼部 遇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徒弟 现在我那徒弟 是国信世纪海景寿楼部的销售经理 国信世纪海景的房子 现在卖得很好 那里人手不够 忙不过来 所以昨天 我那徒弟 还让我过去帮忙呢 说一个月给我四千块钱 奶奶现在闲着也是闲着 腿脚也还利索 不如去那里帮帮忙 有了这四千 再加上奶奶的退休工资 足够我们爷孙俩的日常开销了 奶奶 孙儿不孝啊 你都退休了 本应该在家好好安享晚年的 现在还要让你出去找活干 林浩有些愚心不忍 在她姐姐眼中 她这个奶奶 重男轻女思想严重 不是个好奶奶 但在她心里 她奶奶却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奶奶了 从小到大 一有什么好东西 她奶奶首先都会想到她 末世小浩 奶奶去那里 就是干些手边上的杂活 又不累的 再说了 像奶奶这个年纪 一直在家里带着也不好 出去动动 活动活动筋骨 反而能延年益寿呢 王芳笑着说道 对了小浩 你不是借了一百万给你姐吗 这钱 你可不能忘记要回来了 而且还要算利息 林浩闻声开口到奶奶 姐她现在身上也墨钱啊 你放心吧奶奶 等姐她后面有钱了 她肯定会把那一百万还给我的 小浩 你别怪奶奶讲 你姐和那个女人一样 都是个扫把心 你被那个夜晨封杀 不就是那个夜晨 把你姐跟她分手的怨气 撒在了你的身上吗 还有这次的比特币 你那天是陪你姐去 献那个张一南 结果才意外听到了 比特币的内幕讯息 如果那天你没有陪你姐去 那你这次肯定也不会破财的 王芳说道小浩 你没有发现 自从你跟你姐走近之后 你就一直在走霉运吗 你姐就是一个扫把心啊 奶奶 你以后在我姐面前 可千万不能说这种话 我姐都已经签约了张一谋工作室 以后会得到张一谋的力捧 成为新生代的某女郎 我以后在娱乐圈 还要仰仗我姐的关系呢 你别回头在我姐面前说这些话 搞得她跟我疏远了 那可就不好了 林浩认真告诫道 奶奶知道 你奶奶又不笨 下午四点半 夜晨开车来到魔都大学 接城冰原下班回家 由于距离城冰原下班 便坐在车子里玩起了斗地主 玩了两把后 夜晨收到了成冰原发来的微信讯息 老公 你到了吗 夜晨打字回复到了 我在车子里等你 成冰原老公 你上来吧 李教授有事情要找你 回了一个好的表情包后 夜晨便下车朝面前的 教师综合楼走去 成冰原口中的李教授 其名李素贞 他是成冰原独博时候的博导 深受成冰原的敬重 李教授找他有什么事 带着心中这份好奇 夜晨很快便来到了 成冰原的办公室 看到了李素贞 对方头发斑白 是一个气质素雅的女人 让人一看就知道 对方是一个高阶之时分子 李教授 李素贞笑眯眯的 坐吧 小夜 来到成冰原旁边的 一个椅子坐下后 夜晨便朝李素贞 投去了询问的目光 小夜 你知道我丈夫是做什么的吗 看到夜晨摇头 李素贞笑了笑 没有卖关子 直接说道 我丈夫在建军电影制片场里面工作 说起来 小夜你现在跟我丈夫 还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夜晨目光抬了抬 一副静听夏文的表情 看着李素贞 李素贞喝了一口茶后 继续说道小夜 建军电影制片场 现在想联合其他影视公司 拍一部现代军事题材的电视剧 进行爱国宣传教育 小夜 你现在不是成员传媒的老板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兴趣 他有没有兴趣 他当然有兴趣了啊 建军电影制片场的背景 懂得都懂 试问圈内哪家影视公司 不想跟建军电影制片场合作 加深和对方的关系 李教授 我想 圈内没有哪一家同行 不想跟建军电影制片场合作的 成员传媒当然也不例外 不过想要跟建军电影制片场合作 应该也没 那么容易吧 叶辰如是说道 以建军电影制片场的特殊地位 只要其将讯息放出 不用想 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影视公司 主动找上门 寻求跟建军电影制片场合作 是的 李肃珍点了点头 这次建军电影制片场 跟你们影视公司的合作 其实是以你们影视公司 为主导方的 建军电影制片场 除了给剧组提供拍摄所需的 武器装备 以及拍摄资金上的一些帮助外 其余的一切都将 由你们影视公司统筹负责 一周之后 建军电影制片场将会对外 发布正式的通告 届时 建军电影制片场会 根据各个影视公司报送的剧本 在经过内部研讨后 确定最终的合作伙伴 所以小叶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现在就可以着手准备剧本了 越早准备对你越有利 因为这次建军电影制片场 就是看你们影视公司 报送上来的剧本质量的高低 来决定跟谁合作 叶晨听完当集对着李肃珍 认真感谢到李教授 谢谢你将这些资讯提前告诉我 七天可是能做不少事情的 提前一周知道了 就意味着 他在起跑线上 就已经领先了其他同行们 小叶 你习富城老师 不仅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这些年在我心里 我也是一直把程老师 当作自己女儿看待的 现在程老师嫁给了你 我是真心希望 你们小两口 在以后的日子里 能越过越好 越过越幸福的 而我目前能帮你的 也只有这些了 李肃珍说道 老师 李肃珍的话 让程冰源心里很是感动 起身走到程冰源面前 李肃珍伸手将程冰源 揽入到了自己怀里 圆圆 我能感觉到你嫁给叶晨以后的 每一天都是很开心的 我们女人这辈子 能嫁给对的人 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所以老师也为你感到开心 小爷这孩子挺好的 只要你们一起努力 老师相信 你们以后肯定能拥有 一个光明的未来的 嗯嗯 程冰源眼眶发红 太多的话到了嘴边 却又是说不出来 最后只有不住的点头 五点钟 叶晨和程冰源手牵着手 一起从教师 综合大楼走了出来 坐进了车里面 老婆 这个周末 我们一起去看房子吧 叶晨一边系着安全带 一边说道 啊 听到叶晨的话 坐在副驾驶上的 程冰源一愣 老公 你不是说等 公司的发展 步入了正轨之后 在买房吗 我受不了了 说话时夜 乘起动车辆 从教师 综合大楼前驶离 受不了了 什么意思啊 程冰源有些莫明白 叶晨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租房里的 那张床的质量太差了 太容易想了 叶晨笑道 闻言 程冰源的一双眼睛 顿时弯成了月牙状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吐槽的地方 出了魔都大学校门 在马路上 还没驶出去十米远 程冰源忽然对着叶晨 开口道老公 你看到张姨了吗 看到了 程冰源口中的张姨 名叫张翠 两年前的一天晚上 程冰源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两个最汉 就在那两个最汉兰 驻成冰源 准备借着酒精 耍流氓的时候 是这个张翠及时出现 这才使得程冰源 免了一场骚扰 当时张翠的身份 是一名马路清洁阿姨 后来在程冰源的介绍下 张翠来到了魔都大学 当保洁园 这一干就干到了现在 此时还穿着保洁园制服的张翠 就在前面三十米开外的 马路牙子上 他刚刚在挥手拦机乘车 但他辆机乘车 由于载有乘客 就没有停下来 这个点想要在校门口附近打车 可不是好打的 老公 张姨一直都是坐公交上下班的 今天却打机乘车 而且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换 看来张姨现在 应该急着去什么地方 我们载他一程吧 程冰源说道 OK 很快叶晨便控制着红色高尔夫 靠边停在了张翠的身旁 程冰源落下副驾驶车窗 对着车外的张翠 开口道张姨 你去哪儿啊 我们送你 不用了不用了 程老师 你们走吧 我自己打车就行了 朴实的张翠不想麻烦人 上车吧张姨 这个点不好打车的 叶晨也开口了 这 好吧 犹豫了片刻后 张翠坐进了后排 张姨 你去哪儿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程冰源 扭过头来 看着后排的张翠问道 话剧院 有不少路呢 程老师 真的麻烦你和小叶了 张翠说道 张姨 你怎么跟我爱 一直这磨得客气啊 真是的 程冰源有些默好气道 对了张姨 今天是你儿子有话剧演出吗 张翠点点头似的 半个小时后 叶晨开车来到了魔都话剧院 小叶 姐 下车前张翠 拿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元钞票 朝叶晨递去 张姨 你这是做什么 快把钱收回去 张姨你要再这样的话 那以后我可不喊你张姨了 程冰源 杨庄生气道 现状 张翠只得无奈地将钱收了回来 程老师 既然来了 那我们也进去看看话剧吧 叶晨笑道 好啊 就这样 三人来到购票试窗 买了三张票后 便一起走进了话剧院 魔都话剧院里面还是挺大的 等同时容纳五百多人观看话剧 不过现在网路高度发达 线上下看话剧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五百多个座位 几乎有三分之二都是空着的 六点半 话剧纪念碑正式开场 程老师 台上哪一个是张姨的儿子啊 叶晨对着坐在自己身边的程冰源小声问道 誓言马路的那个人 就是张姨的儿子段奕红 听到程冰源的回答 叶晨也很快锁定了舞台上的段奕红 长相平平无奇 在荡下国内影视圈的这种大环境之下 像段奕红这重长相普通 又没有任何背景的男演员 想要混出头 那是很难很难的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段奕红 自然是有演技的 事实上 这个段奕红的演技很好 话说回来 能走上舞台出演话剧的演员 那演技都是相当过硬的 毕竟话剧的表演方式 和拍影视剧可不一样 拍影视剧 你哪里演得不好 导演还可以喊cut 让你重新拍一遍 如果表演的还不行 那就两遍 三遍 但话剧的表演方式 可是一进到底 是不能喊cut 重来一次的 所以出演话剧 那就十分考验一名演员的演技了 换句话说 敢走上话剧舞台的演员 那基本上就没有演技差的 七点半 话剧纪念碑落下帷幕 观众散场 话剧院外 叶晨对着张翠问到张姨 段哥现在 背后有没有公司啊 以前签了一个公司 但三个月前 合约到期 那家公司没有续签小红 张翠说道 程老师 小叶 你们回去吧 我等一下和小红回去就行了 张姨 等一下一起吃个饭吧 正好我有点事情 想跟段哥聊聊 叶晨笑道 文言 程冰原诧异地看了一眼叶晨 对于叶晨想要找段奕红聊什么 他心里 已经有了一个猜测 李时话剧院后台一间单人 试一间里 走出了一个青年男子 男子手里拿着手机 正在打着电话 段老师 真的不好意思 人家是投资方 我一个小小的悬角导演 真的得罪不起啊 我们只能有机会 下次再合作了 好了段老师 我还有事 就先挂了 王道 段奕红还想说什么 但这时 耳边却已转来了 电话结束通话的嘟嘟声 段奕红一脸苦涩地 将手机放了下来 拖着沉重的步伐 朝外走去 难道他未来的演艺道路 就只能在这话剧院里面吗 他有些不甘心 他热爱演戏 也想走向大银瓶 也想走红 跻身一线演员之烈 因为只有成为一线演员了 他才能接到更好的角色 才能赚到足够的钱 改善他家里的情况 这三个月 他爸爸一个月八千多的医药费 已惊讶的他 有些喘不过气来了 他再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如果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他的演艺事业 还没有任何起色的话 那他只能彻底放弃 这一行去打工了 没办法 他还有父母需要去赡养 梦想在现实面前 狗屁都不是 妈 程老师 一出化剧院 段一红就看到了自己妈妈 选有成冰原 还有 段一红的目光 落在了叶辰的身上 你就是程老师的老公吧 他之前听他妈妈说过 在今年的大资料婚姻配对中 成冰原和自己的一个学生配对上了 想来就是眼前这个人了 叶辰笑着点了点头 你好段哥 我叫叶辰 刚刚纪念被我看了 你演得很好 谢谢 可以看得出来 段一红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而且 段一红台上台下给叶辰的感觉 完全是两个人 舞台上的段一红 眼睛里面全都是戏 然而舞台下的段一红 眼神空洞无神 给人一重缸睡醒 还没有彻底 清醒过来的萌萌的感觉 小红 刚刚是小叶开车送我过来的 听到这话 段一红连忙对着叶辰辰冰原 说道成老师 叶辰 你们晚上应该还没有吃饭吧 一起去吃个饭吧 叶辰文声笑道好啊 正好我还有事想跟段哥你聊了 听到这话 段一红愣了一下 他和这个叶辰 今天第一次见面 对方会有什么事要跟他聊呢 虽然好奇 但是段一红却 没有急着去问 话剧院旁边就有不少饭店 四人没有舍尽求远 直接在傅家找了一家小土菜馆 走了进去 包厢里 饭菜上齐后 四人边吃边聊了起来 段哥 我刚刚听张一说 你现在在娱乐圈还是自由身 还在一个人独立打拼 是吗 段一红没有说话 但却点了一下头 见状 叶辰接着说道 那不知道段哥 有没有想过签约一家影视公司 听到这里 成冰元已经知小叶辰是何意图了 果然跟他心里猜测的一样 我倒是想签约影视公司 但叶辰你可能不太清楚 像我这种没有名气 长得又不帅 年龄又过了三十岁的男演员 一般影视公司 都会将我拒之门外的 段一红面露苦涩地说道 除了年龄大 没有名气 长相普通之外 还跟他不善交际 内向的性格有关 段哥 如果我说我能替你找到一家 愿意签下你的影视公司呢 听到这话 段一红精神一振 是哪个公司 陈元传媒 叶辰说道 陈元传媒 段一红努力回响 还是对这个陈元传媒 感到很陌生 看来这 要不是一家刚成立的新公司 要不是 那种不靠谱的皮包影视公司 段哥 可能我说 陈元传媒你不熟悉 但是我要是说春秋影视 你应该不会陌生吧 段一红文言 点了点头春秋影视 我知道 叶辰 你说的那陈元传媒 和春秋影视 有什么关联吗 段哥 春秋影视 在不久前被我收购了 然后春秋影视 被我更名成了陈元传媒 听到叶辰的这句话 段一红很是意外 吃完饭 叶辰先是开车 把张翠段一红母子俩 送回去了 然后便合成兵员 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老公 看来你对实力派演员 是情有独钟啊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成兵员 如是笑道 你说的没错 在我心里 实力派演员都是潜力股 值得我提前投资 叶辰说道 对了成老师 你身份证在身上吗 在身上 我身份证一直放钱包的 老公 你问这个干嘛 不对老公 你走错到了 回家应该执行的 你怎么跑到左转弯道上去了 闻言 叶辰笑了笑成老师 咱们今晚不回家了 去酒店 租房里的那张床 质量太差了 四日 也就是七月二十八日 周四 叶辰来到公司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张鸿辉 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老张 你联络一下 圈内的知名编剧 尤其是擅长军事题材的编剧 看看他们手里 有没有现代军事题材的影视剧本 如果有那重优质的剧本 我们一定要拿下 哪怕花高价 也在所不惜 建军电影制片厂 还有一周 就会对外正式式出通告了 对现在的成员传媒来说 时间就是金钱啊 听到叶辰这魔说 张鸿辉差异到叶总 公司这是准备拍一部 现代军事题材的影视剧吗 见叶辰点头 犹豫了片刻后 张鸿辉还是开口说到叶总 拍军事题材的影片 现在在国内 属于吃力不讨好 首先这类题材的影片 拍摄成本大 此外 由于涉及很多军事专业问题 致使其拍摄难度也很大 一不小心 就会拍成烂片 这几年 已经很少有同行敢碰这类题材了 老张 你就听我的去做就行了 叶辰懒得解释太多 好的叶总 我知道了 张鸿辉没有再说失魔了 毕竟人家叶辰是老板 作为员工 他该劝的都劝了 老板不听 那他也没失魔办法了 老张 这件事 你亲自抓 一刻都不能拖 越快越好 知道吗 叶辰正色叮嘱道 好的叶总 下午 段一红来到了陈渊传媒 他过来是签合同的 段哥 这是合约 你看看 叶辰说话实将 提前准备好的合同 朝段一红递了过去 叶辰给段一红准备的 是一份三年期的 C级合约 这次没有系统的提示 叶辰自然不会像 对戴章送文那样 直接给高阶别的合约 给段一红了 虽然段一红演技很好 叶辰挺看好对方的 但是段一红未来能不能火 这依旧是一个未知之数 叶辰也不确定 毕竟现在圈内 很多演员明明有实力 但就是 怎么也火不了 甚至有的实力派演员 明明得到了背后公司的资源扶持 但就是火不了 像是陷入了一个 不能火的魔咒当中 有些东西是没有道理 可讲的 段一红看完合同 没有任何意义 直接当场 就把合同给签下了 至此 段一红成为了 陈渊传媒旗下的 一名签约艺人 这一天 比特币跌破五千美刀 林浩林小雪这对姐弟俩 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两人都知道 等待他们的 必然是爆仓 毕竟他们这次 可是加了十倍杠杆 7月29日 周五 比特币跌破四千美刀 爆仓了 望着自己的手机 林浩林小雪心中 尚存的最后一丝侥幸 也消失了 两人的脸色 看起来都微微有些发白 尤其是林浩 眼睛都红了 要知道 他这次可是把家里 唯一的一套房子 还有自己的车子都给卖了 除此外 他还借了不少网贷 本以为这次 炒比特币能赚他 各两个多亿呢 现在好了 不仅连根毛都没赚到 还背上了一百多万的外债 就当林浩一个人 抑郁在房间 喝着闷酒的时候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拿起手机一看 是张一南打来的电话 林浩连忙 按下了接听键 小张道 哪怕此刻张一南 不在自己的面前 但林浩的脸上 还是习惯性地露出了 谄媚的神色 林浩 你明天没事摩世吧 张一南问道 摩世啊 小张道 你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请警官吩咐我 林浩讨好道 我准备在魔都买套房子 你明天陪我一起吧 记得把你姐爷喊上 张一南如是说道 他一家长居在帝都 但最近两年 由于魔都影视城的扩建 他和他爸爸 来魔都这边拍戏的次数 也是变多了 之前他来到魔都这边 一直都是住酒店的 后来想着钱脆买一套吧 毕竟现在魔都房价涨的厉害 买魔都的房子 也算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了 好啊 张一南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一口印了下来 对了小张道 你打算买哪个楼盘的房子 具体哪个楼盘我还没想好 张一南说道 明天多跑几个江景房楼盘看看吧 文言 林浩眼睛一亮小张道 既然你想买江景豪宅的话 那我推荐你一个楼盘 哪个楼盘 张一南问道 国庆世纪海景 林浩说着黑黑笑了起来 小张道 不瞒你说 我奶奶下周一 就要去国庆世纪海景售楼部上班了 小张道 你要是去那买房的话 正好可以算我奶奶一笔业绩 他奶奶这次 虽然是以一个零石工的身份 去国庆世纪海景售楼部上班 但如果介绍了一个客户 去国庆世纪海景买房的话 照样能拿到提成 林浩 你奶奶不是退休在家好多年了吗 怎么还出去上班 嗨 我奶奶最近 在家里待得太闲了 非嚷嚷着 要出去找点事情做做 我拦都拦不住啊 林浩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搪塞了过去 没办法 他要是说出实情的话 那张一南可就知道 那天他和他爸爸的通话 被他跟他姐姐偷听到了 行 那明天就去国庆世纪海景看看 要是遇到合适的江景房的话 我就买下了 好好好 那谢谢小张导了 林浩开心道 他奶奶在中江的产上了一辈子本 所以他是知道 中江的产给售楼员的卖房 提点是1% 而国庆世纪海景的均价 已达到15万一平 以张一南的身份 他要是买房的话 那买的房子 肯定不会低于100平的 就按照100平理算吧 那成交价也在1500万往上了 这磨一算 提成至少有15万 那这笔钱对当下的他来说 那可是雪中送炭 晚上 叶成和成冰园坐在床上 商量着明天看房子的事情 老公 上海湾 凯丽海华府 家喻云景 浦江海德这几个楼盘 都挺好的 房价适中 周边的配套设施 也挺齐全 我觉得这几个楼盘的 价效比都很高 要不我们明天去 这几个楼盘看看去 这些天 成冰园闲暇的时候 可没少了解 魔都各大在售楼盘的讯息 老婆 你说的这四个楼盘 好像都是位于中环吧 叶成说道 一般大都市 都是分为一环二环三环 但魔都不一样 魔都从里 到外是分为内环中环和外环 不用想也知道 内环的房价 肯定是高于中环的 而中环的房价 肯定是高于外环的 对啊 中环的房子 价效比最高了 成冰园说道 我还是想买内环的房子 听到叶成的话 成冰园笑了笑 可以啊 那你有相中的楼盘吗 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内环的房子 只是内环的房子太贵了 相比较之下 他觉得中环的房子 价效比最高 不过既然叶成想买内环的房子 那他会支援叶成的 财富海景花园 中梁海景一号 兵江凯旋门 薄信世纪海景 叶成一口气 说出了四个楼盘的名字 成冰园文生脸色微变 老公 你说的这些 可都是内环兵江豪宅啊 同样都位于内环 不同的楼盘的价格 也是相差很大的 其中站在魔都楼盘金字塔顶端的 几乎都是分布在黄浦江两岸边上的 滨江豪宅 下国人自古就喜欢临水而居 民间也有有财有水的俗语 在下国传统思想 以及风水学里面 水和财可谓是息息相关 是已在国内任何一座大都市里面 江景房都是稀缺资源 江景房的房价 更是全是房价的领跑者 魔都也不例外 叶成刚刚说的那四个楼盘 都是魔都现在正在售的滨江豪宅 房价都高得吓人 程老师 你难道不喜欢江景房吗 叶成笑道 江景房谁不喜欢啊 成冰原莫好气地白了一眼叶成 行吧 你是一家之主 既然你想买江景房的话 那我们就买江景房吧 魔都正在售的那几个滨江豪宅的房价 差不多都在十五万一平左右 一套百把平米的 全款下来 差不多在一千五百万旁边 这次叶成炒比特币赚了两千来万 还是能够承受得住的 好了程老师 买房子的事情初步商量好了 接下来我们该深入交流一下其他事情了 叶成笑道 第二天 七月三十日 周六 今天阳光明媚 风和日丽 是一个适合外出的好日子 上午九点 叶成拿着车钥匙 和成冰原出门了 两人的第一站 来到了中梁海景一号 一来到寿楼大厅 两人便得到了一名漂亮女寿楼员的热情接待 老公 我觉得这套房子的户型挺不错的 你觉得呢 成冰原指的是一套113平米的房子 三室两厅 户型的话 中规中矩吧 对这套房子 叶成有些不满意 一是面积有些小了 二是 它并不是一线江景房 而是二线江景房 叶成心里 想买的是那种沿江第一排的一线江景房 第二排的 在叶成看来 其实已经算不上是真正的江景房了 于是叶成说到老婆 这个房子的面积有些小了 以后我们 要是生三胎的话 那卧室可就不够了 一听这话 女寿楼员顿时眼睛一亮 这是来了大单啊 叶先生 您和您夫人 要是打算生三胎的话 那我强烈 建议你买这套 它的面积是148平米 四室两厅 户型南北通透 楼层在第十层 采光极好 非常的宜居 女寿楼员眉飞色舞地说道 然而对其强推的那套房 叶成确实兴致缺缺 第一排的房子 都卖完了吗 叶成还是对于一线江景房情有独钟 因为只有位于第一排的房子 开启窗户 才能一览黄浦江景 这位于第二排以及更靠后的房子 由于前面有房子挡着 使得你在家里 其实是看不到黄浦江的 中良海景一号 虽然是江景豪宅 但其实 这位于第一排的房子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江景豪宅 不好意思叶先生 我们的一线江景房 都已经售庆了吗 中良海景一号的均价 在十四万左右 但第一排一线江景房的价格 却已经突破了十六万 尽管如此 开盘后 位于第一排的一线江景房 还是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那我去别的楼盘看看 就这样一夜 沉牵着成冰员的手在 女寿楼员满眼不舍的眼神中 离开了中良海景一号的寿楼大厅 他接待的确实是一个大客户 奈何他们中良海景一号的一线江景房 都已经卖完了 长得这摩帅 还这摩有钱 这是真正的高富帅啊 估计是哪个富二代 只是可惜 这帅哥这摩年轻 竟然就早早地结婚了 而且 老婆还在身边 要不然 他刚刚说什么 也要把对方的联络方式要到手 出了寿楼大厅 建成冰员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叶晨笑道 紫磨了程老师 话憋在肚子里不难受啊 老公 你要一线江景房 又要买面积大的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 你这次在比特币市场上赚到的钱 也不够全款支付的啊 你是打算按揭买房吗 程冰员如是问道 就拿刚刚那个女寿楼员强推的那套房来算吧 面积148平米 房价14万多 算上汽水 还有个重砸七砸八的费用 那套房全款下来 差不多要2300多万 这已经超过了他老公 这次炒比特币赚到的钱了 不按揭 咱全款买房 叶晨说道 啊 全款 那咱们钱也不够啊 程冰员有些猛 谁说咱钱不够啊 叶晨说完掏出手机 开启手机网银 点开余额 然而把手机荧幕对着程冰员 看看 这 看到荧幕上那串长长的数字 程冰员的一双美眸 越瞪越大 两亿两千七百多万 老公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 程冰员无比吃惊地望着叶晨 那天晚上 我把比特币卖出后 又反手做空了一波 后面比特币暴跌 你知道的 所以前后两波下来 就赚到了这魔多 叶晨说道老婆 我不是有一样瞒着你的 你当时连续多天晚上失眠 精神状态那摩擦 我怕我跟你说了 你后面又要担心地睡不着觉了 好吧 程冰员待眉一弯 有些兴奋地说道 这魔说来 我们俩现在 已经是亿万富翁了 老公 你真的太厉害了 两个多亿啊 叶晨竟然一个月不到 就赚了普通人十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你老公厉害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叶晨笑呵呵地说道 叶晨同学 再开车的话 老师就没收你的驾照 程冰员眯眼笑道 没收我的驾照 然后你开车试吧 叶晨说话时 拉开了高尔夫的主驾驶车门 坐了进去 程冰员则坐进了副驾驶 我开车怎么了 我开车技术很好的 上车后 程冰员一边系着安全带 一边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个确实 程老师你开车还是挺稳的 就是容易超速 叶晨笑道 下一站 两人开车来到了财富海景花园 财富海景花园的一线 将警方目前在售的 倒是还有十几套 不过基本上都是 那种百把平米左右的经济户型 有三套面积大点 都在一百五十平左右 都是四十两厅户型的 叶夫人 我给的这个价格 真的已经给到位了 现在一线将警房 都是非常紧俏的 每天都有不少客户 来看我们的一线将警房 您今天要是错过了 可能明天这套房子 就被别的客户给定了过去 再便宜点吧 韩经理 这套房子 虽然也在冰江第一排 但其窗外的那段 黄浦将警却 有些一般 我觉得他不值你说的那个价 然而无论成冰原怎么 和这个女兽楼员磨嘴皮子 对方都是不肯松口 老婆 我们去隔壁 冰江凯旋门看看去吧 一直没有说话的叶晨 忽然开口说道 成冰原看中的 那套一百五十三平的房子 就像成冰原刚刚说的那样 虽然位于第一排 是一线将警豪宅 但是其拥有的黄浦将警 跟第一排 已经卖出去的那些房子 所拥有的黄浦将警相比 却是显得有些贫瘠 叶晨本来就对这套房子 不是太满意了 眼下这个女兽楼员 却还半分价都不肯让 这就让叶晨有些不爽了 反正眼下还有两个楼盘 没有看 那就先到那两个楼盘看看去 好的老公 成冰原也不想再和面前的 女兽楼员继续磨嘴皮子下去了 眼见叶晨成冰原要走了 女兽楼员并不着急 叶先生 兵将凯旋门所剩的那几套 再售的一线将警房 所拥有的黄浦将警孩 不如你夫人看中的那套呢 不同人对警制高低的 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 丢下一句话后 叶晨便合成冰原直接离开了 娜娜 你就给他们让点假呗 别回头 搞得这一单弄丢了 可就不好了 韩娜娜的一名女同事 来到韩娜娜的身边劝道 这一单丢不掉的 韩娜娜一脸 自通道中梁海警一号一线 将警豪宅 已经售庆 兵将凯旋门 就像我刚刚跟他们说的那样 那几套还在售的一线 将警房 所拥有的黄浦将警 都不如他们看中的那套 而国庆世纪 还仅一线将警房卖的 只剩下一套 343平的超级大平层了 那套大平层的雀庸 有视野非常开阔 景致又很美的黄浦将警 但那套超级大平层 可是很贵的 没有六千万下不来的 刚刚那对夫妻连 我们这套房子都嫌贵 又怎么可能买得起 那套超级大平层呢 所以 他们看一圈下来 最后还是得乖乖来到我们这里 老婆 快一点钟了 我们先去填饱肚子 然后再去冰江凯旋门吧 从财富海景花园 寿楼部大厅走出来后 叶晨看了一眼 时间如是说道 好啊 正好我也有些饿了呢 彼时 世贸蛇山庄园 八号别墅内 操 爆仓了 一个头戴棒球帽的青年 盯着手机 一脸肉疼的说道 这次他 可是投入了一个 一座多比特币啊 结果被人当成韭菜给割了 马德 作为资本 都是他割别人韭菜 然而这次自己 却成了韭菜 哈哈 爆仓了吧 周家在一旁哥哥笑道 我说佳佳 你表哥 我这次血亏一个亿 你不过来安慰我两句就算了 竟然还在一旁幸灾乐祸 周家表哥一副很受伤的表情说道 谁让你之前那魔术我叶晨哥的 现在知道我叶晨哥的厉害了吧 周家下巴一台 一脸傲娇的说道 佳佳 有机会我倒是 真想见见那个叶晨 我就纳闷了 怎么在你心里 你亲表哥的地位 还不如那叶晨一个外人呢 听到这话 周家眯眼笑道 没有拉表哥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我的好表哥 但叶晨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们俩都是我哥 你们当中 如果有任何一方被欺负 我这个妹妹都会维护你们的 嗯 这话说的倒还中听 所以表哥 愿赌服说哦 周家说着 将右手伸到自己表哥的面前 手掌摊开 掌心朝上 一双大眼睛 对着自己表哥眨呀眨的 现状 头戴棒球帽的青年 从裤子口袋里 拿出一个黑色钱包 然后从里面抽出一张中 兼印有一个金色古代园林 建筑图案的黑色卡片 递到周家的手上道 你表哥不是一个输不起的人 姐 周家十分开心地 收下了这张黑色卡片 希希 谢谢表哥了 家家 你是准备把这张清源 会卡给那个叶晨吧 头戴棒球帽的青年 笑着问了一句 是的呢 周家笑迷迷地道表哥 行不行啊 我要是说不行 你就不把他给你那个叶晨割了吗 哼 这张黑卡 现在在我的手上 那我就拥有他的使用权 闻言 周家表哥一脸无语 那你还问我行不行 这不是多此一问吗 希希 我这是出于礼貌吗 谁叫我是一个有礼貌的孩子呢 周家笑道 有礼貌 但不多 另一边 叶晨和成冰园吃完饭 就直接开车 来到了滨江凯旋门寿楼部 不一会儿 一名女兽楼员开着一辆奥迪载着叶晨和成冰园去看房子 滨江凯旋门楼盘和寿楼部不在一起 但两地也就隔着两公里的路程 开车的话 五分钟就到了 女兽楼员戴叶晨和成冰园看的第一套房子 是面积149平的滨江一县江景房 户型是挺不错的 但是这个房子能看到的黄埔江景确实很一般 叶晨不满意 于是女兽楼员接着戴叶晨和成冰园又来到了另一套一县江景房 就在叶晨看房子的时候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逃出手机一看 来电显示周家 叶晨哥 电话刚接通 就传来了周家那如同百灵鸟般的声音 有事吗 哼 默示就不能打电话给你了吗 我在忙呢 有事说是 默示我就先挂了 晚上把嫂子带出来 我请你们吃饭 叶晨一愣 好端端的 怎么又请我们吃饭 我想谢我嫂子了 不行吗 行 有免费的饭吃 不吃白不吃 叶晨哥 等一下我把饭店的地址发给你 嗯嗯 说完叶晨便挂了电话 老公 谁啊 一旁的成冰员号祈祷 周家 晚上要请我们吃饭 不知道又搞什么 叶晨说道 晚上去了就知道了 成冰员笑道 见两人聊好了 旁边的女寿楼员 接着自己前面的话 继续说道叶先生 叶夫人 你看我们站在阳台 直接就能看到大片的黄埔江景 这套房子的江景 你们觉得怎么样 比刚才那套房子的江景要好看些 成冰员说道 这套房子的江景确实可以 但是户型我不喜欢 叶晨说道 四个卧室都堆在了一边 这个设计 在我这里 是个败笔 一套房子的户型 不能说好与不好 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而他是比较注重隐私这一块的 所以他不喜欢几个卧室 都在一边的设计 成老师 你觉得呢 迎着叶晨的目光 成冰员笑了笑 我也正准备吐槽这一点呢 三点零几分 叶晨和成冰员 开车离开了冰江凯旋门 老公 要是看了国庆世纪海景 也没有我们喜欢的房子的话 那我们就买刚刚那套吧 成冰员口中的那套 是指在冰江凯旋门 看的最后一套房子 那是一套145平米的 冰江一线豪宅 户型中规中矩 江景还不错 最主要的是 价格给的 比前面财富 海景花园要厚道 行吧 叶晨点了点头 虽然成冰员说的那套 江景豪宅距离 他想要的那仲江景豪宅 还有些差距 但眼下也没啥更好的选择了 希望等会国庆世纪海景 能给他带来惊喜吧 3点13分 叶晨开车 来到了国庆世纪海景寿楼部外 乖乖 这车子都停满了呀 叶晨一边感慨着 一边寻找停车位 国庆世纪海景 作为刚开盘不久的新楼盘 生意火爆也正常 成冰员说道 找了一会儿 叶晨看到一辆车子离开了 于是叶晨赶紧将车子 停进了那个刚刚空出来的停车位 下车后 两人就直接朝着面前的国庆世纪 海景寿楼部走去 李时辰卫国庆世纪 海景专案销售经理的李娟 正在寿楼部大厅里面 指挥着手底下的寿楼员接待客户 忽然一个地中海的中年人 顶着凸起的啤酒肚子 慢悠悠地走了进来 夏冉然 有客户来了 该你去接待了 李娟对着身边的实习生夏 冉然吩咐道 好的 就在夏冉然阴生准备过去的时候 一个化着浓妆 长着一对狐狸眼的女子站了出来 李经理 这位客户让我去接待吧 听到这话 夏冉然忍不住皱了皱带眉 他们这些寿楼员 是按照顺序接待客户的 现在排到他了 但这个齐淼淼此刻站出来 显然是想插队啊 李娟略微思考后 便对着齐淼淼点头倒横 那淼淼你去吧 齐淼淼作为他手底下的销官 还是要给予对方一定的特权的 谢谢李经理 齐淼淼开心地离开了 多年的销售从业经验告诉他 那个地中海的中年人 极有可能是个潜在的大客户 离开前 齐淼淼还挑衅地看了一眼夏冉然 她对这个新来的夏冉然 没有什么好感 不要问为什么 问就是 夏冉然长得比她好看 让她嫉妒 让她不爽 看到本应该轮到自己接待的客户 被齐淼淼抢了去 夏冉然虽然心里气愤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没办法 谁让人家是销官呢 就在这时 李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又有客户来了 夏冉然 你去 好的 夏冉然阴声的同时 朝寿楼大厅的门口望去 这一望 夏冉然直接愣住了 那不是叶晨和程老师吗 夏冉然 你发誓磨愣呢 赶快去啊 李娟不满的声音 让夏冉然回过神来后 连忙朝叶晨和成冉原走了过去 好多人啊 看到寿楼大厅 一派热闹喧嚣的景象 成冉原忍不住感叹了一声 老婆 你看那边 现在购房还可以参与抽奖 一等奖是一辆冰式大G 还是暗影之翼特别版 顺着叶晨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成冉原看到了一张落地的巨大广告牌 上面写着买房抽奖的资讯 其中一等奖 就是叶晨刚刚说的 冰式大G暗影之翼特别版 官方指导裸车驾万元 在广告牌的后面 就停放着 一辆车身颜色未黑色的冰式越野 它就像是一头凶手盘踞在那 压迫感十足 显然这辆车型霸气的冰式越野 就是广告牌中所说的冰式大G暗影之翼了 成老师 叶晨 就在这时 一个好听的女子声音 从两人的身后响起 转过身来望着面前 身穿职业女装的OL 成冰原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笑道然然 你在这里上班啊 是的 夏然然说着面色一暗 成老师 我给母校丢脸了 作为魔都大学毕业的 现在在这里卖房子 确实是有些好说不好听 然然 你别这么说 工作是不分高低贵贱的 成冰原说道 夏然然 这都能遇上 真是巧了呀 听到叶晨的这句话 夏然然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叶晨 我前几天才在群里说过 我入职了中江地产 现在在国信世纪海景卖房 你不知道吗 呃 我忘记了 经过夏然然的提醒 叶晨也有些想起来了 似乎夏然然之前在同学群里 确实提过这一茬子 闻言 夏然然又送给了叶晨 一个大大的白眼 这个叶晨 真是枉费自己喜欢了他四年 感情在对方眼中 他的存在感就这磨得低 太扎心了呀 程老师 你和叶晨今天过来是看房子的吗 夏然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是什么 是的 程冰原笑着点了点头 行 那程老师叶晨 我现在带你们去沙盘区 看看我们正在售的户刑中 有没有你们喜欢的 夏然然说道 嗯 好的 就这样 在夏然然的带领下 三人一起来到了沙盘区 程老师 我给你们推荐一套户刑 就是那套108平的 三室两厅 南北通透 里面的布局也不错 现在这套户刑 在我们这是卖得最火的呢 在夏然然声音响起的时候 叶晨的目光却 没有落在夏然然介绍的 那套户刑上面 而是全程都放在了 第一排的一线江景房的身上 叶晨一眼扫过去 发现那些一线江景房的状态 都是已瘦 可忽然有一套状态 是带瘦的一线江景豪宅 吸引了叶晨的注意 这也是国庆世纪 海景唯一一套 还在瘦的一线江景豪宅了 343平的超级大平层 望着那套超级大平层的 沙盘模拟模型图 叶晨的眼睛是越来越亮 这套超级大平层里面的构造布局 他很喜欢 叶晨 你在看什么呢 见叶晨的注意力 并不在自己介绍的 那套房子上面 夏冉然忍不住问道 夏冉然 带我们实地去看一下那套房子吧 叶晨指着那套343平里的 超级大平层 对着身边的夏冉然说道 虽然从沙盘模型图来看 这套大平层 很对他的胃口 但模型终究只是模型 还是要实地去看一下县房的 顺着叶晨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夏冉然先是一脸惊愕 随后有些不确定地 看着叶晨到叶晨 你指的是那套大平层吗 叶晨点点头 嗯是的 见状 夏冉然大为震惊 叶晨竟然提出要去看一看 那套超级大平层的现房 叶晨他这是想干什么 叶晨 你是因为好奇 单纯地想去看看 那套超级大平层 还是真的有买他的想法 夏冉然这般问道 看中了就买啊 叶晨的这个回答 落到夏冉然耳朵里 让夏冉然心头狂震 叶晨 这套超级大平层 现在售价可是达到了 17万亿平米 他们国兴世界海景 一线江景豪宅 现在除了这套 343平的超级大平层 其余的都已经售出了 这套大平层 之所以胜到现在 还没有卖出去 不是它不好 而是它太贵了 17万亿平米的价格 单单房产汽税 就高达230多万 这套大平层的总价值 已经超过了6000万软媒币 如此高的价格 足以让很多富豪 都为之望而却步了 然而现在叶晨 竟然有买他的意思 估摸着叶晨 是对这套超级大平层的 总价值 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啊 他知道 叶晨和成冰元 在大资料婚姻配对中 获得了一笔 1000万的婚姻幸福基金 但1000万就连这套 超级大平层的首付都不够的 夏冉冉此时心里面 在想失魔 叶晨当然清楚 不过叶晨也懒得解释什么 于是叶晨笑着说道 怎么了 夏冉冉 难道因为他的售价 高达17万一瓶 就不允许 我过去实地看房了 不是不是 夏冉冉摇头到叶晨 程老师 你们稍等一下 我去拿那套大平层的房钥匙 然后就带你们过去看房 说完 夏冉冉便离开了 彼时 齐淼淼回到了服务前台 看到齐淼淼 那不太好看的脸色 李娟心里 便已经知道了结果 怎么淼淼 那个地中海胖子 没有买房的意思 是哦 齐淼淼一脸晦气地说道 这次真的看走眼了 原本我以为他是那重钱在的大客户 谁知道一番接触下来 我才发现 那胖子竟然是一个跑腿的 他来我们这 是给一个客户送身份证过来 听到这话 旁边一名女兽楼员笑道 这年头的奇葩 真是越来越多了 一个跑腿的 竟然还穿西装灯皮鞋 走路上更是走出了大佬的气势 这也不怪苗苗 你看走眼了 对了 夏冉冉呢 接待客户去了吗 齐淼淼忽然问道 嗯 不过夏冉冉已经往我们这走了 看来他接待的 那对年轻人来 我们这也不是奔着买房来的 听到李娟的话 齐苗苗的脸色 总算好看了一些 还好夏冉冉接待的 也是个伪客户 这要是夏冉冉接待的是真客户 真的卖出了一套房 做成了一单的话 那他可就要真的郁闷了 要知道 他刚刚接待的 那个地中海的中年胖子 按照顺序 本应是由那个夏冉冉 负责接待的 只是被他利用自己的销冠特权给抢了去 换言之 如果他刚刚不接胡夏冉冉的话 那夏冉冉现在接待的那对 年轻人才是 他本来应该接待的 也就是说 他聪明反被聪明 不过现在看来 夏冉冉接待的也是伪客户 这不禁让他心里感到稍稍平衡了一些 就在这时 夏冉冉也回到了服务前台 李经理 请把那套大平层的钥匙给我 我那客户要去看房子 此话一出 李娟先是一愣 随后震惊到夏冉冉 你说那对年轻人 要实地去看那套超级大平层 是的 夏冉冉点了点头 这一刻 附近几名女兽楼员的脸上 全都露出了震惊之色 那套超级大平层的总价 可是超过了六千万软妹币 平时也有一些客户 跟他们了解过那套大平层 不过在听到其价格后 那些客户们 最后都忘了却步了 然而现在竟然有人提出 要去看房子 这是要买的节奏吗 一下子好几个女兽楼员 望向夏冉冉的目光 都变得不一样了 这个夏冉冉的运气 不会这魔好吧 这要是卖了一套 总价六千多万的大平层 夏冉冉能拿到 接近六十万的佣金呢 他们这些人 业绩好的 一年下来赚到的钱 也差不多就在六十万左右 多数人一年 根本就赚不到这魔多 新来的夏 冉冉要是一单 就赚了这魔多的用金的话 那可要把他们给羡慕死呀 此时 齐淼淼的脸色 像荡枝精彩 按照正常顺序 原本应该由他来接待的客户 现在竟然提出 要实地去看那套 超级大平层 这特魔不是逗他玩吗 李经理 你把钥匙给我吧 我带那对情侣看房去 齐淼淼站出来说到夏 冉冉毕竟是新来的 截止现在 他的业绩还是零 我觉得以夏冉冉的经验 很难为那对客户 提供优质的服务 为了确保这个大单不流失 李经理 我觉得 还是换我去接待 那对客户最为合适 文言 李娟露出了思索的神色 齐淼淼 说得不无道理啊 夏冉冉 到现在 还是一个销售小白 但齐淼淼可不一样了 齐淼淼可是他手底下的销官 经验十分丰富 正摸一个超级大单 交给夏冉冉去谈 确实风险很大 看到李娟明显一动了 夏冉冉顿顿时有些着急了 齐淼淼 你什么意思 之前插队 我都没说你什么 现在又想抢我的客户 哪有你这样的啊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旁边几个女寿楼园 面面向去地对视了一眼 齐淼淼这种行为 确实是很恶心人 但谁让人家是销官呢 在他们这一行 销官就是有特权 面对生气的夏冉冉 齐淼淼丝毫不畏所动 淡淡说到夏冉冉 我只是 站在公司利益的角度上 来考虑问题 并没有欺负你的意思 一个刚进公司的新人 也敢站出来 硬刚他这个销官 简直是不知道 自己有鸡精几两啊 今天他就给这个职场新人 好好上一课 然然 淼淼说得对 这磨一个大单 以你现在的经验 得确难以驾驭 李经理 这次那两个客户 由我来接待 是最为合适的 李娟文生一愣 为石磨 给我一个理由 因为他们一个 是我的大学同学 一个 是我的大学老师 夏冉冉说道 李娟文生迅速改变主意 用钥匙 开启服物台的保险柜 把那套超级大平层的钥匙 从里面找出来 直接递给了夏冉冉 快点去吧 冉冉 别让你同学和老师久等了 好的 望着离开的夏冉冉背影 齐淼淼脸色难看 谁知道夏冉冉的同学 是不是知识 想过去拍个照 常常见识呢 老公 你真的想买那套大平层啊 迎着成冰原的目光 夜晨笑了笑 等会看完房再决定吧 要是看完喜欢的话 你就买吗 成冰原打破砂锅问到底 如果喜欢 那为什么不买呢 夜晨反问道 可是那套大平层 要六千多万呢 成冰原有些弱弱地说道 成老师 现在在魔度买房 本来就是一项 稳赚不赔的投资 再说了 买房就要买我们喜欢的 这样住着心情才会舒畅 夜晨说道 闻言 成冰原笑了笑 说得也是 没过一会儿 拿到钥匙的下 冉冉走了过来 成老师 夜晨 钥匙拿到了 我们现在过去吧 好的 国庆世纪海景寿楼部 距离国庆世纪 海景楼盘 不过300米的距离 为此 三人直接选择了步行 国庆世纪海景 是由三状100米高 外形相近的短板式高层组成 目前已经成为了 陆家嘴的趋标志性建筑 很快三人走进了 国庆世纪海景北侧 A状住宅楼的电梯 当三人从电梯出来时 三人已经位于 这一状楼的最顶层 30层了 那套343平米的超级大平层 就在这一层 用钥匙开启房门 三人便一起走了进去 穿过玄关 三人首先来到了客厅 夜晨只感觉眼前一亮 好家伙 不愧是大平层 这客厅是真的大 这时下然然介绍的声音 在一旁适时响起 程老师 夜晨 这个大客厅面宽有8米多呢 非常的宽敞 加上阳台的区域 光这个客厅家阳台 就有足足90个平方 说话时 吓然然将客厅的窗帘拉开 夜晨顿时看到了外面的黄浦江 此时黄浦江上有一条大船 正在缓缓行驶 感觉近在咫尺 事实上 也确实近在咫尺 因为这幢楼 距离黄浦江的直线距离 不过70米远 推开一门 三人从客厅来到了潮汐的大阳台 夜晨 程老师 这个阳台 足足有24个平方 配上这落地的景观大窗 黄浦江紧近在我们的眼底 这套大平层逛下来 可谓是让夜晨明白了 什么才叫做真正意义上的豪宅 方正大气的户型 夜晨非常喜欢 三房朝南 一房朝西 所有房间透过窗户 都能看到美丽的黄浦江紧 这才是夜晨心中 想要的那种江紧豪宅 怎么样成老师夜晨 这套大平层 是不是堪称完美啊 说着说着 夏冉然忽然感慨了起来 我们人要是这辈子 能住进这样的大平层 那这一世 真的算是没有白来了 这套大平层我很喜欢 夜晨说着 望向了身旁的成冰园 你那老婆 在自己学生的面前 被夜晨叫老婆 这使得成冰园的俏脸 忍不住有些发热泛红 毕竟喊他老婆的夜晨 也是他的学生啊 我也很喜欢 试问这样的江紧大平层 又有几个人会不喜欢呢 行 那咱就买这套了 夜晨说道 夏冉然纹生眼皮 狂跳夜晨 你说真的 这套大平层的售价 现在是十七万一平 算上气税等 各种砸七砸八的费用 最后的价格 可是已经超过了六千万的 我说夏冉然 你这操心的 是不是有些太多了 听到夜晨这魔说 夏冉然双眼一瞇 笑了起来 夜晨 看来你最近是发财了呀 夜晨笑而不语 接下来 三人离开了这套 超级大平层 网上楼部走去 夜晨 程老师 现在这个时间有点晚了 整套购房手续 肯定是走不完的 要不你们 先把定金交了 然后明天再过来 走正常的购房流程 夏冉然边走边说道 OK 夜晨点了点头 很快三人 便步行回到了寿楼部 当得知夜晨 要买下那套 343平米的 超级大平层时 现场除了 齐淼淼之外的 所有寿楼员 都无比羡慕起了夏冉然 这可是一个超级大单啊 接近六十万的 用金缠的他们 都要流口水了 齐淼淼则郁闷地 快要吐血了 要知道 本来按照正常顺序 这对年轻夫妻 应该是由他来接待的 但由于 他的错误预判 导致他变相损失了六十万 就在夜晨 交了两百万的定金 准备签认购协议的时候 夜晨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虽然是一个陌生号码 但夜晨还是选择了接听 您好 请问是夜晨夜先生吗 电话刚接通 便传来了一个甜美的女生 我是 你哪位 夜先生您好 我是财富海景花园的 寿楼顾 问韩娜娜 原来是韩小姐 有事吗 夜先生 您之前看中的那套房子 我刚刚 替您跟我们领导争取到了更大的优惠 请问夜先生 您现在有时间过来一趟吗 原来是一直没有等到夜晨回来 有些急了的韩娜娜 这才打了这通电话 不好意思韩小姐 我已经在国庆世纪海景 选购好了一套房子 听到夜晨这话 韩娜娜彻底急了 夜先生 您不是想买一线江景房吗 据我所知 国庆世纪海景 除了一套超级大平层之外 其他的一线江景豪宅都已经受庆了 夜先生 房子是我们一生的家 买房绝对要买我们喜欢的 在买房这件事上面 像您这样的成功人士 可不能将就啊 所以夜先生 您还是来我们这吧 您看中的那套一线江景房 我已经跟我们领导 替您争取到了相当大的优惠呢 韩娜娜 这一位夜晨是退而求其次 在国庆世纪海景 买了一套二线江景房 故而这般劝道 韩小姐 我没有将就 我买的 就是国庆世纪海景的 那套大平层 好了韩小姐 我现在忙 我先挂了 说完夜晨便直接挂了电话 手机另一头 听到耳边传来的嘟嘟声 韩娜娜面部线条 变得有些僵硬了起来 那个夜晨 竟然买下了国庆世纪海景的那套 总面积高达343平米的 超级大平层 对方这么有钱的吗 失算 这次严重失算了 原本他以为夜晨到其他楼盘逛一圈 最后还是得乖乖回到他们财富海景花园的 谁曾想到对方这磨有钱 竟然把国庆世纪海景的那套大平层给买了下来 刚刚领导还特意询问了他这一单的情况 他可是跟领导保证这一单肯定飞不掉的 现在 完了 领导要是知道我把这一单搞黄了 到时候IP是小 这个月的绩效考核多半要直接降荡啊 想到这 韩娜娜的脸直接变成了苦瓜脸 国庆世纪海景 夜晨很快就把认购协议签好了 李经理 那我先下班了 夏冉然对着李娟说道 由于今天是他爷爷七十大寿 所以他一早就跟李娟申请了 今天提前下班 好 别忘记了明早六点半就要上班 李娟提醒道 明天中江的产总经理 要来他这里视察工作 是以今天早上开会时 他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提前上班 把售楼部的卫生好好搞一搞 李经理 我记着呢 就这样夜晨成冰原下 然然三人一起 起身离开 叶先生 叶夫人 我送你们 李娟一直将夜晨和成冰原 送到了售楼部外面 夏冉然 你家在哪 我送你一程 港城月亭 上车后 坐在后排的下 然然笑道夜晨 程老师 明天你们够防守续办完后 就能参与抽奖了 希望你们能抽中一等奖 把那辆兵士大计暗影之翼带回家 成冰原文生笑了笑 哪有那魔好的运气 一等奖的名额只有一个 想要中奖的几率太低了 这可讲不好 说不定幸运之神就突然拥抱 你们了呢 另一边 张一南开着一辆黑色路虎 在约定好的地点 接到了林小雪林浩这对姐弟俩 还有两人的奶奶王芳 忙了一天 现在才得空 奶奶 我们现在过去还来得及吗 不会我们到了 那边已经下班了吧 张一南说道 不会的 国庆世纪海景的房子 现在卖得很火 那里要到晚上九点才下班 王芳回道 那就好 说着张一南便开车 往国庆世纪海景售楼部的方向驶去 小张道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啊 是最近太忙了 莫休息好吗 林浩开始找话题 跟张一南聊天套近乎 爱别说了 我最近炒比特币亏了七千万进去 亏得我妈都不认识我了 你说我的气色能好吗 张一南一脸晦气地说道 林浩 我看你黑眼圈也挺重的 怎么了 你最近也遇到烦心事 失眠了 听到这话 林浩大脑开始急速运转 实话肯定是不能说的 要不张一南不就知道那天他跟他爸爸打电话 被他偷听到了吗 最后林浩说道 我是想我以后在娱乐圈的发展问题 结果越想越心烦 然后也失眠了 张一南文言笑道我说 林浩你有啥可烦的 以后在娱乐圈 有我暗中照顾你 你必然能成为未来顶流的 这个林浩要身材有身材 要颜值有颜值 是一个可塑之材 只要砸点资源捧一捧 成为新生带流量小鲜肉中的代表 还是不难的 就是成为未来顶流 亦不是不可能 听到张一南的话 林浩顿时面露喜色 表忠成道小张道 那我在这里先谢谢你了 以后我要是真的火了 那我林浩绝对不会忘记你 绝对会报答你的 小事 张一南不在意地笑了笑 林小姐 我怎么看你兴致不高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没有 林小雪说道 就是最近待在家里有点闲 我还是喜欢 那种在外面忙碌的生活 张一南听出了林小雪的言外之意 于是笑着说道林小姐 我觉得现在这段闲暇时光 对你来说是很难得的 你应该好好珍惜 因为你作为 我爸爸要力捧的新生带某女郎 你后面很快就会忙起来的 现在我们张一谋工作室 正在给你筛选合适的优质资源 等到时候通告下来了 林小姐 你就有的忙了 此话一出 林小雪的心情顿时变得明媚了不少 小张道 我不怕忙不怕累的 姐 我是真羡慕你啊 林浩这句话倒是肺腑之言 说起来 她出道也有近两年了 但直到现在 都没有混出什么名堂 她的条件已经很好了 就是她背后没有资本捧她 之前的春秋影视 虽说也往她的身上 倾斜了一些资源 但由于春秋影视这几年 是一年比一年困难 这家影视公司 根本就拿不到什么好资源 能拿到的 都是一些垃圾资源 那些垃圾资源有毛用啊 所以她这两年 就是被垃圾春秋影视给耽误了 要是她一开始出道时 签约的是 那重实力强劲的影视公司的话 那说不定她现在早就大火了呢 反观她姐姐 还没有出道 就被老毛子一眼给相中了 一出道 就拿到了张艺谋工作室的合同 要知道 张艺谋作为国内的顶级大导演 那在娱乐圈里的人脉 是超级广的 是一个圈子里的艺人 哪一个不想签约张艺谋工作室 哪个女艺人不想成为某女郎 毫不夸张地说 她姐姐就是含着金汤 池进入娱乐圈的 未来她姐姐注定 是要成为一线女星的 不过她零号现在 也算是时来运转了 以后在圈子里 有一个某女郎姐姐 她的心徒将会 要好走上很多 没过多久 张艺男便开车 来到了国兴世纪海景寿楼部 把车子停好后 四人便一起走进了寿楼部大厅 王姐 看到王芳 李娟迎了上来 王姐 这两位就是你孙子孙女吧 都长大了呀 现在看到 我都完全不认识了呢 李娟说话的时候 打量着林浩和林小雪 李阿姨 王芳昔日还没有退休的时候 作为自己的半个师傅 平时逢年过节 李娟都会带上一些东西 到林家走动 是以林浩和林小雪 对李娟并不陌生 所以说 自从他们奶奶退休后 李娟就再也没有上过林家了 但姐弟俩对李娟 还是有印象的 王姐 你这孙子孙女长得可都真俊 看着就像大明星一样 闻言 王芳笑到李经理 不瞒你说 他们姐弟俩 现在还真的在娱乐圈里面混呢 听到这话 李娟脸色微变 在开口时 明显热情了不少 小昊 小雪 原来你们不是看着想 而是就是大明星啊 失敬失敬 阿姨刚才说错话了 李阿姨 你别碰我们了 我跟我姐 现在还是娱乐圈的新人呢 可不是什么大明星 林浩说着 指着身旁的张一南说道 李阿姨 跟你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是大导演 张一谋的长子 张一南 你可以称呼 他为小张道 此话一出 李娟心头大振 张一谋的儿子 乖乖 这可是大人物啊 原来是小张道 欢迎欢迎 面对李娟的热情 张一南只是淡淡地点了一下头 便算作是回应了 李经理 我孙子小浩听到小张道 想要在摩都买一套江景豪宅 于是就跟小张道 推荐了我们国庆世纪海景 王芳说道 我们今天是陪小张道过来看房子的 王芳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就是告诉李娟 这一单的提成 要算在他的头上 小张道 你想要买江景豪宅的话 那来我们国庆世纪海景 可是来对地方了 现在在我们国庆世纪海景 买江景豪宅的明星 有好几个呢 说话时 在李娟的亲自带领下 一行人来到了沙盘区 小张道 您看看 您喜欢哪中户型 张一南一眼扫过去 最后目光落在了 位于滨江第一排的一套房子上面 就是他了 顺着张一南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李娟目光一睹 小张道 你指的是那套343平的大平层吗 张一南点了点头似的 以他的身份 要买江景房的话 那除了滨江一线江景房 其他的 他连考虑都不会考虑的 而看沙盘 现在国庆世纪海景 一线江景豪宅里面 除了这套大平层 其余的都已经卖空了 所以 他根本就没得选择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 他喜欢这套超级大平层 他看到这套大平层 就像是之前第一次看到林小雪一样 直接心动 就想要拥有他 小张道 你的眼光真是好啊 这磨大的江景大平层 真的实属罕见 林浩看向那套大平层的目光 有些火热 他要是有钱的话 也绝对会买这套大平层的 冰江一线 343平米 揽进黄土江景 这才是真正的江景豪宅啊 林小雪看向那套大平层的目光 也同样有些火热 这样的江景大平层 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豪宅 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 才能有钱买这样的江景豪宅 我一定要成为一线女性 林小雪在心里暗暗发誓 他只有成为一线明星 以后才有可能赚到足够的钱 买下这么一套冰江超级大平层 看到张一南点头 确定张一南 真的是要买那套大平层后 李娟荡极面 路易斯遗憾地说道 小张道 真的不好意思 你来晚了点 我们这套超级大平层 已经被别人定了去 听到这话 张一南顿时眉毛一皱 他的状态不是代售吗 是这样的小张道 这套大平层 是在不到半个小时前 才被人交了定金的 事宜我们还没有 来得及更新他的销售状态 李娟解释完后 接着说道小张道 要不您看看 我们其他的户型 我觉得这套房子就很好 李娟话没说完 就被张一南打断了 除了一线江景房 其他的不在我考虑之列 王芳文生顿时有些着急了 听着张一南的意思 如果他今天 买不到这套大平层的话 他肯定就不会在 国性世界海景买房了 真要是这样 他的用金不就没有了吗 这可不行啊 一时间王芳的大脑 开始飞速运转 瞬息之后 王芳开口道理经理 你刚刚说 买这套大平层的客户 只是交了定金 那咱们 把定金退还给对方 不就行了吗 听到自己奶奶的话 林浩眼睛一亮 连忙出生父和道理阿姨 我觉得我奶奶说的 这个方法可行 你看咱们小张导致 我喜欢这套大平层 我们应该成人之美啊 李娟面露难色 王姐 你也知道的 这客户交定金的同时 可都是签了认购协议书的 我们开发商 要是单方面退还定金 那就是违反了认购协议 客户一旦起诉的话 我们可是要赔付 三倍定金的违约金的 这 王芳语至 李娟说的难处的却存在 这样一套超级大平层 那所交定金 肯定都是上百万的 三倍定金的违约金 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就是李娟同意 那中江地产 肯定也不会同意的 除非这个违约金 不让中江的产出 这魔看来 张一南这一单是做不成了 唉 真是让他白开心一场 李经理 对方交了多少定金 张一南忽然出声问道 两百万软妹币 李娟回到 沉默片刻后 张一南再次开口道 李经理 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六百万的违约金 我个人替你们中江的产出了 然后你们把这套大平层卖给我 没办法 他是真的喜欢这套大平层 乖乖 小张岛真是豪奇逼人啊 零号瞅准机会 拍了一个马屁 李经理 小张岛都愿意自掏腰包 替我们公司出违约金了 这下总没有问题了吧 王芳笑道 这 李娟开始在心里权衡起了利弊 张一南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要是还不同意违约 把这套大平层转卖给张一南的话 那肯定会引来张一南的不快的 但他要是同意违约的话 那很显然就得罪了那个叶臣 一番权衡利弊后 李娟心中已然有了一个决定 只限李娟对着张一南面露笑容道横吧 为了能让小张岛住上喜欢的房子 得罪人就得罪人吧 说着李娟话风一转 不过小张岛 这件事 我还需要跟我们中江地产的销售部主管说一声 只有我们主管同意了 这件事才能办下来 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那个叶臣的身份比不上人家张一南 他之前从夏冉冉的口中 了解到了一些有关那个叶臣的情况 听夏冉冉说 那个叶臣只是出自一个普通家庭 所以论背景 那个叶臣肯定就比不上人家张一南了 要知道张一南的爸爸 可是大导演张一谋啊 既如此 他倒不如卖这个小张岛一个顺水人情 接下来 李娟便走到一个安静的角落里 打起了电话 差不多过去了五分钟左右 李娟回到张一南的面前 对着后者笑道小张道 我们主管已经同意了 这样吧小张道 明天等我把一切都办妥了 然后我就给你打电话 到时候 直接过来签合同就行了 文言 张一南满意的点了点头好的 李阿姨 谢谢了 零号咧嘴笑道 这套大平层的售价 可是17万一平 343平米 这磨算下来的话 此套大平层的总售价 那可是接近6000万 算上汽税等费用的话 那肯定是超过了6000万的 这一单下来 他奶奶到时候 可是能拿到接近60万的佣金提成的 这笔钱对他 跟他奶奶来说 无异于雪中送炭 这叫他怎能不高兴呢 十分钟后 张一南开车离开了国庆世纪 还请售楼部 张一南先是开车 把王芳和林浩送回到住处 然后又开车送林小雪回家 小雪 等明天我那套大平层买下来 你要是愿意的话 可以随时搬过去住 你也知道 我一个干导演的 都是跟着剧组四海为家 一年下来 恐怕再魔都也住不了几个晚上 那套大平层空着 也是一种浪费 不如你搬过去住 路上 张一南忽然这般说道 林小雪闻言 有那么一丝心动 毕竟那样的江景大平层 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豪宅 不过林小雪最后 还是忍住了心头的那丝悸动 不了 我现在住着挺好的 张一南刚刚说他一年 下来在魔都 也住不上几个晚上 这也算是一个事实 可他要是真的搬过去住了 那张一南在魔都住的几个晚上 又待如何呢 跟张一南同住一片屋檐下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对方打的什么算盘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要是他搬过去住了 那就等于是一种预设了 这一步要是迈出去的话 等待他林小雪的 很有可能就是万丈深渊 这样吧 小雪 明天拿到钥匙 我下一把给你 以后你要是想换个住宿环境的话 就可以去住积天 姑且你就把那里当作酒店了 听到张一南的这句话 林小雪很是心动 不常住 只偶尔去住住 应该没事的吧 林小雪心里无比纠结 小张宝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我不习惯去一个陌生的环境住 林小雪最后还是控制住了 自己心里的欲望 如果前面是一片深渊的话 就算你只迈出半步 那等待你的 都将会是无尽的黑暗 温水煮青蛙的道理 他一懂 所以眼下 他不能给张一南一丝可乘之机 连番悖剧 张一南非但不气恼 反而对林小雪的兴趣更大了 轻而易举便能得到的东西 就显得很无趣了 越难得到的 反而会激起 他的征服欲 他享受的就是这种 慢慢征服的感觉 林小雪这个女人 他征服定了 对方逃不出他的五指衫的 另一边 叶晨开车 把夏冉冉送到港城月亭后 便紧接着开车 来到了一家名叫天府的饭店 在里面的一间包厢 叶晨和陈冰远 见到了身穿牛仔 热裤白T恤的周家 叶晨哥 陈老师 你们怎么才来啊 我这等着 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呢 周家撅着嘴巴说道 不好意思家家 来的路上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导致那条路堵车了 所以我跟叶晨才来晚了 陈冰远解释道 你以前不是一直 嚷嚷着要减肥吗 现在晚一会儿吃饭 肚子就饿得叫了 你这 我也看不到你 减肥的决心啊 叶晨笑着说道 叶晨哥 一看你就是不懂减肥的 望着做到自己对面的叶晨 周家说道 现在科学减肥 就是一日三餐要有规律 你懂不懂 叶晨微微一笑 我只知道这两年下来 你貌似也莫变瘦啊 听到这话 周家白眼一番 叶晨哥 你可真会聊天啊 过家聊天一直是我的强项 叶晨一本正经地说道 佳佳 你一点都不胖 为食膜要减肥啊 程老师 你别看我看起来挺苗条的 其实我肚子上有很多坠肉的 我这一坐下来 腰上就自动出现了一个游泳圈 烦死了 文言 程冰远说道佳佳 你要是享受肚子的话 平时可以多做做仰卧企 做平板支撑 以及高抬腿等运动 这几个动作 瘦肚子的效果都挺好的 老婆 做什么运动 可以瘦肚子 周家肯定是知道的 我估摸着他就是口号喊的响亮 到了 真正做的时候 却是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 叶晨笑着说道 程老师 你说实话 叶晨搁这张嘴 你平时受得了吗 周家看着程冰远认真问道 呃 叶晨他平时在我面前 不这样的 说着 程冰远默好气地瞪了一眼叶晨 叶晨 你别再故意气佳佳了 老婆 我可没有故意气他 你知道他当当的表现 说明了什么吗 叶晨自问自答说明 他刚刚被我说中了 然后破防 恼羞成怒了 程老师 你看呀 叶晨哥 他老是气我 十来分钟后 饭菜上齐 三人冻起了筷子 凉酒 吃饱了的叶晨 放下筷子 接着拿起一张餐金纸 擦了擦嘴巴 看到周家还在那扒饭吃菜 叶晨忍不住说道 不是周家 你还吃 咋了 周家说话时 又夹起一块红烧肉 送到了自己的嘴里面 你减肥 你晚上还暴饮暴食 要知道 他的饭量可是不小的 但刚刚 这段时间里 周家吃的可一点都不比他少 谁暴饮暴食了 我平时晚上都吃这磨多的 听到这个回答 叶晨有些无语了 晚上还吃这磨多 你哥这叫减肥 叶晨哥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科学减肥 是要一日三餐保持规律 规律 懂 说完 周家又给自己盛了一碗汤 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 叶晨 成冰原 不到五秒钟 一碗紫菜鸡蛋汤就见底了 放下碗筷 周家打了一个宝格 心满意足到吃饱了 叶晨 成冰原 带到周家擦完嘴后 叶晨开口到周家 你今天应该不是单纯地请我们吃饭吧 叶晨哥 姐 周家说话时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黑色卡片 递给了叶晨 叶晨打量了一下手中的黑卡 发现卡片正面中央印有一个金色古代园林建筑图案 这是什么 叶晨哥 这张卡片对你有用 文言 叶晨好奇道具体 怎么个有用法 叶晨哥 拿着这张黑卡 你后面要是在魔度买房的话 所有在寿楼盘 你都能享受八折优惠哦 周家说道 这张黑卡有这模厉害 叶晨脸色微变道 是的呢 周家说着话风一转 不过也还是有些限制的 就是你买的那套房子的总价格 最高不能超过一亿软妹币 此外这张黑卡 一年只能享受到一次买房上的折扣优惠 那也很厉害了 叶晨说道 周家 这张黑卡很贵重啊 叶晨哥 你要是把它还回来的话 那我可就要生气了 周家抿了名嘴说道 之前你合成老是结婚 我就说过要送结婚礼物给你们的 一开始 我是准备把那条比特币的内幕讯息 当做结婚礼物送给你们 结果那条内幕讯息是个大坑 好在叶晨哥你厉害 敏锐地嗅到了 比特币市场的危险气息 要不然我就坑了你们呢 叶晨哥 陈老师 现在我就把这张黑卡 当做妹妹 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 叶晨哥 你别觉得这个贵重 你就不收下它 之前要不是有你的提醒 我这次在比特币市场上 别说赚一个多亿了 我肯定会亏得血本无归的 跟这些相比 这张黑卡 就真的不算什么了 所以叶晨哥 陈老师 这个礼物 你们可一定要收下 听完周家的话 叶晨笑了笑 行 那我就收下了 说起来 今天我们还去看房子了 连定金都交过了 现在有了这张黑卡 明天就能省下一千多万了 虽然刚刚周家说过 只要房子总价不超过一个亿 拿着这张黑卡 就能享受八折的购房优惠 这样看 他要是卡着一亿的点 正好买那中一亿的豪宅 能让他获益最大 但叶晨并不打算这磨干 如此薅羊毛的做法 是相位免显得有些难看了 再说了那套冰江一线 江景大平层 他是真的很喜欢 这魔看来 我这张黑卡送来得很及时呀 周家笑道对了叶晨哥 你们的房子买在哪个楼盘啊 国信世纪海景 叶晨说道 江景房 这个楼盘挺好的 三人吃完饭从饭店里出来时 是晚上八点半左右 家家 等我们入住新房了 到时候上我家里来吃饭 程兵员说道 好呀 周家笑道程老师 你不知道 之前叶晨哥给我做家教的时候 就经常在我面前 夸你做饭好吃呢 家家 你别听叶晨瞎夸 其实我厨艺真的一般般 不不不 叶晨哥很少夸人的 所以我对程老师你的厨艺 可是超级超级期待的呢 周家笑着说道 周家 我们就先回去了 叶晨说话时 拉开了高尔夫的主驾驶车门 叶晨哥 现在才八点半呢 又是周末 你们这抹早就回家啊 叶晨闻声笑了笑 说的也是 那程老师 我们看场电影再回家 好啊 程冰元笑着点了点头 周家 一起 迎着叶晨的目光 周家白眼一番 不去 我才不要当电灯泡呢 看完电影从电影院里出来时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途经一家奶茶店 程冰元停下搅不到老公 我想喝奶茶了 那我进去给你买 你要什么口味的 叶晨问道 你看着买吧 我平时也很少喝奶茶 OK 不过一会儿 叶晨便手里拿着一杯奶茶 走出了奶茶店 姐 怎么就买了一杯啊 程冰元说话时 从叶晨手里 接过了奶茶 我对奶茶比较无感 好吧 没过多久 两人便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坐进了车子里 拿起白天喝了 只剩下小半瓶的百岁山 叶晨拧开瓶 盖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一口气就让瓶底见底了 今晚的晚餐 有好鸡到硬菜 口味稍重 所以吃完比较口渴 小半瓶水喝完 叶晨还是觉得有些渴 老婆 你白天那瓶水喝完了吗 喝完了 你还渴呀 嗯 那我请你喝进口奶茶吧 几分钟后 叶晨开着高尔夫 驶出了地下停车场 叶晨同学 还渴不渴 用不用我下去 给你买瓶水 坐在副驾驶上的程冰元 笑眯眯地问道 进口奶茶喝了 进口水也喝了 不渴不渴了 两人回到家洗完澡 来到床上 已经过了零点 这一天下来还挺累的 程冰元躺在床上 伸了一个懒腰 一脸享受到 还是躺着舒服 累了 那我们就早点休息吧 叶晨说着 就要伸手去关灯 但却被程冰元给拦下了 怎么了 你说呢 叶晨同学 程冰元笑盈盈地望着叶晨道 叶晨懂了 真是他的好老师啊 他都要感动哭了 四日 也就是七月三十日 早上六点 叶晨准时起床下楼晨跑 又是自律的一个早上 自律使他强健 自律使他快乐 六点二十几分 夏冉然来到了 国庆世纪海景寿楼部 六点半 李娟召开晨会 给寿楼员 包括临时工王方在内的所有人 分配负责打扫的区域 大家各自负责的区域都记住了吧 记住了 所有人齐声应道 杨总具体什么时候来我们寿楼部 我也不清楚 所以请大家务必保持 各自所负责区域的清洁卫生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到时候 杨总过来视察工作 发现哪里的卫生搞得不好而不满的话 那些时该区域的负责人 这个月的绩效考核 直接在原有的基础单位上降一档 大家可有什么意义 见众人都不说话 李娟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随后说道行 那就散会 大家都忙起来吧 夏然然 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就这样 夏然然跟着李娟 来到了李娟的办公室 李经理 有什么事啊 李娟把他单独叫到办公室来 那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要找他聊的 而且多半还不是什么小事 这不禁让他 对接下来要聊的事情 有些好奇了起来 坐下说吧 李娟指了指自己办公桌 对面的一张椅子 对着夏然然说道 夏然然一言坐下 迎着夏然然的目光 李娟开口说道夏然然 真是不好意思 那套大平层 不能卖给 你同学和老师了 文生 夏然然面色大便 李经理 这是什么意思 我同学昨天可都交了定金 签了认购协议的 夏然然 你放心 我们公司不会让你同学吃亏的 这次是我们违约在先 所以 我们公司会严格履行合约 给予你同学三倍本金的违约金赔付的 李娟笑道 一下子获得一笔六百万的违约金赔付 说起来 你同学这次 可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呢 李经理 话可不能正魔说 老话说得好 千金难买我乐意 我同学连六千万的大平层都买得起 你觉得 他会很在乎这六百万的违约金吗 夏然然说到 昨天下午才签了认购协议 今天我们就突然要变卦毁约 李经理 我想知道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唉 说起来错在我 接下来 李娟将提前想好的一套 说辞给说了出来 昨天下午 在你同学来我们售楼部之前 王芳就给我发了微信 说有人要买 我们国庆世纪海景的 那套超级大平层 让我把那套大平层给他留着 不要卖给别人了 但我昨天由于太忙了 导致我没有及时地 看到王芳的那条微信 昨晚回家后 我才看到 却未时已晚了呀 夏然然 希望你能理解我 也能帮帮我 王芳的那个朋友 可是有钱有势之人 又是混娱乐圈的 这我要是不把那套大平层卖给他 我担心他会动用他娱乐圈的人脉 抹黑我们公司 真要是发展到了那一步 我肯定会第一个被公司处罚的 甚至直接被公司炒鱿鱼 都有可能 可是李经理 我们这魔 对我同学也不公平 夏然然说道 怎么不公平了呀 我们不是会给他三倍于本金的违约金吗 那可是整整六百万 只一天的时间 就得到了六百万 这六百万 就等于是白减的 这样的大好事 要是被我遇到了 我做梦都会笑醒的 李娟如是说道 李娟的这句 话倒是出自自己的肺腑之言 这种白减六百万的好事 要是被他撞上了 他真的做梦都会笑醒的 但就像夏然然刚刚说的那样 那个叶晨连六千多万的江景大平层 说买就买 这就说明 人家不差钱啊 六百万对他 来说是一笔巨款 但对于叶晨那个级别的人物来说 六百万可能也就不算什么了 定金交了 认购协议书都签了 现在房子 不卖他了 万一人家不高兴 大吵大闹的话 可就不好了 如果是平时的时候 倒还好 但今天他们中江地产的CEO杨辉 会到他这里视察工作 若是这件事闹大了 被杨总知道了 那可就麻烦了 毕竟这个杨总 可是出了名的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正是担心这点 所以他才对夏然然 动之以情小之仪里 希望夏然然到时候 能帮他安抚好那个叶晨的情绪 让叶晨到时候拿着钱就走人 不要留下来闹事情 李经理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我们公司这次事情前的很不地道 你怕得罪王芳背后的客户 却不怕得罪我同学叶晨 你这分明就是看人下菜碟 柿子减软的捏吗 如果我同学比王芳背后那人的实力还要硬 你还敢像现在这模作吗 夏然然有些愤懑的说道 夏然然 你才走出大学校门 这社会上的很多现实 你都还没有遇到过 等你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数年后 我相信到时候 如果你站在我的位子上 遇到和我同样的问题 你也会跟我做同样的选择的 李娟说道 当年她刚离开校园进入社会的时候 也是跟眼前的夏然然一样 有着明确的是非观 但社会是个大染缸 更是一块磨刀石 它会把你身上的所有棱角给磨平 让你变得圆滑 至于是非对错 都是跟着自己的利益走的 上午九点多 叶晨拿上车钥匙 跟成冰园一起出门了 十点零几分 一辆兵士麦巴赫 正在往国性世纪海景寿楼部的方向行驶着 忽然坐在后排 一个身穿西装 鼻梁上 架着一副迎边眼镜的中年人 对着开车的司机 说道 老张 这附近有公厕吗 前面不远就有一个公厕 杨总 您是想方便吗 司机一边开车一边问道 是的 杨辉点了点头 好的杨总 我知道了 司机回到 杨辉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发现自己口袋里没有纸巾 于是转头对着身边的秘书 问道小刘 你身上带纸了吗 杨辉的秘书是一个青年人 听到杨辉的话 他也伸手摸了摸了自己身上的积个口袋 不好意思杨总 今天出门有点急 我也忘带纸巾了 说着刘运杰赶紧对着司机问道张哥 车子上应该有纸巾吧 呃 真不巧了 纸巾昨晚用完了 我早上还准备买鸡包放在车上的 结果给忘记了 司机老张说道 这样吧杨总 等会你先去方便 我到周边买道纸巾 就立马给您送过去 杨辉朝窗外看了看 皱眉道这条路有些偏僻 我看这周边也不像哪里 有商店的样子 杨总 我们差不多还有15分钟左右 就能到达国信市级海景 寿楼部了 这点时间 您能忍得了吗 司机老张问道 闻声 杨辉摇了摇头 杨总 那只能这样办了 您先去方便 然后我到周边给您买纸巾 就是 可能要让你在公厕多等上一些时间了 司机老张说道 张哥 前面那公厕 都没有免费册纸的吗 秘书刘运杰问道 我之前去那公厕方便过 那里是不提供免费册纸的 主要是这个路段 平时经过的车辆很少 听到这 杨辉开口道老张 你开双闪 靠边停车 我们后面有一辆车 我来蓝亭的辆车 问问那车主 车子上可有纸巾 好的杨总 就这样 司机老张开双闪 靠边停了车 杨辉和他的秘书刘运杰 一起下了车 两人对着后面的 一辆红色大众轿车 不停地挥舞着手臂 在两人的挥手试一下 那辆红色大众轿车的车速 也降了下来 最后这辆红色大众 也靠边停了车 叶辰落下车窗 对着走到他窗外的 西装中年人 开口问到什么情况 是你们的车子坏了吗 杨辉摇摇头说道不是 我们车子莫坏 是这样的小兄弟 是我肚子不舒服 我想问问你 车子上有没有纸巾 有的 我拿给你 文言 杨辉连忙感谢到小兄弟 那谢谢你了 所谓人有三级 他已经好多年 没有被一张小小的厕纸 给难道过了 老实说 还真的是有些小尴尬 叶辰早上出门时 看到桌子上 有一个小包手帕纸 于是叶辰 就顺手 把那小包手帕纸拿起来 放进了自己的裤子口袋里面 现在叶辰 就伸手把裤子口袋里面的 那小包手帕纸给拿了出来 结果叶辰莫注意 顺手把口袋里的那张黑卡 也给一并拿了出来 结 叶辰把黑卡留下 将小包轻锋手帕纸 朝窗外的杨辉递了过去 然而此时杨辉却目光一睹 他的注意力 全部被叶辰手里的 那张黑卡给吸引了 这是 清元慧卡 确定自己没有认错后 杨辉心头大震 清元慧 这是国内一个顶级的商业圈子 是由国内八位的产界的大佬 发起成立的 说句不夸张的话 只要清元慧的这八名成员 跺一跺脚 那整个下国的产界 都会震上三阵的 清元慧八名成员人手 一张清元慧卡 不过这清元慧卡的使用权 不仅仅局限于他们的主人 黑卡的主人 是可以将手里的黑卡 外借给他人的 任何人只要手持清元慧卡 前往魔都的高阶楼盘购房 都能享受到八折的折扣优惠 另外还能享受贵宾级待遇 除了这些 清元慧卡 还有很多其他用处 你不是要指吗 剑阳辉也不伸手接手怕指 而一直盯着他手里的黑卡看 叶辰忍不住出声提醒道 看来窗外的这个家伙 多半是认识他手里的黑卡的 回过神来后 杨辉连忙从叶辰手里 接过那小包手怕指 小哥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叶辰 树叶的叶 尘埃的尘 叶辰说道 原来是叶先生 在开口时 杨辉对叶辰的称呼 已经由前面的小哥小兄弟 变成了现在的叶先生 简单一个称呼的改变 就能看出 叶辰在杨辉心中地位的变化 你是 好家伙 因为一张黑卡 眼前这个出门有司机 坐架为一辆兵士卖巴赫的家伙 就直接改口 叫他叶先生了 这家伙究竟什么来头 叶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 杨辉说话时 从自己的白色衬衣口袋里面 掏出了一张做工精美的名片 朝叶辰递了过去 而且还是用的双手递 姓名杨辉 中江地产集团 CEO 联络方式182 2389 结果名片看了一眼 叶辰便知晓了面前 这位中年人的身份 原来是杨总 叶先生 你是要去国性世界 还请看房吗 杨辉试探性地问道 他之所以 有此重猜测 那是因为 这条路 是通往国性世界海景的必经之路 另外 国性世界 海景自从开盘后 房子卖得很火 眼前这位叶先生 带着清源 会卡出现在这条道路上 就不由地让他有此重猜测了 嗯 是的 叶辰点了点头 巧了叶先生 我正好也要去国性世界海景 叶先生 你先行一步 我这方便好了 马上就赶过去找你 杨辉说道 对了叶先生 我们新增个联络方式吧 好 新增完联络方式 打了一个招呼后 叶辰就直接开车离开了 15分钟后左右 叶辰开车 抵达了国性世界海景售楼部 找了一个停车位停好车后 叶辰便和承兵员一起下车 走进了售楼部大厅 程老师 叶辰 一直在等着两人到来的夏冉然 在看到两人出现后 连忙快步 朝两人走了过来 冉然 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吧 对着走到自己跟前的夏冉然 程兵员笑着开口道 程老师 我们到贵宾室聊吧 这里太吵了 好的 很快三人 便来到了贵宾接待室 当门关上的那一刻 叶辰顿时觉得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大厅里人是真的多 刚刚进来时 他脑瓜人子都被吵得疼 现在终于清静了 夏冉然泡了两杯茶端了过来 叶辰 程老师 你们喝茶 程兵员接过茶杯 说了一声谢谢 唉 来到两人对面坐下来后 夏冉然叹气道程老师 叶辰 真的不好意思 那套大瓶层 你们恐怕买不了了 将茶杯送到嘴边 正准备喝茶的叶辰 在听到夏冉然的这句话后 默默又把茶杯放回到了桌子上 夏冉然 你这话什么意思 程兵员没有说话 但却也朝下 冉然投去了询问的目光 叶辰 程老师 事情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夏冉然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都跟叶辰和程兵员说了一遍 听完后 叶辰脸色有些难看 夏冉然 你们公司这是把我当成了软柿子捏啊 叶辰 程老师 我只是一个才入职还不满月的实习生 人微言轻的我 虽然尝试过了 但根本左右不了领导的决定 夏冉然一脸无奈地说道 冉然 这跟你没关系 你能将这里面的事情 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程兵员说道 纳成老师 叶辰 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做 夏冉然说道 如果你们 要是想把事情搞大 利用社会舆论的压力 迫使中江地产 把那套大平层卖给你们的话 那我可以无条件配合你们的 夏冉然这魔说 其实就是在给叶辰和程兵员一条建议 那就是把这件事情曝光出去 利用舆论压力 倒逼中江地产 进而达到维权的目的 如果是昨天之前遇到这种事情 叶辰或许还真的会这魔干 但现在手持黑卡的他 完全没有这魔作的必要了 那个李娟当他是软柿子 是吧 他倒要看看等会儿 对方该合收场 见叶辰不说话 夏冉然忽然脑中灵光一闪 随后便对着叶辰和程兵员 继续说道 对了程老师 叶辰 你们也能这么干 我们中江地产的CEO杨总 今天会来到我们这里视察工作 你们可以等 我们杨总过来了 直接找杨总说明事情缘由 我觉得 杨总会对这件事情 进行秉公处理的 闻言 叶辰笑了笑下 然然 你这魔棒我们出主意 磕不肘外外拐 就不怕你们领导日后清算于你啊 清算就清算呗 大不了换一份工作就是了 夏冉然说道 你们不仅是我的老师同学 还是我的客户 我肯定要维护你们的正当权益的 真是一个好女孩 叶辰笑道 好女孩有什么用 还不是被你无情拒绝了两次吗 说话时下 然然望向叶辰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明显的忧怨 刚进大学时 他就对叶辰一见钟情 随后就开始对叶辰进行狂热的追求 军训结束的最后一天 他手捧鲜花站在操场上 荡着无数同学和教官的面 大胆地向叶辰告白 然而惨遭悲剧 后面不久 叶辰就和林小雪在一起了 这让他难过了好久好久呢 毕业前一天 得知林小雪跟叶辰分手后 看到希望的他 迫不及待地 就在群里面跟叶辰求婚 可是他等到的 依旧是拒绝 在后面 叶辰和陈老师 在大资料婚姻配对中 配对成功 成为夫妻 然而这句话刚说出口 夏然然就觉得不合时宜 人家陈老师就在身边呢 陈老师 你别生气 我就是感慨 感慨一下 我保证我现在对叶辰 已经没有半点非分之想了 夏然然举起一只手 对着成冰元说道 别紧张然然 老师不会生气的 成冰元微微一笑道 就在这时 忽然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夏然然起身走过去开门 门外站着的是 手里拿着一份 蓝色资料夹的李娟 李经理 李娟脸上挂着笑容 走了进来 叶先生 叶夫人 想来事情 刚刚夏然然都跟你们解释过了 这次浪费了你们宝贵的时间 真的很抱歉 说话时 李娟坐到了叶辰 和成冰元的对面 也就是夏然然 刚刚坐到的那个位子 解约合约 我已经弄好了 还麻烦叶先生您签个字 李娟说着 将他带来的蓝色资料夹 放在桌子上开启后 从里面拿出了一份解约合同 以及一支黑色签字笔 一并朝叶辰递了过去 叶辰没有伸手去接 保持着原来双手环 抱于胸前的坐姿不动 叶先生 李娟脸上的笑容 变得稍稍有些尴尬了起来 李经理 这份解约合同 我不会签的 叶辰开口道 李娟闻声一愣 为师摩呀 叶先生 是不是夏然然刚刚没有 跟您解释清楚 那倒是没有 相反我同学 跟我解释得非常清楚 他将里面的一切都告诉我了 李经理 你可真是会做人啊 叶辰笑容中 带着一分讽刺 这一刻 李娟的笑容 彻底地凝固在了脸上 他转身望了一眼夏然然 眼神有些冰冷 早上他和这个夏 然然说那么多 对对方动之以 情小之以理 就是想让夏然然 帮他安抚住叶辰 好让对方不要闹事 拿到违约经 就安静地离开 他甚至隐晦地 在夏然然面前提及 只要夏然然 这次帮他摆平了这件事 他后面就包夏然然 能成功透过实习期考核 成为中江地产的 一名正式在边缘工 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夏然然 竟然把里面的具体内情 都跟他同学和盘托出了 这是一波对他的背刺啊 他怎么敢的 但眼下事情发生了 他只能先想办法解决事情了 至于这个夏然然 他日后有的是 时间慢慢教对方做人 叶先生 事情发展到当下这一步 也不是我想看到的 但换位思考 我想您应该 也能理解我的苦衷的 再说了 我们公司会按照合约 赔付您违约金的 一个子都不会少您的 李娟这般说道 李经理 我能理解你的选择 但并不代表 我能接受你的选择 叶晨淡淡说道 叶先生 只要我们公司 愿意足额支付违约金 那哪怕你再不乐意 我们公司也能 单方面跟你解约的 李娟说这句话的时候 虽然面带着微笑 但是其言外之意 就是在告诉叶晨 不管你签不签这个字 其实结果都已经注定了 电打七客 好一个中江地产 叶先生 就在李娟开口 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拿出手机 一看到是齐淼淼打来的 李娟顿时精神一震 刚刚在外面 他特地交代对方 要是杨总过来了 立马给他打电话 李经理 我看到杨总进来了 好 我马上过去 说完 李娟便挂了电话 站了起来 叶先生 我还有事就先出去了 你好好想想吧 丢下一句话 李娟便急匆匆地 离开了贵宾接待室 在李娟走后 夏冉然开口说道 程老师 叶晨 我估计是我们 中江地产的CEO来了 要不要我带你们 去找杨总 夏冉然话音刚落 叶晨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也忽然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杨辉 叶先生 我到国庆世纪 还紧售楼部大厅了 你在哪啊 手机另一头 杨辉拿着手机 一边说话 一边东张西望着 其身边的秘书刘韵杰 也在四处寻找着 叶晨的身影 杨总 我在北边的贵宾室 这样吧 我出去找你 别 叶先生你别出来 外面太吵了 我马上过去跟你会合 杨辉说道 好的 两人通话到此结束 放下手机后 杨辉便朝贵宾接待室走去 这里他不是第一次来了 他知道贵宾室在哪里 然而杨辉莫走积步路 就迎面遇到了李娟 还有齐苗苗 杨总 李娟的脸上 堆满了热情的笑容 杨辉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边走边到 跟我一起去贵宾室 闻言 没有多想到李娟说到杨总 现在贵宾室里有人 还是直接去我办公室吧 听到这话 杨辉便明白 李娟现在对贵宾室里的 那位的身份 还是一无所知 于是他说到李经理 贵宾室里 现在有我们的人吗 杨总 有的 你就不用跟着了 杨辉看了一眼齐苗苗 去现夜城那个级别的人物 闲杂人等 还是越少越好 啊 齐苗苗有些傻眼了 他还准备趁着今天这个机会 在杨辉的面前混个脸熟呢 结果现在 齐苗苗 既然杨总说了 那你就忙你的去吧 好 好的 追上杨辉 李娟说到杨总 还是去我办公室吧 现在贵宾室里有客户在 我们去那里谈话也不方便 此时李娟的心里是有些着急的 因为他不想杨辉和那个夜城见面 他担心 要是让夜城知道了杨辉身份的话 保不准夜城就将那件事情给抖露出来 真要到了那一步 那事态的发展 可就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 杨辉边走边 说到李娟 我现在要去献的 就是坐在我们贵宾室里的那位 听到这句话 李娟心里猛的一颤 他一开始以为杨辉要去办公室 是要跟他谈话来着 可是现在听杨辉话里的意思 对方去贵宾室 竟然是为了献一个人 杨辉要献的那个人会是谁 夏冉冉 可能性很小 排除掉夏冉冉 那杨辉要献的那个人不是夜城 那就是成冰园了 而这两人可是一对夫妻 想到这 李娟心脏狂跳 杨总 您是要去献 那个夜城 李娟 代会见到夜先生 你可不能再直呼其名了 杨辉说道 听到杨辉竟然称呼 夜城为夜先生 李娟的左眼皮 不禁一阵狂跳不休 要知道 杨辉可是他们 中江地产集团的CEO啊 那夜城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能让杨辉称呼气 为夜先生 而且杨辉刚刚在说到 夜先生的时候 那语气中 透露出一丝明显的恭敬 这 这这私系极恐啊 对于夜城的身份 他昨天也是从夏冉冉那里了解过的 对方就是一个刚毕业 家境一般的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至于对方为什么能买得起 六千多万的超级大平层 夏冉冉的猜测 是他这个同学 多半是从哪里发了一笔横财 为此 那个夜城在他的眼中 就是一个爆发户 昨天他送夜城离开时 看到夜城的座驾 仅仅是一辆大众高尔夫 这无形中 也加深了夜城在他心中 爆发户的形象 连一辆像样的车子 都还莫来挤满 这不是爆发户 又是什么呢 可是现在杨总竟然称呼 那个夜城为夜先生 这就说明对方 肯定不是他心中所想的 那种爆发户了 于是李娟小心翼翼地 问到杨总 这位夜先生 究竟是什么身份 夜先生的具体身份 我现在还不清楚 杨辉说着 说着话风一转 不过夜先生手里 有一张清源会黑卡 什么 此刻李娟心头矩阵 脑袋瓜子 如同被一柄大锤给砸中 嗡嗡叫 直接出现了耳鸣的现象 他的一张脸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惨白了起来 清源会 那可是下国的产阶 最顶级的一个圈子了 清源会的八名成员 都是揭示千亿房产公司的掌门人 而清源会黑卡 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 那个夜城 肯定不是那八人中的艺人 但对方能手持一张清源会卡 就足以证明对方的非凡之处了 如果那个夜城 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爆发货 清源会里的那名地产大佬 会把自己的黑卡给夜城 不是关系清静到了一定的程度 人家大佬不可能会把黑卡 给那个夜城的 而他都干了些什么 想到这里 李娟头晕目眩 感觉附近的所有物体 都在旋转个不停 杨辉密疏流运结 察觉到了李娟状态的不对 李经理 你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脑袋有点晕 估计是早上莫吃早餐的缘故 说话间 三人已经来到了贵宾室门外 能坚持吗 杨辉对着李娟问了一句 看到李娟点头 杨辉便抬手敲了敲门 很快门开了 给杨辉开门的是夏冉冉 李经理 当夏冉冉的目光 落在杨辉的脸上时 夏冉冉心里一惊 杨 杨总 点了一下头 杨辉便直接走了进去 叶先生 杨总 叶辉起身跟杨辉握了握手 这位是 杨辉的目光 落在了一旁成冰园的身上 杨总 这是我老婆 随着叶辉的介绍 成冰园也大大方方地开口道 你好杨总 我叫成冰园 原来是叶夫人 望着寒暄的鸡人 夏冉冉彻底梦了 什么情况 他们公司的CEO怎么跟叶辉认识 而且对叶辉还能谋的客气和热情 甚至这种热情中 还带着一丝恭敬 叶总 叶夫人 你们坐 杨总你也坐 就这样 现场除了夏冉冉和李娟之外 叶辉等四人都坐了下来 回过神来的夏冉冉 赶紧拿着热水瓶给鸡人添茶加水 叶先生 你和你夫人 看中了国兴世纪海景的哪套房子 杨辉说话时 其目光忽然被叶辉面前桌子上的那份解约合同 吸引了过去 这是 杨总 我昨天看中了你们国兴世纪海景的一套超级大平层 昨天定金交了 认购协议书也签了 然而我今天过来 却是得到通知 你们公司要跟我解约 那套大平层不卖给我了 听到叶辉的这番话 杨辉心里顿时一咯噔 随后便朝在一旁站着的李娟望去 沉深问到李经理 这是怎么回事 这 面色苍白的李娟知之无 到最后 愣是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看到李娟的这副样子 杨辉便知道 这次的问题 肯定是出在他们公司的身上了 这让杨辉的一张脸顿时沉了下去 到底怎么回事 快点说 杨总 事情是这样的 此时此刻 李娟也只能硬着头皮将整件事情和盘托出了 听完李娟的话 叶辉才知道那个 想要抢他房子的人 竟然就是那个小张岛张一男 之前他收购了春秋影视后 对方就让林小雪林浩姐弟俩出面 劝自己把公司转卖给他 李娟 你简直是是公司的相关制度与无误 杨辉脸色相当难看 如果这件事情 发生在一般人的身上 倒还罢了 但叶辰是什么人 叶辰可是手持清元会黑卡的人 要知道 清元会可是他们终将的产董市场 一直想尽都进不去的顶级圈子 杨总 我错了 李娟也不敢为自己狡辩 直接搭拉着 脑袋认错 回头我再处置你 冷冷地看了一眼李娟之后 杨辉转头 对着叶辰一脸歉意地说道 叶先生 这次的事情 给你和你夫人 带来了极其不愉快的体验 这里我代表中江的产对你 和你夫人深表歉意 杨总言重了 叶辰说道 叶先生 未表歉意 这次中江地产愿意 送一个地下车库给你 顿了毒 杨辉接着说道 另外 此次买房抽奖活动中的一等奖 那辆停在大厅里的 兵士大计暗影之一特别版 我会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内部操作 让叶先生 你成为我们一等奖的获奖得主 听完杨辉的话 叶辰暗叹对方的手笔之大 国信世纪海景的地下车库 他本来就是要买一个的 18平米 一平米的价格是8万 一个车库的价格 那可是达到了144万 那辆兵士大计暗影之一的 官方裸车指导价 更是高达万元 也就是说 不过这一个车库 加上一辆兵士大计暗影之一的总价值 已经逼近400万软媒币了 不过叶辰也明白 对方之所以这模慷慨 都是因为他手里的那张黑卡而已 杨总 这不合适吧 叶先生 我知道以你的身份 也看不上这点东西 还希望你不要嫌弃就好 杨辉说道 杨总这模说 那我就去支不公了 叶辰笑道 一旁的成冰原健壮 脸上也不禁露出了一道笑容 早上出门前 叶辰还说 要买一个车库 既然都要买车库了 那车子肯定也是要买的 但现在好了 车库车子都不用买了 此时下 然然望向叶辰的目光 充满着好奇 还有一丝崇拜 让他们杨总 又送车库 又送车子的 叶辰究竟是什么人啊 现在在下然然的眼中 叶辰的身上 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明明叶辰的家境很普通啊 为何毕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叶辰就变得 让他都不认识了呢 李娟 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给叶先生办理购房手续 杨辉说道 好的好的 李娟连忙应道 叶先生 还请你 把你手里的那张清源汇卡拿出来 我们这边做个登记后 然后你就能享受到八折购房优惠了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 李娟忙着 给叶辰办理购房手续 叶辰和成兵员 就坐在贵宾室里 跟杨辉有一句默一句的聊着 夏然然则负责在里面 给叶辰机人添茶倒水 差不多过去了半个小时 李娟拿着准备好的合同 来到了贵宾室 叶辰随便看了一眼 便在合同上需要他签名的地方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并按上了自己的手印 那套超级大平层的面积 是343平米 售价17万一平 打完八折后的总售价是万元 汽税是房价的三个点 算下来是万元 送的车库总价值是144万元 车库虽然是中江的产送的 但汽税却是需要叶辰自己交的 毕竟汽税是交给国家的 车库汽税的税率是一个点 折算下来是万元 送的那辆宾室大巨暗影之翼的 官方指导价是万元 和车库一样 这辆大巨虽然也是中江地产送给他的 但是其车辆购置税却是 需要他自己交的 这辆宾室大巨暗影之翼 特别版的车辆购置税是21万左右 保险费是8万左右 接下来包括交税给车子上临时牌照 在内的所有手续 都由中江地产给叶辰代办 这样就省得叶辰亲自跑了 算上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叶辰一共往中江地产的公司 账户上转了4835万元过去 一下子 叶辰银行卡账户余额变成了 1亿7899万多一点 彼时 寿楼部大厅 一块LED大屏上出现的一行文字 引来了不小的轰动 恭喜业主叶辰先生抽中一等奖 宾室大巨暗影之翼 卧槽 大巨被人抽走了 我的暗影之翼啊 我真的哭死 这个叶辰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羡慕声此起彼伏 正拿着扫把清扫地面垃圾的王芳 在听到附近的议论声后 忍不住抬头朝中央大屏望去 叶辰 他孙女林小雪前男友 也叫这个名 两人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不会不会的 那个叶辰家境普通 哪里买得起国兴世界海景的房子 所以肯定是同名不同人 叶辰 放眼全国 就算没有上万 那至少也有号几千个叫叶辰的 贵宾是 杨辉看了一眼时间 抬头对着叶辰说道叶先生 马上12点了 一起出去吃个午饭吧 叶辰点点头好的 夏然然 一起过去吧 在刚才的聊天中 杨辉已然之小夏 然然是叶辰的大学同学了 啊 好 好的 夏然然有些受宠若惊 不过他也明白 人家杨总是看在叶辰的面子上 才叫上他一起出去吃饭的 接下来一行鸡人都起身朝外走去 然而 刚走出贵宾室末几步路 杨辉忽然停下脚步 对着叶辰 面露一丝尴尬道 不好意思叶先生 我估计今天早上是吃坏肚子了 我先去方便一下 那我在外面等你 叶辰说道 好的 就这样 叶辰成冰原下 然然三人和杨辉 以及杨辉秘书分开 先行一步 继续朝外走去 很快三人便来到了寿楼部大厅 三人恰好被不远处的王芳看到了 叶辰 成冰原 王芳一愣 林小雪妈妈在世的时候 跟成冰原是好闺蜜 是以王芳是认识成冰原的 叶辰和林小雪交往了四年之久 大而那年林小雪因甚衰竭住院 作为奶奶的王芳 哪怕心里再不待见这个孙女 那在林小雪住院期间 也是去看望过林小雪的 而那时叶辰几乎是寸步不离的 在病房里照顾着林小雪 是以叶辰跟王芳也是献过面的 所以一看到两人 王芳便认出来了 当看到夏 然然跟在两人身边 和两人有说有笑时 王芳脸色直接就变了 夏然然可是这里的寿楼原 如此看来 叶辰和成冰原来这里 是为了买房 抽中一等奖的那个业主 真的是这个叶辰 秦秦 王芳拿着扫把 来到了附近一个名 叫于秦的女寿楼原的面前 怎么了王姐 秦秦 那个叶辰是来 我们这里买房的吗 王芳指着 就快要走出寿楼部大厅的 叶辰的背影 对着于秦问道 是的 于秦说到王姐 那个叶辰很有钱的 那套343平米的超级大平层 就被她买了去呢 由于李娟并 没有对外声张药毁约 把那套大平层转卖给张一南 是以于秦这些普通寿楼员们 目前都还不知道这查识 听到于秦的话 王芳心头大震什么 你说叶辰要买那套超级大平层 是的呢 叶辰昨天都已经交了定金 签了认购协议书 今天过来 是来签订正式的合同的 于秦说着说着 忽然感慨了起来 真羡慕那个老师 嫁给了小自己十多岁的学生 老牛吃嫩草 就罢了 关键老公还这么得有钱 这种好事 啥时候能被我遇到呢 此事王芳有先猛 要知道 那套大平层的总价格 可是突破了六千万的 家境普通的叶辰 哪来的钱买这样的大平层 是的 人家夫妻在今年的 大资料婚姻配对中 是获得了一笔 一千万的婚姻幸福基金 但叶辰说过春秋影视 不是把那笔钱给花掉了吗 现在又哪来的钱买 六千多万的将近大平层 就算是贷款买 那首付款最低 也是要一千多万的 叶辰哪来的钱 这不科学啊 看来这个叶辰 最近是从哪里 发了一笔横财啊 王芳在心里面如是想到 就算发了一笔横财又如何 不过是一个爆发户而已 这次他想要买的那套大平层 不是被张一南轻易给抢走了吗 最后 他不还是只能买一套小房子吗 此刻的王芳觉得 叶辰是在得知大平层买不了后 就退而求其次 买了其他的房子 就在这时 王芳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一看是自己宝贝孙子打来的电话 王芳连忙接通了电话 奶奶 小张岛房子的事情搞定了吗 应该快了 王芳说到小昊 你知道 昨天交了定金 要买那套大平层的人 是谁吗 谁啊 林昊好奇道 是你姐那个前男友叶辰 听到此话 电话里头的林昊 直接大惊失色 眼睛都一下子瞪圆了 叶辰 奶奶 你莫跟我开玩笑吧 小昊 真的是叶辰 我刚刚还看到叶辰 还有那个城冰原了 买六千多万的超级将近大平层 叶辰他 哪来这磨多钱 应该是发了一笔横财吧 王芳说到 不过现在的叶辰 充其量就是一个爆发户 还远远比不上张一南 小昊 你看叶辰这次想要买的那套大平层 不是轻而易举的 就被张一南截胡了吗 所以 现在这个社会出来混 更重要的 还是要讲人卖讲关系 你姐跟叶辰分手是对的 姐要是跟了张一南 对小昊你的事业 也是更有弊意 这个叶辰 究竟从哪里发了一笔横财啊 林浩说话的语气 有些酸溜溜的 都有钱买那套超级大平层了 这可不是发小财 而是发大财啊 不过听到自己奶奶的后半截话 林浩的心里又好受了一些 他奶奶说得很对 现在出来混要讲人卖讲背景的 叶辰就算发了一笔横财 那也是一个爆发户 你要是老老实实地当一个爆发户 那这一辈子 倒也能过得很好 可这个叶辰却偏偏收购了一家影视公司 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家伙 还妄想着在娱乐圈挣到成为资本 简直是痴心妄想 他在娱乐圈离闯当了一年多 可是深知这个圈子的谁有多深的 没有背景 没有人卖的叶辰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路 肯定是比以前的他还要难走的 现在发了一笔横财 恐怕要不了多久 这笔钱就会全部搭进 成员传媒的运营当中去 而且到时候 连个水花估计都见不出来 就在这时 王芳的声音在电话里又响了起来 好了小浩 先不说了 李娟过来了 我去问问李娟 有没有给小张导打过电话 好的 挂掉电话 王芳便笑眯眯地朝李娟走了过去 然而走到李娟跟前时 王芳心里忽然一咯噔 似乎有些不对啊 怎么这李娟的 一张脸拉的那磨肠 搞得像自己欠他几千万似的 一种不祥的预感 顿时营绕在他的心头 李经理 出事模式了吗 王芳一副小心翼翼地问道 王芳 你明天就别来了 李娟面无表情地说道 王芳猛了 啊 魏师模啊 作为李娟的半个师父 李娟一直以来都对他比较尊敬的 一直称呼他魏王姐的 然而现在李娟对他的态度 却来了一个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也不叫他王姐了 直接叫他名字了 而且还叫他明天不要来了 什么情况 我还有事要忙 丢下一句话 手里抱着几个资料袋的李娟 就直接撇下王芳头也不回地 朝着外面走去 都怪这个王芳 要不是王芳昨天把那个张一南带来 他也就不会得罪夜沉了 现在还不知道 杨总后面会怎么处置他呢 李娟的脸上愁云密布 想他李娟在职场上 如履薄冰了大半辈子 然而这次却狠狠地栽了一个大跟头 李经理 就在王芳照二合上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齐淼淼的身影 从他面前经过 王芳见状赶紧追了上去 淼淼 李经理心情不好 你知道出神魔师了吗 齐淼淼是这里的宵怪 深受李娟的器重 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很不错的 或许从齐淼淼这里 能套出什么话来 王芳 我也不清楚呢 齐淼淼说道 我就知道 李经理跟杨总去了一趟贵宾室出来后 脸色就变了 我问他 他也不说 王芳 我现在也纳闷着呢 我本来还想着问问你呢 毕竟你是李经理的前辈 我还以为你会知道一些内情呢 贵宾室 想到刚刚叶晨成冰原下 冉冉三人 好像就是从贵宾室方向出来的 王芳连忙 问到淼淼 之前贵宾室里 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人 是的 齐淼淼说道 刚刚夏冉冉和他的两名客户 就在贵宾室里 闻言 王芳豁然开朗 他想他应该明白了 肯定是叶晨在杨总的面前 告了李娟的状 被杨总训斥了 甚至是受到了处罚 都是有可能的 毕竟叶晨昨天定金交了 愿购协议书也签了 今天中江的产却要单方面毁约 不把那套大平层卖给叶晨了 这件势力亏的一方 肯定是中江地产 杨辉作为中江地产的CEO 为了维护中江地产的声誉 那面对客户叶晨的投诉 肯定是会站在叶晨一方的 毕竟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 那对中江地产的社会影响 肯定是负面的 这岂不是说那套大平层 苗苗那套大平层卖出去了 王芳试探性地问道 卖出去了呀 没有多想神魔的 齐苗苗直接回到 咱们李经理刚刚出去 就是亲自去办那套大平层的购房手续的 王芳闻声心里顿时一沉 业主是叶晨 对呀 好了王姐 我还有事要忙 就先不跟你说了 说完齐苗苗就直接离开了 独留王芳傻愣愣地站在原地 那套大平层到底还是被叶晨给买了去 他那六十万的佣金啊 就这魔不翼而飞了 不止如此 这次的事情 多半牵连到李娟被杨灰处罚了 是以李娟这才对他甩脸子 并让他明天不要再来了 所以 他现在手头这份临时工作也丢了 想到这 王芳的脸都绿了 寿楼部外 叶晨没有直接坐进车子里 因为现在车子里面就跟着烤箱一样 太热了 叶晨把车子打响 冷气开到最大后 便跟成冰原夏 然然来到了旁边不远处的树荫底下 叶晨 你跟我们杨总认识啊 夏冉然眨巴着一双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叶晨 这个问题已经憋在夏冉然心里好久了 刚刚在里面他就想问叶晨了 只是那重场合下 他不好开口 眼下终于被他寻到了机会 见叶晨点头 夏冉然继续说道看 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不一般 我们杨总都叫你叶先生呢 叶晨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叶晨文言笑到夏冉然 咱俩四年的同学 我是什么人 你还不清楚吗 以前我还觉得自己对你挺了解的 但现在我是真的看不透你了 夏冉然说道 我们杨总一口一个叶先生的叫你 又送你车库 又送你车子的 还给你那套大平层打了一个八折 这简直难以想象 说着说着 夏冉然忽然猜测到叶晨 难道你有恩于我们杨总 是我们杨总的恩人 叶晨头一次发现 这个夏冉然还蛮单纯的 嗯 夏冉然你猜对了 我的却有恩于你们杨总 真的被我猜对了 我简直太厉害了 夏冉然先是自夸了一把 然后好奇地望着叶晨 那个叶晨 你究竟是有什么恩于 我们杨总啊 要是不方便说的话 那就算了 莫啥不方便说的 莫啥不方便说的 听到叶晨正摩说 夏冉然精神一阵 他估摸着叶晨对他们杨总的恩情 肯定不会小的 搞不好是救命之恩都有可能啊 迎着夏冉然好奇的目光 叶晨笑着说道 上午在路上 你们杨总想要拉屎 但却没有撤纸 最后是我给了你们杨总一包手帕纸 才让你们杨总 没有把屎拉在裤裆里 此话一出 成冉原莫好奇地瞪了一眼叶晨 这话说的 能不能有个正行啊 夏冉然听到后 直接愣住了 他们杨总 想要拉屎没有纸 然后叶晨给了他们杨总一包纸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啊 回过神来的夏冉然 当即给了叶晨一个大大的白眼 叶晨 你搁着逗我玩呢 夏冉然 我可没逗你玩 你要是不信的话 等会你们杨总过来了 你自己问他去 叶晨一本正经地说道 还有夏冉然 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一纸之恩 人有三级 当你哪一天出门在外 想要拉屎却发现 自己没有带纸 就在你忍得快要受不了的时候 别人好心给了你一包纸 我想 你到时候肯定也会 很感激那个给你纸的人 听完叶晨的话 夏冉然的脸上 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叶晨 你说的似乎有些道理啊 看来我以后出门随时随的 都得带包纸 在身上了 搞不好哪天 我也能遇到我人生中的贵人呢 叶晨 成冰原 真是一个单纯的女孩纸啊 另一边 王芳接到了林浩打来的电话 奶奶 怎么样 李阿姨是不是已经打电话给小张岛 让小张岛过去签购房合同去了 林浩的语气笑呵呵的 唉 王芳叹气到小浩 出意外了 手机另一头 本来面带笑容的林浩 在听到自己奶奶的话后 就再也笑不起来了 出意外了 出什么意外了 小浩 事情是这样的 接下来 王芳便将事情的结果 以及他的猜测 跟自己宝贝孙子说了一遍 怎么会这样 林浩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那套六千多万的江景大平层 最后竟然还是被叶晨给买了去 如此就等让他奶奶变相地损失了 一笔六十万的卖房提成 他奶奶的钱 可就是他的钱啊 而眼下 他可正是缺钱的时候 他还等着这笔钱还信用卡 还网贷 充值他的美容卡 健身卡呢 小浩 那个叶晨 还抽中了一等奖 听到这话 林浩一双眼睛 疏地瞪得老大 什么 叶晨抽中了那辆 兵士大忌暗影之意 卧槽 他的运气怎么能震磨好 这一刻 极度使得林浩面目全非 眼睛都变红了 试问哪个男人不想 拥有一辆大忌啊 而且 那还是兵士大忌的特别版 暗影之意 其裸车官方指导价 可是要比普通版本的 大忌柜上足足五十万多万的 一等奖的名额 尤且只有一个 现在竟然被叶晨给抽到了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再看看他 这段时间 简直是诸事不顺 点被到了家 马德 他要是有沾沾卡的话 他非得把叶晨的好运气 给沾过来 小浩 运气只是一时的 你不用羡慕他 王芳说到奶奶 倒是觉得 那个叶晨发了一笔横财后就飘了 要知道终将地产这次违约 可是要给他一笔六百万的违约金的 这六百万 就等于是白减的钱啊 要是我的话 我肯定会收下这六百万 然后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结果这个叶晨却拒绝要这个钱 非要买那套三百四十三平的 将井大平层 他还年轻 而且正在创业当中呢 就只知道享受了 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 在自己还没有创业成功的时候 就应该 把钱花在刀刃上 而不是吱吱享受 所以小浩 我说这个叶晨有点钱就飘了 就他这样 以后肯定没石磨出息的 就算他这次运气好 不知道从哪里发了一笔横财 但奶奶估摸着 要不了多久 就会被他给败光的 听完自己奶奶的这番话 林浩那张本来因极度 而面目全非的脸 也渐渐地恢复了正常 奶奶 你说得非常有道理啊 那个叶晨 才说够春秋饮石磨多久 公司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呢 就知道享受 买六千多万的江景豪宅了 果然是一副爆发户的嘴脸啊 这要是换作是我的话 我肯定会把这些钱省下来 用于公司经营的 也不看看自己现在什么档次 六千多万的江景大平层 他叶晨配注吗 幸好我姐跟他分手了 要不然我姐以后肯定会跟他被一身的债的 一个男人没有长远眼光 只图现在享受 终究是成不了事情的 说是这魔说 但要说不羡慕叶晨 那是假的 毕竟那可是六千多万的江景大平层啊 是他做梦都想住进去的 小浩 你能这么想 看来你是真的长大了 成熟了 王芳无比欣慰地说道 他这个宝贝孙子 哪里都随他 以后肯定会有大出息的 国信世纪海景寿楼部外 叶先生 叶夫人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方便玩出来的杨辉 对着叶晨和成冰元说道 杨总言重了 人有三级吗 叶晨说道 叶先生 饭店我已经订好了 那我们现在过去 好的 默一会儿 一辆宾室卖巴赫 一辆大众高尔夫 一前一后 驶离了国信世纪海景寿楼部 等吃完午饭 再回到国信世纪海景寿楼部时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另一边 当林小雪 从自己弟弟口中得知 那套343瓶的大瓶层 被叶晨买了去时 林小雪整个人都变得一阵恍惚 他们奶来这磨多的钱 姐 这个 我现在也不清楚 但肯定是最近 在哪里发了一笔横财 不过姐 你可不要胡思乱想 不要质疑 你离开叶晨的正确性 林浩在电话里 说到你看看叶晨 一有钱就开始享受了 她也不看看 她的成员传媒 能不能活下去 她还正在创业的起步阶段呢 就这磨浪费钱 只只享受 叶晨真的太不成熟了 江豹发护的嘴脸 展现无疑 姐 如果你当初莫跟叶晨分手 那你现在跟着叶晨的 却能暂时过上一段好日子 但从长远来看 你要是跟着叶晨的话 那是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幸好你跟她已经分了 说着说着 林浩画风一转对了姐 叶晨现在不是不知道 从哪里发了一笔横财吗 那你现在可以跟她借钱啊 你那些信用卡 还有借的网贷 还是早点还得好 不然就是利滚利 拖得越久 最后还得利息越多啊 对于自己弟弟的这个建议 林小雪想都没想的 直接就拒绝到 让我找叶晨借钱 我不见 姐 你想啊 以叶晨现在这贪图享乐的性格 她身上就是有再多的钱 那也会很快 被她挥霍一空的 与其如此 倒不如让她把钱借给你 这等于是暂时把钱存放在你这里 以后等她把家底亏空了 那不是 在你这还有些钱吗 不至于最后挥霍的连条裤衩子 都没得穿 所以姐 你现在跟叶晨借钱 就等于是帮她存钱啊 你这可是为她好啊 到最后 叶晨说不定还要感激你呢 顿了毒 林浩接着说到还有姐 你也知道 这次我把家里的全部资产 都亏进笔特币市场了 现在我和奶奶都沦落到在外面租房住了 奶奶你也了解 她最近一直在我耳边蓄道 让我找你要拿一百万 不过姐 你放心 我知道你现在跟我一样缺钱 所以我不会催你还钱的 姐 奶奶这边的压力 你弟弟我扛得住的 我现在就是担心 奶奶后面会直接跳鼓 找到你 让你还钱啊 听完自己弟弟的话 林小雪沉默片刻后 开口说到林浩 你跟她说 给我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之内 我一定会把那一百万还给你的 由她主演的江城欢乐谷宣传片 还有二十来天 就会发布到网上去 一个月后 她就能拿到自己进圈后的第一笔片酬了 想来这首笔片酬 怎么的 也得有个小百来万吧 要是影片播放量很高的话 那到时候 她分到的片酬就会更多呢 好吧 姐 你真的不跟叶晨借点钱 林浩还是有些不死心 林浩 你别再劝我了 我就是再难 也不会跟叶晨借钱的 林小雪说道 唉 好吧 好了姐 小张导打电话过来了 先不说了 我要接小张导的电话了 嗯 就这样 林浩接通了张一南的电话 林浩 国庆世纪海警那个经理 理什么的 怎么还没有给我打电话 这女的办事效率也太低了吧 我为了房子的事情 可是特意把我今天的行程 都给往后排了 电话一接通 就传来了张一南不满的声音 小张导 房子的事情 我正要打电话跟你说呢 林浩干笑道 林浩 听你这语气 似乎是出了什么意外啊 张一南皱着眉毛说道 嗯 是的 接下来 林浩便将事情跟张一南说了一遍 张一南听完后 也是深感震惊 那套超级江景大平层 竟然被你姐那个前男友 叶晨给买了去 震惊至于 张一南脸色也是 显得异常难看 上次截胡了春秋影视 现在又抢了我的江景豪宅 这个星夜的踏马的 是存心跟我张一南过不去是吧 小张导 你消消气 这次是叶晨运气好 恰好碰到了中江地产 CEO前来视察工作 要不然 那套大平层肯定是你的 林浩说道 叶晨 我记住他了 一个穷山窝里 走出来的小扁三孩 妄想在娱乐圈 挣到成为资本 简直是梦里想屁吃 有我张一南在的一天 他叶晨以后 就别想在这个圈子里 站稳脚跟 张一南语气阴沉地说道 文言 林浩连忙附和 讨好当那肯定的 在小张导你面前 那个叶晨算个屁啊 小张导 只要动动手指头 那叶晨就得跪下唱征服 下午四点半 叶晨终于拿到了那套 超级大平仓的防钥匙 以及那辆 兵士大巨暗影之翼的车钥匙 寿楼不晚 叶晨对着窗外的杨徽下 然然挥了挥手 随后便直接开着 这辆大巨暗影之翼离开了 成兵员坐在 大巨的副驾驶座位上 至于那辆大众高尔夫 等会下 然然会赴 则将其开到叶晨的租房处 来到主干道上 叶晨先是开车 来到了一条车流少的道路上 好好地体验了 一把大巨的操纵感 尤其是推背感 不得不说 这辆大巨暗影之翼的推背感 真的要比大众高尔夫强 太多太多了 也是 毕竟两者的价格相差很大 单单这辆大巨暗影之翼的 车辆购置税 就能买两辆高尔夫了 等完全熟悉了 这辆大巨的综合效能之后 叶晨便开车 载着成兵员 来到了一家购物中心 逛街 吃饭 看电影 电影开场没多久 叶晨手机微信提示音 忽然响个不停 叶晨掏出手机一看 发现所有的新讯息 都来源于大学同学群 而且自己在群里还被人给了 于是叶晨顺手点进去 上拉到群聊未读讯息的最顶端 看了起来 吓然然叶晨 恭喜叶晨同学 成为尊敬的国姓世纪海景业主 撒花 撒花边炮边炮 同学币 同学寄卧草 叶晨在国姓世纪海景买房了 同学弟真的假的 国姓世纪海景的均价 可是高达15万亿平米啊 同学挖一旦定 你们难道忘记了 叶晨和陈老师 在大资料婚姻配对中 可是获得了1000万的婚姻幸福基金的 同学弟对哦 有那1000万 足够在国姓世纪海景付个首付了 同学A叶晨 牛逼啊叶总 年纪轻轻的 就住上了江景豪宅 人胜赢家 夏然然偷偷地告诉你们 叶晨买的 可不是一般的房子 而是一套坐拥 一线江景的343平米的 超级大平层 夏然然此话一出 群里先是安静了三秒钟 然后直接闸了 同学G 同学B 同学Z一线江景 343平的超级大平层 卧草夏然然 你没有跟大家开玩笑吧 同学W下大美女 是跟大家开玩笑的吧 国姓世纪海景的均价 都达到了15万亿平 一线江景房的房价 那肯定会更高的 这磨算的话 一套343平米的一线 江景超级大平层的价格 我估摸着都突破了6000万呢 叶晨怎么可能买得起 这样的顶级江景豪宅呢 同学具不错 这样一套大平层的首付 都超过了1000万呢 我寻思着叶晨 他也不是啥富二代啊 夏然然同学们 我可没有跟大家开玩笑哦 叶晨确实在我手上 买了一套343平米的 超级大平层哦 而且还是全款的微笑表情包 同学A私 同学递我去 叶晨这是发财了啊 同学Z叶晨 叶个 叶总 叶神 带带孩子吧 孩子要哭了 同学B343平的超级大平层 还做拥兵江一线江景 这样的豪宅 就是放眼整个魔度 也找不到鸡头 叶晨竟恐怖如斯 同学Y住着这样的顶级豪宅 老婆是程老师 叶晨这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羡慕哭了呀 同学H极度使我面目全非 同学W叶晨 住进了这样的顶级豪宅 恐怕是有人欢喜 有人愁啊 扣笔表情包 同学G男哥 你是话里有话啊 斜眼笑表情包 同学B男哥 怎么还当起了谜语人 你倒是说明白 那个仇的人是谁 斜眼笑表情包 同学W只可议会不可言传 懂得都懂笑脸 同学C林小雪 是不是他 讯息已撤回 同学C斜眼笑表情包 同学S撤回 张总 你这是玩不起啊 同学D张总要是不撤回的话 我还敬你是条好汉 同学B同学C 还好我手速快 你截图 要不要我发出来 斜眼笑表情报 同学C卧草 你个老六 不当人啊 同学B速速V我50 要不然我可就发了 斜眼笑表情报 看到这里 叶晨就没再往下看下去了 而是继续看起了他的电影 另一遍 林小雪正躺在床上 手里捧着手机 此时林小雪咬着自己的嘴唇 脸色有些难看 刚刚同学群里的讯息 他都看到了 包括那条撤销的讯息 现在在同学们的眼中 恐怕他林小雪 已经成为了一个笑话 都在看我笑话是吧 你们这群井底之蛙 你们等着 终有一日 我会成为一线女星的 而那时候的叶晨 多半已经黯然退场 离开他这个圈子了 到时候 你们就会知道 我离开叶晨 没有错 这是此刻林小雪的心声 叶晨和成冰源 看完电影回到家 已经是晚上接近零点了 两人来到卧室 拿睡衣准备去洗澡 叶晨同学 你帮老师挑睡衣吧 老师脚酸了 先躺一会儿 说话时 成冰源四仰八叉地 躺到了床上面 顿时一道枝丫的声音响起 成冰源忍不住吐槽道 这破床质量真的太差了 再忍今天一晚上 明天搬到那套大平层就好了 好了成老师 睡衣给你挑好了 走吧 一起洗澡去吧 叶晨给成冰源 挑的是一套偏古风的薄纱睡裙 就这样 两人拿着睡衣 一起去卫生间洗澡去了 今晚这个早 两人洗得有点长 接近一个小时之后 叶晨才拦腰抱着成冰源 走出卫生间 回到卧室 把成冰源放在床上 看到成冰源在揉着脚 叶晨开口道 今天咱们走的路 也不是太多啊 脚有这磨酸吗 成冰源点了点头是真酸 我感觉今天新穿的 那双平底鞋有些小 那那双鞋以后就别穿了 我来帮你按按吧 叶晨话音刚落 只见成冰源就将一双脚 放在了叶晨的大腿上面 接下来叶晨开起手机 在网上找到了一段 足不按摩的教学影片 随后叶晨便一边看着影片 一边给成冰源按起了脚 半个小时后 按摩结束 叶晨躺下准备关灯睡觉 叶晨 你去洗个手再睡啊 成冰源说道 洗什么手啊 你脚又摸位的 叶晨同学 不酸吗 我感觉我的脚虽然不臭 但是有点酸 不酸啊 不信成老师你闻闻 叶晨说着 将自己的手朝成冰源的鼻子 伸了过去 不要 我才不闻哪 第二天 八月一日 周一 今天叶晨没有去公司 成冰源也跟学校请了一天假 两人今天的任务就是搬家 放在以前乔迁那 可是一件大事 不是随便哪一天都能乔迁的 得看日子 挑一个黄道 即日乔迁 哪怕到了现在 依旧有不少人 都是十分重视乔迁之喜的 但叶晨和成冰源 对这个都不是很在意 所以 两人也莫堪日子 就直接定在今天乔迁了 其实两人 要搬的东西也不多 就是两人的私人物品 主要是衣服鞋子 这些东西 不过等 真正收拾起来 发现东西还是不少的 单单两人的衣服鞋子 就足足装了五个大袋子 这磨多东西 要是一辆车还拉不走呢 好在他们有两辆车 把所有东西都搬到车子上后 叶晨和成冰源 就来到了物业处 办理退房手续 退完房后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 于是 两人就在附近随便找了一家饭店 把午餐给兑付了 之后叶晨就开着大G 成冰源开着自己的小红高尔夫 两辆车一前一后 朝着国庆世纪海景的方向驶去 两点零几分 两人开车抵达了国庆世纪海景 两点半 两人把所有东西 都搬到了大平层里面 老公 我来规制东西 你在一旁帮我打下手吧 主卧室里 成冰源蹲下来 一边说话 一边把行李箱子开起 然而下一秒 成冰源就被叶晨直接抱了起来 莫等成冰源反应过来 叶晨便有些蛮横的 一把把成冰源 扔在了旁边的席梦斯大床上 成老师 午休时间到了 三点半 两人下床穿好衣服 老公 这个大床我太喜欢了 成冰源说话时 脸蛋上 还有着两抹 没有完全褪去的淡淡的红韵 像是查了胭脂一样 不愧是价值三十多万的 Cavalier床 主打的就是一个轻奢和耐造 叶晨笑道 这张床的价格 还是前天看房时 他从下冉然的嘴里得知的 一分钱一分货 经过他的验证 这张Cavalier大床的舒适度 尤其是质量方面 那绝对杠杠的 挑不出一点毛病 规制好物品后 两人便出门买菜去了 今天乔迁 两人都没有对外大肆声张 只是告诉了周家王雪玲 还有程曼丽 不过程曼丽在三天前 已经离开了魔度 所以晚上来不了 国庆世纪海景附近 就有一家大型生活超市 买菜什么的很方便 叶晨和程冰园 没有舍尽球员 直接来到了这家 大型生活超市 采购晚上要烧的菜品 半个小时不到 两人就完成了采购 对了老公 我们买点红酒吧 嗯 可以 叶晨点了点头 周家王雪玲都是女生 而且都还是学生 所以晚上喝白的 肯定不适合 最后两人 在酒水区 挑了两瓶黄金眼黑皮诺葡萄酒 黄金眼黑皮诺分为白镖和黑镖 白镖黑皮诺的价格 是一千块左右一瓶 黑镖的价格 是单瓶两千左右 叶晨买的两瓶黑皮诺 都是黑镖的 程老师 再去买点果汁饮料吧 万一他们两个晚上不喝酒呢 嗯嗯 还是你考虑的周到 于是两人又来到了饮料区 买什么好呢 望着各种种类 五花八门的饮料 忽然叶晨眼睛一亮 他被某重饮料的外包装给吸引了 椰树椰枝 椰树椰枝换了新款外包装 对哦 今天是八月一号 之前王志国曾在电话里跟他说过 八月一号 椰树品牌形象代言人 将会正式换成徐东东 同一天 印有徐东东图案的新款外包装的椰树椰枝 也将会正式于国内全面上市 好家伙 椰树的新款外包装 第一眼看过去 颇有众小电影网站的风格 再加上徐东东那傲人的身材 在吸引眼球方面 可谓是拿捏得死死的 不得不说 椰树是懂擦边的 这家大型生活超市 拿出了两平米的地方 专门用来摆放椰树牌椰枝 足足堆了两米的高度 叶晨看到不少顾客 尤其是男顾客 在图静椰树椰枝专区的时候 都忍不住停下了脚步 绝大部分男顾客 盯着椰树椰枝的新款外包装 看了一会儿后 最后在离开前 都默默地提了一箱带走 老婆 我们就买椰树椰枝吧 叶晨笑着说道 这椰树新代言人徐东东 可是他公司旗下的艺人 他这个做老板的 肯定要支援一下椰树椰枝啊 好的 只是这椰树椰枝的新包装 成冰元看着 都忍不住有些脸红了 我觉得这新包装挺好的呀 你看看这卖得多好 叶晨笑道 恐怕也就你们男人 喜欢这种外包装了 成冰元说道 这说明 椰树把他的客户 群体定位定得很精准 这么看来 椰树此次更换新款外包装 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叶晨说道 一箱椰树叶汁放在购物车里 然后叶晨和成冰元 就推着购物车 走到收银台出结账 两人回到家 已经是四点多了 成冰元来到厨房 开始准备下厨了 叶晨也没闲着 在厨房里 帮成冰元打下手 干些摘菜洗菜的杂活 等这些杂活都干完后 叶晨便掏出手机 开启了摄像机 开启了录影模式 老公 你在拍什么呢 细着围裙的成冰元 一边切着菜 一边好奇问道 把房子录个像 然后发给我爸妈 叶晨说道 这段时间以来 他老妈因为房子的事情 可没少给他打电话 现在 他终于买了房子 而且买的还是343平米的 超级将近大平层 这份喜悦之情 他当然要跟自己 老爸老妈一起分享了 另一边 远在灰省老家的叶妈林夏 正在家里客厅沙发上 坐着看电视 忽然他的手机 微信提示音响了一下 拿起手机发现 儿子给他发来了一个录影影片 带着一丝好奇 林夏点开影片 观看了起来 然而才看没两秒钟 林夏就惊讶了 我的天 这厨房好大好奢华 还有中岛呢 看来小陈是去了哪个豪宅 随着影片画面里 出现了一个细着围裙 正在切菜的侧面身影 林夏一愣 等等 这不是我儿媳诚老师吗 陈老师怎么在这个豪宅的厨房里面切菜 难道 想到了一种可能的林夏 心里猛的一跳 不过下一秒 林夏就在心里否定了 自己刚刚的那个猜测 这时 影片画面一转 出现了一个椭圆形的六人饭桌 虽然饭桌看着不是不大 但是影片画面中的餐厅却是异常的大 整个餐厅的装修 看起来简约中透露出一股大气 影片画面再转 来到了客厅 林夏暗暗则折舌 我滴乖乖 这客厅也太大了吧 怕不是有我家客厅三个那么大了 接下来的林夏一直处在震惊当中 好大的阳台 还是落地景观大窗 外面是江景 应该就是黄浦江了吧 这是江景豪宅啊 而且还是大平层 儿子怎么会在这种豪宅里面 难道儿子现在在地产公司上班 在卖房子 林夏暗暗猜测到 这段时间以来 林夏有好几次想要打电话给叶晨 询问叶晨工作的事情 但最后因为怕给自己儿子增添压力 林夏都忍住没有去问 连三个客卧都配有独立卫生间 这个大平层到底有多大 怕不是都有三百平了吧 每个房间透过窗户 都能看到外面的黄浦江景 儿子所在的 这个江景豪宅 可是要比他们时代首富张东柱 给自己儿子张志买的那套江景房 还要奢华得多啊 而且面积上也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张志的那套 就是普通的三室两厅户型 面积一百三十平左右 但他儿子发给他的影片里面的 可是一套大平层 这样一套大平层 得要多少钱啊 就在林夏处于 被这套大平层所带来的震撼当中 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 也把叶晴回家了 老叶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抹走 自己丈夫的提前回家 终于将林夏的思绪 重新拉回到了现实当中来 唉 有了共享单车 现在我们这些跑出租的生意 是越来越差了 今天一天到现在 我才跑了十一单 叶晴说话实脸上布满了愁云 往年他跑出租 不仅能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 一年下来 还能存个几万块钱 但自从上个月 他们县城出现了 共享单车之后 他们这些跑出租的生意 就直接一落千丈了 共享单车 在他们时代的出现 对他们跑出租 这一行的影响之大要 远超其他县城 因为他们时代县城 真的太小了 骑着共享单车 从县城最南边 到最北边 最多十分钟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共享单车的出现 几乎是等于 直接砸了他们这些 继承车司机们的饭碗 老叶 真不行 咱就不跑出租了 临下说道 不跑出租 那我还能干嘛呢 毕竟我今年都四十九了 叶晴叹道 闻言 临下也叹了一口气 唉 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沉默片刻后 叶晴忽然开口说道 真不行 我就出去学一门手艺去 比如学木匠 学油漆啊 现在干装修还挺赚钱的 我好几个 高中同学 都是干这个的 现在都在我们县城 买了房呢 这个不行 木匠活 灰尘太大了 对身体不好 尤其对身体的损害 就更大了 老叶 我不允许 你干这些活 临下神情严肃地说道 闻言 叶晴笑了笑 我就这磨一提 这磨认真干嘛 这时 叶晴忽然注意到了 自己老婆还亮着的手机荧幕 老婆 你在看什么呢 儿子刚刚发给我的 听到这话 叶晴顿时来了兴趣 快给我看看 自己过来看 好嘞 就这样叶晴来到自己老婆身边坐了下来 从自己老婆手中接过手机后 叶晴便点开关看了起来 乖乖 还有中道 这厨房都快赶上我家客厅大了 可之前临下的表现如出一辙 影片才开始播放 叶晴就被震撼到了 咦 这不是程老师吗 他怎么在这厨房里切菜 叶晴面露疑惑之色 紧接着叶晴眼睛一亮老婆 你说这房子 该不会是咱们儿子买的新房吧 老叶 你觉得可能吗 临下笑着反问道 闻言 叶晴伸手挠了挠头 敢笑的好吧 是我想多了 看这厨房的面积 就知道 这房子肯定小不了 还有看这厨房里的厨具装修就知道 这房子肯定不是啥一般的房子 说着叶晴继续 看了下去 这餐厅好大 卧槽 这客厅大的离谱 这阳台好大 还有这落地景观大窗 我去 那外面的江 就是黄埔江吧 离得这魔尽 这房子位于冰江第一排 坐拥一线江景啊 一线江景 大平层 这是顶级江景豪宅啊 四个卧室都能看到黄埔江 乖乖 这套江景大平层 可比我们时代县首富张东柱 给他儿子买的那套江景房 看起来要气派多了 而且看着装修 两者也明显不在 一个档次 看完整个影片后 叶晴忍不住感叹到 这就是魔度的顶级江景豪宅吗 看着的却很震撼 说着说着叶晴画风一转 不过话说回来 咱儿子和儿媳 怎么会在这种豪宅里面 而且 咱儿媳还在厨房里戏着围裙 窃着菜 一副女主人的形象 可能是在他们哪个朋友家里面吧 小陈不是说过 程老师的厨艺很好吗 然后程老师就下厨了 临下猜测道 打个电话给儿子吧 问问他房子可看好了 叶晴说道 都这磨多天了 房子还没买 我估摸着 多半是房子相中了 不过有点贵 首付不够 咱儿子又是那 重报喜不报忧的性格 真不行 我明天豁出老脸出去借钱去 说到这 叶晴的脸上又出现了愁容 儿子已经成家了 但房子的事情 到现在还没搞定 十之八九 还是出在了钱的身上 在这个关键档口上 偏偏他现在跑出租的生意 又一落千丈 还真是活不单行啊 这时 林夏拨通了自己儿子的电话 开着扩音 妈 房子你看到了吧 怎么样 电话另一头 叶晴拿着手机 坐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笑呵呵地问道 将近大平层 那肯定好啊 林夏笑道 妈 那你喝吧 哪天过来住些日子 听到自己儿子的这句话 林夏心里一颤 随后用试探性的语气 问到儿子 影片里的那套大平层 不会是你的吧 当然是我的呀 要不让我拍他发给你干嘛 叶晴笑着说道 此时此刻 他老妈虽然不在他的面前 但是他却能够想象到自己老妈现在的表情 绝对无比的惊愕 事实正如叶晴所想的那样 此时林夏的雀精恶无比 还有一旁的叶晴也是一样 叶晴率先回过神来 儿子 你说影片里的那套将近大平层是你的 叶晴的声音听着有些微微颤抖 老爸 你也在啊 叶晴笑道 刚刚影片里的那套大平层确实是我的 昨天才买的 多 多大面积 叶晴继续颤抖着声音问道 343平米 听到这个回答 叶晴和林夏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这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 343平米的超级将近大平层 这得值多少钱啊 于是叶晴又问到儿子 这套大平层值多少钱 按照现在的行情 6000万多一点吧 文言 叶晴和林夏两人的心里 都是为之猛的一颤 6000多万 这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那就是 他们儿子怎么能买得起 6000多万的超级将近大平层 就算是贷款买房 按照最低首付比率计算 那首付款也是超过了1000万的 他们儿子哪来这么多钱 带着这个心中最大的疑问 林夏忍不住开口到儿子 这套大平层 真的是你的 我说老妈 这难道还能有假不成 叶晴笑道 你是贷款买的 不是 我全款拿下的 听到这个回答 林夏心头又是猛的一颤 儿子 你哪来这磨多钱 炒比特币赚的 叶晴如实说道 比特币 叶晴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 我上个礼拜刷到过 有关比特币的新闻 新闻里面说 这次比特币的行情 波动特别的大 先是大涨 后面又大跌 很多人都成为韭菜被收割 导致倾家荡产 儿子 你竟然炒比特币还赚钱了 叶晴感觉很是不可思议 对了 儿子 你一共赚了多少 老爸老妈 说出来 你们可能有点不信 我一共赚了两亿多点 叶晴笑着说道 什么 两 两亿多 叶晴被震惊的一对眼珠子 都差点给瞪了出来 接下来 叶晴和林夏四目相对 此时两人都从彼此的眼睛当中 看到了多重复杂的情绪 有震惊 有兴奋 有难以置信 多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使得两人一时间都棱在了原地 就那魔傻傻地看着对方 此时两人都有重不真实的感觉 老爸 老妈 你们怎么不说话啊 最后还是叶晴的声音 将两人的思绪 重新拉回到了现实当中来 林夏用力掐了一下叶晴手臂上的肉 疼得叶晴嗷直叫 疼疼疼 疼吗 文言 叶晴白眼直翻你说疼不疼 知道疼 那就不是做梦了 林夏笑道 叶晴彻底无语了 想验证是不是梦 你怎么不掐你自己啊 那不是疼吗 林夏笑道 叶晴 听到电话里 传出来的老爸老妈的对话声 叶晴也是忍俊不经妈 以后你那班就别上了 还有爸 你也别跑出租了 现在我们县城入住了共享单车 老爸你那跑出租的生意 应该变差了很多吧 他爸爸这几年都在老家跑出租 日出晚归的 还是挺辛苦的 他大学四年的寒暑假回老家 都会帮他爸跑上一段时间的车 其中的辛苦 他是知道的 精神上的疲倦 自是不用多说了 有时候遇到那种不讲理的乘客 更是搞得你人都要崩溃 所以 跑出租赚的真是一分辛苦钱 他妈妈在老家的 一家超市里当倒购员 基本上一天占到晚 赚的也是辛苦钱 而且工资还低 一个月打到工资卡上的钱财 堪堪两千块左右 现在他的银行卡上躺着一个多亿 自然是不希望自己爸妈 再去赚那辛苦钱了 儿子 还真的被你说对了 自从我们县城出现了共享单车 我们跑出租的一天 都借不到二十单了 我的有些同行们 都停车出去打工去了 在这之前 叶青从来没有跟自己儿子 说过这些话 因为他不想 给远在魔都的儿子 增添烦心事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他儿子有钱了 这些话 也就能跟自己儿子说说了 爸 那就别干了 等会我打点钱给你 然后你带着妈出去度假旅游去 叶晨说道 对了儿子 以前我一直莫问你 你现在 找到工作了吗 此刻林夏将他心里 早就想问的一个问题 说了出来 以前他忍着莫问 是不想给自己儿子增添压力 现在他儿子 可是一个亿万富翁了 那他现在问就没失魔了 哪怕莫找到工作 那也没关系 他儿子都这莫有钱了 讲老实话 都能直接躺平 压根就不用上班了 两个亿 扣除买那套大平层的钱 那也还剩有一亿多呢 这莫多钱存进银行 光吃利息的话 一年 都有一百多万了 这上不上班 真的无所调位了 老妈 我没有出去找班上 但我现在有自己的一份失业了 听到自己儿子这句话 林夏先是一愣 随后开口问到儿子 你是准备自己创业 嗯 叶晨说到我前不久 收购了一家影视公司 那家公司 以前叫春秋影视 被我收购了之后 我把他的名字 更改成了陈渊传媒 你们在网上都能搜得到的 儿子 有志气啊 好好干 争取把公司做大做强 成为我们时代线的骄傲 叶晴咧嘴笑道 跟自己爸妈又唠了一回家常后 叶晨便挂了电话 接下来 叶晨开起手机网 赢给自己老爸的银行卡上 转了五百万过去 少了这五百万 叶晨银行卡 账户于额变成了 一亿七千三百九十六万多一点 老婆 真的没想到 咱们儿子竟然一下子 成为了亿万富翁 这种感觉 挂掉电话的叶晴 搓动着双手 显得很是亢奋 老叶 你别回头出去到畜生章啊 我知道 才不外路嘛 叶晴嘿嘿笑道 就在这时 叶晴手机简讯提示音响了一下 开起手机一看 叶晴当即心里一颤 乖乖 小陈给我转了五百万 这孩子 怎么转这魔多钱过来 咋儿子这不是孝顺吗 叶晴笑道老婆 你明天辞职 然后我们一起出去 好好度个假 沉思片刻后 临下开口道 还是等等吧 刚刚儿子也说了 他手上的那家饮食公司 是他收购来的 这就说明 那家公司以前的经营情况 肯定不太好 要不然 人家老板也不会把公司卖掉的 现在这家公司在咱们儿子手上 还不知道 后面会发展得怎样呢 万一 我说万一 要是万一公司后面发展得不好的话 那咱们儿子后面 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所以老叶 咱们儿子转来的这五百万 我们要先替他存着 听完自己老婆的话 叶晴也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点点头道老婆 你说的对 现在小陈正在创业当中 这五百万 我们现在的却不能给他花掉 那咱们就等儿子创业成功 公司的发展不如到正轨之后 在一起出去度假 享受生活去 嗯嗯 临下笑着点了点头 五点多 叶晴在厨房里 一边看着成冰园炒菜 一边跟成冰园聊着天 忽然门铃声响了起来 叶晴听到后离开厨房 走过去开门 门一开 只见两名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女生 站在门外 对着叶晴声音 甜甜地喊道叶晴哥 两女不是别人 正是周家和王雪玲 王雪玲穿着一件雪白色的裙子 她的面板 是叶晴见到过的 女生当中最好的 真正的可以用肌肤赛 雪肤如宁芝来形容 加上一头乌黑如墨的长发 衬托的奇珍 像是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一名公主 身穿超短牛仔热裤的周家 留了一头标准的中短发 脸上有着一对浅浅的梨窝 一双眼睛灵气十足 笑起来特别的甜美 都进来吧 两女进来 借过叶晨递来的鞋套穿上后 便把提前准备好的一个红包 从随身包包里面拿出来递给了叶晨 叶晨哥 瞧钱大喜哦 谢谢 穿过玄关 三人来到了客厅 叶晨哥 这家这房子可真大啊 周家看了一圈后说道 跟你家的别墅相比 我这房子可算不上大 叶晨说话时 给两女分别泡了一杯茶 茶给你们泡好了 我就放在茶几上面了 你们要喝的话 自己拿呀 嗯嗯 我和佳佳姐不会客气的 王雪凌说着 望向了厨房 叶晨哥 嫂子在厨房烧饭啊 接下来王雪凌和周家两女 便一起来到了厨房 哇 嫂子你烧的菜可真好看 我这看着都要流口水了 作为资深吃货的周家 望着放在中岛台上面 那一道道已经炒好的菜 双眼直冒光 佳佳姐 我都已经在吞唾沫了呢 王雪凌笑道 佳佳 玲玲 就剩两道菜要炒了 咱们等一会就能开饭了 你们先出去坐一会儿吧 六点十三分 颇圆形的六人餐桌上 摆满了一大桌子菜 十分的丰盛 今晚白酒就不喝了 我们来点红酒怎模样 叶晨说话时将白天买的两瓶 黄金眼 黑皮诺黑镖 葡萄酒拿了出来 放在餐桌上 叶晨哥 嫂子 玲玲是坐我车过来的 我作为司机 还是女司机 可是不能喝酒的 周家笑着说道 叶晨哥 我吃完饭回去 还要做试卷呢 王雪凌可怜巴巴地望着叶晨说道 行 那今晚就都不喝酒了 咱们都喝饮料 说完 叶晨把两瓶黄金眼 黑皮诺黑镖 葡萄酒拿走 把白天买的那箱椰树椰汁搬了过来 拆箱后 叶晨拿了四罐放在餐桌上 自己留一罐 给三女分别发了一罐 这包装 从叶晨手中 接过椰树椰汁 周家的注意力 顿时就被椰树椰汁的新款外包装给 吸引了过去 好的 椰树椰汁 反应过来后 周家连忙抬头朝身边的王雪凌望去 凌凌 这不是你家的椰树椰汁吗 外包装更新换代了呀 呃 是的 王雪凌脸蛋有些红红的 实在是他家椰树椰汁的新款外 包装过于那个了点 这让他有重羞耻感 他以后出去都不好意思说椰树椰汁是他家的 椰树椰汁 我从小喝到大 周家看到了印在外包装上的那句新的广告词 这句广告词诈看起来还挺正常的 但是当周家的目光落在外包装上徐冬冬的身上时 周家顿时就觉得这句广告词变了味道 变得不正经了起来 凌凌 你们家椰树是从哪里找到这个徐冬冬 作为你们椰树的新代言人的 再配上这句广告词 真的绝了 周家说道 嗯 椰树的新代言人 新的品牌广告 还有这新款外包装 虽然都是在擦边的边缘疯狂是探着 但不可否认这个效果很好 你看连她的叶辰哥都忍不住买了一箱回家呢 果然这些男人都喜欢这一种的 连她的叶辰哥都不例外呢 家家姐 这个徐冬冬 就是叶辰哥公司的女艺人 听到王雪凌的话 周家先是一愣 随后目光就转移到了叶辰的身上 叶辰哥 也就是说 叶树的这个新广告方案 也是出自你的公司了 是的 叶辰点了点头 叶辰哥 周家笑道 我感觉椰树椰枝 更换了新代言人核心款外包装之后 销量肯定会突破 卖上一个新的台阶的 行了 赶紧吃饭吧 叶辰招呼道 接下来 鸡人便都动起了筷子 对于成冰园的厨艺 周家和王雪凌两女 都是赞誉有加 时间来到七点半 周家终于把筷子放了下来 一脸满足之色 吃得好爽呀 说话时 周家把自己的裤腰带解松了两个 唉 今天晚上吃的有点多 回家的运动一下了 王雪凌盯着周家的腹部 嘖嘖称其道佳佳姐 你这肚子 怎么能装得下着魔多食物 玲玲 要不是我再减肥 今晚这一桌子菜 我非得把他们给全部扫光了 周家用一副少见多怪的表情 对着王雪凌说道 吃完饭的两女 在叶辰家里 一直坐到了八点半这 才起身准备回去了 对了叶辰哥 嫂子 我后天准备去地多晚 你们要不要一起啊 佳佳姐 叶辰哥和嫂子 要是出去玩的话 那也是奔着过二人世界去的 谁愿意把你这个大电灯 泡带在身边啊 听到王雪凌的话 周家当即对着叶辰和成冰园 拱了拱手叶辰哥 嫂子 刚刚那句话 就当作我莫说过 把两女送到楼下 目送周家开车离开后 叶辰和成冰园 也就转身直接回家了 两人来到了阳台 望着窗外的黄浦江夜景 叶辰的心里 不禁生出一股豪迈之情 得到系统才个把月的时间 他就在魔都 拥有了一套顶级的江景豪宅 未来 他一定会拥有更多的 陈老师 那天下然然介绍时说 我们这套房子的玻璃 全部都是高阶防窥防暴玻璃 成冰园闻声笑了笑 所以叶辰同学 你想表达什么呢 一个小时后 叶辰抱着成冰园回到了卧室 四日早上 叶辰从床上醒来后 习惯性地在心里默念了一声千道 叮 千道成功 叮 恭喜宿主 触发千道随机奖励 获得能力赠合格斗数精通 一瞬间 叶辰的脑海里 凭空多出了很多有关综合格斗的相关技巧与经验 这让叶辰心中一喜 自从他的左肾再深厚 叶辰就发现 他的身体素质 已经恢复到比巅峰时期的时候还要强大 现在自己又融会贯通了这模 多有关综合格斗的技巧和经验 这岂不是说现在的他 在武力之方面 已经能算是一个高手了 当然他也知道自己 跟那些职业综合格斗手相比 肯定是有所不如的 别的不说 在身体素质这方面 他肯定是差那些职业综合格斗运动员一大截的 不过想来 自己在面对普通人时 肯定是能够轻松拿下的 不错 有了这项能力 以后在外面万一遇到一些危险 他也算是有自保的能力了 虽说现在国内治安环境很好 但这并不代表 就不会有一点危险了 现在随着社会压力的与日俱增 人们都变得越发的浮躁了起来 因此 酒后闹事的人 也是越来越多了 这些都是潜在的风险啊 还在睡觉的成冰员的额头 叶晨便下床穿上一套运动服 随后便出了卧室 叶晨来到阳台 把地面上成冰员的拖鞋捡了起来 就在叶晨准备把拖鞋送到主卧室的时候 叶晨注意到了 景观大窗的落地玻璃 上面有着两个明显的手掌印 嗯 应该是成冰员留下的 把手掌印擦掉后 叶晨紧接着就把成冰员的拖鞋 送回到了卧室里面 随后叶晨便出门了 叶晨来到黄浦江岸边开始晨跑 跑了半个小时左右 叶晨停了下来 开始练习综合格斗 拳击 地面柔术等技巧 叶晨都是信手拈来 这种感觉 就像是叶晨练习了很多年一样 完全没有突兀的感觉 甚至很多动作 都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 不过可惜的是 叶晨并不具备只叶格斗手的身体素质 所以有些动作 哪怕叶晨知道怎么做 但由于身体素质跟不上 使得叶晨做不出来 他来自己后面还要加强健身 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 但就算是这样 叶晨觉得他现在对付三五个普通成年男子 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七点多 叶晨和成冰元在家吃完早餐后 便一起出门了 现在家里有两辆车了 成冰元去摩大 自己就能开车过去 也不用叶晨送了 八点多点 叶晨便开着大剧暗影之意 来到了沉原传媒 十点半 叶晨办公桌上的坐机电话 忽然响了起来 正在看着电影的叶晨 点了一下滑鼠 把电影暂停了下来 随后就拿起话筒接听起了电话 老张 刚刚看号码 这个电话 是从张红辉办公室里打过来的 叶总 两部现代军事题材的剧本 我刚刚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 其中那部火凤凰 出自刘梦的笔下 这个刘梦 算是我们国内的一名金牌编剧了 对方尤其擅长军事 题材类的剧本创作 叶总 我个人是比较青睐于火凤凰剧本的 你看看 张红辉的声音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好的老张 我现在就看 挂掉电话后 叶晨也没心情再看电影了 他立马开启邮箱 果然发现 有一个新邮件 正是张红辉发过来的 点开邮件 里面有两个文件 一个文件命名为我的团长我的团 一个文件被命名为了火凤凰 而张红辉相中的 就是那个命名为火凤凰的剧本 将两个剧本下载下来之后 叶晨先开启火凤凰剧本看了起来 整个剧本集数 一共六十二集 然而 看着看着叶晨的眉毛 就不自觉地皱了起来 看得越久 叶晨的眉毛变皱得越紧 最后看到第四十集 叶晨就没有再看下去了 披着现代军事题材的外皮 李子确依旧是 谈情说爱那一套 这是叶晨看完四十集后 对火凤凰的评价 叶晨想要的是 那种真正的军事题材剧本 而不是像火凤凰这种 伪军事题材剧本 开启办公桌抽屉 从里面拿出一瓶滴眼液 往眼睛里滴了两滴 缓解了一下视觉疲劳后 叶晨便开启剧本 我的团长我的团 看了起来 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编剧 是蓝小龙 剧本集数四十六集 说老实话 在看之前 叶晨对这个剧本并 没有抱什么期待 毕竟被张鸿辉 看好的火凤凰 都已经让他失望了 而没有被张鸿辉 看中的我的团长 我的团起不适 比火凤凰还要拉垮 然而这一看 叶晨竟然直接忘记了时间 最后 叶晨竟然一口气 看完了我的团长我的团 就是他了 叶晨眼中金光直茂 这才是他心里想要的 那种真正的军事题材剧本 未来成员传媒 要是拍军事 题材影片的话 那绝对会拍 我的团长我的团 而不是拍 那个火凤凰 火凤凰不是纯粹的军事影片 它应该叫军事爱情影片 而且突出的 还是一个爱情 竟然都一点多了 看了一眼时间后 叶晨便开起手机 叫了一份外卖 紧接着 叶晨拿起座计划筒 拨通了张红辉办公事的电话 老张 我的团长 我的团的编剧报价多少啊 叶晨开门见山地问道 蓝小龙编剧的报价是 单集一万元 刘梦编剧的报价 是单集八万元 张红辉回道 老张 直接买下我的团长 我的团的全集剧本 我的团长 我的团的剧本集数 一共是四十六级 按照一万一级的价格 来算的话 那总价 就是四十六万 这个价格在夜城看来是不贵的 在影视圈内 也算上正常的价格吧 他现在既然已经在这个圈子里混了 那这段时间 他也是给自己扼了很多的功课的 就拿剧本的行情来说吧 一般叫不上名字的 不能叫编剧 业内都统称这部分人为枪手 枪手写的剧本 一单单集 价格不会超过五千元 正经有名字的 才能称之为编剧 单集一万左右 蓝小龙在编剧这一行当里 目前就处在这个层次 再高一层的编剧就是拥有独立署名的 单集三万左右 再然后就是拥有过小有名气的作品的知名编剧 他们写的剧本单集价格 一般在三万到五万这个区间内 金牌编剧写的剧本价格 那自然是更高了 所以 刘梦给火凤凰 要价八万一集 其实也是现在的行情价格 你不能说 对方狮子大开口 好的叶总 行老张 那就先这么说了 见叶臣要挂电话 张鸿辉先是一愣 随后连忙收到叶总 那火凤凰的剧本呢 我们不买下吗 火凤凰的剧本就算了 叶臣说道 叶总 你已经决定 要拍我的团掌我的团了 虽然以他的眼光 他更喜欢火凤凰的剧本 他觉得 要是请一些有颜值有身材 又有话题的一帮年轻小鲜肉小花们 把火凤凰拍出来 到时候大几率会深受年轻人的喜欢的 收视率肯定会很漂亮的 但是谁让叶臣是老板呢 先把剧本拿下 至于拍不拍 后面再另当别论 叶臣这般说道 因为他现在也不确定 我的团掌 我的团的剧本 就一定能打动建军电影制片场 要是能打动建军电影制片场的话 那他成员传媒 肯定就会联合建军电影制片场 一起拍摄我的团掌我的团了 如果没有打动建军电影制片场的话 那以目前成员传媒的实力 想要独立拍好我的团掌 我的团 还是有些捉襟见肘的 所以 拍不拍我的团掌我的团 关键就在于 他的剧本 能否在后面打动建军电影制片场 好的叶总 我知道了 嗯 下午四点多 张一南开着他的黑色路虎 载着林浩来到了阳光花园小区六号楼下 张一南没有把车子熄火 而是直接拿出手机 找到林小雪的电话号码 拨了过去 默想机声电话便接通了 小张导 林小姐 我现在在你家楼下 你下来 咱们晚上一起出去吃个饭吧 对了 你弟弟林浩现在 也在我车上 林小雪本来想拒绝的 但是听到自己弟弟也在 他想了想便答应了 那好吧 小张导 我马上下来 五分钟后 手里拎着一个包包的林小雪 来到了楼下 他一眼就看到了张一南的那辆黑色路虎 最后 林小雪坐进了路虎的后排 不一会儿 张一南便开着路虎 驶出了阳光花园小区 小张导 是有什么事情吗 林小雪问道 前面几次 张一南都是借着谈事情 才把他约出来的 得确是有一件事 想跟林小姐你说说 张一南笑道 一听这话 林浩也不禁朝张一南投去了好奇的目光 林小姐 咱们内宇里面有几大圈子 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面对张一南的询问 林小雪回到知道 现在内宇主要分成金圈西北圈和东北圈 签约张一谋工作室的他 现在就是西北圈的 因为张一谋就是西北圈中的代表人物 没错 张一南一边开车 一边继续问道 这三个圈子 实力最降的是 哪个圈子 林小姐 你也应该清楚吧 文言 林小雪点点头道是金圈 内宇的金圈 最早是由帝都部队大院的文化人士成立起来的 那些人也被称为大院子弟 对于内宇里面的各个圈子的起源 林小雪早在高中时候 就已经在网上翻阅各种资料进行了解了 这些年以来 金圈在内宇的地位无可撼动 很多艺人无不希望加入金圈 哪怕是出身其他圈子中的艺人 在个人事业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 都在往金圈靠近 不错 最降的是金圈 张一南坡有些感慨地说到林小姐 对于金圈在内宇中的强大 或许你现在的认知还有些模糊 不过 等到你在内宇里面混得越久 你就会慢慢体会到金圈的强大 可以说金圈在内宇中的影响力 那是无孔不入的 哪怕是我爸 这些年也都在往金圈靠近 而林小姐 你作为我爸准备力捧的新人 作为新生代谋女郎 你后面肯定是少不了 要和金圈打交道的 顿了毒 张一南继续说道 最近正好有个机会 我可以带林小姐 你先去和那些金圈的 新生代大院子弟 认识认识 混个脸熟 这对于林小姐 你今后在内宇的发展 可是有着极大的好处的 听完张一南的话 林小雪强压心投机动到小张道 是什么机会啊 张一南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又问到林小姐 吕霄这个人 你听说过吗 吕霄是金圈大佬海言的儿子 在内宇被称为金圈太子 林小雪说道 这个吕霄不仅背景深厚 还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对方做过演员 当过导演 其指导的好几部电影 都有着不俗的成绩 大后天就是吕霄的生日 届是金圈中的新生代大院子弟 基本上都会到场为吕霄庆生 而我也受到了吕霄的邀请 所以我打算趁着这次机会 带你一起去参加吕霄的生日宴 林小姐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过去 张一南一边开车一边笑呵呵地问道 我愿意 略微思考后 林小雪便直接点头答应了 这对她来说 可是接近金圈的一次很难得的机会 想要借着这次机会 直接融入到金圈 那是不现实的 因为金圈的排外 在内宇可是出了名的 虽然不能直接融入金圈 但过去混个脸熟也是好的呀 行 那大后天我们一起飞地斗 张一南笑道 这时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林浩 一脸期待地对着张一南说道 那个小张道 后天能带我一起过去吗 金圈太子吕霄的生日宴 那对金圈年轻一代来说 无异于一次盛会啊 她要是能参加的话 那对她来说 可是一次积累人脉的大好机会啊 林浩 你也知道 金圈一向都很排外的 尤其是处在金圈核心的那些人 更是排外的不行 这次你姐 是以新生带某女郎的身份 我才能勉强带你姐过去 带你过去 那我是真的找不到什么理由 张一南说道 好吧 林浩满心失望道 第二天 八月三日 叮 签道成功 叮 听到第二声叮后 躺在床上的叶辰精神一震 整个人顿时完全清醒了过来 竟然又触发了签道随机奖励 连续两天都触发了签道随机奖励 这还是 她得到系统 以来头意遭遇到呢 叮 恭喜宿主触发签道奖励 由于宿主连续两天触 发签道随机奖励 故此次奖励发生暴击 听到这里 叶辰眼睛中闪过一道惊喜之意 连续签道触发奖励 奖励竟然还能产生暴击 叮 奖励暴击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未来讯息一条 八月五日 帝都保利拍卖会上 一件起拍价位八万元的破旧袈裟 被一个净拍客 以九万元拍下 后来这明镜拍客 发现了袈裟里面的夹层 夹层里面 有一张布满了经文的金丝绸缎 后备专家 鉴定魏克斯陀罗尼金贝 时隔数年 克斯陀罗尼金贝在一场拍卖会上 拍出了7205万元的天价 此处省略 XX字 恭喜宿主获得特殊道具卡摇钱术 当宿主遇到未来能给宿主 带来巨大利润的行走的摇钱术的时候 此道具卡将会自动使用 提醒宿主 那条未来讯息 不就是让他去捡漏吗 九万元拍下的一件袈裟 最后反手被拍出了7205万元 这是超级大漏啊 现在他知道了 那这个大漏 肯定的他来捡了 这个特殊道具卡摇钱术有些意思 行走的摇钱术那指的肯定是人了 接下来 叶辰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在网上查了查 叶辰果然查到了后天下午6点钟 宝利拍卖公司在帝都有一场拍卖会 既然是要去捡漏 那后天的这场拍卖会 他肯定是非参加不可的了 看了一下参加此场拍卖会的条件后 叶辰便开启了宝利拍卖公司的官网 用自己的身份资讯注册了一个账号 随后往账号里面充值了20万软媚币 紧接着叶辰便在官网报名 参加了后天帝都的那场宝利拍卖会 之所以往里面充20万 那是因为这是报名的一个门槛 其实就是一个保证金 如果你在后天的拍卖会上拍到了藏品 那到时候 这20万是能直接进行抵扣的 如果你在拍卖会上没有出手 全程充当看客的话 那等拍卖会结束 你账号里的20万 你选择提现的话 只能提19万出来 那一万就当作是门票钱了 再往上报完名 叶辰便起床穿上运动服 准备出门晨跑健身去了 临走前 叶辰把窗户旁的垃圾桶里面的 黑色垃圾袋 给提了起来封好口 就在叶辰准备离开的时候 叶辰无意间的一瞥 看到了大理石窗台台面上 有着四道脚印 嗯 是昨晚他跟程老师留下来的 把窗台上的脚印擦掉后 叶辰便拿着封好口的垃圾袋出门了 等叶辰健身完回家 程冰员已经在厨房里做起了早餐 冲了个早出来后 叶辰就直接来到餐厅 跟程冰员一起吃早餐 两杯鲜牛奶 两个蒸鸡蛋 外加两个汉堡 简简单单的一份早餐 老公 今天早餐你吃得惯吗 两人平时在家吃的 基本上都是饺子 馄饨包子之类的中式早餐 这还是两人头一次 在家吃比较偏西式的早餐 故而程冰员有些担心叶辰吃不惯 偶尔吃吃没问题 叶辰笑道 就在这时 叶辰手机简讯提示音 忽然响了一声 逃出手机一看 是保利拍卖公司官网发来的 他的报名击合 透过了 老婆 后天帝都有一场拍卖会 我想过去看看 你跟我一起吧 正好趁着这次机会 我们在帝都玩几天 就当度个假了 叶辰放下手机对着程冰员说道 我倒是想去 但是不行哦 现在学校正在忙着招生的事情 不给我们请假的 程冰员有些郁闷地说道 那我就只能一个人去了 叶辰说道对了老婆 你今年的年假 不是学没休吗 等回头不忙的时候 你把年假休了 到时候 我们一起出去度假去 好呀 那我们去哪度假呢 程冰员一边吃着汉堡 一边兴致冲冲地问道 你想去哪里 到时候 咱们就去哪里 叶辰笑道 我想去的地方多着呢 三雅 荣城 西双版纳 山城 丁城 等等好多地方 我都想去呢 程冰员掰着手指头说道 小事 你想去的地方 后面我都会陪你去的 哪怕是天涯海角 说到最后 叶辰浑身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好家伙 这种情话 我果然不擅长 文言 程冰员眯眼笑了起来 没事 有一样擅长的就行了 程老师 我怀疑 你又在超速驾驶了 哪有啊 分明是叶辰同学 你思想太迂惠了 程冰员说道对了老公 你怎么突然想着 要到地都参加拍卖会啊 我从小就喜欢看古董健保节目 这拍卖会肯定是有古董出现的 所以我就想到现场去看看 尝尝见识 叶辰笑着说道 好吧 眨眼间 两天过去 时间来到了8月5日 这一天下午一点多 叶辰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 坐车来到了魔都红桥机场 2点10分 叶辰乘坐的飞机 从红桥机场起飞 历时2小时15分钟 最后 飞机安全降落在帝都国际机场 4点53分 叶辰抵达在网上提前预定好的酒店 来到自己的房间 把双肩旅行包放下后 叶辰便拿出手机给成冰员发了一条微信 老婆 已经到酒店了 现在准备出去吃饭了 等吃完饭 我就直接去拍卖场了 发完资讯 叶辰便收起手机出门了 叶辰订的这家酒店对面 就有一条美食街 于是 叶辰就直接来到了对面的美食街 走着走着 叶辰的目光被一家名叫暴肚满的清真餐馆给吸引了过去 老地都暴肚乃是帝都 风味小吃中著名的一道传统小吃了 来到一座城市 自然是要品尝一下这座城市的特色美食了 于是叶辰走进了面前的这家清真餐馆 这家餐馆的暴肚 有羊暴肚和牛暴肚两种 叶辰点了一份牛暴肚 点完餐末一会儿 服务员便给叶辰上了一份牛暴肚 所谓暴肚 其实就是把新鲜牛肚 或者新鲜羊肚洗干净后 用刀切成条块状 然后用废水爆熟 吃法也很简单 就是站着店家调好的蘸料吃 这牛暴肚吃起来口感鲜嫩爽滑 还是蛮对叶辰胃口的 吃到一半 叶辰手机微信响了一下 拿起手机一看 是成冰园发来的 老公 晚餐吃的什么呀 叶辰拍了一个照片发了过去 帝都传统小吃牛暴肚 成冰园这蘸料看着好有食欲 简直是吃火锅的绝佳伴侣 叶辰你的关注点竟然在蘸料上面 好吧 这道牛暴肚的精华的 却就是这盏料效枯表情包 叶辰你下班了 成冰园刚下班 正准备开车回家呢 叶辰行 那不聊了 你好好开车吧 成冰园嗡嗡 吃完牛暴肚 叶辰来到外面 将口袋里的小瓶旅行装束口水 拿出来竖了一下口 紧接着便朝附近的百利拍卖场走去 他下他的那家酒店 距离百利拍卖场 不过700米的距离 直接步行过去就行了 5点40左右 叶辰抵达了百利拍卖会场的大门外 门口有两名身穿职业女装的 OL在何燕进拍客的身份 何燕的手续也很简单 只要你出示一下报名机和透过的简讯就可以了 5点45分 叶辰来到了百利拍卖会场的内部 报名机和透过的简讯里面 就有着每一个人对应的座位号 叶辰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 放眼望去 整个拍卖会场的座位 都已经快要坐满了 看来他来的都算迟的了 小帅哥 你叫什么名字 叶辰刚坐下不到三秒钟 坐在叶辰 左边座位上的一个身穿旗袍的少傅 便主动跟叶辰搭起了扇 这个少傅的年龄 看着应该接近四十来岁了 长相上等 身材更是玲珑有致 浑身上下都在散发着成熟的气息 叶辰 原来是叶弟弟 旗袍少副校道听口音 叶弟弟 你应该不是我们地兜人吧 嗯 叶辰点了点头 叶弟弟这次来地都要玩几天啊 用不用姐姐给你当向导 带你玩转地的 而且 姐姐这个向导 可是免费的 旗袍少副校盈盈地说道 望向叶辰的眼神 饱含着暗示之意 至于在暗示什么 正常男人都懂 多谢你的好意 不过我来地都不是来玩的 我不需要向导 听到叶辰这魔说 旗袍少副将自己手提包包的拉链拉开 随后从里面掏出了一张名片 朝叶辰递了过去 叶弟弟 我在帝都各个阶层里 都还有些面子 叶弟弟在帝都办事 要是遇到了什么不好解决的事情的话 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想了想 叶辰还是伸手接下了旗袍少副地过来的名片 然而在叶辰伸手去接的时候 这个旗袍少副 竟然趁机 用自己昨天才做的美甲 在叶辰的手心 快速地画了一个圈圈 手心痒痒的 叶辰很无语 马德 竟然被开油了 这少娘们 俗妹 千帆风头有限公司董事长 联络方式1517201 扫了一眼名片上的资讯后 叶辰心里暗暗吃惊了一把 千帆投资 可是国内知名的一家风投公司 实力雄厚 叶辰之所以知道千帆投资 那是因为千帆投资的创始人 顾千帆 在叶辰读大二的时候 曾经受邀 去过他们魔读大学 给他们做过一次演讲 千帆投资的董事长 不是顾千帆吗 怎么现在变成了苏妹 虽然心里出现了这个疑问 但叶辰并 没有将他心中的这个疑问 对着他身边的苏妹问出来 管他谁是千帆投资的董事长呢 都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叶辰哥 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 传进了叶辰的耳朵里 寻声望去 叶辰看到了不远处 正在朝他走来的 周家 还真是巧了呀 来一趟帝都 竟然还遇上了周家 对了 他搬家那天晚上临走的时候 周家就说过他今天 会来帝都晚 当时 还问他跟城兵员 要不要跟他一起呢 不过能在偌大的帝都遇到 还是很不容易的 周家的旁边还有一个人 是一个男人 当叶辰的目光 落到周家旁边 那个男人的身上时 叶辰眼神一毒 我去 那不是一达集团太子王思聪吗 叶辰哥 真的是你啊 我刚刚无意中看到你 几乎以为我认错人了呢 看到叶辰 周家显得很兴奋 你好啊王少 注意力一直放在叶辰身上的王思聪 听到有人叫他 于是下意识朝那人看去 当看到叫他的那人 是千帆投资的董事长时 王思聪先是一愣 随后笑了笑 苏杰也在啊 紧接着王思聪的目光 又聚焦在了叶辰的身上 他不得不承认 眼前这个家伙长的是真的帅 难怪他表妹一口一个叶辰哥 叫得那么亲热了 叶辰哥 这位是我表哥 他是谁 就不用我介绍了吧 周家笑嘻嘻地说道 你好王少 此刻叶辰心里相当吃惊 他是知道周家有一个表哥的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 周家的表哥竟然是王思聪 你好 王思聪笑道叶辰 你的名字 我这今年从我表妹的嘴里听的 耳朵都快要起茧了 本来等这次去魔都 我还准备让我表妹 安排你我见上一面 认识一下 不曾想 我们俩竟然提前见面了 说着王思聪望向苏妹 苏姐 我们俩换个座位 文言 苏妹起身笑道 王少都开口了 我岂敢不答应啊 谢了苏姐 我座位号是十六 知道了 叶弟弟 姐姐我走了 拜拜 对叶辰招了招手后 苏妹便踩着高跟鞋 扭着性感的腰肢离开了 接下来 就在王思聪准备坐到苏妹的座位上时 却被周家抢先坐下 表哥 这个位子 现在是我的了 周家嘻嘻笑道 王思聪 见状也是无可奈何 最后 王思聪跟叶辰右手边座位上的那名男子 调了一下座位 以王思聪一达太子的身份 那名中年男子 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把自己的位置让给王思聪 自己到周家原来的座位上坐去了 叶辰哥 刚刚穿旗袍的那女的 你跟他认识啊 周家侧着身子 对着叶辰问道 叶辰摇头道不认识 都不认识 刚刚拿女的 还那么亲热的 叫你叶弟弟 我感觉那女的就像狐狸精一样 叶辰哥 你可一定要控制住你自己啊 可不能干对不起成老师的事情 周家一脸认真说道 刚刚那女的 长得本来就漂亮了 而且身材还能磨得好 加上一颦一笑 都有着一股魅精 面对这种成熟的美少妇 很多男的根本就没有抵抗力 你说什么呢 叶辰给了周家一个白眼 这时 王思聪的声音在一旁响起 叶辰 刚刚那女的叫苏妹 她是千番头子的董事长 这女的吃人不吐骨头 你还是跟她保持距离的好 既然王思聪 说到了千番投资 于是叶辰就顺势问了一嘴 王少 三年前 顾千番曾经到摩大 给我们做过一次演讲 我记得 千番投资的董事长 是顾千番啊 刚刚那个苏妹 跟顾千番有什么关系吗 她是顾千番的老婆 王思聪说到一年前顾千番死了 由于两人膝下无子 于是苏妹就顺理成章地 继承了顾千番手里 所有千番投资的股份 最后成为了千番投资的 新任董事长 这个女人 是很有手段的一个女人 这一年里千番投资在她的手里 不仅没有走下坡路 反而还发展得更好了 不过这个女人的私生活有点乱 叶辰 我看她刚刚的样子 似乎是对你起了兴趣 这个女人可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你还是不要去碰好 我知道 叶辰点点头 她对那个女人本来就莫兴趣 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西服的男子 走上了中间的台子上 对方就是今晚这场 百里拍卖会的主持人 说了机具简短的开场白后 拍卖会便正式开始 这场拍卖会的规格还是蛮高的 有不少好东西 吸引着在场的人 纷纷下场竞拍 其中一幅出自南宋画家 刘宋年的山水真迹 更是将本场拍卖会的氛围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最后这幅画被王思聪 以1800万元的价格收入囊中 叶辰一直在看热闹 她今天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奔着那克斯陀罗尼金贝 奔着简陋来的 各位来宾 接下来的这件藏品有些特殊 它是一件袈裟 虽然这件袈裟有些旧 但绝对是老物件了 随着男主持的介绍 两名百丽拍卖公司的工作人员 走上台子 将一件袈裟 小心翼翼地铺展在一个台子上 与此同时 台子中间的那块LED大荧幕上 也出现了几张从不同角度 拍摄出来的袈裟的照片 以及对这件袈裟的 一些基本资讯介绍 物品名称袈裟 年代清代中期 尺寸长某某 宽某某 样式某某 起拍价8万软妹币 各位来宾 这件清中期的袈裟起拍价 是8万软妹币 信奉佛教的来宾 可不能错过 好了 竞拍开始 然而接下来男主持 却是有些尴尬了 因为他等了足足5秒钟 大荧幕上的画面都没有动过 这也就意味着 没有一个人下场竞拍这件袈裟 直接冷场了呀 呃 这件袈裟的却是破旧了点 储存的不怎磨好 但换个角度想想 这件袈裟之所以有些破旧 那有没有一种 可能是这件袈裟 被一名高僧穿戴久了的员工呢 真要是这样 那这件袈裟 可就很具有收藏意义了 万一哪天 这件袈裟的主人的身份 被挖了出来 证实是清朝某位 德高望重的高僧的话 那届时 他的身价可就倍增了呀 眼看这件袈裟 有流拍的迹象 男主持连忙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但可惜 依旧无人响应 显然大家都对这件 就袈裟兴致缺缺 实在是他太旧了 甚至有的地方都破洞了 没有储存好 品项这摩刹的一件袈裟 这能有啥收藏价值 拍下来给狗穿 狗都会嫌弃 就在男主持 已经不抱任何期望 准备宣布 将这件袈裟给流拍的时候 台子中间的那块 LED大荧幕上的画面 终于变了 87号 8万 现场每一名拍客 都有着自己对应的一个号码 参与竞拍 不用靠嘴喊 也不用举拍 而是直接在微信上的 一个小城市里参加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 保护了近拍者的个人隐私 看到终于有人下场近拍了 男主持的脸上 都忍不住露出了一道笑容 有人近拍 那就代表这件藏品 不至于流拍 87号出价8万 有人要跟吗 男主持拿着话筒说道 数秒钟后 男主持眼睛一亮 99号出价9万 这99号不是别人 正是叶晨 不是叶晨哥 你拍这件破家沙干嘛 刚刚叶晨捧着手机输入价格 参与近拍的时候 被坐在一旁的周家无意中看到了 我这来一趟 总不能空手而归吧 叶晨笑着说道 那你可以拍其他的东西啊 这破家沙看着 还没有我们学校食堂的抹布卖香好呢 周家吐槽道 叶晨 你信佛 旁边的王思聪 有些诧异地看着叶晨 在王思聪看来 也只有佛教信徒 还得是资深佛教信徒 才会对台子上的那件破家沙感兴趣了 叶晨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信佛 但不知怎地 那件袈裟 我看着有些和我演员 文言 王思聪有些无语了 这破家沙 和演员 这叶晨怕不是有些不正常吧 亦或者是这个叶晨看出点什么了 没有跟他说真话 99号出价9万 还有更高的吗 男主持的声音响彻整个拍卖会场 数秒钟后 大荧幕上的资讯更新 87号出价10万了 99号出价15万 此刻男主持的声音有些激动 在拍卖会开始前 当他手里拿到有关这件袈裟的资讯后 他当时就觉得 这件袈裟流拍可能性的占到了八成 然而 现在这件袈裟的价格 都被喊到15万了 跟起拍价相比 可是接近 翻了一倍啊 彼时台下人群中 一个看起来30多的男子 心里陷入到了纠结当中 他是民间的 一名收藏爱好者 数年前 他曾经看过一本有关墓葬学的古籍 里面就曾经载过 有关佛教袈裟 在墓葬学上的一些特殊应用 台上的那件袈裟 似乎和那本古籍中记载的有些相似 但是他也不能确定 先前看到那件袈裟要流拍了 他就想着花个八万块的起拍价 拿下那件袈裟 到时候 就算是他判断错了 那他损失也不会太大 但现在99号一下子 把价格抬高了5万 这就让他不能不好好斟酌一番了 看这架势 99号对台上的那件袈裟 明显是志在必得啊 他要是继续跟下去的话 到时候 就算他能如愿将台上那件袈裟收入囊中 那最后的成交价 肯定不会低的 他估摸着 多半是要超20万的 花着摩多钱拍下台上那件袈裟 风险性还是太大了啊 唉 算了 还是放弃吧 男子暗自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没人跟架了吗 等了数秒钟后 男主持便开启了最后的拍卖独秒 15万第一次 15万第二次 15万第三次 成交 就这样 叶晨以15万的价格 拿下了台上的那件袈裟 叶晨哥 你花15万买下这摩一件破袈裟 你到底咋想的啊 周家很不理解地望着叶晨道 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这来一趟 不能空手归啊 叶晨说道 而其他的藏品又都太贵 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起拍价 只有几万的 加上看着又还顺眼的 那就拍下呗 不对 周家忽然一副 我发现了大秘密的表情 对着叶晨小声道叶晨哥 是不是那件袈裟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然后被你发现了 叶晨闻声笑了笑 发现了 还不笨吗 听到叶晨的这句话 坐在叶晨右手边的王思聪 顿时来了兴趣 叶晨 快说说 那件袈裟特殊在哪里 他就说 这个叶晨怎么好端端的 要买那件破袈裟了 果然像他刚刚想的那样 叶晨是看出点什么了 王少 我也只是一种猜测 现在我也不能确定 我的猜测就是对的 这个得等我拿到那件袈裟了 我才能确定 我的猜测是不是对的 叶晨如是说道 晚上八点 拍卖会正式结束 拍的藏品的人 都来到了后台签合同交钱 然后带走自己 拍下的藏品 就在叶晨走 这些流程的时候 另一边 林浩带着林小雪 来到了金圈太子吕霄的生日宴上 对于参加吕霄的生日宴 林小雪可是特别重视的 为此他今晚可以说是盛装出席 一条雪白色的绿间连衣裙 加上精致的妆容 将林小雪衬托的 就像是一名高贵的公主一样 林小雪使一出现 便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小张宝 你终于来了 我都差点以为你不来了呢 一个看着三十多岁 面部看着有些不太协调的青年 在周围一众人的簇拥下 朝着张一南笑着迎了上去 这个被众人环绕的青年 不是别人 就是今晚的主角吕霄 吕倒向腰 我岂敢不来啊 张一南笑着跟吕霄握了握手 小张宝 这位美女士 吕霄的目光 落在了一旁林小雪的身上 不知道为时磨 吕霄的目光 让林小雪有些不舒服 主要是这个吕霄的脸有些甚人 前几年 他在娱乐新闻上 就看到过有关吕霄的报道 今天在莱迪兜的飞机上 他也从张一南的口中 得到了证实 吕霄 这个金圈太子 得确是有一次整容失败的经历 说起这个金圈太子整容失败 里面还是有一个故事的 其实这个吕霄原本的颜值是不低的 他一开始走的是演员道路 凭借其金圈太子的身份 他在演员的道路上 走得一直都很顺 后来由于他想拥有像古笑场那样的面板 他就在阳光下曝晒 结果没有掌握好度 导致自己的面板被严重灼伤 激进毁荣 作为一名演员 要是毁荣了 那就基本等于演艺道路走到头了 于是他就想透过整容 来恢复以前的容貌 然而祸不单行 他的整容手术发生了意外 导致整容失败 这使得吕霄现在的样貌 看起来有些猙獰 而这位金圈太子 自从整容失败后 就没有再做演员了 而改行荡起了导演 小张导 这莫非是你新交的女朋友 听到吕霄这么说 林小雪连忙开口到吕岛 你误会了 我跟小张导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我是张艺谋工作室旗下的 一名签约艺人 这时 站在吕霄旁边 一个穿着热裤 拥有逆天大长腿的女生 笑着说道吕哥哥 她叫林小雪 是张导准备力捧的新人 新生带的某女郎 这个开口说话的女生 就是有着金圈格格之称的关小彤 你好啊小雪 给吕霄介绍完林小雪的身份后 关小彤便笑着跟林小雪打起了招呼 前不久 她因为受到张一南的邀请 曾经到江城欢乐谷的宣传片里 又琴客串了一把 是以她是认识林小雪的 你好观小姐 林小雪笑着回应道 吕道 关格格已经介绍了 那就不用我再介绍一遍了吧 张一南笑呵呵的说道 彼时 夜城王司聪周家三人一起 从百里拍卖会场走了出来 夜城左手拎着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装的 就是他刚刚拍下的那件袈裟 夜城哥 这件袈裟 究竟特殊在哪个地方 以至于你舍得花15万去拍下它 一出拍卖会场 周家就一脸好奇的问道 这里不方便 等我回去研究一下才能知道 夜城 你就住在附近的酒店吗 王司聪开口道 是的 那我跟你一起回去 我倒要看看 你拍下的这件破袈裟 到底有哪里不同 就这样 王司聪和周家 跟着夜城一起回到了夜城的房间 把门关好后 夜城便将手里的箱子 放在地上开启 随后将里面的袈裟取出 放在床上铺好 接下来 夜城的一双手 在袈裟上面 不断地摸索游走着 夜城哥 你这是在摸什么呢 一旁的周家一脸不解地问道 等会你就知道了 夜城一边说着 一边继续摸索游走着 忽然夜城眼睛一亮 手上动作停了下来 下一秒 夜城将提前准备好的一个剪刀 拿了起来 对着袈裟上的一个线口 小心翼翼地剪了下去 夜城哥 你剪它不就剪坏了吗 周家更加的疑惑了 他实在是看不懂 自己这个夜城哥的操作 花了十五万拍下的袈裟 现在竟然拿剪刀剪它 然而很快周家的脸上 便露出了无比惊讶的神色 这 竟然有加层 此刻 王司聪 由于过于惊讶 而直接失声道 里面有东西 当夜沉顺着线口 将整件袈裟完全剪开后 只见里面 出现了一张布满梵文秘咒的金背 这张金背正黄断底 密密麻麻的梵文 使其看起来充满着神秘的气息 这是什么 周家问道 虽然他不认识眼前之物 但直觉告诉他 眼前这张密布梵文的布 不是反片 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 它应该就是 克斯陀罗尼金背 夜沉说道 克斯陀罗尼金背 这什么怪名字 也太绕口了吧 王司聪吐槽道 他有一个俗称 文言 王司聪下意识问道 什么俗称啊 克斯陀罗尼金被俗称 网生背 听到夜沉的话 王司聪还是莫能明白 夜沉 这网生背又是什么东西 网生背是死者入恋石盖在身上的背子 上面有很多重用梵文书写的 诸佛菩萨真言密咒 夜沉说道 佛教的密宗 认为人死后 用金背附体 凭借金背密咒的加持 能让死者通往极乐世界 卧槽 这特魔不就是一块果实布吗 王司聪眼睛瞪得老大 一听这话 一旁的周家 直接吓得花容失色 连连后退 妈呀 竟然是果实布 夜沉哥 你口味怎么这魔状呀 你拍下一块果实布干嘛呀 差点像死宝宝了 赶紧把它扔掉吧 扔掉 夜沉笑了 周家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这克斯陀罗尼金背 可是皇家之物 这可是一个宝贝啊 我要是听你的把它扔掉 那我就真成大傻子了 如果真是皇家之物 那这块果实不可救 真的老值钱了 现在国内 不少有钱人的思想 还是很老古董 都特别信奉风水一说 顿了毒 王司聪接着说到夜沉 你不是无法确定他 是不是你口中的 那什么克斯陀罗尼金背吗 要不要我现在 给你找个专家帮你鉴定一下 这块果实布的具体来历 现在 方便吗 这都九点多了 人家专家估计都睡觉了 听到夜沉的话 王司聪笑着说道 嗯 我试试吧 如果这块果实布 真的来历不凡 那张老就是连夜爬都会 爬过来的 说完王司聪 掏出自己的手机 对着面前的克斯陀罗尼金 被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开启手机微信 找到一个备注名为张老的好友 开启聊天界面 将刚刚拍的那张照片 发了过去 紧接着王司聪发了语音 通话过去 语音通话提示 音响了好一会儿 一直默认接听 就在三人 觉得要自动 结束通话的时候 这通语音 通话终于接通了 手机里 先是响起了一道哈欠声 随后一个小老头 抱怨的声音 便传了出来 这大晚上的 小王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不好意思啊张老 本来不想打扰 你休息的 不过我一个朋友 手里有一个好东西 想要请你老人 家帮忙掌掌眼 王司聪说道 等明天吧 现在都这抹晚了 张老 照片我刚刚已经 发到你手机上了 你看一眼呗 要是你看过之后 还是不想起床的话 那我也就没话说了 听到王司聪这魔说 手机另一头 一个头发白了 一大半的小老头 笑着道 这魔急得让老头子鉴定 看来真是一个好东西啊 行吧 那老头子就瞅瞅 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能让你王少这魔着急 说完张德虫 便挂了云通话 点开了王司聪 发给他的那张照片 这是 原本还有些睡眼惺忪的 张德虫 在看到这张照片后 瞬间睡意全无 他连忙用手揉了揉眼睛 在定睛看去 结果张德虫的一双眼睛 是越瞪越大 这是 克斯陀罗尼金贝 虽然仅凭一张照片 他还无法确认 但是真的很像 此刻张德虫 一边起床穿衣服 一边给王司 聪发雨阴道 小王小王 快点把地址发过来 老头子 我现在马上过去 十来分钟后 夜晨接通了 成冰员发过来的 视讯通话 画面中的成冰 圆缩在空调被子里 只露出了一个小脑袋 老公 都快十点了 你怎么还没上床呀 哈喽 嫂子 周家闪声来到 夜晨的身边 对着镜头招手笑道 家家 骤然看到 周家出现在 自己老公的身旁 而且还是大晚上的 又是在酒店里 成冰员的一张脸 瞬间就变得苍白了起来 你 你们 一看到成冰员的样子 夜晨便知道 对方误会了 于是 夜晨连忙开口解释道 老婆 你别多想啊 现在房间里 除了我和周家 还有其他人在呢 夜晨说着 赶紧切换手 激进头队 准王思聪 王思聪 成冰员有些猛 这可是一达集团的太子爷 下国前首富之子 他老公怎么会和王思聪在一起 此时周家 也回过神来 知道自己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地点 出现在夜晨的身旁 德确很容易让人误会 于是他赶紧解释道嫂子 你别误会啊 我是和我表哥 今天在拍卖会上 恰好遇到了夜晨哥 然后夜晨哥拍下了一件 神秘的袈裟 我和我表哥 因为对这件袈裟好奇 所以就 跟着夜晨哥 一起来到了夜晨哥的房间 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了 成冰员心有余悸地 拍了拍自己的心口 你好弟妹 我可以为我表妹作证 我表妹跟夜晨之间 绝对是清白的 王思聪此时也开口道 听到王思聪的话 成冰员彻底把心 放回到了肚子里面 幸好是虚惊一场 刚刚误会的那一瞬间 他大脑一片空白 心脏脚痛的 都快要窒息了 咚咚咚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一阵 急促的敲门声 老婆 专家来了 先挂了呀 等忙完了 我再打影片给你 好的 就这样夜晨挂了影片 和王思聪一起走过去开门 门开 只见门外 站着一个头发花白 精神奕奕的老者 张老 快请进 带到张德重进来后 王思聪便为对方介少夜 沉到张老 这位就是我朋友夜晨 他就是那果实部的主人 听到王思聪的话 夜晨怎么听 怎么觉得怪异 他是果实部的主人 尼玛 他还没死呢 在王思聪介绍完后 夜晨便对着面前的老者 主动问好 你好张老 夜晨之前 已经从王思聪口中得知 面前老者的身份了 这个老者的名字叫张德重 是故宫博物馆的专家 在国内古物鉴定这一行李 这个张老几乎 可以说是泰山北斗级别的存在了 这是一个真正的专家 甚至可以用国宝一词来形容 可不是网上那众专家 对于这众国宝 夜晨一直都是心存敬意的 你好夜小兄弟 东西呢 张德重语气急迫地问道 显然他现在的心思 全在那还未见面的 克斯陀罗尼金贝的身上 张老 东西在哪 另一边 吕霄的生日宴会还在继续当中 虽然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此刻的林小雪 还是有些失落 京圈的排外性 比外界传闻的还要严重 从来到这里的那一刻起 他一直主动地 确竭实现场的这些金圈中的大院子弟们 这些人虽然表面对他挺客气的 但都是那重假客气而已 做的全部是面子功夫 这些金圈的大院子弟们 从骨子里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在刚刚的接触当中 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 看来想要融入到金圈当中 被这些人接受 远比他想象的要难得多啊 虽然有些失落 但是他并不气馁 他相信等他成为了一线女星 有了自己的价值后 这个圈子也就会慢慢接受他了 今天能混个脸熟 那他这堂就没有白来了 此刻 今晚的寿星老 有着金圈太子之称的吕霄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看到是自己老爸打来的 吕霄荡机挥手 是一包厢内的众人 他要接电话 众人见状纷纷安静了下来 音乐也被人关掉了 就这样 吕霄接通了自己老爸的电话 爸 什么 好的爸 我知道了 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吧 说完吕霄便挂了电话 把手机放了下来 吕哥哥 怎么了 关晓彤好奇地对着吕霄问道 包厢内的其他人 在这一刻 也都朝吕霄投去了好奇的目光 听吕霄刚刚打电话的语气 似乎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啊 而且还不是小事呢 这把众人的好奇心 都给勾了起来 迎着一众人的目光 吕霄笑了笑 开口说道 也莫啥特别大的事情 就是在今晚结束的百利拍卖会上 出现的一件藏品 被我爸看中了 我爸让我把拍下那件藏品的人找到 跟对方取得联络 然后把那件藏品给买下来 乖乖 能被吕伯父看中的东西 那肯定是非一般的繁品啊 张一南说道 吕霄的爸爸吕海言 几乎可以说是现在金圈的第一大佬了 金圈第一大佬看中的东西 不用猜也知道 肯定是非常珍贵的宝物了 不是啥好东西 就是一件有些年头的袈裟而已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百利拍卖会上 那件袈裟的成交价 不过才15万人没币而已 吕霄笑着说道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我爸爸平时是信佛的 所以就对出现在百利拍卖会上的那件 旧家沙感的兴趣 说完吕霄便拿起手机打起了电话 一寸克斯 一寸金 这是真的克斯陀罗尼金贝 在经过一番仔细的鉴定后 张德崇给出了自己的鉴定结果 接近三平方米的克斯之物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而且历经数百年的时光 他还储存的这模完好 不容易 真的太不容易了 张德崇敢叹着 张老 叶臣说这块果实布是皇家之物 是真的吗 王司聪问道 是真的 张德崇先是给出了结论 然后说道 根据大清会典事例中 所记载的有关丧礼的规定 皇帝皇后 皇太妃 皇太子等丧仪 都应用梵文陀罗尼金贝附体 而王公大臣的丧仪 若无皇帝亲赐 那是不能用梵文陀罗尼金贝附体的 所以 梵文陀罗尼金 被认定是皇室独有的御用丧葬品 就算有王公大臣 被遇刺了梵文陀罗尼金贝 那和皇室自己用的梵文陀罗尼金贝 两者无论在材质上 还是工艺上面 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而且 上面的梵文是印上去的 而不是织旧上去的 张老 那这块果实布是皇室用的 还是王公大臣们用的呢 王司聪带着好奇迹续问道 这块梵文陀罗尼金贝的 材质是克斯 而且上面的金文 还是织旧上去的 因此它是皇家用的 张德崇说道 张老 那你知道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贝的主人是谁吗 一旁的周家好奇问道 应是乾隆的金贝 张德崇依然是先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然后继续说道 梵文陀罗尼金贝 由于是皇家御用之物 所以 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是私人定制的 清晦典葬礼中 就有有关乾隆帝陀罗尼金贝的一段记载 至今梵字陀罗尼黄断席 绣九龙黄断席各一 内衬至今五色 梵字陀罗尼断五 各色之精龙采断八 凡石有三层 眼前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贝 就完全符合那段记载 所以我断定 他的主人是乾隆帝 竟然是乾隆皇帝的金贝 周家感叹着忽然一愣 不对啊 这件金贝要真的是乾隆的 那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这次不等张德崇说话 一旁的叶晨开口说道周家 你这里史学的不行啊 1928年夏天 孙殿应借演习之名 用炸药 直接炸开了清东陵 慈系的东陵 以及乾隆的御灵里面的文物 都被洗劫一空 叶晓兄弟说的对 张德崇说着望向了叶晨 叶晓兄弟 不知道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贝 你可有出手的打算 有啊 我准备把它拿出去拍卖 叶晨说道 叶晨 拿出去拍卖干嘛 人家拍卖公司抽取的用金 可是不少的 顿了毒 王思聪接着说道 这样吧叶晨 我们请张老出面 帮忙组织 一场私人的小拍卖局就行了 张老 这个忙 帮一下 行 张德崇点了点头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贝 应该会有不少人感兴趣的 听到这里 王思聪接话笑道 别人我不知道 但那几个满清贵族后裔 肯定会对这块果实布很感兴趣的 张老 那就麻烦你了 叶晨站出来对张德崇表示感谢道 叶晓兄弟客气了 十点一刻 张德崇王思聪周家三人一起 离开了叶晨下榻的酒店 目送三人坐车走远后 叶晨便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就在叶晨准备给成冰园打影片的时候 叶晨的手机忽然间响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号码 犹豫了一下 叶晨还是选择了接听 你好 请问是叶晨叶先生吗 电话里传出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 你哪位 叶先生 我姓吕 我想要买下 你于不久前在百利拍卖会上 拍下的那件酒袈裟 听到这句话 叶晨下意识觉得 难道是 克斯陀罗尼金贝的讯息被曝光了出去 不应该啊 张德崇并不知道 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贝 是他从拍卖会上拍到的 难道是王思聪告诉的张德崇 那也说不通啊 刚刚张德崇都答应帮他组织一场个人性质的小拍卖局了 既如此 张德崇又怎么会把他的联络方式提前曝光出去呢 这些念头在叶晨的脑海里一闪而逝 不好意思 那件袈裟 我不卖 说完叶晨就直接挂了电话 另一边 吕霄有点猛 这就挂电话了 都不听听他报价的吗 难道对方已经发现了那件袈裟的秘密 此时站在人群外面的林小雪 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 他刚刚 好像从吕霄的嘴里听到了叶晨的名字 吕倒 你刚刚说的是叶晨吗 林小雪的声音 在人群外面响起 听到这话 吕霄朝林小雪望了过去 有些意外道林小姐 莫非你认识叶晨 我有一个朋友也叫叶晨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刚刚吕倒你口中的那个叶晨 坐在沙发上的吕霄文声后 连忙对着林小雪招了招手 林小姐 你过来一下 我手机上有她的照片 你看看是不是你朋友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给林小雪让出了一条道 就这样林小雪走到了吕霄的面前 吕霄点开一张照片 随后便把手机荧幕对向林小雪 问道林小姐 这是你朋友吗 不带林小雪回话 同样看到了照片的张一南 此时惊讶不已 还真的是那个叶晨 小张道 你也认识这个叶晨 吕霄意外道 是的 张一南点头说道 这个叶晨是林小雪的前男友 闻听此话 吕霄眼前一亮 当即对着林小雪笑道林小姐 我也不知道 你前男友为何都不听我报价 就直接挂了我电话 可能你前男友 以为我是骗子吧 所以林小姐 我想麻烦 你给你前男友打个电话 就说我愿意出双倍价格 说过他在百利拍卖公司上 拍下的那件酒家杀 林小姐 这件事 你要是帮我办成了 那就算我吕霄欠你一个人情 听到这话 林小雪心里一热 吕霄的人情 那可是非常值钱的 毕竟这个吕霄 可以说是金圈新生 带大院子弟中的第一人了 如果自己这次真的让对方 欠下他一个人情的话 那以后 等他融入金圈 肯定会容易上不少的 想到这 林小雪当即压下心头激动 直接说到吕霄 这件事 我一定会经历的 雨霄笑了笑 那林小姐现在就打电话怎么样 她现在也不确定 那个夜晨到底有没有发现 那件袈裟的秘密 要是发现了 那事情就变得有些麻烦了 如果没有发现的话 自然是最好的 不过也要尽快把那件袈裟拿到手 以免持则生变啊 好的 彼时 夜晨正洗完澡 躺在床上跟城冰原开着影片 老婆 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乾隆的克斯陀罗尼金贝 那应该值不少钱吧 听完夜晨的话 城冰原有一种 自己正在听小说的记事感 随手在拍卖会上拍下的 一件破旧袈裟 原来境内有乾坤 被专家鉴定位 是乾隆皇上的克斯陀罗尼金贝 如此简陋的桥段 他在番茄Abby上听书 倒是没少听到 真没想到 这样的神奇经历 竟然被他老公夜晨遇到了 果实部虽然看着有些不吉利 但也要看是什么果实部 是谁的果实部 乾隆皇帝的果实部 我想 肯定会有一些大佬 愿意为其买账的 夜晨笑着说道 老公 那你明天不就回不来了吗 城冰原撅了撅嘴说道 大几率是回不来了 张德崇虽然答应了 帮他组织一场 私人性质的小拍卖局 但是这个小拍卖局 具体什么时间能组织起来 张德崇也无法确定 好吧 那欠下的东西 夜晨同学 回来后的要补交 影片里的城冰原 笑淫淫地说道 夜晨听后 一开始愣了一下 但夜晨很快 也就反应了过来 这让夜晨有些哭笑不得 行 程老师发话了 那学生我回去后 一定不教 绝对不会赖账的 就在这时 林小雪的电话打了进来 老婆 林小雪打电话过来了 我先接她电话 嗯嗯 好的 就这样夜晨 接通了林小雪的电话 夜晨 你现在在帝都 夜晨没有回答 而是直接问道 有什么事吗 夜晨 你不久前 在百利拍卖会上 拍下了一件旧袈裟吧 听到林小雪的这句话 夜晨有些惊讶 林小雪是怎么知道的 莫非林小雪 和刚刚打电话过来的 那个男子 有什么关系 是的 见夜晨承认了 林小雪心里 又是一热 这魔看来 吕霄的人情 已经近在咫尺了 是这样的夜晨 我一个朋友 想要买你手里的 那件就加杀 听到这 夜晨开口打断 林小雪的话道 刚刚打我电话的 那个男子 就是你口中的朋友 嗯嗯 林小雪点头说到夜晨 我朋友的爸爸信奉佛教 所以 看中了你手里的那件袈裟 现在我朋友 愿意出双倍的价格 买下你手里的那件袈裟 夜晨 你应该愿意卖吧 然而夜晨的回答 却是大大出乎了 林小雪的预料 那件袈裟 我不会卖的 夜晨 你没听清楚 我刚刚的话吧 我朋友可是愿意出 双倍的价格的 林小雪说道 我听清楚了 但我不卖 为啥呀夜晨 我不理解 人家都愿意出双倍的价格了 你竟然还不愿意 你这不是跟钱过不去吗 原因很简单 就是那件袈裟 在我心里的价值 远远超过了 你那位朋友的出价 林小雪是开着扩音的 是以她跟夜晨的通话 一旁的吕霄 是全程都在旁听的 四倍 吕霄对着林小雪说道 夜晨 我朋友加价了 她现在愿意出四倍的价格了 这下你总该愿意 把你手里的袈裟 卖给我朋友了吧 不卖 夜晨淡淡道 什么 你还不卖 此时的林小雪 已然有些生气了 夜晨 你不觉得你这样 有些太贪心了吗 所以你怎么想吧 我要睡觉了 挂了 眼间夜晨要挂电话 心中一直想着 让吕霄欠 自己人情的林小雪 顿时着急了 夜晨 你先别挂电话 深吸一口气 快速平复了一下 自己的情绪后 林小雪接着说到夜晨 是不是当初的分手 让你心里 对我还有怨气 所以你才因为 我而迁怒于我的朋友 不卖家杀掉朋友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希望你能成熟一点 毕竟我的朋友是无辜的 另外 成年人的世界 应以利益未先 你要是因为跟我怨气 而放弃一次赚钱的机会 那你的这个行为 就真的太幼稚了 说起来 你现在也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了 作为一名老板 你就更应该要快速成长 快速成熟起来 听完林小雪的这番言辞 夜晨真的无语了 好家伙 这个林小雪 也太能挠补了吧 还有 你怎么就自我感觉 这磨得好 绝了呀 林小雪 我觉得 你想的实在是有点多 夜先生 你出个假吧 一个男子的声音 忽然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听声音的 却就是刚刚打电话 给他的那个人 你最高能出多少 一百万 吕潇说到 那件袈裟的成交价 是十五万 我现在 愿意拿一百万出来 夜先生 这也是我爸喜欢 我这座儿子的 想要尽一份孝心 如果换作我自己的话 你手里的那件袈裟 就是白送给我 我都不要 不好意思 一百万元 没有达到我心里的价格 夜诚说到 吕先生是吧 有关我手里的那件袈裟 我已经托人 正在组织一场 私人性质的小拍卖局 所以 你要是真想要 我手里那件袈裟的话 到时候 可以参加那场拍卖局 此话一出 吕潇心里一咯噔 看来那件袈裟的秘密 多半已经 被这个夜诚发现了 这可是一条坏讯息啊 夜先生 不过一件就袈裟而已 你却要组织一个拍卖局 这是不是有些太小题大做了 吕潇这魔说 其实是在探夜诚的口风 他想要知道 夜诚是不是真的 发现了那件袈裟的秘密 此刻 一名金圈的年轻大院子弟 忍不住出生机讽到 为一件成交价 才十五万的旧袈裟 搞一场私人拍卖局 这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击 出现在帝都私人拍卖局上的东西 哪一件东西 不值个上千万的 哥们 你不会以为 你花十五万买下的那件袈裟 能值上千万吧 其他年轻的大院子弟们这时 也纷纷站出来 在那阴阳怪气的 还要搞私人拍卖局 笑死的人哦 我说你们 还真的信了他的鬼话 他这魔说 只是在做的起价而已 有道理 哥们 咱们吕潇都出价一百万了 这可是六倍多的价格了 做人太贪心了可不好 哥们 你恐怕还不知道 咱们吕潇的身份吧 嘟嘟嘟 一阵电话 结束通话的声音 直接让整个包厢 瞬间安静了下来 吕潇脸色有些难看 这个叶晨竟然又挂他电话了 一言不合就挂电话 林小雪 你这个前男友 脾气还真不小啊 对了林小姐 刚刚听你说 你这个前男友是开公司的 这家伙 究竟是哪个公司的老板 这次不等林小雪回答 一旁的张一南笑着说道 那个叶晨是成员传媒的老板 说起成员传媒 你们可能不熟悉 但要是说春秋影视的话 你们肯定都知道 这成员传媒的前身 就是春秋影视 吕潇听到后很是意外 这么说 大家还是一个圈子里的人了 小张道 这个叶晨究竟什么背景 家里很有钱吗 有人如是问道 他莫啥背景 就普通家庭出身 当初收购春秋影视的钱 还是来自在大资料婚姻配对中 获得的一笔一千万的婚姻幸福基金 张一南说道 哼 一个普通人 收购一家濒临破产的影视公司 他莫非以为 我们这个圈子很好混 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 很多都这样的 都心高气啊 觉得自己很牛逼 等过两年 棱角被莫平 到时候 他们就知道 这个社会出来混 是要奖背景奖关系的 我觉得 这个叶晨要是知道了 咱们吕潇的身份 肯定会双手 把那件袈裟奉上的 一个大院年轻子弟的话 引来了不少人的负荷 说得对 只要这个叶晨有点脑子 都会亲自把袈裟 送到咱们吕潇的面前的 不单单这些人 是这模一位的 此刻的吕潇同样 也是这模认为的 林小姐 还要麻烦你 再打个电话给叶晨 好了老婆 都快十一点了 赶紧睡觉吧 老公 抱着你睡习惯了 现在你不在我身边 抱不到你 我都睡不着了 程冰元说话 拾换了一个 侧躺在床上的睡姿 程老师 你还是平躺着吧 叶晨摸了摸 有些发痒的鼻尖说道 程冰元笑一宁的 为师母啊 说话时 程冰元还舒展身体 伸了一个懒腰 叶晨感觉有些口前舌躁 程老师 多点真诚 少点套路 这时又有电话打了进来 看到还是林小雪时 叶晨眉毛一皱 老婆 林小雪又打电话过来了 那你接吧 很快电话接通 叶晨 吕霄 你应该听过吧 吕霄 金圈大佬吕海岩的儿子 说到这 叶晨反应了过来 想要买我手里那件袈裟的人 就是吕霄 是的 林小雪说到叶晨 现在你总该愿意 把那件袈裟 卖给吕倒了吧 我还是之前那句话 他想要袈裟的话 那就等着后面 参加那场私人拍卖局吧 说完叶晨便直接挂了电话 你是吕霄 是金圈太子 怎么了 是吕霄 我就得把那件 克斯陀罗尼金 被当作一百万件卖给你 要知道 在那条未来讯息中 他截胡得到的这件 克斯陀罗尼金被 最后可是拍出了 七千多万的天价 七千多万的东西 让我一百万卖给你 你吕霄的脸 是比别人的脸大 是吧 林小雪曝出吕霄的真实身份 很有可能就是吕霄受益的 对方多半是 从林小雪的口中得知了 自己是陈渊传媒的老板 于是就想利用自己 在娱乐圈的身份给他 施加压力罢了 以为自己是金圈太子 就能拿捏他了 他夜诚可不吃这一套 他一个有系统的人 要是这膜 就被人给拿捏了 那他干脆 退出娱乐圈 老老实实地 当一个普通的富家翁算了 另一边 吕霄等 一众金圈年轻大院子弟们 听到那嘟嘟的电话 结束通话的声音 一时间都有些猛 反倒是张一南病 没有觉得太意外 从当初春秋影视的事情上 他就已经看出 夜诚是一个特别刚的人了 夜诚的性格 就像是弹簧一样 你越用身份压他 就会招来更大强度的反弹 所以 当下这个结果 他早就提前预判到了 不过 这也是他乐于看到的结果 这个夜诚 他怎么敢的 年少轻狂 无知的东西 一众大院的年轻子弟们 此刻都非常的不爽 他们原本以为 只要夜诚知晓了 吕霄金圈太子的身份 势必就会一改之前的态度 双手将那件袈裟给吕霄奉上 然而是实确是 夜诚对吕霄的身份并不买账 依旧是一言不合就挂了电话 这个夜诚倒是蛮酷的嘛 关小彤笑道 这些年来 他看过太多太多圈内的艺人 尤其是年轻艺人 在吕霄面前卑躬屈膝 献妹讨好了 他还是头一次看到 圈内的同龄人 如此不在乎吕霄的身份 而且 刚刚他也看到了 那个夜诚的照片 真的超级帅的 比现在圈内的那些顶流们 都要帅 又帅又有个性 真的很酷呢 有机会 他倒是想见见这个夜诚 看看对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雨霄笑了笑 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 年轻气成点 倒也正常 江众人脸色尽收眼底的林小雪 忍不住于心里 暗自叹了一口气 就这魔得罪了金圈的年轻一代们 夜诚做事 还是太冲动了 这样的性格 又怎能成就一番事业呢 真正能成大事的人 那都是能屈能伸 知道审时度是的 冲动 不理智的人 想要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那是很难很难的 如此浅显的道理 夜诚怎么就看不明白呢 想了想 林小雪掏出手机 给夜诚编辑了一条简讯 传送了过去 内容是夜诚 你太冲动了 还是好好冷静一下吧 为了一件十几万的破家沙 而得罪吕霄 真的值得吗 冲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要是想通了的话 就联络我 我可以帮你在吕霄面前说说好话 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 第二天一早 夜诚被闹钟闹醒后 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在心里默念了一声千道 随后 拿起放在床头柜上 正在充电的手机 拔掉充电线 关掉闹钟 看了一眼昨晚林小雪发的简讯 夜诚便起床 换上一套运动服 拿上房卡出门了 自律 夜诚是认真的 哪怕在外面也是一样 夜诚下榻酒店的附近 就有一条环湖道路 道路沿湖一侧柳叶滔滔 这里风景秀丽 微风袭袭 加上夜诚起得比较早 现在吹的风 还是那种比较凉爽的风 此地的却是个晨跑的好地方 盐湖跑了一圈后 忽然一道声音 在夜诚背后响起 夜弟弟 夜诚停下转身望去 只现一个身穿白色跑步服 头发高高盘起 额头上戴着一个 粉色运动发带的女子 正在朝她跑来 夜诚愣了一下 这不是昨天在百利拍卖会上 遇到的那个千帆投资董事长 俗妹吗 夜弟弟 真的是你啊 出来跑个步 都能遇到夜弟弟你 姐姐现在都怀疑 我们这次的相遇 是弟弟你提前设计好的呢 苏妹人如其名 整个人很魅惑 所谓天生魅骨 估计就是形容苏妹这种女人的 听到苏妹的话 夜诚翻了翻白眼苏总 你想多了 我就住在隔壁的月亭酒店 说完夜诚继续跑了步 苏妹跟上和夜诚并排跑着 这样看来 倒是姐姐我自作多情了呢 苏总也住在附近 夜诚随口问道 对啊 苏妹笑着回道 我住在范园万国府 夜弟弟 你这出门在外 还坚持出来晨跑 可真是自律啊 你的媳妇一定很幸福 夜诚有些无语 听对方说话的语气 尤其在说到幸福一词的时候 这个苏妹这一波 是在高速上 对于苏妹知道自己有老婆这一点 夜诚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毕竟以对方的身份 想要调查她的底细 还是不难的 嗯 我跟我老婆感情很好 夜诚这模说 其实就是在提醒苏妹 不要打她的主意了 昨天王思聪就说过 这个苏妹的私生活比较混乱 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主 昨天在百利拍卖会上 当她从这个苏妹的手里 接过名片的时候 还被这个女人 借机开游了一把 所以真不是她自恋啊 说完夜诚加快脚步 迅速拉开了和苏妹的距离 夜弟弟 你慢点跑 等等姐姐啊 姐姐又不是妖怪 又不会吃人 苏妹的声音 在夜诚的身后响起 苏总 我平时跑就这个速度 跑慢了就没效果了 绕着湖泊跑了六圈之后 夜诚停了下来 朝着和自己 还有二十来米远的苏妹 挥了挥手 苏总 我先撤了 夜弟弟 一起吃个早餐呗 姐姐请你吃 苏妹边跑边说道 不了 我订的房间喊早餐的 夜诚说完 本来是想直接走人的 可是一辆黑色大众 SUV的出现 引起了夜诚的注意 这辆黑色大众 SUV有点反常 它刚开始出现在 这条道上时的速度并不快 但这会儿却在提速当中 最关键的 是它已经跃到逆行了 这辆黑色SUV是 扔着苏妹而来的 来不及多想 夜诚赶紧朝着距离自己 只有数米远的苏妹跑去 苏总 闪开 听到夜诚的喊声 正在跑着步的苏妹 终于察觉到 身后传来的汽车油门声 越来越响 人的下意识 使得苏妹停下脚步 转过身 这一转身 苏妹的脑子里 只剩下了一到一时 那就是 她完了 然而 就在那辆黑色大众 SUV 即将撞上苏妹的前一秒 终于赶至的夜诚 伸手一把将苏妹 拽到了湖岸边上 就这样 那辆黑色大众 SUV 几乎是擦着苏妹的身体 一时而过 混蛋 开着模块 你是赶着投胎去吗 回过神来的苏妹 对着那辆消失在前方的 黑色大众 SUV破口大骂 此时的苏妹 一张脸都是白的 刚刚那一幕 真的太惊险了 她都以为 自己肯定要被撞上了 夜地点 刚刚要不是你拉姐姐一把 那姐姐这次 肯定就被车子撞了 刚刚真的吓死姐姐了呢 苏妹拍着自己的胸口 一副心有余悸的表情 对着夜诚说道 刚刚那辆车子 跑那么快 这要是撞到了 她就是不死 也得残啊 苏总 你真的觉得 刚刚就是一个 单纯的交通意外吗 夜诚说道 听到夜诚的这句话 苏妹眸光一宁 弟弟 你是说 刚刚那辆车 就是奔着我来的 苏总 那辆大众黑色SUV 刚来到这条道上的时候 车速不超过40码 但后面就突然加速 并跃到逆行了 夜诚说道 出现这种情况 只有两种可能 要不是司机疲劳驾驶 要不就是有预谋的 至于到底是哪一种可能 苏总 你自己判断吧 沉默片刻后 苏妹抿了抿红唇 望着夜诚开口到弟弟 谢谢你的提醒 更谢谢 你刚才拉我一把 姐姐欠你一条命 苏总严重了 夜诚说道 救命之恩 哪里严重了 苏妹说着说着又笑了起来 夜诚 以后在姐姐心里 你就真的是我弟弟了 你要是认我这个姐姐的话 今后就不要再叫我苏总了 直接叫我姐姐 苏总 冒昧地问一句 你多大 闻言 苏妹翘脸一红 十五呢 十五 夜诚白眼一番能正经一点吗 姐姐真的是十五啊 不信你亮 苏妹说道 亮 亮什么 这话刚说出口 夜诚顿时反应了过来 苏姐 我问的是你的年龄 你想哪去了 臭弟弟 你好话呀 苏妹笑到一番接触 姐姐还以为你是一个好孩子呢 原来我苏妹也有 看错男人的一天 苏总 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 夜诚无语道 你今年应该四十了吧 哪有 姐姐才三十八好吧 我今年才二十二 你比我大十六岁 我觉得 我今后喊你苏姨更合适 夜诚说道 喊我姨 苏妹一副很受伤的表情望着 夜诚到我看起来真的很老吗 不老啊 夜诚一句话没说完 就被苏妹给打断了 那不就行了吗 弟弟 以后要叫姐姐哦 你要是敢叫我姨的话 姐姐就打你屁股哦 苏妹笑眯眯的说道 夜诚 更重要的是你要是叫我姨的话 那以后辈分就乱了 姐姐可只比你媳妇大两岁 我可不想被你媳妇叫我姨呢 苏妹说道 夜诚 说得好有道理 她竟无言以对 好吧 那以后还是叫你苏姐吧 夜诚妥协道 这样才乖嘛 好了弟弟 姐姐先打个电话 然后姐姐就带你吃早餐去 好的 就这样 苏妹掏出手机 直接荡着夜诚的面 打起了电话 苏总 电话接通后 传来了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 韩淑 我今天在我家附近的范园湖畔的 那条道上城跑 结果差点被一辆黑色大众 SUV给撞了 这不像是一场意外 你好好查一下 好的苏总 我亲自来查 嗯 挂掉电话后 苏妹对着夜诚一招手 走地点 步行了六七分钟 夜诚跟着苏妹来到了一条小吃街 走进了一家早餐店 从占地面积就能看出 这家早餐店 平时的生意是很好的 老板 两碗豆汁 三根油条 两笼小汤包 好嘞 稍等啊 这家早餐店 足足有三个房间 每个房间里 都摆满了餐桌餐椅 由于现在才六点半左右 这个 点吃早餐的人还很少 其中一个房间 到现在还是空的 不过随着夜诚和苏妹的进入 她也就不再是空着的了 苏姐 你们帝都豆汁真的好喝吗 我看网上很多网友都吐槽说 豆汁贼难喝啊 夜诚坐下后说道 我觉得我们帝都豆汁很好喝啊 我可是从小和到大呢 坐在夜诚对面的苏妹 笑道弟弟 来地都不喝豆汁 那你可就白来了呢 不知道为时摩 现在听到从小和到大 夜诚就会下意识地想到 耶稣的那句广告词 没过一会儿 一碗豆汁就摆在了夜诚的面前 来地点 尝尝看 望着碗里这灰白中 透着一点淡青色的液体 夜诚没有直接喝 而是先闻了一下 这怎么有骨子臭豆腐的味道 闻起来臭 喝起来香的 弟弟 快点喝啊 这家店的豆汁 可是最正宗的呢 好吧 鼓起勇气 夜诚喝了一口 然而这一口喝下去 差点没给夜诚干吐掉 一股子酸腐味 这个 我真的无福消瘦 我去弄点别的喝喝去 夜诚说着起身朝外走去 来到饮料柜前 县里面有一盒椰树椰枝 于是夜诚就直接开启柜门 把那最后一盒椰树椰枝拿了出来 老板 椰树椰枝没有了 夜诚提醒道 没有 也没办法了 现在椰树椰枝太难进到货了 老板一边忙活着 一边有些无奈地说道 老板 这椰树椰枝 现在卖得很好吗 是的 自从这椰树椰枝换了 新的外包装后 一下子就变得畅销了起来 现在想要进货都进不到了 跟老板又随便聊了几句后 夜诚便拿着椰树椰枝 回到了苏妹的对面坐了下来 这回椰树椰枝的新代言人 是真的换对了 再配上这句新的广告词 可谓是赚足了客户的眼球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营销 看来去年 我投资椰树集团 还真的是投资对了呢 听到这话 夜诚有些意外到苏姐 你是椰树集团的股东 嗯 不过是一个小股东 怎么了弟弟 默氏苏姐 就是我的公司 最近跟椰树集团有过一次合作 所以 刚刚听到你说椰树集团 我就随口问一句 哦 你们成员传媒跟椰树有过合作吗 是什么合作啊 苏妹一边吃着油条 一边好奇问道 椰树的新代言人徐东东 就是我公司旗下的艺人 夜诚说道 啊 这个徐东东 就是弟弟你公司的 说着说着 苏妹忽然双眼一瞇 笑了起来 弟弟 你还蛮慧眼识珠的吗 吃完早饭和苏妹分开后 夜诚就直接回酒店了 刚洗碗倒出来 夜诚就接到了周家打来的电话 夜诚哥 我和我几个女同学等会准备 去一合园玩 要不要一起啊 你们几个女的玩 我一个男的跟着干吗 不去 我这几个女同学 可都是美女哦 周家在电话里笑嘻嘻地说道 我是有父之父 懂 果然是好男啊 彼时 帝都一个四合院内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正躺在葡萄架下的一个太师椅上 闭目养神 旁边一个老式收音机 正在播放着金句 老式收音机的旁边 悬放着一个案件式的老人机 忽然这个老人机的来电铃声响了起来 老头伸手把老式收音机的声音吊小后 便拿起自己的老人机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后 便按下了接听键 老金 又在听金句啊 是啊 咱也就这点爱好了 老张 你经的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啊 是这样的老金 有人手上有一件东西 想要出手 让我帮他组织一场私人性质的小拍卖局 我答应了下来 故而想要邀请老金你参加一下 给我捧个唱 张德重笑呵呵地说道 哦 究竟是什么好东西 竟然让老张你都亲自下场 替其组织拍卖局 金辉的好奇心 因为张德重的一句话 直接就被勾了起来 要知道 张德重 可是故宫博物馆的文物鉴定专家 以张德重的身份 如果是普通的老物件 对方肯定不会亲自下场 替别人组织拍卖局的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 那件东西必然十分之珍贵 张德重笑了笑 老金 那件东四 你肯定会非常感兴趣的 行了老张 你就别再卖关子了 快说吧 究竟是什么东西 是乾隆帝的那件 克斯陀罗尼金被 听到这话 金辉的一双眼睛 书弟瞪得老大 再次开口时 金辉的声音 都变得微微颤抖了起来 老张 真是乾隆爷的 克斯陀罗尼金被 金辉是他的汉名 其实他是满族人 他的满族姓氏 是爱心绝罗 而且他还正是乾隆那一脉的 1928年 孙殿英 孙贼用炸药 炸开了青东陵 以及御陵 将里面的文物 洗劫一空 盖在乾隆爷身上的 那件 克斯陀罗尼金被 也就此消失不现 这近百年来 他的家族 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那件 克斯陀罗尼金被的寻找 但一直杳无音讯 如今 克斯陀罗尼金被 终于要现实了 真是老天有眼啊 乾隆爷 不消子孙爱心 觉罗起辉 一定会将您的 克斯陀罗尼金 被接回族中 给金辉打完电话后 张德崇 又陆续给几个人 也打了电话 什么 乾隆帝的 克斯陀罗尼金被 老张 我一定准时到场 接到张德崇 电话的这几个人 都纷纷表示 会准时参加 这个私人小拍卖局的 帝都 一个高档住宅内 唉 见自己老爸 在接完一个电话后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坐在一旁 正在看剧本的吕霄 忍不住抬头 朝自己老爸 投去了关心的目光吧 你探视魔器啊 那件袈裟 果真是陀罗尼金被 而且还不是 普通的陀罗尼金被 它竟是乾隆帝的 那件克斯陀罗尼金被 吕海言颇为懊恼地说道 本来昨晚 那场百利拍卖会 他是要过去参加的 不过由于临时有事 导致他昨个没有去城 这致使 他跟乾隆帝的 克斯陀罗尼金 被擦肩而过呀 这也叫他 怎能不懊恼呢 那件克斯陀罗尼金 被钥匙落到他的手里 那用处可太大了 什么 吕潇一下子不淡定了 昨晚生日宴上 他爸爸打电话给他 说百利拍卖会场上 出现的一件藏品袈裟 似乎是陀罗尼金被 让他把那件袈裟收购回来 他原本以为 那件袈裟 就算是陀罗尼金被 应该也只是皇帝 遇赐给某个 王公大臣的陀罗尼金被 他爸爸和他 都没有想到 那件袈裟 竟然是乾隆帝的 克斯陀罗尼金被 爸 你确定 那件袈裟 真的是乾隆的 克斯陀罗尼金被 张德崇亲自 鉴定出来的结果 那岂能有错 昨晚拍下 克斯陀罗尼金被的 那个人 已经为托张德 重组织了一场 私人性质的小拍卖局了 吕海岩有些失望地 看着自己儿子 说道 哎 这件事我昨晚 就不应该交代给你 让你去办 我应该亲自去办的 爸 我 吕潇本想为自己辩解机具 但话到了嘴边 又被其重新吞了回去 无用的辩解 是身为一名弱者的体现 上午九点半左右 叶晨接到了苏妹 打来的电话 弟弟 中午来姐姐家吃饭 不用了苏姐 我在酒店吃就行了 叶晨 既然你都认了我这个姐姐 那作为弟弟上 姐姐家里来吃个饭 这不是很正常的 一件事情吗 那 好吧 这样 才是姐姐的乖弟弟吗 十一点钟 叶晨前脚刚出门 后脚叶晨的手机 就响了起来 这次是王思聪打来的 叶晨 张老刚刚打电话给我了 小拍卖局 他已经组织好了 时间是今天晚上八点 地址的话 等一下我把定位发给你 文言 叶晨心里一喜 这速度比他想象中 要快上不少啊 好的 那谢谢王少了 小事 对了叶晨 今晚的拍卖局 我也会去凑个热闹 到时候 我帮你把价格抬上去 让那几个老家伙 狠狠地出一次血 哈哈 呃 王少 这可是得罪人的事情 我知道 但那又如何 那几个自命清高的老家伙 我特模早就看他们不爽了 叶晨 不愧是王思聪啊 这小豹脾气 出了酒店 途经一家精品水果店 叶晨走进去花了一千块 买了一个果兰袋上 这第一次到苏妹家吃饭 自然是不能空着手过去的 11点20 叶晨步行来到了范月万国府 这是帝都的一个高档住宅区 苏妹已经提前 把自家的楼号楼 曾发到叶晨的手机上了 所以 叶晨很快就来到了苏妹家门外 叶晨伸手按响了门铃 很快门 便被开启了 给叶晨开门的 不是别人 正是身穿家居服 系着一个围裙的苏妹 弟弟 快进来吧 进门后 结果苏妹递来的一次性免托换上后 两人便一起 来到了客厅 苏妹家的住宅 也是一个大平层 面积不比叶晨在魔度的那套 将仅大平层小多少 弟弟 你来吃个饭买这磨水果钱吗 姐姐一个人哪吃的哇 苏姐 这磨大一个大平层 你平时就一个人住啊 偶尔也带人回来住 苏妹笑道 果然啊 之前王思聪跟她说 这个苏妹的私生活比较混乱 并不是空穴来风 不过有一说一 这种事情 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 也是挺正常的 苏妹 三十多岁丧父 身家数百亿的女富豪 又在虎狼之年 让她守活寡 当下又不是封建社会 给叶晨泡了一杯茶后 苏妹笑眯眯的 望着叶晨到弟弟 你就不好奇 姐姐带什么人回来住吗 不好奇 叶晨说道 不好奇 不行 弟弟你要好奇 可我真的不好奇 哈哈 我就知道你好奇 姐姐跟你说啊 被姐姐带回家住的都是女人 苏妹笑道 叶晨 她刚刚说的 明明是不好奇啊 苏姐 没想到你竟然是百合啊 听到这话 苏妹脸上笑容一致 随后给了叶晨 一个美好奇的白眼 臭弟弟 你说什么呢 姐姐的取向可是很正常的 姐姐带回家住的 都是姐姐的女性朋友而已 可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哦 弟弟 你的这身哦 是几个意思 就是我知道了的意思 那你信姐姐说的话吗 嗯 我信的 真的信 叶晨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真的 那就好 姐姐寻思着 要是不信的话 姐姐可就要跟你证明一下了 苏妹笑盈盈地望着叶晨 苏姐 咱别闹啊 逗你玩呢 瞧给你下着 好了弟弟 姐姐继续烧饭去了 你在外面坐一会儿 过会咱们姐弟俩就能开饭了 嗯 好的 就这样 苏妹去了厨房 叶晨则来到客厅沙发坐了下来 叶晨刚掏出手机开起 就看到了成冰鱼六分钟前 给他发了一条微信 老公 好想你啊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发带表情包 叶晨打字到小拍卖局的时间已经定下来了 就在今天晚上八点钟 所以顺利的话 我明天就能回去了 不到一分钟 成冰原的回复就到了 真的 太好了 笑脸表情包 老公 中午吃什么好吃的啊 叶晨我上苏姐家来了 她正在厨房里炒菜 早上跑完步回到酒店 成冰原发影片过来了 在聊天当中 叶晨把苏妹的事情跟成冰原说了一遍 成冰原叶晨同学 要控制好自己 可别犯错误哦 微笑连点JPG 叶晨成老师 你要相信你的学生 成冰原我相信你 但我有些不放心那个苏妹 毕竟我跟她没有打过交道 还不知道 对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十一点五时 叶晨来到了餐厅 和苏妹相对而坐 此时餐桌上有三荤两素 一堂六道菜 菜的品香看着 还是让人很有食欲的 弟弟 我们喝点酒 喝酒就算了吧 我不习惯中午饮酒 叶晨说道 不喝白的 陪姐姐喝点红酒怎么样 苏妹笑道 别怕呀弟弟 姐姐不会把你灌醉 占你便宜的 而且 姐姐酒量也不好 肯定喝不过弟弟你的 行吧苏姐 那我就陪你喝点红酒 叶晨说道 真是我的好弟弟 弟弟你坐一下 我去拿酒去 苏妹说着 起身离开朝一间 侧卧走去 等苏妹回来时 苏妹的手上 已经多了一瓶罗曼尼康蒂 还有两个高角红酒杯 开瓶后 苏妹先是给叶晨的红酒杯 倒了三分之一满 然后给自己 也倒了三分之一满 弟弟 这第一杯酒 姐姐敬你 敬得早上 要不是弟弟你 姐姐现在可能已经在地府 跟阎王爷喝酒了 说完 苏妹端起面前的高角红酒杯 脑袋危养 将杯中红酒喝尽 叶晨也端起自己的酒杯 饮尽杯中酒 弟弟 吃菜吧 说起来 姐姐已经有半年 都没有下厨过了 也不知道 今天炒的鸡到菜 合不合你的胃口 苏妹说道 看这品香 味道绝对差不了 叶晨说着 拿起筷子 加了一块红烧排骨 尝了尝 好吃 好吃的话 那弟弟你就多吃点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时 苏妹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接完电话后 苏妹的脸色 已然面不寒霜 叶晨见状放下筷子 望着苏妹问到苏姐 怎么了 弟弟 还真的被你说对了 早上那辆黑色大众 SUV 就是奔着你 姐姐我来的 苏妹说着说着 语气变冷道 看来我对她们 还是太过仁慈了 要我的命是吧 那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这一刻从苏妹身上 迸发出来的那股寒意 让叶晨都心计不已 是一个女人不简单 也是 一个能将市值 近千亿的投资公司 打理得有理有条的女人 又怎么会是一个 简单的女人呢 见叶晨盯着自己看 苏妹脸上的寒霜 就像遇到了暖阳一般 请客间消失不现 又恢复成了 之前的笑宜宁的样子 臭弟弟 在这摩盯着姐姐看 姐姐可就要误会了哟 苏姐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叶晨有些头疼 这个女人变脸 变得真的太快了 让她真的有些难以招架 弟弟 原来你喜欢我刚才的样子 这摩说来 弟弟你喜欢霸道欲姐了 苏妹笑道 叶晨 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被姐姐说中了 苏姐 要是哪里 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听到叶晨这摩说 苏妹脸上笑容更甚 原来弟弟 你再担心姐姐啊 放心吧弟弟 姐姐的事情 姐姐自己一个人能搞得定的 顿了毒 苏妹继续笑着说到另外 弟弟你要是想保护姐姐的话 那可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呢 否则以弟弟你现在的实力 只有被姐姐保护的份呢 见苏妹震摩说 叶晨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了 也是 她完全是瞎担心 虽然和苏妹认识的时间很短 但几次接触下来 叶晨发现 这个女人当真是不简单 她自问自己 是个很慢热的人 对不太熟的人 她是不会交心 袒露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 然而刚刚她却对苏妹说了苏姐 要是哪里 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她很难相信 她会对一个认识时间加起来 还不到两天的人 说出这种话 叶晨确定 自己没有变心 没有疑情变恋 喜欢上苏妹 她对苏妹的那种好感 就真的像弟弟 对姐姐的那种好感 这或许 跟她从小 就像有个姐姐 有着一定的关系吧 她是家里的独生子 自小学的时候 她就挺羡慕班上那些 有姐姐的男同学 吃完午饭 带到苏妹洗完碗筷 从厨房里出来后 叶晨便从客厅沙发 上起身对着 苏妹告辞到苏姐 我就先回去了 弟弟 这魔急着回去干嘛 在座会陪姐姐聊回天呗 苏姐 我有午睡的习惯 听到叶晨的这句话 苏妹将额头前的一缕绣发 撩到了耳根后面 笑眯眯地望着叶晨到弟弟 姐姐家房子这么大 难道还没有你睡觉的地方 苏姐 咱别闹了 叶晨苦笑道 行 不逗你了 弟弟 坐下再陪我聊半个小时的天 然后你再走 行不行 好吧 就这样叶晨又重新坐了回去 苏妹自来到叶晨的对面 坐在了一张软包单人沙发上 蹬掉拖鞋 苏妹将自己的一双脚 脚叉叠放在了一个乳白色的 真皮脚灯上面 正对着叶晨 叶晨发现 苏妹和成冰园一样 对自己的脚兜保养得很好 脚底是看不出一点老皮 弟弟 你这次来地兜 准备哪天回魔都呀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明天吧 叶晨收回视线后回到 这魔胯呀 那弟弟 你今晚再来姐姐家 姐姐我再给你烧一桌好吃的 就当作为弟弟你送行了 叶晨闻声摇头到苏姐 今晚我有事 来不了 弟弟 你不是明哥就回了吗 今晚还有什么事啊 难道是约了哪个小美女 是不是王思聪的 那个长相可人的表妹 苏妹笑道 苏姐 你别乱说啊 周家是我大学做家教的一个学生 我跟她的关系 就是那众哥哥 和妹妹之间的关系 叶晨说道 我今晚是有正事 正事 什么正事 能跟姐姐说说 满足一下姐姐的好奇心吗 当然要是不方便的话 那就算了 苏妹说道 苏姐 昨天出现在百利拍卖会上的 那件旧袈裟 你有印象吗 见苏妹点头 叶晨继续说道 那件袈裟 昨晚被我拍下来了 苏姐 那并不是一件普通的袈裟 其实那是乾隆帝的 克斯陀罗尼金贝 苏妹闻声露出好奇之色 克斯陀罗尼金贝 这是什么东西 又名网生贝 你也可以直接叫它果实部 叶晨说道 乾隆皇帝的果实部 这玩意肯定老之前了 这魔说来 弟弟你这次可是捡了一个大漏啊 苏妹再次望向叶晨时的目光 都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 能在拍卖场上捡漏 一般人可没有这个本事 厉害啊 弟弟 运气来了而已 弟弟你太谦虚了 姐姐可是从来不相信运气一说的 好了弟弟 你继续说吧 好的 叶晨接下来 就将他让张德重帮他组织一场 私人性质的小拍卖局的事情 跟苏妹说了一遍 苏妹听到后笑道弟弟 晚上你的这场私人拍卖局 姐姐我也会参加的 到时候 姐姐给你当托 帮你把价格抬上去 苏姐 这可是得罪人的事情 为了弟弟 能赚钱 姐姐不怕得罪人 再说了 现在外界根本就默认知道 我们姐弟俩的关系 所以 他们根本想不到 我会是一个托 说着说着 苏妹忽然笑容一收 对着夜晨正色 道还有弟弟 你现在也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了 弟弟你要记得 咱们混商界的 永远不要怕得罪人 你一味地怕得罪人 往往会给人一种 你是个老好人的形象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 老好人是最容易被别人欺负的 所以弟弟 为了利益 我们该得罪人的时候 就要得罪人 有时候 让别人看到你的锋芒 才是我们保护自己的 最好的方式 听完苏妹的话 夜晨点了点头 苏姐 我知道了 现状 苏妹脸上笑容在线 别怕弟弟 在你没有完全成长来之前 姐姐 我就是你的后盾 姐姐会保护你的 我可不想 被女人保护 夜晨笑道 还挺有志气的嘛 那弟弟 你就快点长大 以后保护姐姐 姐姐 我最喜欢被别人保护了呢 一点左右 夜晨离开苏妹家 回到了酒店房间 午休到一点半 夜晨就醒了过来 中午适合小气 睡长了 反倒是会感觉身体更重 人更没精神 拿起正在充电的手机 夜晨看到成冰员 在十分钟前 给他发了一个发呆的表情包 于是夜晨直接发起了视讯通话 默想激声 影片便接通了 夜晨同学 我好想 你呀 程老师 你是会断句的 夜晨笑道 两人一直聊到两点钟 聊到成冰员 要起床去学校了 这才结束通话影片 接下来的时间 夜晨就一直待在酒店里 晚餐也是直接在酒店里的一家餐厅解决的 直到晚上七点钟 夜晨这才拿着一个小方木箱子出门 刚从酒店大门走出来 准备到路边打车的夜晨 恰好看到酒店大门前 停着一辆蓝色计程车 于是 夜晨竟自走到了计程车的副驾驶一侧 对着里面的中年司机问道师傅 你在等人吗 不等人 我刚把一个客人拉过来 帅哥 你是要打车吗 夜晨点点头 是的 那帅哥 上车吧 中年平头司激热情道 就这样 夜晨坐进了后排座 师傅 仙雨茶楼 你知道在哪里吧 金陵路的仙雨茶楼吗 我知道的 帅哥 你把安全带系好 我们马上就出发 好 很快 夜晨乘坐的计程车从酒店门前离开 会入到了主干道上 二十来分钟后 看着窗外的路边行人越来越少 夜晨不禁皱了皱眉 师傅 你是不是走错到了 白天他在手机地图上 查询过仙雨茶楼 看过去仙雨茶楼的导航 地图导航显示的路线 锁经路段都是繁华道路 但眼下这条道路 却显得很偏僻 路边行人都看不到几个 而且好几个路灯还是坏的 使得这条道路 看起来有些黑漆漆的 帅哥 我这是超近路呢 中年平头司机说着 忽然猛打了一把方向 把车子开进了路边的 一条胡同中 在这辆计程车 开进胡同的沙纳 只见胡同入口处出现 两个手臂上 有着纹身的青年 拿着一个警示雨位 正在维修的黄色警示牌 放在了胡同入口处的中央 此刻夜晨也自然意识到 情况不对 因为他发现 这是一个死胡同 前面根本就没有路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夜晨还是有些小慌的 他下意识地抱紧了 怀里的芳木箱子 用脚趾头也能想到 当下的这种变故 肯定是因他怀里的芳木箱子而起 虽然初始的时候 心里有些小慌 但夜晨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好歹他现在也是一个 综合格斗高手 对付几个普通成年人 应该不在话下的 车子一停下 中年平头司机就直接下车了 紧接着副驾驶一侧的车门 就被外面的中年平头司机 给拉开了 小兄弟 请下车吧 中年平头司机说话时 还对着夜晨 做了一个请下车的手势 嗯 夜晨抱着木箱子 一脸淡然地下了车 此时那两个纹身青年 也来到了中年平头司机的身旁 可以啊 小兄弟 这魔淡定 夜晨的反应 出乎了中年平头司机的预料 大哥 这里是帝都 可是天子脚下 你胆子挺肥啊 夜晨说道 小兄弟 我这辆计程车是套牌的 而我在来的路上 又规避了摄像头 所以 你最好还是配合我的好 毕竟我也是一个文化人 我是不想动粗的 中年平头司机笑呵呵地说道 你想要什么 钱 迎着夜晨的目光 中年平头司机摇了摇头 我不要钱 我只要你手中的 那个方木箱子 大哥 如果我问你 你是受谁人指使的 大哥你会告诉我吗 夜晨问道 小兄弟 莫非你以为我上头的那个人 就是那真正的幕后之人 中年平头司机笑着反问道 刘哥 你跟这个小白脸废 什么几把话 简直是浪费时间 啪 一个纹身青年 话刚说完就挨了中年平头司机的一巴掌 又说脏话 忘记我一直教你们不要做个粗鄙之人了吗 被打的纹身青年低着头 我错了 刘哥 再有下次 以后就不要跟着我了 中年平头司机说着目光移动 再次落在了夜晨的身上 小兄弟 请把你手里的方木箱子交给我吧 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 夜晨摇摇头说道 大哥 这个木箱子 我不能交给你的 小兄弟 说真的 我对你印象还挺好的 所以不要让我难做 好吧 文言 夜晨再度摇了摇头 小兄弟 时事物者魏俊杰 不要逼我一个文化人 做出粗鄙的行为 中年平头司机说道 大哥 你自诩文化人 那想来肯定听过 威武不能屈这句话 听到夜晨正摩说 中年平头司机 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 文化人和苦未难文化人呢 说着说着 中年平头司机 看了身旁的两个纹身青年一眼 动手吧 记住打人不打脸 说完 中年平头司机背过身去 似是不忍看到接下来的一幕 好嘞刘哥 就在两文身青年摩拳擦掌 又要动手之际 忽然一道声音 在胡同口处传了过来 这谁把计程车 开进了死胡同里啊 听到这话 夜晨立马开口道兄弟 帮我报个警 里面有人抢劫 是 什么 有 有人抢劫 胡同口处的那道身影 说话是有些结巴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动手啊 中年平头司机美好气地 对着两文身青年骂道 哒哒哒 一段奋力奔跑时 鞋子踩在地面时 发出的声音 在这条死胡同里显得由外清晰 就当一个文身青年的 手朝着夜晨怀里的木箱子 抓去的时候 正对着胡同入口的中年平头司机 透过昏暗的光线 隐约间看到了一道身影 在经过一段 助跑后 一跃飞到了计程车的车顶上面 随后借力弹射而出 再然后 他的一名手下的身体 就直接飞出去了三米远 最后重重地落在了青石地面上 发出一道沉闷的响声 嗯 被踹飞倒地的那名文身青年 在地上蜷缩着身体 脸上满是痛苦之色 你是什么人 突如其来的变故 使得夜晨 还有中年平头司机 都忍不住朝着那道身影望去 那道身影不超过一米七 在身高都超过了一米八的夜晨 和平头中年司机的面前 那道身影就显得有些矮小了 这是一个面板有黑 其貌不扬的青年 青年的面相有些傻乎乎的 十分的淳朴憨厚 彼时 夜晨的脑海里 突然出现了系统的声音 叮 检测到行走的摇钱树一棵 请宿主注意 请宿主注意 夜晨眼睛一亮 这是那张特殊道具卡摇 钱树自动使用后给出的提醒 行走的摇钱树 看来就是眼前 这个其貌不扬 面相朴实的青年了 小兄弟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中年平头司 寄望着眼前这个一脚踹飞他 一个手下的青年 眼神中有着明显的忌惮 虽然面前 这个家伙又矮又瘦 看起来还有些傻乎乎的 但是刚刚 这个家伙那一套 动作做下来行云流水 就像是在拍电影一样 所以他断定 面前这个家伙 是一个有着真功夫 在身的练家子 你 你抢劫 我就管 说着这金兽 淳朴青年 对着叶晨拍了拍 自己的胸脯道哥 哥们 你别怕 有 有我在 他们抢不了 你东西的 谢谢 你也要注意安全 叶晨说道 刚刚从车顶月下的 那一脚飞踹 真的太帅了 这棵摇钱树 显然是一个 身具正义感的高手 既然有高手在了 那他也就无需出手了 自己的实力 能不曝光 还是不曝光的好 不曝光的话 那就是他的一张底牌 底牌一旦曝光 摆到明面上来了 那可就不能再 称之位底牌了 哥 哥们 你放心 这 这两个家伙 我分分钟就能料到 金兽青年笑起来 直接露出了 他的八颗大白牙 将其衬托得 岳家的憨厚朴实 一分钟不到 中年平头司机 还有剩下的 那个纹身青年 都躺倒在地上 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 打完110后 看到身旁的 金兽青年要走 夜晨连忙说道兄弟 先别走啊 我已经报警了 等会我们估计 还要一起到警局 做个笔录呢 哦 金兽青年 憨憨地挠了挠 自己的脑袋 哥 哥们 你真帅 你要是进入娱乐圈出 出道的话 你肯定能火 成 成为顶流的 金兽青年望向 夜晨的目光 带着不加掩饰的羡慕 他要是有一张 这魔帅的脸的话 肯定不至于 在影视圈混了两年 还是荡群演 或者做武行 给人当替身 兄弟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夜晨看向 金兽青年的目光 有些热情 按照系统提示 眼前这个长得其貌不扬 有点傻乎乎 说话说快了 还有点小结巴的家伙 可是一棵行走的摇钱树呢 这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哥们 我 我叫王宝强 王 宝 强 就在夜晨准备询问 王宝强更多资讯的时候 一辆警车停在了胡同口处 哥们 警察来了 王宝强说道 这处警速度好快 不亏是天子脚下 很快四名身穿警服的民警 从警车上下来后 走进了胡同里 距离夜晨等人 还有断距离 其中一名民警 忽然对着夜晨和王宝强喊道 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抢完结 竟敢还在原地逗留 你们这是在 藐视我们帝都警方 四名民警感到愤怒的同时 也各个打起精神 谨慎戒备了起来 现在在这四个民警的眼中 夜晨和王宝强 就是挑衅帝都警方的汉匪 而如此嚣张的汉匪 一般都是狠角色 所以 接下来 他们很有可能要面对 一场激烈的搏斗 张哥 我要是倾注这两名汉匪的话 我能不能直接转正啊 其中一个刚入职不久的年轻辅警 在紧张的同时 忍不住对着身边的一名老警察 如是问道 不确定 但肯定能记你一大功 增加你转正的几率 小声交流完后 四名警察都统一掏出了一根警用甩棍 现状 缺根弦的王宝强 还真的很听话的双手抱头 蹲在了地上 这把夜晨都给看无语了 这个王宝强 当真是一棵行走的摇钱树 警察同志 你们误会了 我不是劫匪 他们才是 夜晨指着躺在地上的中年平头 司机三人说道 啊 听到夜晨的话 四名民警全都愣了一下 什么情况 这躺在地上哀嚎的 竟然是劫匪 而被抢劫的受害者 却跟个漠视人一样 这究竟是谁打劫谁呢 接下来在经过一番了解后 警察也弄清楚了事情的大概经过 也确认了刚刚报警的 确实是夜晨 此外 夜晨手机上还有一段录音 更是证实了 躺在地上哀嚎的三个家伙的 却是犯罪分子 这段录音 是夜晨刚刚下车前 开启手机录音功能 录制下来的 张哥 是三个家伙 一个右手臂脱臼 一个左手臂脱臼 还有一个左小腿脱臼 那个年轻辅警 初步检查了一下 中年平头司机三人的伤势 一时间 几名民警 都忍不住多看了王宝强几眼 真看不出这个身高 只有一米六几 瘦瘦的家伙 竟然能一个人干到三人 恐怖的是 地上三人的伤势还 都是骨关节脱臼 由此就能推断出 这个经受青年动手时的动作 定然是非常干净利索的 这是一个真正的练家子 叶先生 事情我们 已经大概了解了 虽然你没有财产损失 但还是需要 你跟我们回所里一趟 做一个正式的笔录 警方一定会将 这三人背后的指示之人 给揪出来的 四名民警中 领头的那个年纪最大的 中年民警 对着叶晨说道 好的 叶晨点了点头 王先生 还要麻烦你 也给我们回所里一趟 配合我们做个笔录 好的警察同志 王宝强咧着嘴笑道 这警服真 真帅 其实我小时候 就梦想当的警察 然后我小学 就辍学去少林寺学武 可等 等我学武出来 我才发现当 当警察竟然要学历 叶晨 民警 这话如果是其他人说 他们不会相信的 但出自眼前 这个王宝强之口 他们信 因为这个王宝强 真的太淳朴了 憨憨傻傻的笑容 看得让人有些心疼 彼时 仙玉茶楼顶层的一间茶室里 茶香鸟鸟 阴晕缭绕 一张古朴的南木茶 周围坐有八人 王少苏总 你们还这么年轻 也对我乾隆爷的 客司陀罗尼金 倍感兴趣 金辉眉毛微皱到 正无聊 剪着手指甲的王思聪 闻声抬头 对着坐在自己对面的金辉 露出了一个懒散的笑容 好东西 我自然是感兴趣了 苏妹轻轻抿了一口茶后 浅笑道 收藏就是投资 金老爷子 这乾隆帝的 客司陀罗尼金贝的 收藏价值肯定很高 能赚钱的投资 又怎能少得了我苏妹呢 听到两人的话 金辉的一双眉毛皱得更紧了 沉默片刻后 金辉再度开口到王少 苏总 那件客司陀罗尼金贝 可是我家祖上之物 它最好的归宿 就是物归原主 一位我乾隆爷的在天之灵 金老爷子 按照你的逻辑 那故宫博物馆里 有很多文物 你能把他们拿出来带回家吗 翘着二郎腿的王思聪 说到这里停顿了数秒钟 随后微微一笑金老爷子 大清早就亡了 你 王思聪的一句话 直接把金辉呛得不轻 一张老脸都变成铁青色了 眼见火药威越来越浓 今晚这场小拍卖局的组织者 张德崇连忙站出来 打圆敞到老金 这小王嘴里 说话没个把门的 你作为长辈 别跟小辈一般见识 来来来 喝茶喝茶 接下来茶室里的鸡人都没有说话 直到其中一人的开口 才打破了这种沉默 这都七点五时了 怎么那个夜城还没到 他不会是要放我们所有人的鸽子吧 跟自己老爸一起过来的吕霄 在看了一眼时间后 这般说道 就在这时 张德崇手机简讯提示音响了一声 拿起手机看了看后 张德崇对着 众人说到夜小兄弟 临时遇到了点事情 无法在八点赶过来了 估计要往后推个二十来分钟 对此 夜小兄弟让我替他跟诸位道个歉 听到这话 吕霄当即不满道让 我们这魔多人等他一个 这个夜城一点守约一时都没有 而且 我们在座的哪一个 不比他的身份高得多 吕霄虽然嘴上这魔说着 但其实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看来事情已经办妥了呀 此时除苏妹和王思聪之外的其他五人 包括张德崇在内 都忍不住皱了皱眉 在这种场合下都迟到 这显然说不过去 另一边 夜城和王宝强做完笔录 从派出所里出来时 已经是八点零三分了 强哥 我现在有一件急事 特别赶时间 要不然 我今晚肯定会请你吃饭 表达一下我对你的谢意的 这样吧 强哥 我们留个联络方式 等明天我再请你吃饭 一出派出所的大门 夜城便对着身旁的王宝强说道 哥 哥们 建议勇卫 是我被习武之人印 应该做的 你不用破废请我吃 吃饭的 王宝强说道 请吃饭这个必须要的 另外强哥 我挺喜欢你 这种直爽的性格的 我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 所以强哥 我们加个联络方式 等明天我们到饭桌上 再好好聊 听完夜城的话 王宝强的眼眶 竟是有些发红 夜城 我来地都两年了 你 你是第一个没有看不起我 还想要跟交朋友的人 你这个兄弟 我 我王宝强认定了 在帝都的这两年里 他跑过很多的剧组 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了 几乎所有人看他的目光 都像是看傻子一样 轻视他 平时在很多人的场合下 他是最喜欢被别人拎出来开玩笑的 他是缺根弦 但他并不是真的傻子 他人对他是善意 还是恶意 他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 眼前这个夜城 虽然他们认识的时间加起来 还不到一个小时 但对方看他的眼神并 没有任何瞧不起他的意思 从人格上 夜城是尊重他的 王宝强的反应 有些出乎夜城的预料 夜城没想到他很普通的一句话 竟然就让对方产生了 这么大的情绪波动 看来这个王宝强 现在生活得并不如意 是一个相当趣爱的人 就这样 夜城跟王宝强互留了电话号码 好了强哥 我就先走了 夜城 你要去了 我送你到目的地吧 防 防止又有坏人打你怀里方木箱子的主意 王宝强说道 好的 夜城点了点头 那就麻烦强哥了 都 都是兄弟 说什么麻烦 时间来到八点二十 仙宇茶楼 都八点二十了 我看那个夜城 多半是不会来了 不如咱们散了吧 吕霄说道 我在等他最后十分钟 一个鼻梁上 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发丝全白的老者说道 金辉泽看向张德重道老张 你打电话问问那个夜城 到底还来不来了 此时苏妹心里 愈发地着急了起来 她刚刚发微信给夜城 到现在 夜城都没回她资讯 夜城不会 出师模式了吧 毕竟夜城这次过来 身上可是带着 乾隆帝的 克斯陀罗尼金贝的 想到这种可能 苏妹当即 就要起身出去 给夜城打电话 但就在苏妹屁股 已经离开椅子 正要起身站起来的时候 忽然传来了 咚咚的敲门声 应该是夜小兄弟过来了 张德重说着 起身走过去开门 门开 看到门外站着的人 果然是夜城后 张德重心里 忍不住松了一口 气夜小兄弟 你可算是来了 今晚这个私人拍卖局 是他替夜城组织的 要是夜城爽约莫来了的话 那到时候 他的脸上也不会好看 不好意思张老 夜城歉意道 好了 快进来吧 大家都在等你呢 就这样 夜城迈步走进了茶室 看到怀里 抱着一个芳木箱子 走进来的夜城 吕霄眸光一宁 怎么会 他明明已经安排了下去 为何这个夜城 还能安然地 带着这个芳木箱子 出现在他的面前 看来就是这个吕霄了 夜城走进茶室的 第一件事 就是留意茶室 那种人的反应 王思聪是对他笑了笑 就是那种平常 打招呼的笑容 那四个他不认识 拥有强大气场的家伙 各个脸上 都露出了不悦的神色 显然是他的迟到 惹到他们不爽了 这个 没有任何问题 要是换位思考的话 他现在肯定也会不悦的 苏妹脸上的神色 是对他的关心 再然后就是吕霄了 刚刚看到他时 这个吕霄明显地 错愕了一下 尽管对方 很快就调整了过来 但那瞬间的惊恶 还是被他给捕捉到了 如此看来 之前那波 多半就是出自 这个金圈太子的手笔了 但眼下他也没有实证 虽然警察说 会把后面的幕后之人 给揪出来 但叶辰知道 这个恐怕很难 就像前面那中年平头 司机说的那样 他上头的人 难道就是那真正的幕后之人 就像那实体一样 中年平头司机 只是最下面的一节 而吕霄是处于最上面的一节 这中间还隔着很多节十梯 警方想要将处于最上面一节十梯上的吕霄找出来 其难度可想而知 而且这个吕霄还是金圈太子 其在帝都的关系错综复杂 叶小友 你让我们多等了你这抹酒 是否该给大家一个解释啊 金辉开口说道 诸位 不是我故意迟到的 而是我再来的 路上遇到了劫匪 想要抢劫 我手里的这个芳木箱子 叶辰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变色 大家都是聪明人 自然一下子明白 是他们在座的人 当中有人铤而走险 想要空手套白狼了 这是谁啊 也太特魔阴险了吧 王思聪说话时的目光 在金辉寄人的身上来回横跳 还真的是出事了 此时苏妹心中有些自责 这里面的风险 她竟然也疏忽了 如果她之前没有疏忽的话 那她肯定会提醒叶辰的 遇到劫匪 还能平安无事地归来 可见叶小兄弟是个有福报之人啊 张德重笑呵呵地说道 叶小友 我乾隆爷的克斯陀罗尼金贝 没有被抢走吧 作为清皇室后裔的金辉 在得知叶辰来的路上 遇到了劫匪后 当即心里一紧 关心起了克斯陀罗尼金贝的情况 她老祖宗乾隆爷的克斯陀罗尼金贝 在被孙贼用炸药炸开御灵后 就此消失长达百年之久 在这一百年里 她的家族一直都没有放弃 对克斯陀罗尼金贝的寻找 但下国何其之大 他们家族想要找到克斯陀罗尼金 被无异于大海捞针 如今克斯陀罗尼金贝 终于现世了 他们家族这次 势必会将其拿回 因为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贝 本就属于他们爱新觉罗家族的 然而现在风波又起 这个夜晨 在带着克斯陀罗尼金贝 过来的路上 竟然遇到了劫匪 克斯陀罗尼金贝一旦再次丢失 恐怕在接下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又不会再出现了 等到下次再出现 还不知道会在哪里呢 甚至出现在国外的拍卖场上 都有可能 届时 他们爱新觉罗家族 想要拿回克斯陀罗尼金贝 势必会更加的困难 虽说夜晨怀里的方木箱子还在 但谁能确定 克斯陀罗尼金贝还在不在里面呢 夜小兄弟 这位是清皇室后裔 爱新觉罗启辉 汉明金贝 张德重介绍的声音 在一旁适时响起 夜晨也不废话 直接将怀里的方木箱子 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 随后开启箱子盖 这一刻 金贝直接站了起来 紧接着除王司聪之外的其他所有人 也都忍不住站了起来 当夜晨取出箱子里面的 克斯陀罗尼金贝想要 放在茶桌上的时候 却被金贝给出声阻止了 等一下夜小友 让我先把桌子擦干净了 你再把它放在上面 夜晨点了点头 好的 此时 吕潇心中抱有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 他实在想不明白 这个夜晨 是怎么面对他设定好的口袋 而做到全身而退的 他在安排前 可是做过详细调查的 这个夜晨 此次来帝都身边并没有跟着保镖啊 而且他交代给老黄的事 对方还从来没有办砸过呢 怎么偏偏这次 就给搞砸了 马德 金贝先是拿着湿巾 把面前的桌面 载载细细地擦了一遍 随后又拿着一条干毛巾 把桌面上残留的一些水分擦掉 结束 金贝半蹲着身体 又检查了一遍桌面 确定桌面足够干净后 这才对着夜晨说到夜小友 桌面干净了 你可以放下了 闻言 夜晨便把拿在手上的 克斯陀罗尼金 被放在了桌子之上 并突展开来 克斯陀罗尼金贝 真是乾隆爷的克斯陀罗尼金贝 金贝颤抖着声音 情绪久久难以平复 数分钟过去 待到所有人都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后 张德重拿出了一份 提前准备好的蓝色资料夹放在了桌子上 诸位 这是我出具的 对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贝的鉴定报告 任何一件有价值的老物件 都必须要有相关的权威机构 或者权威专家出具的鉴定报告 如此才会有公信力 这就等于世人的身份证 张德重申为故宫博物馆的文物 鉴定专家 由他出具的鉴定报告的含金量之高 那是毋庸置疑的 张老 你出具的鉴定结果 我们自然不会有任何质疑的 我说 咱们就别浪费时间 直接开始吧 王思聪说道 张德重文生笑了笑 行 那就开始吧 私人性质的小拍卖局 没有底价啥的 大家随意出嫁吧 对了 诸位出嫁 遇设必重为我们国家的软媚币 张德重化阴刚落 只见一个生得肥头大耳的中年人 率先出嫁到五百万 吕海岩紧随其后 六百万 再然后是那个坐在夜城邪对面的阴沟笔老者 八百万 一千五百万 金辉开口了 一开口 就将价格直接喊到了一千五百万 接近翻了一倍 他之所以一下子把价格喊得这么高 其实就是彰显他对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贝 志在必得的决心 两千万 最先开口的 那个肥头大耳的中年人说道 两千五百万 喊完价后 金辉朝肥头大耳的中年人望去 李总 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贝 本就是 我爱新觉罗家族之物 给我个面子 金老 我未爱晚期 时日无多 不久前为了准备我的身后时 我找到了一个风水先生 对方建议我入关时 用金贝附体 方能进入极乐世界 所以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贝 正好适合我 我还真的不能让点你 还请金老监量 顿了毒 肥头大耳的李大贵 说道三千万 金辉牙关一咬 四千万 当李大贵 喊出四千五百万时 金辉面色 阴沉到李大贵 生前做多了恶 不是说你死时 用金贝附体 就能逃脱判官审判 顿入那极乐世界的 五千万 金辉的这句 话让李大贵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无比难看了起来 金辉 论作的恶 我在你面前 可是自叹服辱 五千五百万 看到这一幕 吕海岩已然决定退出 不再去征纳 克斯陀罗尼金贝了 他们金圈 和爱新觉罗家族 渊源颇深 而且还牵扯到了 很多的利益关系 现在金辉 为了克斯陀罗尼金贝 直接选择和李大贵 撕破脸 可见金辉 已经杀红眼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要是还与其竞争 克斯陀罗尼金贝的话 势必就会得罪金辉了 而金辉背后站着的 可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 一旁的吕潇 眼见短短分靶中的时间 克斯陀罗尼金贝的价格 就被炒到了五千五百万的高度 顿时心里难受至极 如果他之前的安排成功了 那这次发一笔横财的人 就不是业人 而是他吕潇了呀 六千万 在开口时 金辉的声音 都变得有些沙哑了起来 这次李大贵 沉默了 他虽是一家大型商贸公司的老板 公司也有近百亿的市值 但他手上 现在能拿出来的现金流 确实不多 五千五百万 已经是他能拿出来的极限了 看到李大贵 阴着脸不再出声了 金辉的心里 也是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他也没有再用言语 刺激这个李大贵了 毕竟人家都以金位挨晚期 是个快要死的人了 这要是刺激太狠了 搞得对方失去理智 拿出全部资产跟他拼的话 那可就不好了 然而 不等金辉松上第二口气 只现坐在夜晨斜对面的 那个阴沟鼻牢者 开口到六千五百万 老金 你看向我们这个岁数 都已经是黄土 快要埋到脖子根了 我是真想去世后 能盖着这件 克斯陀罗尼金被入关啊 想我年轻的时候 可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但现在人越老了 反而以前很多不相信的事情 现在都相信了 这人啊 当真是奇怪 七千万 金辉咬着牙说道 七千五百万 老金 你要是接下来出价 超过七千五百万的话 那我就此退出 听到这句话 金辉当即 说出了七千六百万 但金辉话音刚落 一直沉默的苏妹 终于是笑盈盈的开口了 八千万 苏总 李总和夏总 想要这件 克斯陀罗尼金被的心情我 还能理解 但你还这么年轻 这件克斯陀罗尼金 对于苏总你 当下 还派不上用场吧 金辉咒没说道 金老爷子 您忘记了 我之前说了啊 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被的 收藏价值很高 收藏它 那就等于是投资 未来说不定能给我 带来丰厚的回报呢 苏妹笑着说道 苏总 你要是花八千万 买下这件 克斯陀罗尼金被的话 那你后面肯定会亏的 我之所以正魔 想要拿下这件 克斯陀罗尼金被 是因为这件 克斯陀罗尼金被 对我爱心觉罗家族来说 具有特殊的意义 金辉这般相劝道 文物的价值是难以衡量的 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被 在未来 究竟能达到什么价格 现在谁又能说得准呢 我说得对吧 金老爷子 健壮 金辉面色一沉 直接提价一千万 可谓是看得 驴海眼里 大跪鸡人 暗暗则舌 虽说大清早就亡了 爱心觉罗家族 也早就不复 新年的辉煌 但俗话说得好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一个亿 自这场小拍卖局开始以来 至今还没有喊过 一次嫁的王思聪 此刻终于下场 不再当一名看客了 王少 你是在故意针对我家族 是吧 金辉面色铁青 这几年来在娱乐影视领域 背后由他家族支援的金圈 跟义达影视方面 一直在明争暗斗 期间里 义达影视 吃过好几次亏 因此 他也知道 眼前这个义达集团的太子 也肯定 早就看他家族不爽了 金老爷子 说起来 你岁数也一大把了 难道不知道 饭可以乱吃 淡话不能乱说吗 还是你 玩不起 王思聪说道 一亿两千万 金辉一张脸阴沉的 都快滴出水来了 一亿四千万 王思聪翘着二郎腿 轻飘飘地说道 此时叶辰嘴角一抽 都有些不淡定了 这个王思聪真的太猛了 竟然直接提价两千万 将价格喊到了一亿四千万 疯狂 实在太疯狂了 要知道 那条未来讯息中 可是说这件 克斯陀罗尼金贝的 最后的拍卖成交价 是七千多万 然而 现在这价格 都被王思聪这个托 喊到了一亿四千万 这已经翻了一倍了呀 他现在担心 王思聪这个托完过火 使得金辉放弃 不再跟价了 真要是这样 那今晚的这场小拍卖局 可就白组织了 王思聪 你根本就是在 恶一台价格 我不信你真的会 拿一四千万 来买下这件 克斯陀罗尼金贝 此时金辉 被刺激的一对眼珠子 都布满了血丝 站起来双手撑拙 对着王思聪 近乎咆哮地说道 吕海言 李大贵 还有那阴沟鼻老者 三人面面相聚 这场拍卖局 发展到当下这种地步 是令他们三个万万 没有想到的 克斯陀罗尼金贝的价格 被炒到现在的 一亿四千万 这简直太疯狂了 也不知道 这义达集团的太子爷 是真的很想要 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贝 还是就像是金辉 刚刚说的那样 是在故意针对金辉 卧槽 金老爷子 你口水都喷到我脸上来了 真的恶心死我了 王思聪说着 赶紧拿起一张餐巾纸 一副被狠狠恶心到了的表情 擦拭着脸上的唾沫星子 还有金老爷子 你说我恶意抬价 请问你有证据吗 如果你拿不出证据的话 那你就是诽谤 小心我告你诽谤啊 金辉被王思聪 一袭话枪的脸红脖子粗的 但愣是一句反驳的话 都说不出来 王思聪见状 心里那叫一个爽的不行 金老爷子 你要是觉得我 故意抬价针对你的话 那你现在大可以退出啊 又没人 拿枪在背后指着你 逼你不要退出 你金老爷子 现在要是退出了 那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贝 就是我王思聪的了 正好小黄今年十五岁了 估计也末今年的活头了 到时候 等到小黄下葬时 我就把这件克斯陀罗尼金 被劈在小黄的身上 好让小黄进入极乐世界 下一辈子能投个好胎 说到最后 王思聪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伤感之色 王绍 小黄是谁啊 听完王思聪的话 吕霄忍不住心中好奇道 小黄他 可是陪了我整整十四年 是我的至爱亲朋 是我的好兄弟啊 说到这里 王思聪悲从心来 忽然猛地拍了一下 面前的桌子 把众人包括夜晨在内 都给吓得一机灵 你们说 喂食魔狗就这魔短兽 只活了十五年 就已经老得快要死了 天道不公 天道不公啊 死话一出 整个茶室的所有人 全都愣住了 最后扑吃一声 苏妹没有忍住 笑出了声 这个王思聪 多损啊 竟然想要把乾隆帝的 克斯陀罗尼金 被买下来 送给自己家的一条狗 这让金辉情何以堪啊 吓人诛心 吓人诛心啊 简直太损了 此刻吕海岩李大贵 还有英勾比老者 这三个大佬 全都有些同情地 望着爱心觉罗起挥 这个一答太子 根本就不讲武德啊 竟然要买下乾隆的 克斯陀罗尼金 被给自家的狗 这是在纯纯的恶心惊辉 恶心整个爱心觉罗家族啊 同属青年一代的吕霄 觉得这种事情 别人干不出来 但眼前这位王思聪 或许还真的干得出来 因为类似这种事情 这位王大少 前面已经干过一次了 去年 这位王大少 看不惯泡菜国 某知名男团中的猛龙 就直接在微博上 公开dis了猛龙 让其滚回泡菜国去 不止如此 这位王大少 当时还买了一款 猛龙的同款 项链给自家的狗狗戴上 这直接将讽刺效果 拉到满阁 所以王思聪说 他要买下 克斯陀罗尼金被 在自家的狗狗去世时 给自家狗盖上 他是真的相信 王思聪会干出这种事情 彼时夜晨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个王思聪形势 角度之刁钻 操作之骚 每每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他只能在心里感叹一句 思聪 你是真的牛批呀 王思聪 你 你你你混账 金辉反应过来后 顿时气的蹊跷声言 他家老祖宗乾隆爷的 克斯陀罗尼金被 真要是被王思聪 这个小畜生 买下来 盖在了一条狗的身上 那到时候 他们整个爱新觉罗家族 都会颜面尽失 沦为他人口中的笑柄 如此荒唐 不当人的的事情 他人干不出来 但到了王思聪的头上 那或许还 真的不好说了 毕竟这个义达太子 本就已放荡不羁 形势无所顾忌而出名 王思聪没有理会 被自己气得 脸红脖子粗的金辉 而是把目光 朝张德重望去 张老 你看已经没人跟嫁了 那就赶紧宣布结果吧 这 好吧 眼看张德重清了清嗓门 真的要宣布结果了 金辉顿时急了 他也顾不上再生气了 赶忙开口到慢着 老金 你还要 跟嫁 张德重很是诧异地 望着金辉道 原本在他的预料 这件乾隆皇帝的 克斯陀罗尼金贝 在此次的小拍卖局中的 最后成交价 应该不会超过七千万的 然而现在 克斯陀罗尼金贝的价格 都被炒到了一亿四千万 这个价格 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价了 而是彻底疯狂了 但现在看来 克斯陀罗尼金贝的价格 或许还要突破一亿四千万 再创新高 疯狂 真的太疯狂了 搞得他现在体内的血液 都跟着沸腾了起来 一亿五千万 金辉双目赤红 如同一头癫狂的公牛一般 盯着王思聪 喘着粗气 咬着牙 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 虽然王思聪刚刚说 他要把克斯陀罗尼金 被买下来给自己的狗 有可能是在故意刺激他 恶心他 但万一 万一这个小畜生 说的是真的呢 他不能冒这个险 爱心觉罗家族 也不能冒这个险 万一王思聪要是真的这魔作了 届时 整个爱心觉罗家族 都会因此受辱蒙羞 所以 他绝不能看着 乾隆爷的克斯陀罗尼金被 落入到这个小畜生的手里 疯了 真的疯了 这一刻 吕海岩李大贵鸡人 只敢绝头皮发马 一点五亿 这是真的疯了 金老爷子 你牛逼 那这件克斯陀罗尼金被 就让给你了 王思聪双手一摊 笑着说道 闻言 金辉的情绪终于 渐渐恢复了平静 最后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虽然成功拿下了 乾隆爷的克斯陀罗尼金被 但此时金辉的心里 却无半点喜悦 因此 这次花费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 一点五亿 这可是整整一点五亿啊 他原本估摸着花个 五六千万 就能拍下 克斯陀罗尼金被了 然而 现在的价格 跟他一开始预料的 翻了接近三倍啊 都怪这个苏妹 还有王思聪 尤其是后者 若没有这两个家伙 他刚刚只需要花七千六百万 就能将乾隆爷的 克斯陀罗尼金被 收入囊中了 这两人实在是可恶至极 张老 诸位 我就先走了 现结果已经出来了 李大贵第一个起身告辞道 随后是阴沟鼻牢者 还有吕海岩吕肖父子俩 最后是王思聪和苏妹 很快 整个茶室走的 只剩下张德崇业 陈金辉三人了 仙宇茶楼外 吕海岩吕肖父子俩 乘坐一辆黑色兵士 麦巴赫 离开了仙宇茶楼 吕肖 叶辰再来的路上遇到劫匪 是你安排的吧 坐在后排座的吕海岩 看着身边的儿子问道 是的 吕肖点点头 随后一脸懊恼地说道 只是没想到 竟然会发生意外 要不然 那件克斯陀罗尼金被此刻 已经在我的手上了 闻言 吕海岩皱了皱眉 这件事 你有没有留下什么尾巴吧 爸 这个你放心 我做事向来滴水不漏 就算那个 叶辰猜到是我钱的 那他也找不到任何时政的 吕肖笑容自通道 这件事情 你要是办成了 那该多好 如此 我就能让爱新觉罗家族 欠我一个大大的人情了 吕海岩一脸遗憾地叹道 爸 我以为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谁知道会出现意外啊 接下来 吕肖开始打电话 了解具体的情况 打完电话后 吕肖郁闷倒罢 情况我了解了 叶辰的运气真好 当时一个会真功夫的练家子 恰好路过 对方出手 使得我的计划功亏一篑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先与茶楼顶层的一间茶室内 叶小友 你今天运气可真好 今回此时虽然面带笑意 但那笑容 却比哭还要难看 刚刚这场拍卖局上 如果没有王思聪 那他相信 克斯陀罗尼金被的成交价决 不会达到1.5亿 这个恐怖的高度的 换言之 这个叶辰 是因为沾了王思聪的光 无形中多赚了好几千万 恐怕这个叶辰 现在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听到金辉的话 叶辰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忽然叶辰手机 微信提示影响了一下 叶辰开起手机一看 发现是王思聪发来的 叶小友 我手上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流 你看我给你五千万的现金 剩下的一亿 我用一个当红的流量艺人 递给你如何 金辉说到你手里 不是正好有一家影视公司吗 但至今都没有一个 能拿得出手的艺人 如果有了一个 当红流量艺人的加盟 那对于叶小友 你整个影视商业版图的发展 必定会大有助力 叶小友 你看如何 还真的被王思聪说中了 这个金辉当下 根本拿不出1.5亿的现金 也是 金辉背后的家族 虽然在各行各业都有投资 但一下子让他们 拿1.5亿的现金出来 确实不易 就是现在很多 市值数百亿的企业 他们的账户上的现金流 能超过1亿的 恐怕都是凤毛麟角 叶晨放下手机 说到金老 我还是想要现金 范晨晨 叶小友 我准备拿范晨晨三年 未来当做一个一敌给你 范晨晨现在可是 国内新晋的当红流量小生 她可是一个吸金利器 范晨晨三年创造的利润 绝对会超过一个亿的 对于这点 我想叶小友 你也不会否认吧 金辉说道 金老 话虽如此 但现在一息他方的艺人也不少 尤其是流量艺人 这两年 进去采缝任机的顶流艺人 难道还少吗 叶晨说道 所以金老 我们还是用现金来结算吧 但我现在一次性 拿不出这魔多的现金啊 叶小友 你看 要不我选择分期付款 期限五年 怎么样 叶晨文生直接摇头 分期肯定不行的 金老 我想 张老之前应该也跟你说过 我的要求是一次性现金结算 我不接受分期的 这 金辉眉毛皱起 金老 你要是真的拿不出这魔多钱的话 那我看我们之间的交易 就此作废吧 我现在去找王少 我想以王少的财力 肯定能一次性跟我结亲的 叶晨说着起身 就要把桌子上的 克斯陀罗尼金被 收起来放进方木箱子里面 金辉见状有些急了 等等叶小友 你看这样行不行 一点五亿的现金 我现在确实拿不出来 但我爱心觉罗家族 在很多行业都有投资 我们家族 可以用其他公司的股份 来跟你结算 听到这句话 叶晨重新做了回去 自从刚刚看到 王思聪发给他的 那条微信讯息 他等的就是金辉的这句话了 叶小友 俊江南餐饮集团 是国内高阶餐饮的霸主 为了以示诚意 我们家族这次愿意 拿俊江南的股份 来跟你结算 金辉用一副 你占了大便宜的表情 对着叶晨说道 然而金辉可是心怀鬼胎 从表面上看 现在的俊江南 似乎辉煌依旧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如今的俊江南 内部问题丛生 俊江南的女掌门人张兰 太过激进了 为了让俊江南早点上市 不久前张兰 跟一个资本 达成了对赌协议 他们家族不看好 这个对赌协议 认为俊江南 很有可能会因为 这个对赌协议 而一蹶不振 为此 他们家族已经准备 提前套礼离场了 眼下让眼前这个叶晨 来当这个接盘侠 不正好合适吗 虽然有些心动 但是想到王思聪 刚刚发给他的 那条微信讯息 叶晨还是直接摇头到金老 俊江南的股份 我不要 此话一出 金灰笑容一致 叶晨竟然拒绝了 俊江南的股份 这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要知道现在在外界 俊江南的前景 可依旧是光明的 俊江南内部的问题 现在也只有 几个大股东才知道 一些大资本 或许也提前嗅到了一点味道 但现在 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叶晨 可不是什么大资本啊 按理说听到他愿意 拿俊江南的股份出来结算 这个叶晨应该会 兴奋的立马就答应 然而现在对方竟然拒绝了 叶晨童 我再给你透露一个 现在外界还不知道的 内部讯息 就是俊江南 已经在着手准备上市了 一旦俊江南上市成功 到时候 俊江南的股票 绝对会大涨一波的 金灰说到 被我们家族 寻找长达百年之久的 我乾隆爷的 克斯陀罗尼金贝 是因为叶晨友才现实的 才得以重新回归我们家族的 为此 我们爱心觉罗家族 对叶晨友 你是心怀感激的 要不然 我们也舍不得 拿俊江南的股票 来跟叶晨友 你结算了 有一说一 一开始 听到金灰 要拿俊江南的股份出来 他还真的有些心动 若是没有王思聪发的 那条微信讯息 或许他真的就答应了 但现在叶晨的心里 多了一丝警觉 这个金灰 为时魔非要拿俊江南股份 跟他结算 真的就像金灰 刚刚说的那般 是因为爱心觉罗家族 感激他才这么做的 恐怕不然吧 更大的可能是 眼前这个金灰 在为他挖坑 等他往里面跳 金老 相较于俊江南的股份 我更想要另一个公司的股份 听到叶晨的话 金灰下意识问到哪家公司 易达院线 叶晨说道 王思聪刚刚透过微信告诉叶晨 爱心觉罗家族手里 持有易达院线0.5%的原始股 还告诉叶晨 金灰大几率 一次性拿不出1.5亿的现金 让叶晨可以叫金灰 拿爱心觉罗家族手里 持有的易达院线的原始股 跟他进行结算 从叶晨口中听到易达院线 金灰先是一愣 随后直接不淡定了 竟然想要易达院线的原始股 叶晨友 你也太贪心了 这个 你想都不要想 因为不可能的 易达院线的股份 那可是有价无市 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这个叶晨 竟然想要染指他家族手里 持有的易达院线的股份 简直是梦里想屁吃啊 金老 你刚刚还说爱心觉罗家族 对我心怀感激 结果转眼就用嘲讽的嘴脸 说我太贪心 你这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 说完 叶晨摇头笑了笑 听到这话 金灰也是有些尴尬 他刚刚确实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表现有些失态 叶晨友 易达院线的原始股 你就别想了 金灰用一种 这件事没得商量的语气 对着叶晨说道 金老 我给你们三个选择 第一用现金一次性跟我结算 第二用易达院线的股份跟我结算 第三交易终止 反正乾隆皇帝的克斯陀罗尼金贝 也不愁莫人要 叶晨说道 你 此时金灰的脸色 变得愈发的难看了起来 说什么 给他三个选择 但他有的选择吗 1.5亿的现金 他们家族短时间内根本拿不出来 交易终止 那这个叶晨八成转身 就会把克斯陀罗尼金贝 卖给王思聪那个小畜生 叶晨友 你当真要为了一件克斯陀罗尼金贝 跟我们爱心绝罗家族把关系闹僵 金灰的这句话 已经盈盈带着一丝威胁的意思在里面了 他不相信这个叶晨不知道 他们爱心绝罗家族 在当今娱乐圈内的影响力 金老 你这话可说的就严重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做生意 我并没有强买强卖啊 选择全在你们手中 叶晨淡淡说道 如果真的拿到了一达院线的原始谷 那的最爱新绝罗家族绝对值得 另外 他生平最讨厌的 就是被人威胁了 金老 请在十分钟之内将你的选择告诉我 我出去打电话 跟家族商量一下 请叶晓晓稍等 丢下一句冷冰冰的话后 金灰便起身离开了茶室 叶晓兄弟 你这次可把爱心绝罗家族得罪得不轻啊 张德重叹道 张老 不是我要得罪他 是这个家族高高在上惯了 做生意本就双向选择 各有诉求 谈不拢那就算了 凭什么 我就得按照他们的意思来 不按照他们的意思 就是得罪他们 这不是高高在上惯了 是什么 还以为现在是过去呢 全世界都得围绕着他们家族转 大清早就亡了 叶晓说道 我跟爱心绝罗家族里面的好几个人都打过交道 叶晓兄弟 我不得不承认 你对这个家族的评价是对的 这个家族里面的人都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 那种高傲是刻在骨子里的 张德重说道 几分钟后 金灰回到了茶室 迎着叶晓的目光 金灰一张脸拉得老长道业小友 如你所愿 我们家族愿意拿我们手里持有的一达院线的股份 来跟你结算 听到这话 叶晓心里忍不住激动了起来 有了一达院线的股份 那他以后可就是一达院线的股东了 哪怕只是一个小股东 那对成员传媒今后在娱乐圈的发展 都势必会有着很多的好处 接下来两人就股份的兑换 进行了激烈的谈判 一个小时后 谈判结束 结果出炉 谈判的最终结果 是爱新觉罗家族手里 持有的0.5%的一达院线原石骨 当作1.4亿抵给叶晨 如此 他们就只需要再支付给叶晨1000万的现金 就能将克斯陀罗尼金被带回家族了 现在都快晚上10点 已经这磨碗了 这股份的转让 自然的明天再进行了 约定好明天见面的时间的点后 金辉便顶着一张臭脸 直接离开了 叶小兄弟 那老头子我也回去了 张德重说道 等等张老 这个给你 感谢你替我组织了这场拍卖局 叶晨说着将提前准备好的一个红包 拿出来朝张德重递了过去 人家身为故宫博物馆的专家 为了这场私人兴致的小拍卖局 替他忙前忙后的 虽说是看在了王思聪的面子上 但是他也不能没有一点表示 让人家白忙活 结果红包开启 张德重发现 里面放的不是现金 而是一张银行卡 这时叶晨的声音 适时响起 张老 密码是六个一 谢谢叶小兄弟了 张德重没有矫情 直接收下了 接下来 两人一起走出茶室 来到了仙宇茶楼的外面 张德重开车离开后 就在叶晨怀里 抱着方木箱子 准备打车回酒店的时候 忽然一道声音响起 弟弟这边 是苏妹的声音 寻声望去 叶晨看到了苏妹 正坐在一辆红色 兵力的驾驶座上 对着自己招手 叶晨走了过去 上车吧弟弟 姐姐送你回去 苏妹笑道 就这样 叶晨拉开车门 坐上了兵力的副驾驶 弟弟 怎么这件 科斯陀罗 尼金贝还在啊 苏妹看了一眼 叶晨怀里的方木箱子 忍不住差一道 是这样的苏姐 接下来叶晨将事情的经过 跟苏妹说了一遍 爱心觉罗家族 为了这件 科斯陀罗尼金贝 竟然答应 你拿一达院线的股份 来跟你结算 弟弟 这一次 你可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确实是捡了一个便宜 叶晨笑道 此次帝都一行 虽然曲折波澜 但这次的收获 却远超他之前心里的预期 弟弟 姐姐现在 有些担心不甘心的 爱心觉罗家族惠体走险 打你手里的 科斯陀罗尼金贝的主意 要不你别回酒店了 到姐姐家住一晚上吧 开车的苏妹 倾起红唇 忽然这般说道 苏姐 我住在酒店里 他们不至于胆子这磨大吧 叶晨说道 弟弟 所谓利益动人心 不得不防啊 苏妹说道 还有弟弟 资本圈里的阴暗 有些是现在的你 根本无法想象得到的 听到苏妹的话 叶晨想了想后点头道好吧 那就打扰苏姐一晚上了 虽然她现在 对自身的实力有信心 但所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她还是不能过于自信乐观了 再说了 君子不利于危强之下 苏妹笑盈盈地 偏头看了叶晨一眼 弟弟 你这话说的 很容易让姐姐我想入非非哦 叶晨一开始愣了一下 但很快叶晨就反应了过来 苏姐 你好好开车 别超速 弟弟 你看马表 才六十马呢 姐姐开车最稳了 从不超速的 苏妹说完 还对着叶晨眨了眨眼睛 叶晨 这个苏妹老司机啊 接下来 叶晨掏出手机 给城兵员打了电话过去 叶晨在电话里 将晚上拍卖局上发生的事情 以及他打算去苏妹家里 借宿一晚上的事情 都跟城兵员说了一遍 其实叶晨 也是在征询城兵员的意见 如果城兵员不想 他到苏妹家借宿的话 那他就不去 老公 为了安全着想 你去吧 我相信你 听完叶晨的话 城兵员说道 嗯 接下来两人 包起了电话粥 当叶晨挂掉电话后 苏妹已经开着兵力欧路 驶入了范月万国府 还跟媳妇报道一声 征询媳妇的意见 弟弟 你可真是一个好男啊 苏妹笑道 另一边 张德崇开车途经 自家小区外面的一家银行门前 把车靠边停了下来 挂空档 按了一下电子手杀后 张德崇便下 车镜自走到了ATM机的面前 逃出放在口袋里的红包 张德崇把里面的银行卡拿了出来 插进了银行ATM机的插卡口 接下来 张德崇输入密码六个一 点选查询余额 但看到这张银行卡的余额显示为 整整一百万的时候 张德崇瞳孔一缩 这一刻 张德崇的心跳都变快了 他实在没有想到 这张银行卡里面竟然有一百万 把银行卡退出收起来后 张德崇拿出自己的手机 开启最近通话 将一个号码 新增到了手机通讯录中 并新增备注名位夜沉 弟弟 你今晚就住在这间侧卧 怎么样 苏妹指的这间侧卧 就在主卧的隔壁 也是除主卧之外 最大的一间卧室了 夜沉点点头 好的 就这样 夜沉走了进去 不一会儿 传来了敲门声 夜沉走过去开门 弟弟 这是我以前 买给我老公的睡衣 不过我老公一次 多么穿过 我感觉你们的身高体型差不多 你等会洗完澡 就穿着他睡觉吧 站在门外的苏妹 说话实将手上的一套黑色睡衣 递给了夜沉 好 行 那弟弟你洗完澡早点睡吧 晚安 晚安苏姐 把门关上后 夜沉就直接拿着 睡衣来到卧室的 卫生间里 冲了个澡 等夜沉冲完澡 来到床上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就在夜沉准备给手机充电 然后就睡觉的时候 夜沉发现在他刚刚冲凉时 程冰员给他发了一条微信讯息 是一个发呆的表情包 夜沉打字到还没睡 结果不到三秒钟 程冰员就发了视讯通话过来 夜沉点选接听 老公 你刚刚钱妈去了呀 影片一接通 程冰员就问道 洗澡去了 我说程老师 你这是茶岗啊 夜沉笑道 才没有呢 我就是单纯地睡不着 程冰员撇撇嘴说道 咦 老公 你身上这套黑色睡衣 新买的 不是 夜沉摇头说道是苏姐老公的 啊 她老公不是去世了吗 你怎么穿死人的衣服啊 苏姐说 这套睡衣是新的 她老公生前莫穿过 好吧 老婆 明天我回不去了 要到后天才能回 夜沉说道 这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知道 为了夜沉同学 算上明天 你可就欠我三次了呢 影片里的程冰员 笑宜宁地说道 文言 夜沉好笑道你这几个事清楚 放心吧 老婆 你老公我不会赖账的 就在这时 有电话打了进来 老婆 王思聪打电话来了 我先接他的电话 嗯嗯 就这样 夜沉接通了王思聪的电话 不好意思啊夜沉 酒吧里太吵了 我刚刚才看到 你发给我的资讯 这次真的太爽了 不仅把那个金灰器的半死 还将爱新觉罗家族 从我一达院县的股东名单里 清除了出去 真的爽的牙皮啊 对了夜沉 为了安全起限 我现在派几个保镖到酒店 去保护你 不用了王少 我现在不在酒店 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夜沉说道 很安全的地方 哪儿啊 王思聪好奇道 嗯 我在苏姐家里 夜沉说道 苏姐 卧草 不会是苏妹吧 是的 好小子 夜沉你悠着点啊 那个苏妹 可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连我轻易都不敢招惹她 王少 我和苏姐之间是清白的 你别瞎想啊 嗯 我信你 我真的信你 跟王思聪打完电话后 夜沉便关灯睡觉 就在夜沉快要睡着的时候 夜沉 放在床头柜子上 正在充电的手机 忽然间震动了起来 夜沉瞬间被吵醒了 拿起手机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夜沉按下了接听键 夜沉哥 你现在在那个苏妹家里 电话里传来了周家的声音 是的 夜沉说道 苏妹现在在你旁边 周家试探性地问道 说什么呢 夜沉美好气道 真的 夜沉哥 你可不能对不起嫂子呀 我来苏姐家借苏一宿 我老婆知道的 听到这话 手机里头的周家 有些瞠目结舌 我去 程老师心振魔大的吗 行了周家 我要睡觉了 挂了呀 等等夜沉哥 你哪天回魔都呀 后天吧 后天 那到时候 我们一起回呗 好 第二天早上 夜沉准时六点起床 走出卧室图经客厅时 忽然苏妹的声音 从阳台处传了过来 弟弟 你是要出去晨跑吗 夜沉点点头 是的 此时苏妹正在阳台的 一个跑步机上面跑着步 她穿着一套运动 仅身于家服 额前戴着 一根蓝色发带 夜沉看了一眼 便把视线移开了 有些谎言 弟弟 现在外面正在下雨呢 你别出去啊 我还有五分钟就跑完了 到时候 你在跑步机上跑就是了 苏妹说道 闻言 夜沉看了看外面 发现外面的却在下注雨 于是夜沉说了一句好的 五分钟后 苏妹从跑步机上走了下来 好了弟弟 你来跑吧 嗯 就这样夜沉 来到了跑步机上 设定好速度后 夜沉便跑起了步 而苏妹则朝夜沉 昨晚睡的那间侧卧走去 准备把夜沉 昨晚穿的那套睡衣拿出来写 进入侧卧室 苏妹一眼就看到了 夜沉把换下来的睡衣叠好 放在了床上 苏妹镜子走过去 拿起那套黑色睡衣 就在苏妹准备出去的时候 苏妹鬼使神拆的低头 纹了纹手上的黑色睡衣 只一下子 苏妹的脸就红了 但下一秒 苏妹就迅速恢复过来 拿着睡衣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 跑了半个小时的步后 夜沉便从跑步机上走了下来 苏姐 我先回酒店了 吃完早餐再走啊 姐姐都已经在做早点了呢 苏妹的声音从厨房里传了出来 好吧 趁着苏妹做早餐的功夫 一身汗的夜沉 回到侧卧的卫生间里 冲了个澡 闻了闻自己的衣服有点嗖味 夜沉忍不住皱了皱眉 等下吃完 早点地赶紧回酒店 换一身干净的衣裳 出来时苏妹已经做好早点 正在餐厅里坐着等夜沉了 看到夜沉从房间里出来了 苏妹便笑着招呼到弟弟 快来吃吧 就这样 夜沉来到餐厅 坐到了苏妹的对面 三明治 水煮蛋 牛奶 煎牛排 这就是两人的早餐 对了弟弟 你今天不是要和爱新觉罗家族 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吗 那你律师找好了吗 吃着早餐的苏妹忽然说道 还没 等下吃完早餐 我就准备去一趟律所 听到夜沉的话 苏妹笑了笑弟弟 别去律所了 等会姐姐把我的御用律师借给你用一下 行 那谢谢苏姐了 弟弟 你跑完步 身上衣服都有味了 等一下你把它换下来 姐姐给你洗一下烘干 然后你穿上再回去吧 苏妹说道 苏姐 不麻烦你了 等一下我回酒店 自己洗一下就行了 这有啥麻烦的 反正都是洗衣机洗 不过弟弟 要是怕洗衣机洗不干净的话 那姐姐可以帮你少洗哦 苏妹笑道 不用了不用了 我还是回去自己洗吧 夜沉说道 咋的 怕姐姐趁机占你便宜啊 苏妹笑盈盈地望着夜沉道 苏姐 你能正经一点吗 夜沉美好气道 行 那咱们就聊点正经的东西 苏妹说道 弟弟 你手上不是有一家影视公司吗 那你以后要是拍影视剧 需要投资的话 欢迎随时来找姐姐 姐姐最近对投资影视剧 还挺感兴趣的呢 就上个月 我才投资了一部 名字叫欢乐颂的电视剧呢 行苏姐 到时候 我要是真的 缺投资的话 肯定会找你的 夜沉说道 七点四十几分 吃完早点的夜沉 离开了苏妹家 八点不到 夜沉便回到了酒店 一回到房间 夜沉便赶紧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穿 叮铃铃 十点多点 正坐在酒店房间沙发上 捧着手机 玩着斗地主的夜沉 听到门铃声响起后 便拿着手机起身走过去开门 透过猫眼 夜沉看到门外站着的 是一个鼻梁上 架着一副黑矿眼镜 看起来年龄在三十多岁 穿着一身黑色职业女装的女子 已然猜出女子身份的夜沉 把门开启 看到夜沉的第一眼 女子眼中赏过一道惊艳之色 天哪 好帅的男子 你是 现女子只盯着自己看 也不说话 夜沉便主动开口道 听到夜沉的声音 女子如梦初醒 紧接着女子的脸蛋微微泛红 刚刚真是失态了 定了定心神后 女子笑着开口道 您好 请问您是夜沉夜先生吗 见夜沉点头 女子连忙恭敬自我介绍了起来 夜先生您好 我叫夏竹 是苏总叫我过来的 原来是夏律师 快请进 就这样 夏竹跟着夜沉走进了房间 魔都 邱老师在线 林小雪零号姐弟俩 将一个中年妇女送到了楼下 直至目送中年妇女开车走远后 姐弟俩这才返回上楼 这个中年妇女的名字叫邱兰 对方是魔都电影学院的 一名教表演的老师 在张艺谋工作室的安排下 现在这位邱老师是林小雪的表演老师 林小雪从地都回来的这两天里 每天都要上两个小时的私教表演课 莫办法 她不是课班出身 没有什么表演功底 为了自己以后的演艺道路考虑 她现在必须配合张艺谋工作室的安排 恶补表演基础理论 以及表演的各种技巧 以此提高自己的演技 林浩是过来蹭课的 姐 你这次去魔都 遇到了叶晨吧 上楼的时候 林浩忽然如是说道 文言 林小雪先是一愣 随后反应过来到张一南告诉你的吧 嗯 林浩摇头笑道 为了一个十几万的破家杀 而得罪金圈太子吕霄 说得好听点 这叫不畏强权 说得不好听 这就是典型的眉长脑子 就她这种冲动的性格 是永远不可能成为资本的 看看那些资本家们 哪一个不是拥有理智的头脑 不是逐力而行 不是城府极深的笑面虎 再看看叶晨 她的形势 完全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 而不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 叶晨的性格太刚了 殊不知刚过一蛇呀 唉 听完自己弟弟的话 林小雪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情绪有些低落地说到 她心里对我 还是有着怨气 那天 如果我没有打电话给她 我想她最后会把那件袈裟卖给吕霄的 我打电话给她 反而对她形成了一种刺激 起到了反效果 姐 这个我懂 叶晨就是自尊心作祟 姐你越劝她把袈裟卖给吕霄 她就越不卖 这件事归根结底 还是叶晨的个人情绪化太严重了 她没有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 一个连自我情绪都管理不好的人 以后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这要是换作是我 我不会把那件袈裟卖给吕霄 我会直接把它送给吕霄 如果能借此机会搭上金圈 那就是血传 奈何那个叶晨就看不透这一点 林浩探到 一个大好的机遇就摆在叶晨的面前 结果这个叶晨不仅没有抓住这个机遇 反而还凭白给自己竖了一个大敌 真是一个人才 说话间 两人开门回到了房子里 行了林浩 不说叶晨了 之前听你说 奶奶她找了一个发传单的兼职 这大热天的 她身体吃得消 林小雪问道 就在一些大商场内发传单 晒不到太阳 末世的 奶奶还挺高兴的呢 说这大夏天的 不仅能免费蹭商场的空调 还有钱拿 林浩笑道 就在这时 林小雪手机忽然响了一声 林小雪开起手机一看 是她的扣扣邮箱 收到了一封新邮件 发见人是张一南 开启邮件后 林小雪眼睛一亮 剧本 剧本 什么剧本啊 坐在旁边的林浩 本想刷刷微博 但从自己姐姐嘴里 听到剧本一词后 其注意力 顿时就不在微博上面了 张一南给我发了一个剧本过来 林小雪说话时 点选下载档案 恭喜啊姐 这肯定是有新剧要等着你出演 林浩说道 就在下载完成 林小雪准备点开看剧本的时候 张一南的电话打了进来 林小姐 刚刚我发了一个 剧本到你的邮箱 你收到了吗 电话刚接通 就传来了张一南的声音 嗯 收到了 刚下载好 我正准备看 林小雪回到 林小姐 我大概跟你说一下 这部剧是山影出品 导演是孔盛 山影这两年拍的剧 市场反响都很好 这次给你的那个角色 本来演员都已经定下来了 最后是我们张一谋工作室 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这个角色抢下来了 所以小雪 这部剧 你一定要好好演 你要是把这部剧演好了 那你很有可能一泡红 听到张一南的话 林小雪心里一热 好的小张道 我一定会努力的 对了小雪 这个角色 由于是我们临时抢过来的 而她在半个月之后 就要正式开拍了 所以留给你的时间特别的紧 在接下来的这十来天里 你一定要认真研究剧本 揣摩角色 还有在表演方面 你要多多请教丘兰 张一南叮嘱道 嗯嗯 我知道 行 那你赶紧看剧本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两人的通话到此告一段落 一直在树尔旁听的林浩 此时一脸羡慕地 看着自己姐姐林小雪 姐 弟弟这次 我是真的羡慕了 山影最近出品的几部电视剧 那可都是有口皆碑的优质剧啊 姐你一出道 就能出演山影的电视剧 这起点之高 直接秒杀圈内 百分之九十九的艺人啊 不愧是得到张艺牟利捧的某女郎啊 还不知道给我的是什么角色呢 万一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配角呢 林小雪说话时 迫不及待地点开了剧本 认真看了起来 林浩也在一旁跟着看了起来 看了末一会儿 林浩就又忍不住羡慕道解 这部剧里面有四个女主角 你就是其中之一啊 目了目了 时间来到十点半 金辉带着一个手拿公文包的西装青年 来到了夜晨的房间外 暗响了门铃 金老 请进 夜晨订的是商务套房 房间里面有一个小型商务洽谈区 两人来到这里相对坐 夏竹临时客串了一把夜晨的密书 给金辉还有金辉带来的西装青年 分别泡了一杯茶 随后便坐在了夜晨的身旁 夜小友 合同我准备好了 你看看吧 金辉话音刚落 坐在一旁的西装青年 连忙开启手里的黑色公文包 从里面取出股全转让协议书 朝夜晨递了过去 夜晨接过合同后 直接把合同交给了身旁的夏竹 认真审阅了一遍之后 夏竹对着夜晨点了一下头 就在夜晨拿起黑色中 性笔准被签合同的时候 金辉开口到夜小友 先让我看一下 科斯陀罗尼金贝吧 好的 夜晨起身将 放在床头柜上的方木箱子 拿了过来 开启箱盖 检查了一遍 确定 科斯陀罗尼金贝 没有任何问题后 金辉说到夜小友 咱们可以签合同了 很快夜晨便在股权转让合约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接着金辉从自己助手手中 接过金城投资的公章 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 盖上了公章印 自此合约正式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书 仪式三份 初让人寿 让人各自持有一份 还有一份 是工商局办理便 更登记事需要的 五分钟后 夜晨收到了一条 手机银行来账简讯 金老 钱我收到了 多了那一千万 现在夜晨银行卡余 额变成了一亿八千两百八十三万多一点 行 那我就先走了 金辉起身道 旁边的助理健壮 抱着装有 克斯陀罗尼金贝的方木箱子 也起身站了起来 尽管老祖宗的 克斯陀罗尼金贝 拿到手了 但金辉却怎么 也无法高兴起来 实在是这次 他们家族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没了一达院线 百分之零点五的原始谷 无异于是在他们 爱新觉罗家族的身上 弯了一块肉下来 此乃切夫之痛 让他怎能高兴得起来 我送你金老 就这样 叶辰将金辉送出了房间 叶先生您忙 我也走了 带到叶辰返回房间后 穿着一身职业女装的夏主起身说道 那夏律师 我送你 现在已经十一点十三分了 很快就要到中午的饭点了 但叶辰并没有开口留下竹吃饭 主要是中午叶辰已经有约了 要不然 叶辰肯定会请眼前这个夏律师吃顿午餐的 虽说人家是因为苏妹的命令 才来到这里的 但不管怎么说 人家也是帮了他忙的 所以 请人家吃顿饭 也是应该的 只能说不敢巧吧 叶先生请留步 哪能让您送我 夏主有些受宠若惊地说道 眼前这个年轻的叶先生 现在可是一达院县的股东 虽说是个小股东 但对他来说 却也是个大人物了 再说了 对方跟苏总还有关系 具体什么关系 他虽然不清楚 但想来绝对不一般 要不然 苏总今天也不会派他来这里了 要知道 他的身份 不仅是千番投资的法务部主管 同时还是苏总的秘书 他跟苏总三年多了 这还是苏总第一次因为个人私事 而派他出来呢 这足以证明 眼前这个叶晨 在他们苏总心中的分量了 夏律师 其实我正好也要出门 叶晨笑着说道 要不是中午时再是有事情 那我肯定会请夏律师吃个午餐的 叶先生 您要去呢 我开车送您过去吧 夏主说道 行 那就麻烦夏律师了 叶先生 您真的太客气了 酒店外 夏主拉开了一辆红色奥迪A6主 驾驶一侧的后排车门 对着叶晨公声道夜先生 您请上车 说了一声谢谢 叶晨便坐了进去 当夏主开着奥迪A6 从酒店门前离开会入道主干道上时 叶晨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叶晨掏出手机一看 来电显示周家 叶晨哥 晚上一起出来吃顿饭呗 电话接通后 周家笑嘻嘻的声音传了出来 干嘛 周家有小情绪了 不是叶晨哥 我请你吃饭 难道还要给理由吗 叶晨文言笑了笑 行吧 有免费的饭蹭 不蹭白不蹭 彼时王宝强乘坐计程车 来到了长安街 下车后 于长安街步行五分钟 王宝强进入了一个胡同口 在这条胡同里走了一会儿后 王宝强忍不住吐槽到 叶晨选的饭店 选 还真不好找 忽然前面一行人 引起了王宝强的注意 那是 吕霄吕倒 他在帝都影视城 混迹了两年多 期间陷到过好几次吕霄 去年他还在吕霄的剧组里面 当过一回群演呢 认出吕霄后 王宝强连忙加快脚步 朝前小跑而去 最后王宝强 来到吕霄的前面停了下来 吕 吕倒 你好你好 面对王宝强的问号 吕霄面无表情 你是 吕倒 我是一名演员 我之前还在你的剧组里演 演过戏呢 看着眼前这个笑起来 跟个傻子一样的精瘦青年 吕霄略微有些不耐烦 哦 那你有什么事吗 在他的剧组里演过戏 可他没有一点印象 那十之八九 就是一个小群演了 吕倒 上次我在你的剧组里 饰演的是一个傻子 没有机会展现我的功夫 其实我是会真功夫的 你看 说完王宝强 便直接在有些狭窄的胡同里 打起了螳螂拳 一套拳打完后 王宝强伸手挠着头发 对着吕霄憨笑到吕倒 我 我功夫不错吧 嗯 挺好的 吕霄随便敷衍了一句 但王宝强却 没有听出吕霄言语中的敷衍之意 还以为吕霄是 真的在夸赞他功夫好 这让王宝强非常的开心 吕倒 这是我 我的名片 你以后要是拍动作片的话 可以找我 我价格便宜 吃苦耐劳 好用 说话时 王宝强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张 用印纸可简称的长方形纸片 朝吕霄递了过去 纸片上 写有王宝强的名字 以及他的电话号码 字迹还算工整 看到这特殊的名片 吕霄身边的几个 年轻男女 都忍不住乐了 好家伙 你管这叫名片 眼前这个家伙 怕不是真的是一个傻子吧 对方之前在吕霄的剧组里面 演傻子 恐怕是本色出演呢 吕霄伸手 接下了王宝强递过来的纸片 笑道行 有合适的角色 我会联络你的 文言 王宝强高兴之余 连忙出声感谢道 谢谢吕倒 谢谢吕倒 就这样 吕霄等人继续朝胡同里面走去 王宝强则站在原地傻乐着 吕倒这人真不错 这两年里 他遇到导演 都会上前推销自己 但绝大多数时候 他根本走不到那些导演的面前 就被导演身边的助手们给拦下来 有时候侥幸来到那些导演的面前 那些导演对他都一脸的不耐烦 他递名片 人家根本就不接 吕霄身位金圈太子 身份尊贵 去年转行 做导演也很成功 现在在导演这一横 混得是风生谁起的 这摸大一个人物 面对他的自我推销 不仅有耐性 还接下了他的名片呢 吕霄这人是真不错啊 傻了了好一会儿 王宝强才想起 他是过来吃饭的 于是重新上路 朝着胡同深处走去 走了大概五分钟 王宝强停了下来 抬头看了看眼前的门头 城府宴 就是这里了 终于找到了 接下来王宝强便推门抬脚走了进去 一进去看着里面的一切 王宝强不由得愣住了 这竟然是一座四合院 在帝都 能在四合院里开饭店的 那绝对不是一般的饭店啊 在这里吃饭 肯定老贵的 这时 一个身穿旗袍的女服务员 面带微笑地 朝王宝强走了过来 您好先生 请问你有预约吗 啊 我 我是过来赴约的 王宝强回过神来后联盟说道 先生 那请问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女服务生继续面带笑容的问道 我兄弟叫叶晨 原来是叶先生的朋友 先生 您跟我来 我带您去叶先生的包厢 好的 还不知道先生贵姓 我姓王 原来是王先生 就这样 王宝强跟着旗袍女服务生 朝着这间四合院 左边的一间厢房走去 途径一个垃圾桶旁边的时候 王宝强忽然停了下来 本来一直笑呵呵的王宝强 这一刻 其脸上的笑容 渐渐地凝固住了 因为他看到了刚刚他给吕霄的那张名片 现在就安静地躺在面前的这个垃圾桶里面 王先生 您怎么了 在前面引路的旗袍女服务生键 王宝强突然停了下来 盯着一个垃圾桶看 当即有些好奇地问道 莫 莫是 我们继续走吧 回过神来的王宝强 迅速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 再次露出了他那憨厚淳朴的笑容 哦 身穿青花旗袍的女服务生 见状也没有多问什么 继续在前面引路 很快 旗袍女服务生带着王宝强 来到了一间装修雅致的厢房 王先生 叶先生还莫道 您先稍坐一会儿 好的 漆了一壶茶给王宝强倒了一杯后 旗袍女服务生便离开了这间厢房 三分钟不到 叶辰抵达城府宴 来到了王宝强所在的厢房 强哥 眼见自己进来 王宝强还坐在那里发着呆 一副丝毫没有察觉到他进来的样子 叶辰忍不住出声道 叶辰的声音将王宝强的思绪 重新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叶辰 你来了呀 强哥 你刚刚在想事魔想的那魔入神 叶辰说话时 来到王宝强的对面 把椅子往后拉了一步的距离 随后便坐了下来 我刚刚想家了 我想我爸 想我妈 想我哥哥 想我姐姐了 王宝强情绪有些低落地说道 他来地都打拼两年多了 但如今也只能勉强养活自己 甚至有时候墨钱吃饭 还要靠家里接济 想家了 那就常回家看看 听口音 叶辰知道 王宝强不是地都人 回家一趟来回 车费就要小一千 哪能经常回家呢 对了叶辰 你 你怎么挑这个地方吃饭 这里吃饭肯定很贵的 王宝强说道 我第一次来地都 听说这城府宴 是帝都四大高阶四房菜之一 于是就想着过来品尝一下 叶辰笑着说道 城府宴是做国宴的 被称之位 是除了钓鱼台国宾馆之外 体验国宴的最好去处 叶辰还没有品尝过国宴呢 现在来到帝都有机会 自然是不会错过了 城府宴跟一般的饭店不同 他是不接受顾客点餐的 城府宴是按位收费 最低收费标准 是1080元位 其中2000元以上每位的选单 是不对外公开的 叶辰预定的是66666元位 这已经是城府宴 最高标准的国宴了 对了强哥 还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呢 之前在系统的提示中 眼前这个王宝强 可是一棵行走的摇钱树 所以 叶辰现在对王宝强所从事的行业 可是非常好奇的 我是一名演员 王宝强说着说着 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不过 我现在只是一个没有名气的小演员 平时只能接 接一些群演的活 或者给其他有名的演员当提身 听到王宝强的话 叶辰精神一振 这个王宝强 竟然是一名演员 这是令叶辰有些没有想到的 毕竟单看外貌条件 你很难将其和演员这个职业 联络到一块 演员 行走的摇钱树 这岂不是说眼前 这个长相憨厚 笑起来有些傻傻的王宝强 未来会积身一线演员之恋 要不然 对方哪有资格 被称为行走的摇钱树呢 还真是人不可貌相 强哥 就在叶辰准备开口说什么的时候 厢房的门 忽然被人敲响了 请进 叶辰开口道 门开 只见金鸣身穿同款旗袍的女服务 伸双手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 开始给叶辰和王宝强上菜 先是上了五种冷菜 荤素都有 然后上热菜 上汤 最后上甜点 不多时 叶辰和王宝强面前的桌子上 就摆满了大大小小 接近二十几道菜 不过每一道菜的分量都比较少 有多道菜 甚至只有一口的量 先不说味道 这些菜的品香看起来 还是相当可以的 叶先生 王先生 你们慢用 我就在门外候着 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你们直接换我就行了 叶辰点了点头 嗯 好的 就这样 所有女服务生都退出了厢房 强哥 来 我们喝点酒 叶辰说着 起身拿着城府咽自酿的花雕酒 先是给王宝强倒了一杯 然后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强哥 这第一杯酒 我敬你 感谢你昨晚的拔刀相助 叶辰说着端起酒杯 仰头一饮而尽 这是我们习武之人应该做的 不 不算啥事 说完王宝强也端起酒杯 饮尽杯中酒 强哥 来吃菜 这些菜的分量可真手 不过做得很好看 接下来 叶辰和王宝强一边吃一边聊了起来 强哥 你不是说你是演员吗 那你现在背后有公司吗 叶辰将他当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问了出来 没有 王宝强摇头说道 像我这种没有名气的小演员 哪里会有公司想要签我 听到这句话 叶辰心里忍不住乐了 强哥 实不相瞒 我手里就有一家影视公司 闻言 王宝强相当惊讶 我在强哥你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在其他人身上很难看到的特质 真诚 你的这种真诚很具有感染力 所以强哥 我真的觉得你未来不仅能演动作片 还能演其他型别的 总之我感觉你的戏路应该是挺宽的 听完叶辰的这番话 王宝强又露出了他那标志性的憨厚傻傻的笑容 叶辰 你这说的 我都不好意思了 那强哥 你愿意 跟我的成员传媒签约吗 叶辰笑着问道 愿意 王宝强有些感动地说到叶辰 除你之外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吃不了影视圈的这碗饭 甚至我爸我妈 我哥我姐都这么认为 叶辰 你 你是第一个 肯定我在影视圈能走下去的人 哥们 谢谢你 强哥 加入成员传媒 就是你个人演艺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 我相信 你后面的演艺道路会越走越顺 越走越宽的 来 咱们再碰一个 叶辰说着端起了酒杯 碰 碰一个 王宝强也端起了自己的酒杯 两人隔空碰了一下杯 随后仰头一饮而尽 一点半 酒足饭饱的叶辰王宝强 一起从乡房里走了出来 就在两人快要走出城府燕大门的时候 恰好遇到了同样吃完饭准 被离开的吕霄机人 叶辰 吕霄一眼就认出了叶辰 毕竟昨晚的那场私人兴致的小拍卖局 他跟着他爸爸一起参加了 对于在这里撞见了叶辰 吕霄也是相当的惊讶 一看到叶辰 吕霄就忍不住 想起了那件克斯陀罗尼金贝 在昨晚 那件克斯陀罗尼金贝 可是拍出了1.5亿的添加 这个叶辰的运气也太好了 只花了15万 从百利拍卖会上拍到的一件就加杀 最后竟反手卖了1.5亿 这是捡了一个超级大漏啊 在这里遇到吕霄 叶辰同样是有些意外 就之前来成府宴的路上 叶辰接到了帝都某某区某某 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对方在电话里告诉叶辰 警方已经找到了 昨晚针对他的那起抢劫案的幕后指使者 对方的名字好像叫什么庞腾 叶辰已经记不清了 这个案子到此也就算是结案了 不过叶辰并不认为 那个庞腾是幕后指使者 真正的幕后指使者 十之八九 就是眼前这个金圈太子吕霄 不过以吕霄的身份 他要是真想做什么 肯定不会轻易把自己的痕迹给留下来 让警方找到 如果你以为这些富二代 都像小说中描述的那样低能 那样的酒囊饭带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当然也不排除 现实中有那种低能富二代 不过这种的毕竟是少数 眼下 在吕霄的身边 恰恰就有这么一位低能富二代 我说叶辰 你怎么跟这个傻子在一起啊 站在吕霄右手边一个鼻梁上 夹着一副金丝眼镜 看起来挺有书生气息的 这模一个青年 此时却打着酒格 吐着酒气说道 看状态 此人刚刚应该是 喝了不少酒 这话一出 王宝强忍不住握紧了拳头 那人口中的傻子 显然指的就是他 吕霄 你身边的朋友 都是这磨磨教养的吗 叶辰皱眉道 叶辰 你特磨 敢说我磨教养 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的青年 眼睛一瞪 你就在七海想口吐芬芳的时候 吕霄开口阻止到夏云 你给我闭嘴 随后吕霄 看向他身边两人到夏云喝多了 你们先带他出去行行酒去 好的吕霄 就这样 金丝眼镜青年 在两名同伴的搀扶下 先行离开了 不好意思哥们 我朋友夏云喝多了 刚刚言语上多有冒犯 我这边替我朋友跟你赔个不是 吕霄对着王宝强说道 王宝强闻声笑了笑 但笑容看起来这时 有些勉强 莫 莫是 哥们 我记得你的名字好像叫王 宝强 是吧 吕霄笑呵呵地问道 是的 王宝强点了点头 王宝强 你跟叶晨是 朋友 吕霄试探性地问道 对于叶晨和王宝强出现在城府宴 吕霄心中很是费解 王宝强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演员 而叶晨现在 好歹也是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板 昨天晚上 那件克斯陀罗尼金被 更是拍出了一亿五千万的天价 两人身份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那摩问题来了 叶晨为是摩要请一个不入流的小演 原来城府宴 这种高档餐厅吃饭呢 难道这个 看起来跟个傻子一样的王宝强 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 现在叶晨是我的老板了 听到王宝强的回答 与肖像当意外 你签约了成员传媒 不入流的小演员 被影视公司看中签下 这种事情 在娱乐圈并不少见 但叶晨身为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板 亲自请一个不入流的小演员 到高档餐厅吃饭 签下对方 这就很反常了呀 叶晨究竟看中了 这个王宝强身上的哪一点 竟然对对方如此重视 这些念头在吕潇心中一闪而逝 随后只见吕潇笑着 开口到王宝强 你应该和叶总只是初步谈好了 还没有签订正式的合约吧 见到王宝强点头 吕潇继续说到王宝强 你刚刚在外面 那套螳螂拳打得相当不错 有着真功夫在身的动作演员 所以刚刚在饭桌上吃饭时 我还跟我朋友说 我很欣赏你 想要签下你呢 所以王宝强来我的公司吧 我有信心将你打造成一个 新生代功夫明星 说着 吕潇朝叶晨望去 笑道在当下的影视圈 好的动作演员十分难的 所以叶晨 你可不要怪我跟你抢人啊 闻言 叶晨忍不住皱了皱眉 他现在是真的有些担心 面对吕潇丢制来的橄榄枝 王宝强会心动 毕竟人家吕潇可是金圈太子 有着这层身份在 试问哪个演员 不想成为吕潇旗下的艺人呢 难道这棵行走的摇钱树 真的要被吕潇给截胡了 此时吕潇身边的几个同伴 都面面相去地对视了一眼 刚刚在饭桌上 吕潇没有跟他们说过 他欣赏这个王宝强啊 不过寄人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 站出来戳破吕潇的谎言 寄人此时都很诧异 吕潇卫视魔突然想要牵下这个 看起来跟个傻子一样的王宝强 难打吕潇 就是单纯地想要 跟这个叶晨过不去 就在吕潇自觉胜劝在我 脸上挂着淡淡微笑的时候 王宝强接下来的回答 却是让吕潇笑容一致 吕倒 不好意思 我 我已经答应了叶晨 听到王宝强的话 叶晨也是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个王宝强 还是一个挺有信用的人 此时吕潇脸上笑容渐渐凝固 他怎么也没有料到 王宝强竟然会拒绝他丢制的橄榄枝 难道眼前这个王宝强 真的是一个傻子 要不然 在他吕潇和叶晨之间 做个二选一的话 只要有脑子的 都会选择他吕潇的 王宝强 你不再认真考虑一下 不用了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王宝强说到 他是脑子缺根弦 神经有点大条 但这并不代表 他真的就是一个傻子 吕潇要是真的欣赏他的话 那会把他的名片扔麻鸡筒 这个吕潇看起来人挺好的 其实虚伪得很 就是一个伪君子 吕潇 宝强的选择已经很明确了 看来你的魅力 还是没有 我的魅力大 好了 我们先走了 说完叶晨便和王宝强直接离开了 望着两人的背影 吕潇的脸色显得有些难看 他真的想不通 在他跟叶晨之间 王宝强为什么我选择叶晨 而不选择 他这个金圈太子 想不通 他真的想不通啊 你们说说看 那个王宝强 为什么我选择叶晨 而不选择我 想不通的吕潇 最后把这个问题 抛给了自己身边的鸡个同伴 吕潇 这有啥好说的 说明那个王宝强 就是一个纯纯的傻子呗 原以为他只是 长得像傻子 现在看来 这人是真傻啊 估计那个叶晨 请他在城府宴吃了一顿饭 就让他感恩戴德 恨不得把自己的命都给叶晨了 这众人一看 就是在社会底层正扎惯了 严重缺乏外界对他的肯定 在这种时候 一个影视公司的老板 请他吃饭 那还不得受宠若惊死 发誓要效忠那个叶晨啊 对了 吕潇 你为什么突然想要 签下这个傻子呢 有人这般问道 那个叶晨请王宝强 来城府宴吃饭 对王宝强如此看重 这样我觉得 这个王宝强 或许并不像 我们表面上看得那么简单 吕潇说道 吕潇 你把事情看得太复杂了吧 那个王宝强 一看就是从农村里 走出来的农民 笑起来跟个傻子似的 一米六几的身高 长得又黑又丑又土 就他这样的 还当演员 真当演员这碗饭 是谁都能吃的吗 我是真看不懂 那个叶晨 为时磨要签下 这磨一个傻子 或许这个傻子 有恩于叶晨吧 听完自己一个 同伴的这番话 吕潇心里一动 有恩于叶晨 王宝强 回功夫 难道昨晚无意中 破坏了他计划 导致他跟 克斯陀罗尼金贝 失之交臂的 那个会功夫的家伙 就是刚刚那个王宝强 如果真是王宝强的话 那叶晨想要签下王宝强 就能够解释得通吗 就是为了报恩 城府宴外的胡同里 叶晨和王宝强并肩走着 强哥 你刚刚怎么没答应吕潇 毕竟对方 可是号称金圈太子啊 叶晨说道 君子一言 似 似马难追 咱爷们答应的事情 就不能再反悔 再说了 那个吕潇是个伪君子 我生 生平最讨厌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伪君子了 接下来王宝强将吕潇 把他的名片 扔到垃圾桶的事情 跟叶晨说了一遍 强哥 加入陈渊传媒 我相信 你以后不会后悔的 和王宝强分开后 叶晨便坐车直接回酒店了 下午六点半 叶晨打车来到了福井小吃街 这是帝都知名的一条小吃街 拥有各种美食 这个点 街上已经有很多人了 烟火气息十分浓郁 步行了大概六七分钟 叶晨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瘦子烧烤 这是一家露天烧烤大排档 可以看到 这瘦子烧烤的声音很好 因为已经坐无虚席了 叶晨哥 这边这边 就在叶晨搜寻着周家身影的时候 先发现叶晨的周家起身 站了起来 对着叶晨挥手喊道 寻声看到周家后 叶晨便静自走了过去 很快叶晨便来到了周家那一桌 这张桌子上 除了周家 还有两个看着跟周家 差不多大的年轻女子 两个女子都挺漂亮的 其中一个扎着丸子头 身穿一件牛仔热裤的女子 叶晨看着 还觉得有点眼熟 但就是一时想不起来 在哪里陷到过 叶晨哥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大学同学吴倩倩 周家指着坐在她左手边 拥有一头披肩长发的女子 对着叶晨说道 叶晨哥你好 这两年里 家家经常在我面前提及你 今天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你本人比照片还要帅呢 吴倩倩发自肺腑地说道 哪怕没有周家的关系 她对叶晨也是慕名已久了 对方作为魔都大学的校草 在整个魔都大学城 都是风云人物 你好 叶晨笑着回应了一下 随后便坐到了周家的对面 紧接着周家 又为叶晨介绍起 那个扎着丸子头的女子 叶晨哥 你有没有觉得她眼熟呀 叶晨闻声点了点头 是有些眼熟 但一时半会想不起来 你好叶晨哥 我叫杨子 扎着丸子头的女子说话时 对着叶晨露出了一个 十分甜美的微笑 杨子 听到这个名字 叶晨猛地想了起来 她就说 眼前这个女子 她看着怎么有些面熟呢 原来对方是杨子 杨子 我可是从小看着你的戏长大的 叶晨笑着说道 杨子是一名童星 十多年前 因为一部家有儿女 而火遍全国的大街小巷 不过自从家有儿女这部剧之后 杨子倒是没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作品了 最近今年 更是在网上没有一点讯息了 不过很多童星 都跟杨子的经历相似 历经童年爆红之后 就慢慢泯然众人意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几乎所有童星 都是因为可爱的相貌才爆红的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的发育 童年时候 可爱的相貌 慢慢就不复存在了 有的甚至面貌大变 所以 一名童星想长红下去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杨子倒是没有长歪 没过一会儿 三女提前点的烧烤 被服务员端上来了 有麻辣小龙虾 有各种烤串 还有烤鱼 以及一些素菜类的烧烤 叶晨哥 其实 今天请你出来吃烧烤 主要是为了子子 这些年 没有什么背景的子子 在影视圈里 根本拿不到什么资源 所以叶晨哥 以后你的公司要是拍戏的话 如果有什么合适的角色的话 还请你考虑一下我们子子哦 周家话音刚落 坐在其右手边的杨子 便端着自己的一次性纸被站了起来 对着叶晨到叶晨哥 今天都莫喝酒 我就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杨子 别站着 坐下喝吧 眼见杨子不肯坐下 叶晨也拿起纸被站了起来 叶晨哥 你坐呀 你不坐的话 那我也不坐 还有大家都是年轻人 你又是周家的朋友 所以大家在一起 真的不用搞这一套的 叶晨说道 子子 坐吧 我叶晨哥很好的 跟他在一起 没有那么多规矩 献周家都这么说了 杨子便只好坐了下来 然后叶晨也坐了下来 两人以茶代酒 喝了一口 不过好在我们子子运气不错 这次终于接到了一部戏 叶晨哥 子子明天跟我们一起去魔渡 他的新戏 就在我们魔渡拍呢 周家说道 然而接下来杨子的话 却是让周家一论 只限杨子在听到周家的话后 情绪突然低落了下来 家家 我明天不去魔渡了 周家闻声一论 啊 不去魔渡了 为啥呀 子子 吴倩倩也开口到子子 难道是你新戏的拍摄时间 往后推迟了 不是 杨子摇摇头叹道 是我角色被抢了 啊 开拍之际 被抢角色 也太恶心人了吧 吴倩倩说道 这不是欺负人吗 这导演也太过分了吧 周家愤愤不平道 杨子苦涩一笑 莫是 我都早已经习惯了 重拾心情后 杨子脸上的笑容 再次变得明媚了起来 来来来 大家吃烧烤吧 别因为我的事情扫了兴致 家家 叶晨哥 这家烧烤很好吃的 我和倩倩以前上高中的时候 基本上每个月 都要过来吃上一毒 周家拿起一根 烤得金黄油亮的羊肉串 眼睛直冒光 这羊肉串 我看着都快要流口水了 说着周家将手中的羊肉串 一口撸下 好几大块羊肉 将周家两边的腮帮子 都撑得鼓了起来 脸上竟是满足之色 好好吃呀 接下来 四人开启了撸串模式 在撸串撸到一半的时候 成冰元打了影片过来 老公 有没有想我啊 影片一接通 成冰元便隔空洒起了胶 声音甜甜的 腻腻的 程老师 没想到你也会撒娇 咦 周家故意拖着长长的尾调 这时 夜晨切换镜头 笑道老婆 我在外面吃烧烤 啊 手机另一头 当看到周家 还有另外两个 他不认识的女生时 成冰元一张脸顿时就红了 要知道在外面 他可是 素来以清冷形象示人的 然而刚刚他却 休死人了呀 听到夜晨的称呼 吴倩倩和杨子两女 顿时就明白了 影片中女人的身份 你好嫂子 我是佳佳大学同学 我叫吴倩倩 你好倩倩 程冰元对着镜头挥了挥手 这时 夜晨将镜头对向了杨子 我是杨子 嫂子 你真的好漂亮啊 看到影片里 那张精致到没有瑕疵的脸 杨子发自内心地说道 杨 子 你是在家友儿女里扮演小雪的 那个杨子吗 嫂子 还是你眼力好 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呢 听到周家的话 程冰元有些惊喜地说道 还真的是 我上大一那年 我和我的室友们经常一起 在宿舍里 看家友儿女呢 我跟我的室友们 当时都特别喜欢你 没想到杨子 你都尝着魔大了 不过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漂亮 说了一会话后 程冰元便和夜晨挂了影片 对了佳佳 话说当年接友儿女第三部 你怎么没有继续在里面 出演小雪啊 当年小雪换了一个人眼 我看着感觉 没有原来的那种味道了 于是在看了两集之后 就直接气聚了呢 周家一边撸着串 一边说道 听到这话 夜晨也不禁把目光望向了杨子 像他这个年纪 很少有默 看到过家友儿女的 当年 家友儿女 可谓是火遍全国大街小巷 各大电视台都争相转播 那时 他也特别喜欢 看家友儿女 前两部 可谓是岌岌不落 但到了第三部 下雪的扮演者 突然不再是杨子 而是换了一个人 就像刚刚周家说的那般 那味道一下子就变了 跟周家一样 当年他看了几集之后 也选择了契剧 迎着夜晨和周家的目光 杨子说道 当年借友儿女 第三部下雪的扮演者 其实一开始 定的还是我的 开拍之初 我都已经进了剧组 但有天晚上 导演找到我 说一个投资方的女儿 想要下雪的角色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就离开剧组了 说到这里 杨子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 说起来 我这次和当年一样 都是新剧林开拍的时候 结果被人给顶了角色 佳佳 有些内幕 你都不知道 当年借友儿女 第三部上映播放后 下雪换角 不是遭来了很多 观众的吐槽和质疑吗 后面家友儿女的 出品方位了 平息网友们的质疑 挽回第三部的口碑 直接找到子子一家 让子子站出来说 他之所以没有继续 在第三部里 饰演下雪一角 是因为他当时 面临中口 要以学业为重 这才主动辞演了 吴倩倩说道 什么 这帮人也太坏了吧 抢了子子的角色 还要小雪站出来 承认自己是主动辞演的 帮他们公关 子子 我要是你 我当年肯定会 站出来实话实说的 这种委屈 我可受不了 周家说道 文言 杨子露出一个 无奈又无力的苦笑 家家 那些人 我得罪不起的 除非 我放弃演戏的梦想 听到这里 叶辰也真的体会到了 在影视圈 没有背景的艺人的不义 要知道 当年杨子凭借加油儿女 第一部第二部 可是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 甚至夺得了一个 国民女儿的称号 就是这样 当年杨子的角色 不还是说被人抢 就被人得抢了吗 而且 你被人抢了角色 你还不得不站出来 配合那些人做公关 委屈吗 当然委屈了 但就是在委屈你 也得忍着 除非你以后不想再混影视圈了 当年爆红的童星杨子 尚且如此 可见那些没有名气的普通艺人 那不更惨了 说一千到一万 在这个圈子里 还是资本说了算 你在牛逼的艺人 也不过是资本手里 一个赚钱的工具而已 那些人都是谁啊 这魔嚣张 周家愤愤不平地问道 是金圈的 具体是谁 我就不说了 杨子说道 还有这次 临时抢了我新剧角色的 也是金圈的人 杨子脸上写满了不甘 这次新剧的角色 是他透过视镜之后 用表演征服了导演 这才拿到了那个角色 这部戏的制作方 是很有实力的 所以 他对这部剧 是抱有很大期望的 他希望透过这部新剧 重新走进观众的视野中 告诉观众 当年那个杨子 现在又回来了 为了把角色演好 这些天 他一直在研究剧本 揣摩角色的心理 甚至多次请教 他在帝都电影学院的 表演老师 然而 今天早上 他接到孔盛导演 打来的电话 孔导无奈地告诉他 他的角色被人给顶望 对此 他虽然满心失落 但他却不恨孔导 因为他知道 有时候导演的选角 人家导演 并不一定有话语权 对于一部剧 最大的不是导演 而是背后的投资人 不过他就是再不甘心 那又能如何呢 毕竟这重事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了 而且 这种事在他这个圈子里 也是经常发生的 在这个圈子里 作为一个普通艺人 你是不能奢望公平的 你能做的 就是提升自己 努力抓住每一个机会 这附近有卫生间吗 有些尿急的夜晨 对着周家三女问道 夜晨哥 你往前面走 第一个路口左拐 大概三十米远 就有一个公共卫生间 杨子说道 他就住在附近 对这里的地形 他门清得很 那你们先吃着 就这样 夜晨起身 找卫生间方便去了 在夜晨离开后 默一会儿 只现隔壁的隔壁那一桌 有三个染着黄毛的青年 起身朝着周家这一桌走来 美女 就你们三个在吃烧烤啊 一个 挺着一个大皮九肚 长相油腻 手里拿着一盒 椰树椰枝的黄毛 笑眯眯地看着周家三人 一看到这几人 三女 都不禁皱了皱眉 因为眼前这几个黄毛 看他们的眼神色眯眯的 还有 刚刚开口说话的那个胖子 竟然把插管 插在了椰树椰枝外包装上 代言人徐东东身体图案的 某个隐私部位上 在那吸着椰汁 特别的猥琐 我们一个哥哥 刚刚方便去了 等会 就会回来 吴倩倩说道 他这魔说 也是提醒眼前 这三个喝得最熏熏的黄毛 他们是有男性同伴的 你们三不要以为他们好欺负 然而这三个黄毛 却是不以为人 其中那个长了一脸麻子的黄毛 更是笑容猥琐到你们三人 却只有一个哥哥 那也不够啊 不如你们再多人几个哥哥 你们看我们哥仨怎么样 我们哥仨可是最会疼妹妹的 不如你们就任我们 哥仨当哥哥呗 剩下那个头发天然卷的黄毛 这时野色咪咪的 看着周家三女说 倒光吃烧烤不喝酒 那有什么意思 走 三位好妹妹 到哥哥那一桌去 哥哥请你们喝酒去 哥哥那里不仅有酒 还有椰树椰汁呢 你们这三个妹妹 要多喝椰树椰汁啊 这样才能尝得大 挺着一个大皮九度的胖子黄毛 说话时还猛吸了一口 手上的椰树椰汁 脸上露出满足之色 椰汁 我只喝徐东东产的 请你们走开 不要打扰我们 杨子冷着脸说道 让哥哥走 想让哥哥 我走哪里去啊 走到妹妹 你的心里去吗 麻子脸黄毛 飙起了土味情话 将周家三女恶心坏了 我警告你们 你们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可就报警了 周家说道 报警 我的好妹妹 这个玩笑可不心开的 哥哥我对你们 又没有什么恶意 我们只是想请你们 喝个酒而已 头发天然卷的黄毛 笑呵呵的说道 我们不喝 谢谢 现在你们可以离开了吧 吴倩倩说道 不喝 你们这是不给我们 哥仨面子 麻子脸黄毛冷笑道 给你们面子 你们三个也不撒泡尿罩罩 看看你们三个的德性 还想让我们陪你们喝酒 就你们三个这样子 本姑娘多看一眼 都觉得恶心 周家家境优渥 从小到大被家里保护得很好 不知社会险恶的她 面对三个黄毛的不停纠缠 当即忍不住破口大骂了起来 马德 嘴巴这魔毒 老子撕乱你的嘴 在酒精和周家话语的 双重刺激下 麻子脸青年脑子一热 直接抄起手里的啤酒瓶子 朝着周家的脸砸去 一时间周家背下得花容失色 愣在了原地 旁边的杨子反应虽快 但也来不及拉开周家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杨子抬起手臂 护住了周家的面部 最后只听喷的一声 啤酒瓶子重重地 砸在了杨子的手臂之上 这让杨子的脸上 顿时就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啊 然而这时 麻子脸黄毛雀 突然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只见其左手臂 靠近肩膀的地方 插进了一根烧烤铁签子 始作俑者 是一旁的吴倩倩 不过当看到血液 顺着铁签子往外直流时 吴倩倩吓得脸都白了 操 同伴地受伤 鲜红的血液 让局势一下子就失控了 眼看一个啤酒瓶子 马上要落到自己头上时 杨子吓得直接闭上了双眼 但下一秒 杨子就有些疑惑地睁开了眼睛 此时 那个啤酒瓶子 就停在距离他头顶上空五公分处 拿着酒瓶的那黄毛青年的手腕 被一只手抓住了 使其不能一动分毫 叶辰哥 小心 积个呼吸的功夫后 三个黄毛青年 全都躺在了地上 痛苦哀嚎着 比时叶辰血液有些澎湃 系统奖励的格斗术 还是很好用的 刚刚也是他第一次 将之用于实战当中 对付地上的那三个黄毛 简直如同砍瓜切菜般简单 周家三女都看呆了 此时三女望向叶辰的背影 目光中都透露出异样的神色 叶辰刚刚太帅了 那动作之干净利索 就跟拍电影一样 不止三女惊呆了 连附近吃烧烤的一众食客们 此时也都露出了无比惊讶的神色 这却定不是在拍电影 甚至有人还朝四周望去 想要把摄影师找出来 如此就能确定 刚刚的那一幕的 却是在拍电影了 但看了一圈 他们并没有在傅家 找到摄像师的身影 怎么回事 这时 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人 满脸大汗地跑了过来 他就是这瘦子烧烤的老板 今晚生意太好了 刚刚他一直在忙 加上这里事发突然 是以他现在还不知道 刚刚这里具体发生了什么 老板 刚刚这三个家伙骚扰我们 好在我哥及时赶回来 将他们干趴下了 你赶紧报警吧 周家说道 好的好的 老板二话不说 直接掏出手机 就拨打了110 他这里有监控 等会等警察过来了 监控一看 到时候事情的经过就能得到还原了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五分钟不到 民警就赶到了 让叶辰感到有些意外的是 这次赶过来的就是 昨晚他遭遇中 年私积极人抢劫 事后报警的那几个民警 原分那这是 几个民警看到叶辰 剧都是一愣 叶辰 这不是昨晚 那期抢劫未遂案件中 报警的那个人吗 白天才结案呢 现在又见到了 看样子 眼前这个案子 好像和这个叶辰又有关系呢 这不禁让几个民警的心里 都感觉怪怪的 24小时不到 先后卷到两个不同的案件当中 这个叶辰 难道是有什么特殊的体制吗 警察同志 好巧啊 莫想到我们这模块就见面了 叶辰笑道 得确实太巧了啊 不是叶辰 这什么情况啊 看到叶辰和几个民警 有说有笑的场景 周家不禁心生好奇 什么情况啊 叶辰哥怎么会和这几个警察认识 调查了监控 了解了具体情况后 几个民警再次望向叶辰时 眼神明显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 好家伙 这个叶辰是个隐藏的高手啊 监控画面中 其出手时动作的干净利索 让他们都叹为观止 这是真正的恋家子啊 如此看来 昨晚要是没有那个王宝强的建议有味 单凭昨晚那几个家伙 要想对这个叶辰实施抢劫 最后的结果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有监控影片在 这起案件的案情就十分明了了 三个黄毛青年酒后寻衅滋事 叶辰一方属于正当防卫 现场做了一个笔录后 挑逝的三个小黄毛就被警察直接带走了 子子 你的手都肿了 我们赶紧去医院吧 杨子的左手小臂 在刚刚替周家挨了一批酒瓶之后 现在明显的红肿了起来 明天再去医院吧 我和杨老师约好晚上八点去他家的 现在都七点多了 这要是去医院的话 那我八点肯定就赶不到杨老师家了 杨子强忍着手臂的疼痛 看了一眼时间后 如是说道 子子 你角色不是已经被人给顶了吗 再去杨老师家也没识默意了 吴倩倩知道自己这个高中同学 兼好闺蜜这几天去自己老师家 是为了跟自己老师请教新系角色的塑造 倩倩 话不能这么说 虽然我新系角色被顶了 但能跟杨老师请教学习的机会 依旧很宝贵啊 听到杨子的这句话 叶成看向杨子的目光 不禁有些变化了 看来这个杨子 是真的十分热爱演员这个行业 子子 身体最重要 我先送你去医院 至于跟你老师学习表演 那也不在乎今天这一晚上 周家说道 家家 我手臂就是有点肿 莫是的 就是去医院 也就那么一回事 你放心 明天一早 我就去医院处理一下 杨子还是要坚持 要去自己老师家里 最后 吴倩倩想到了一个折中的法子 这样吧 子子 附近就有一家私人诊所 我们先带你去那家私人诊所看看 确定你手臂骨头有没有受损 如果骨头漠视的话 我们就让你 去你老师家里 这样总行吧 去诊所看一下 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的 好吧 杨子点头同意了 就这样 四人步行离开了府井小吃街 杨子的车子 就停在小吃街外面的露天停车位上 杨子 我来开车吧 好 那麻烦叶诚哥了 杨子的坐驾是一辆红色宝马 mini 开着这辆宝马 mini 不到三分钟 就抵达了吴倩倩口中的那家私人诊所 此时诊所里没有其他看病的人 所以 杨子第一时间得到了诊所医生的接诊 叶诚坐在椅子上等着 忽然叶诚想起来 他今天还没有签到呢 如此重要的事情 竟然都忘记了 实属不应该啊 于是叶诚赶紧在心里默念了一声签到 叮 签到成功 叮 恭喜宿主处发签到随机奖励 获得中医推拿精通 一瞬间 叶诚的脑海里 凭空多出了海量的有关中医 推拿方面的知识 并自动融会贯通 这些知识的出现并 没有让叶诚有突兀感 因为感觉 就像是这些知识 都是透过他自己的努力学习才得来的 这个技能还是挺实用的 他老妈有轻微的颈椎 现在他精通了中医推拿 以后回家 就能替他老妈治疗颈椎了 要知道 推拿可就是中医特色疗法之一 透过中医推拿 可以大大缓解骨科疾病 科疾病外科疾病 以及内科疾病 对病人带来的痛楚感 有些症状轻的 甚至能直接就治疗好 所以 对今天千道得到的这个中医 推拿技能 叶诚还是挺满意的 十分钟不到 四人便从诊所里走了出来 经过诊所医生的检查 杨子左手臂骨头漠视 对于手臂红肿的部位 医生刚刚用冰块冷敷 简单地处理了一下 此此 你现在也开不了车了 我开车送你去你老师家吧 然后等你学习完了 我再送你回家 吴倩倩说道 嗯嗯 杨子点了点头 没有逞强 他骨头虽然漠视 但左臂红肿的部位 现在依旧很痛 根本扶不住方向盘 叶诚哥 我这两天都是住在倩倩家的 你呢 是现在回酒店 还是跟我们 一起到子子的老师家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吧 正好让你见识见识 我们子子的演技水平 周家说道 叶诚文声稍微想了想 便点头答应道 好吧 接下来的车子 换吴倩倩来开 吴倩倩 作为土生土长的地兜人 对地兜的路段 可要比叶诚熟悉得多 周家和杨子坐进了后排 叶诚本想坐到副驾驶的 但最后 叶诚也坐进了后排 车子出发没走多远 叶诚忽然对着杨子 开口说到杨子 我学过一些中医推拿的手法 能疏通经络 行器活血 要不我给你推拿一下 应该能让你红肿部位 更快消肿的 刚刚迁到 才获得技能中医推拿精通 眼前的杨子 不正好可以当他的小白鼠 让他检验一下 系统奖励的中医推拿的效果 究竟如何 叶诚哥 你还会中医推拿 周家不可思议地看着叶诚 如果不是清楚叶诚的未人 他都要怀疑 叶诚是在打着推拿的幌子 想要占杨子的便宜了 叶诚含笑点了点头 嗯 会一点 现状 杨子开口到叶诚哥 那麻烦你了 我尽力吧 我也不确定 我的推拿就一定能有效果 接下来 叶诚和周家换了座位 叶诚坐到了后排中间的位置上 杨子侧身面对叶诚坐着 把左手放在了自己的大腿上面 就这样叶诚给杨子红肿的左手臂 做起了推拿 才开始推拿 杨子的眉毛就皱了起来 他忍不住张嘴 咬住了自己的下嘴唇 前面疼痛感比较强烈 杨子 你先忍一忍 叶诚双手握着杨子的左手臂 一边坐着推拿 一边出声说道 嗯嗯 我忍得住的 一旁的周家看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我爸腰椎不好 每个礼拜 都会有一个老中医上 我家来 我爸推拿腰椎 叶诚哥 我看你这推拿手法很专业啊 叶诚哥 你怎么连中医推拿都会啊 周家嘖嘖称奇 要知道 叶诚可不是医学生 一个非医学生 还是年轻人 竟然对中医推拿感兴趣 还自学成才 这实在是太少见了 叶诚笑了笑 记多不压身吗 叶诚哥 你是真的将啊 周家对叶诚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看向叶诚的眼神中 带着明显的崇拜之色 说起来 他也只比叶诚小两岁 但在叶诚面前 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废物 因为他除了吃 好像其他的啥都不会 呀呀 扎新鸟 推拿了一分钟之后 杨子那本来皱起的眉毛 慢慢舒展地开来 现在疼痛感减轻了很多 子子 是不是不那么痛啊 看到杨子的状态变化 周家开口关心道 嗯嗯 好多了 杨子点点头笑道 又推拿了几分钟后 杨子几乎感受不到痛感了 他现在只感觉 左手臂在叶诚的推拿之下 慢慢变得热乎乎了起来 同时还有众痒痒的感觉 很舒服 这感觉不到痛了 杨子心里就不禁泛起了异样的情愫 尝着磨大 他的手臂 还是第一次被一名异性给摸了这磨脚呢 呸呸呸 不是摸 是推拿 推拿 看到叶诚全神贯注的样子 杨子第一次觉得男人认真的样子 真的很帅很帅 恰在这时 叶诚抬头望向杨子 两人视线交会时 杨子像一个受了惊的小兔子一样 又像是一名正在偷东西的小偷 被突然回家的主人给发现了 一瞬间 慌乱的杨子赶紧把视线移开 此时可以看到 杨子的一张脸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 杨子 现在感觉怎么样 注意力全部放在推拿上面的 叶诚并未发现杨子的异样 好 好多了 现在一点都不痛了 不过杨子不愧 是一名打小就演戏的专业演员 只用了一秒钟 就把自己刚刚的囧态给演示了过去 都消肿了一眼 天哪 这也太神奇了吧 一直盯着杨子左手臂 看得周家此刻无比的惊讶 闻言 杨子也朝自己的左手臂望去 结果发现 真的消肿了 只是还有点红 但却一点痛感都没有了 这让杨子看得 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 真的消肿了 叶诚哥 你也太厉害了吧 消肿了就好 叶诚笑道 看来系统奖励的中医推拿技能 还是挺好用的 不错不错 此时就连在前面开车的吴倩倩 都忍不住崇拜地说道 不是医学生 却会中医推拿 叶诚哥 你真是一个宝藏男孩 我以后一定要找一个会中医推拿的男朋友 这样以后每天晚上都能给我做按摩了 不仅舒服 还能养生呢 周家一脸认真的说道 叶诚听到后有些无语 推拿是中医特效疗法之一 不是给人按摩的 会中医推拿的 那肯定也非常精通按摩啊 叶诚哥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周家眨巴着一双大眼睛 对着叶诚问道 叶诚 好吗 周家这么说 倒也没错 作为一名中医推拿高手 那对人体各个学位都是非常清楚的 如此情况下 要是给人按摩的话 那效果自然不言而喻了 叶诚哥 你是不是每天晚上都给程老师按摩身体啊 周家笑眯眯的看着叶诚问道 并没有 叶诚说道 叶诚哥 你有这项手艺 却不给程老师按摩 简直是抱殿天物啊 周家说道我要是嫂子 我天天让你给我按摩 周家 听你这魔医说 我觉得我的却应该把我这项手艺给利用好 叶诚若有所思地笑了笑 叶诚哥 要不你现在给我安安 我看看舒不舒服 周家笑眯眯 有些期待地看着叶诚道 想啥好事呢 哼 小气鬼 不多时 吴倩倩开车驶入了一个住宅区 杨子在帝都电影学院的表演老师杨静慧就住在这里 7点56分 一行四人来到了杨静慧家门外 杨子伸手按响了门铃 很快门便被开启了 给几人开门的是一个满头银丝 气质典雅的中年妇人 她就是杨静慧 子子 你来了呀 杨老师 这几个都是我朋友 他们想在旁边观看 你给我上的表演课 这个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你们都进来吧 就这样 四人走了进去 8点10分 表演课正式开始 当这一节表演课进行到尾声的时候 叶晨心里对杨子的评价又变高了 因为杨子的演技缘比他想象中的要好 而且要好上不少 讲老实话 叶晨一开始对杨子的演技 其实并没有抱多大的期待的 毕竟对方比他还要小上两岁 虽说对方是一名童星 但自从家有儿女第三部之后的这十来年里 都可以说是杨子的演艺事业低谷期 这些年来 很少有杨子的影视作品问世 所以 杨子的演艺经历 其实也并不丰富 但这节表演刻下来 杨子的演技 可谓是让叶晨眼前一亮 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虽说杨子的演技 还不能跟张颂文 还有那个段奕红相提并论 但杨子的演技放在当下国内新生代艺人里面 绝对是拔尖的 帝都 晚上九点四十几分 一辆红色宝马 迷你从人和李小驱使了出来 跟之前过来是不一样 这次叶晨坐在了副驾驶 叶晨哥 咱们子子的演技很好吧 佳佳 你别这么说 我的表演水平跟圈内那些前辈 老戏骨门相比 还差得很多呢 杨子这么说 倒不是谦虚 而是他就真的这魔爵的 杨子 你也别妄自菲薄 我觉得 在当下影视圈年轻一代 你的演技是属于拔尖的 叶晨发表自己的看法到 他不是什么表演老师 如果让他从专业的角度上来对 一名演员的表演做出评价 那他没有这个能力 在叶晨看来 如果一名演员饰演一个角色时 没有突兀感 表演痕迹不是那么明显 不会让他出戏 那在他叶晨看来 这就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杨子刚刚在表演课上的那段表演 一气呵成 没有让他出戏 在叶晨这里 杨子称得上是一名好演员 当下国内影视圈奉行流量未亡 很多选秀出道 没有学过一天表演的流量艺人 都纷纷扎进影视圈拍电视的拍电视 拍电影的拍电影 虽说由于自带流量的关系 使得那些影视剧的收视率都还不错 但那些影视剧大都粗制滥造 那些流量艺人的表演 更是让人尬到 用脚趾头 都能在地上扣出三十一厅 跟那些流量艺人相比 杨子的演技 可谓是能直接碾压那些人 其实现在国内 好演员是有不少的 奈何现在影视圈内的资本 一心想着赚快钱 搞得现在影视圈的环境乌烟瘴气的 没有流量的演员 就是演技再好 也很难出头 杨子挠了挠头发 笑到叶晨哥 你这样夸我 我都不好意思了 对了杨子 你现在在娱乐圈是自由是吗 此话一出 不带杨子回答 一旁的周家连声说道 对呀对呀 我们子子现在是自由身 叶晨哥 你这魔问 是不是想签下 我们子子呀 叶晨笑了笑 我确实有这个想法 就是不知道杨子你愿不愿意 我愿意 杨仔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道 其实以他同心的身份 想要签约个一般的影视公司 还是不难的 就最近一年里 就有好几家娱乐传媒公司找到他 想要签下他 有的娱乐传媒公司 为了签下他 更是给他设计好了 重新走红的道路 但那些路 都是薅他童年时期饰演的下雪羊毛 说白了 就是靠麦秦怀捞金 走的 还是流量的路子 这不是他杨子想要走的路 他是一名演员 他想要的是拿作品说话 而不是麦秦怀 薅自己童年的羊毛 不过说起来也奇怪 为是摸叶晨想要签他 问他愿不愿意识 他竟然连思考都默思考一下 就直接说愿意呢 是出于信任感 然而 他和叶晨认识的时间 加起来总共才几个小时 自己怎么 就对叶晨有了那种信任感呢 真的好奇怪啊 不过叶晨哥 我有一个请求 你说 迎着叶晨的目光 杨子说到叶晨哥 加入陈元传媒以后 我希望公司不要拿下雪的角色 来对外营销 叶晨闻声笑了笑 杨子 这个你大可放心 在我这里 你是演员杨子 而不是加油儿女里面的下雪 简单的一句话 却是让杨子的眼眶 忍不住微微泛红了起来 叶晨哥 谢谢你 之前那些娱乐传媒公司找他时 他也将刚刚这个请求 不 对那几个娱乐传媒公司 他当时提的不是请求 而是要求 对方听到他的这个要求时 全都转身就走了 这也让他看明白了 那几个公司想要签他 不是因为他演员的身份 而是因为 加油儿女里面的下雪 子子 既然你已经要签约 叶晨哥的公司了 那你明天还是跟我一起 回摩兜呗 正好跟叶晨哥的公司 把合同给签了 然后再在魔读完基天 怎么样 周嘉说道 嗯嗯 杨子笑着点了点头 十点钟 三女开车 把叶晨送回了酒店 回到房间洗了个澡 叶晨来到床上 准备给成冰园打影片 然而开启微信后 叶晨发现在 他刚刚坐车 回酒店的路上 苏妹给他发了微信讯息 弟弟 确定明天回摩兜了 回了一个是的 叶晨就退出 跟苏妹的聊天见面 点开了成冰园的微信 就在叶晨准备 打影片过去的时候 苏妹的回复就到了 这 堪称秒回复啊 苏妹几点的飞机啊 姐姐明天开车 送你去机场 叶晨不用了苏姐 我明天跟周嘉一起回摩都 到时候 有车子送我们去机场的 苏妹好吧 等这阵子忙完 姐姐就到摩都看你去 叶晨OK的 苏妹那弟弟早点睡吧 晚安 叶晨晚安 接下来 叶晨跟城冰园 打了半个小时的影片 然后就关灯睡觉了 第二天 八月九日 周三 上午七点钟 叶晨在酒店门口 坐上了一辆 白色奥迪的副驾驶 开车的是吴倩倩 周嘉和杨子坐在后排 吴倩倩不去摩都 是专门送三人去机场的 今天三女穿着 同款闺蜜下季服 一样的粉红T恤 一样的牛仔热裤 一样的白色平底板鞋 七点半 吴倩倩开车将叶晨三人送到了机场 七点五十五分 三人坐上了飞往摩都的飞机 这次帝都之旅 虽有些波折 但总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 尤其在收获上面 更是远超叶晨之前的预料 一达院线0.5%的原始股 加一千万的现金 加一颗行走的摇前树王宝墙 还有一个羊子 此次帝都之行 可谓是收获满满 历经两小时十分钟 飞机准点降落在了虹桥机场 下飞机后 周家边走边对着 叶晨说道叶晨哥 我家的司机已经在外面候着我了 等一下你是回家 还是去公司啊 我让司机送你 你嫂子过来接我了 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了 叶晨说道 文言 周家撇了撇嘴 好吧 是我多嘴一问了 刚从机场出口走出来 叶晨就看到了站在人群前面的成冰园 今天成冰园的穿搭 走的是时尚运动风 站在人群前面 显得非常的亮眼 和成冰园还隔着一段路 周家就声音 甜甜的对成冰园挥手叫了一声嫂子 走到跟前 杨子也赶紧对成冰园叫了一声嫂子好 以后成冰园不仅是他的嫂子了 更是他的老板娘了 家家 子子 直接上我家吧 正好中午在我家里吃顿便饭 成冰园说道 不了 周家笑容暧昧嫂子 你和叶晨哥小别圣新婚 我和子子就不过去打扰了 说完 周家转头用一种妖宫的眼神 看了一眼叶晨 似是在说 叶晨哥 瞧瞧你妹妹我懂事吧 家家 你说什么呢 成冰园莫好气地白了一眼周家 但精致的脸但却是有些红了 其实他刚刚邀请周家和杨子上 家里吃饭 也只是客气一下 三天 没见到叶晨 他都想死了呢 他现在哪有心情做饭 见状 周家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学着昨晚吃烧烤时 成冰园在影片里的那种语气 说话道老公 我好想你啊 行了周家 别掉砍你嫂子了 叶晨洋装生气 瞪了一眼周家 叶晨哥 我发现 你有护妻狂魔的前置啊 我老婆 我当然要护着 叶晨说道 好吗 说着说着 又撒起了狗粮 欺负我和子子是单身狗是吧 在机场外说笑了机句后 叶晨便开着兵士大剧 载着成冰园 离开了虹桥机场 叶晨同学 我们现在去哪啊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成冰园 眨巴着一双大眼睛 看着叶晨问道 当然是 回家 叶晨笑呵呵地说道 成冰园满意地点了点头 真懂事 说着成冰园忽然感慨了起来 说真的老公 真莫想到 你这次去地都一趟 竟然会有这磨大的收获 手里握着一达院线 百分之零点五的股份 我觉得 我们都能直接躺平了 运气来了 挡也挡不住啊 叶晨笑道 这可不是运气 老公 你不是说 你曾经在一本书上 看到过有关陀罗尼金贝的介绍吗 然后你在拍卖会上 看到那件就加杀 怀疑其就是陀罗尼金贝 你才拍下他的 所以 这可不是运气 而是实力的体现呢 老公 我发现 你懂得真多 真是深不可测啊 成冰园笑着说道 我深不可测 我觉得你 才是深刻不测 等下回去一探究竟 叶晨淡淡说道 闻言 成冰园先是一愣 随后带眉一弯 笑眯眯地看着叶晨道老公 好好开车 不许超速哦 十点半 叶晨开着大距 驶进了国姓世纪海景的地下停车场 一分钟后 成冰园拿着电子钥匙一按 随后 只见一个车库的卷闸门升了起了 待到卷闸门完全升起来之后 叶晨便倒车 把大距停进了自家的地下车库 坐在副驾的成冰园 解开安全带 就要下车 但却被叶晨出声阻止了 先别下车 怎么了 你把车库钥匙给我 成冰园一眼把手里的车库钥匙 递给了叶晨 干嘛呀老公 叶晨没有说话 从成冰园手中 接过车库钥匙后 直接摁了一下 然后就看到车库的卷闸门 缓缓落了下去 一直到半个多小时后 车库卷闸门才重新升起 随后 叶晨和成冰园牵着手 一起走出了车库 按了电子钥匙一下 车库的卷闸门再次落下 老公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小别圣新婚呢 成冰园说话时 抬手 把自己那弄得有些乱了的秀法 给重新捋了捋 直至捋顺了 前人说的话 很多都是有道理的 叶晨笑道 乘坐电梯 回到家后 成冰园禁自朝主卧室走去 叶晨伸手拉住了成冰园 接着在成冰园的目光下 叶晨伸手指了指阳台 叶晨喜欢在阳台 看着外面的将警 这会让叶晨新生豪迈之情 两人在阳台待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最后 成冰园被叶晨公主抱着 来到了主卧 那个老公 我想休息了 成冰园可怜巴巴地望着叶晨 我是一个守信之人 叶晨不畏所动 淡淡说道 我知道我知道 咱先记着 先记着 成冰园说话时候的样子 看起来更加的可怜了 行吧 那你先休息 我去给你做午餐去 叶晨说着 将成冰园放在了床上 其实他刚刚也只是 吓唬一下成冰园而已 见状 成冰园心里 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 笑道嗯嗯 那辛苦老公了 就这样 叶晨走出主卧室 来到厨房做起了午饭 彼时 是玩戏的林小雪 从一个影棚里走了出来 林小雪的情绪显得有些低落 他知道 他刚刚的表演 没有令导演满意 可是他真的已经尽力了 毕竟他不是科班出身 他觉得自己能演成刚刚那样 已经很不容易了 孔胜导演真的好严厉 不过对方是一个实力导演 加油林小雪 这次机会很难的 你一定要努力再努力 提升自己 在林小雪为自己加油打气的时候 影棚里的孔胜 一对眉毛却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刚刚林小雪的表演 真的太糟糕了 就对方的表演水平 邱盈盈这个角色 要是交给她的话 那这个角色 可就真的要坏掉了 孔导 你也不要太烦恼了 我看那个林小雪 还算是一个肯学习的人 以后拍戏的时候 我们在一旁多多指导 想来拍出来的效果 应该不会太差的 副导演在一旁说道 老沈 你就别安慰我了 你刚刚肯定也看出来了 那个林小雪在表演上面 压根就没有什么天赋 加上又不是科班出身 而且又是第一次演戏 她怎么可能称得起 邱盈盈这么重要的角色 孔盛说道 邱盈盈就该养子来演 不行 我不能让一颗老鼠屎 坏了我一锅粥 孔导 刘和坤是我们的第二大投资人 林小雪又是张艺谋 正在捧的心声带谋女郎 我们 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沈兴富导演摇头苦笑道 他们虽然是导演 但很多时候 也要看投资人的脸色 毕竟投资人是金主爸爸 是最大的 再试试吧 孔盛说完 掏出手机打起了电话 结果一分钟不到 孔盛话还没说完 就被挂了电话 唉 放下手机 孔盛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果然胳膊 还是拧不过大腿呀 十二点半 烧好午饭的叶晨解下围裙 走出了厨房 叶晨没有 直接去主卧 而是先来到阳台 把成冰园刚刚落下的拖鞋 捡了起来 然后才来到主卧室 本想喊成冰园起来吃饭的叶晨 在看到成冰园 已经睡着了之后 叶晨也就任由成冰园继续睡下去了 看来成冰园是真的累坏了 一直到下午三点钟 成冰园才醒了过来 老公 现在几点了 成冰园揉着心松的睡眼问道 三点了 背靠着床背坐在床上的叶晨 放下手机说道 文言 成冰园有些惊讶 啊 我睡了这么久啊 叶晨笑了笑 累很了吧 那还不是拜你所赐吗 成冰园撇了撇嘴说道 成老师 你知道 你这种行为叫做什么吗 叫什么啊 成冰园下意识到 端起碗来吃饭 放下筷子骂娘 听到叶晨的这句笑言 成冰园先是脸一红 随后没好气地白了一眼叶晨 去你的 好了老婆 我下去把饭菜热一下 然后我们一起吃饭吧 嗯嗯 成冰园幸福地点了点头 这种简简单单的日子 就是他想要过的那种生活 就在叶晨起来下床后 成冰园先开盖在身上的空调背 也准备起来 但才有所动作 成冰园的一对带眉 就忍不住醋了起来 那起床的动作 也舒得静止了下来 叶晨见壮观心道 怎么了老婆 我的大腿好酸啊 都怪你 成冰园小嘴绝的老高 叶晨微微一笑漠视 老公帮你推拿一下就好了 你还会推拿 成冰园半信半疑地看着叶晨 会不会 你等会就知道了 叶晨说着 重新来到了床上 程老师 你躺好 成冰园一眼躺了下来 把双腿张开 叶晨又说道 哦 成冰园听话地把双腿开启 接下来 叶晨便帮成冰园的双腿 做起了推拿 成冰园的大腿 之所以会酸痛 是因为剧烈运动后 使得腿部肌肉中 过度堆积了代谢产物乳酸 缓解着重酸痛感 对现在精通中 医推拿的叶晨来说 那是非常的简单 只推拿了一分多钟 成冰园就不可思议地望着 叶晨到酸痛感减轻了好多 老公 没想到你竟然真的会推拿 虽然他不懂推拿 但是叶晨推拿的手法 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 而且效果更是立竿见影 要不然呢 叶晨说着 在成冰园洁白光滑的大腿 上面来了一巴掌 翻下身 我再给你推拿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好的呢 成冰园很听话地 就翻过身来 背对着叶晨 又被推拿了一会儿后 成冰园舒服地 都忍不住身影出声 嗯 真的好舒服 老公 我现在感觉我大腿热热的 酸痛感完全消失了呢 你这推拿的效果也太好了吧 简直可以用神奇一词来形容呢 啪 叶晨一巴掌落下去 发出一道清脆的响声 既然不酸痛了 那就起来吧 你不饿 我都饿了 就在叶晨说完准备起身的时候 成冰园用一双腿 勾住了叶晨的腰 笑盈盈地望着叶晨道老公 谁说我不饿的 一个小时后 叶晨和成冰园 在餐厅吃起了饭 现在都四点多了 这一顿饭吃完 晚饭也不用吃了 老婆 狂飙首播的日期 已经定下来了 一边吃着饭 一边刷着手机的叶晨 忽然眼睛一亮 有些兴奋地说道 他这段时间 一直在期盼着 电视剧狂飙的上映 如今首播日期 总算是出来了 哪天啊 成冰园问道 8月15日 狂飙将在姚妈八套首播 并同步至爱奇艺影片播放 叶晨说道 只要狂飙上映 到时候 他成员传媒旗下的 张颂文高小叶逢兵苏小丁四人 都会因为狂飙这部剧 而迅速地活起来 尤其是张颂文高小叶两人 将会爆火 最后咔位连跳树极 直接跻身于一线艺人之恋 那时 他成员传媒 将会成为狂飙这部现象 极热播剧中的最大赢家 8月15 那不就只有6天了吗 成冰园说道 是的 叶晨笑呵呵地望着成冰园 老婆 你没有忘记我们之前的赌约吧 记得呢 成冰园说道老公 你就这魔却定张颂文高小叶会 因为狂飙这部剧而大火 叶晨微微一笑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只要你还记得 咱们之间的赌约就好 嗯 到时候 他该跟成冰园提什么要求好呢 要不 就提那个要求 呃 这要是提了 到时候成冰园不会骂他变态吧 老公 看你这魔纠结的样子 你在想是魔呢 成冰园好奇道 呃 我在想到时候 我要是赢了赌约 该向你提什么要求 听到叶晨的这个回答 成冰园的一双眼睛 顿时弯成了月牙的形状 什么要求让你这魔纠结 看来那个要求 不是什么一般的要求啊 现在跟我说说呗 我挺好奇的 现在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 叶晨脸不红心不跳到 不说算了 我还不想听呢 肯定不是啥正经要求 成冰园下巴一台 有些小傲娇的说道 实则他此刻的心理 跟白爪挠心一般 因为他就喜欢叶晨 在他面前不正经的样子 四日 八月十日 叶晨早上从床上醒来后 下意识的就要在心里 默念一声迁道 但最后 叶晨却没有这魔作 因为叶晨想到 昨天晚上 他在帝都的那个 私人诊所里迁道 成功触发迁道奖励后 获得了系统奖励的 技能中医推纳精通 这项技能和医学有关 而当时迁道的场地 就是一个医学场所 于是叶晨怀疑 是不是迁道获得的 随机奖励 和迁道的场所性质 有那摩伊斯关联呢 上午九点 叶晨来到了公司 给自己泡好一杯茶 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后 叶晨便在心里 默念了一声迁道 叮 迁道成功 叮 恭喜宿主 触发迁道随机奖励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士兵 突击全集剧本 奖励已自动下放置 宿主的办公电脑C盘 某某资料家里面 请宿主自行查收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叶晨一双眼睛中 闪烁着亮光 看来迁道时 成功触发迁道奖励 所得奖励 真的和谦道场所性质 有着一定的关联呢 不过也不好说 具体如何 还到后面继续验证 接下来叶晨 便开启电脑C盘某某资料架 叶晨果然在里面 看到了一份 命名为士兵突击的文件 于是叶晨直接开启文件 认真看了起来 看到十点钟的时候 叶晨办公桌上的坐机电话 忽然响了起来 将叶晨的思绪 重新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真是好剧本啊 虽然还没有看完 士兵突击的剧本 但叶晨已经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剧本 果然系统出品 必数精品啊 喂 叶晨拿起座机话筒 接电话前 叶晨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是公司前台处打来的 叶总您好 两名女士要找您 一个是周家周女士 一个是杨紫阳女士 你直接带他们来我办公室 叶晨说道 好的叶总 把话筒放回到座机电话上 叶晨紧接着拉开 自己办公桌的抽屉 将两份装订好的合约拿了出来 这是他昨天通知 张红辉为杨紫准备好的合约 不一会儿 在女前台的带领下 周家和杨紫 便一起来到了叶晨的办公室 女前台还是挺有眼力尽的 她把人带到后 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分别给周家和杨紫 泡了一杯茶之后 这才离开了叶晨的办公室 而且在出去的时候 还心细地 把叶晨办公室的门给带关上了 会客区 叶晨指着长条沙发 对着两女说道都做啊 别站着了 带到两女坐下后 叶晨坐到了两女的对面 叶晨哥 你好歹 也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怎么连个秘书都没有啊 莫非是嫂子管的严 不让你找秘书 身穿热裤的周家 翘着二郎腿 进展其腿部轮廓线条 完美展现了 什么叫做大长腿 饶视叶晨 都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其实周家的长相 和身材的反差感 是很强烈的 中短发的发型 笑起来 脸上有着一对浅浅的梨窝 再加上甜美的声线 灵气的双眼 单看长相 周家就是那种 标准的可爱型美女 但周家的身材却很好 尤其是那一双大长腿 可以说是郁姐的身材 这种反差感给人 带来的视觉冲击力 还是蛮大的 我说周家 你把你嫂子 想成什么人了 你嫂子可是特别 善解人意的 我之所以现在 没给自己配秘书 那是因为我才刚开始创业 公司还不忙 现阶段 我还不需要秘书 叶晨说道 叶晨哥 要不你干脆再等两年 等到我大学毕业了 到时候 我给你当秘书 周家笑道 你给我当秘书 我可给你开不起公子 叶晨也知道 周家喜欢开玩笑 自然是不会当真的 叶晨哥 我讲真的 周家说道 我现在迷茫得很 都不知道以后毕业干什么 回家组企业吧 我觉得特没意思 所以 我是真的有打算 到实毕业投奔你呢 正磨急着出来干嘛 考研考博呀 我才不要呢 我学习都学怕了 闲聊了几句后 叶晨起身 把自己办公桌上的那两份 合约拿了过来 递给了杨子 杨子你看看 要是觉得莫问题的话 咱们现在就把合约给签了 嗯嗯 杨子点了点头 他今天就是为了签约 才来到这里的 看了一会儿 杨子抬头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着叶晨 叶晨哥 这是五年期的B级合约 你莫弄错吧 在现在的娱乐圈 B级合约 一般只有二线一人 才能拿得到 他杨子虽然是一名童星 但那都是过去的辉煌了 如今的他 在圈内勉强能踏进 三线一人的行列当中 距离二线 他现在还差得远呢 看到杨子的表情 叶晨笑道 合同这模重要的东西 我怎么会弄错呢 杨子 我个人是很看好你的未来的 加油吧 争取早日让影视圈 重新记住你演员杨子的名字 听到叶晨的话 杨子虽然内心触动挺大的 但他还是抿了抿嘴 将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 叶晨哥 我 我怕我会辜负你的期望 杨子 要有信心知道吗 叶晨说道 之前我旗下一人徐东东 也是相当的不自信 那时 我就开导他 要自信 你看现在因为椰树广告 徐东东的名气 不也慢慢起来了吗 昨天甚至还登上了微博热搜 是的 徐东东昨天上了热搜 是因为一个网友 喝椰树椰之时的照片 而上的热搜 那张照片里吸管插的位置很刁钻 是插在了图案上 徐东东身体的某个部位上 并配闻到椰汁 我只和徐东东产的 这个照片被某网友发到微博上后 引来了不小的关注度 和很多人的争相模仿 于是 徐东东就被广大网友送上了热搜 昨天最高还登上了热搜第三的位置 今天排名虽有所下降 但目前还没有跌出前十 啊 徐东东就是我们公司的呀 杨子很是意外 昨天那个热搜 他也刷到了 呃 怎么说呢 有些默眼看 主要是他看着有些自卑 昨晚他躺在床上甚至在想 难道喝椰汁 真的能像耶稣的广告词说的那样 从小喝到大 子子 叶辰哥说的对 你呢 要有自信 还有 你别看叶辰哥年轻 但他可是很厉害的呢 周家笑眯眯的看了一眼叶辰后 继续对着 杨子说道 子子 我跟你说啊 耶稣的广告方案 可就是出自叶辰哥之手呢 可以说 那个徐东东 现在能在热搜上挂着 那可都是因为叶辰哥的功劳呢 啊 耶稣的新广告策划 是叶辰哥想出来的 杨子一脸的难以置信 在他的印象里 叶辰的形象 可是无比光辉的 可是那众生骑白马的王子形象 很难想象 那众擦边广 告竟是出自叶辰之手 周家 你不说话 莫人 把你当哑巴 察觉到杨子 看自己的那种眼神 饶是叶辰 都忍不住老脸一红 马德 人设崩了呀 五分钟后 杨子签好了合约 至此 杨子便成为了 陈渊传媒旗下艺人 不一会儿 花雨来到了 叶辰的办公室 叶辰为杨子 借绍花雨到杨子 这是我们公司 最好的经纪人花雨 以后你就跟他 原来是花姐 我对花姐 可是久仰大名了 以后还请花姐 多多关照 杨子这模说 可不是在刻意奉承花雨 花雨虽然今年 也才三十多 但其在圈内 也算是一名 金牌经纪人了 在春秋影视 最辉煌的时候 花雨可是带出了 两名一线艺人 是以杨子 早早就听到过 花雨的名头的 杨子 你要是早点加入 我们公司就好了 就在上个月 孔盛导演的新戏 有四个女主角 当时我们公司 几个年轻点的女艺人 都过去试戏了 但都没有透过 我感觉 要是你过去试戏的话 说不定还 真有可能试戏透过 拿到一个角色呢 花雨有些遗憾地说道 花姐 其实你说的孔盛导演的 那部新戏欢乐颂 我上个月也去试戏了 当时 我还成功拿到了 一个女主角的角色 不过在前天欢乐颂 即将要开拍之际 我的角色被人给顶了 杨仔说着说着 情绪变得有些低落了下来 实在是邱盈盈那个角色 她真的太喜欢了 为了 能把这个角色演好 她也付出了很多 甚至为了贴合角色形象 她前面还在控食减肥 欢乐颂这部戏 拥有好的导演 好的制造团队 里面还有很多好的演员 她认为 这部戏拍出来 一定会是一部精品剧 她原本是打算 靠着这部剧 重新走进观众的视野当中的 然而临近拍摄的时候 她的角色 却被别人给顶了去 没没想到这 她都心有不甘 很难受 啊 那真的有些可惜了 孔盛导演近年来拍的 几部电视剧 都是有口皆碑的好剧 你要是能在 孔岛星系欢乐颂里面 饰演一个女主角 这无疑会对你 今后的星途发展大有好处 听到杨子的遭遇 花语也忍不住为其感到可惜 一个演员 能拿到一部精品剧的主要角色 那是既需要实力 更需要运气的 欢乐颂 叶晨眉毛微醋 她总觉得她近期 好像在哪里 听打过欢乐颂的这个名字 在叶晨的努力回想之下 叶晨忽然眼睛一亮 她终于想起来了 就前几天 她在一起吃早餐的时候 苏妹告诉她 以后她公司拍戏 要是缺投资的话 可以找她 言称自己最近 对投资影视行业 挺有兴趣的 还说她前段时间 就投资了一部 名叫欢乐颂的电视剧 这不就对上了吗 前天晚上在帝都 跟周家杨子 吴倩倩三女 一起吃烧烤时 她就听到三女聊天时 聊到了杨子新戏角色 被顶一事 不过当时 她对这件事并没有上心 所以就没有戏文 真莫想到 杨子接的那部新戏 就是苏妹投资的欢乐颂 现在杨子已经 是她公司旗下的 一名签约艺人了 自己公司艺人的角色 被人给抢了 那她这个做老板的 自然是要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做些什么了 想到这 叶晨开口到杨子 我才知道 你之前说的新戏 就是欢乐颂 而我恰好认识 欢乐颂的一个投资人 回头我来问问 看看能不能把 你被顶的那个角色 给要回来 叶晨没有把话说死 因为她也不确定 找了苏妹 就一定能把杨仔的 那个角色给要回来 所以 话不能说太满 要不然到时候被打脸 可就不好看了 听到叶晨的话 杨子是又惊又喜 叶总 那这件事 老你多费心了 在开口时 杨子对叶晨的称呼 已然由之前的叶晨哥 变成了现在的叶总 之前她不是 成员传媒的艺人 那她跟周家一样 称呼叶晨为叶晨哥 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 她已经是 叶晨公司旗下的 签约艺人了 也就是说叶晨现在 是她老板了 加上这里又是在公司 而且 她经纪人花瑜也在 这种情况下 她肯定要改口叫叶总了 此时花瑜 看向叶晨的眼神 不知不觉地变了 对于这个刚接手公司 不久的新老板 她也了解过 在她之前的了解中 新老板就是一个 才毕业刚 踏入社会的大学生 新老板家境普通 不是什么富二代 收购春秋影视的钱 多半是花自由国家奖励的 那笔一千万的 婚姻幸福基金 然而现在看来 新老板似乎没有 她了解的那摩简单 要知道 那欢乐颂的投资人 可没有一个简单的 新老板竟然认识 欢乐颂的投资人 这就让她很是惊讶了 看来新老板 也是有着自己的人脉的 而且 这人脉看着还不弱呢 叶晨哥 那我和子子 就等你的好讯息了 周家三女 没有在叶晨办公室里多待 不一会儿 就一起起身离开了 在三女走后 叶晨便拿起手机 找到苏妹的电话号码 拨了过去 接通了 弟弟 这才回摩都两天 就给姐姐打电话 莫非是想姐姐了 苏妹不仅人如其名 声音也如其名 充满着魅惑之意 听起来让人身体麻麻的 如同触电了一般 苏姐 我是有正式找你 听到这话 电话另一头 帝都千番 投资集团董事常办公室里 坐在老板椅上的苏妹 收起了嬉笑的神色 什么正式啊 苏姐 那天早上 在你家吃早餐的时候 我记得你说过 你投资了一部 名叫欢乐颂的电视剧 是有这回事吧 叶晨开门见山道 是的呢 怎么了弟弟 苏妹说道 苏姐 事情是这样的 接下来 叶晨将杨子角色 被顶的事情 还有杨子刚刚跟他 公司签约的事情 都在电话里 跟苏妹说了一遍 苏妹是何等精明之人 自然知道 叶晨打着通电话 给她的目的了 弟弟 你是想姐姐帮你 把那个杨子的角色 要回来 是吧 是的 叶晨点头说道 杨子当时世戏的时候 是被导演一眼相中 当场决定 把那个邱盈盈的角色 给杨子的 所以 在欢乐颂林开拍的时候 杨子角色背顶 这显然不是导演的意思 我估摸着 是其他投资人的意思 我知道了弟弟 这件事交给姐姐就是了 苏妹说道 苏姐 要是事情不好办 让你感到难办的话 那就算了 就是再难办 这件事 姐姐也必须给办下来 毕竟这 可是弟弟 你一次找姐姐办事呢 姐姐可不想让你失望呢 苏妹笑道 苏姐 你可别这魔说 在叶晨还想说什么时 苏妹出声打断道 放心吧弟弟 这件事不难办的 毕竟我千番投资 可是欢乐颂的第一大投资人 还有 按照弟弟 你刚刚说的 那这次事情 孔胜导演 肯定是站在姐姐这一边的 姐姐占据这里 又是欢乐颂的最大投资人 所以姐姐 要回杨子的角色 很easy了 好吧 那我就等苏姐你的讯息 叶晨说道 两人的通话到此结束 放下手机后 叶晨开启电脑 继续观看 之前未看完 计程车兵突击剧本 看了大概20分钟左右 叶晨放在滑鼠店旁边的手机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苏妹 叶晨拿起手机 按下了接听键 弟弟 搞定了 苏妹笑道 行 那谢谢苏姐了 弟弟 你跟姐姐太见外了 话说回来 这次因为这件事 姐姐还额外地出了口气呢 真是太爽了 叶晨闻声好奇到苏姐 这话怎么说 是这样的弟弟 刚刚我打电话给孔胜导演 从孔胜那里我得知 杨子之前角色被抢 是因为昆宇集团的刘和昆 安排了一个新人演员 顶替了杨子 这个刘和昆 是欢乐颂的第二大投资人 而姐姐我在去年 因为生意上的一些往来 和这个刘和昆 闹出了一些不愉快 这次正好趁着这次机会 报了一波仇 哈哈 苏妹开心地笑着 彼时成员传媒所在 写字楼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 周家杨子花语三女正喝着咖啡 杨子才刚加入成员传媒 就今后 自己在影视圈的发展等等问题 自然是要跟自己的 新经济人花语面对面 做一番仔细沟通的 就在两女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沟通的时候 杨子的手机来电铃声忽然响起 一看来电显示 杨子顿时精神一震 难道叶总真的 压下心头激动 杨子拿起手机接通了电话 孔导 听到杨子的这声称呼 坐在一旁的周家 以及坐在对面的花语 都忍不住心头一动 把耳朵给竖了起来 刚刚叶晨说 认识欢乐颂的一个投资人 他会试着看看 能不能把杨仔的那个角色 给要回来 结果现在杨子 就接到了欢乐颂导演 打来的电话 莫非是 杨子 有一个好讯息要告诉你 电话一接通 就传来了 什么好讯息啊 此时的杨子 心情很激动 他几乎已经能确定 孔盛口中的 那条好讯息是什么了 杨子兜兜转转 邱盈盈的角色 又回到你的手里了 孔盛笑道 真的啊 杨子再也难以压制 自己此刻内心的激动了 是的 孔盛说道是 我们这部剧的最大投资人 不知道从哪里 听到你的角色被顶了 然后对方要求 邱盈盈这个角色 必须得由你杨子来出演 一分钟后 杨子挂了电话 子子 看来叶成哥真的替你把 欢乐颂的角色给要了回来 看到杨子那开心的样子 不用问 周家便已经知道了结果 是的 叶总真厉害 杨子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花姐 孔盛叫我 现在就过去签合同 我们一起过去吧 花语笑了笑 好的 话说叶成在跟苏妹打完电话后 便继续看起了 士兵突击的剧本 但这次莫看多久 叶成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这次是张鸿辉打来的 有事吗 老张 叶总 就在刚刚 建军电影制片厂对外 发出公告 称谓进行爱国宣传教育 建军电影制片厂 想要联合圈内其他影视公司 一起拍摄一部 现代军事题材的电视剧 合作方式 是以我们影视公司为主导 建军电影制片厂会给剧组 提供拍摄所需的武器装备 以及在拍摄资金上 给予一定的帮助 张鸿辉一口气说了很多 基本上跟之前李素珍说的差不多 叶总 这对我们公司来说 可是一次好机会啊 我们才拿下我的团长 我的团的全集剧本 跟其他同行相比 我们成员传媒 在起步上 就具有先天性的优势啊 我们已经快人一步了 张鸿辉有些亢奋地说道 前面叶晨让他联络 圈内知名编剧 寻找优质的现代军事题材剧本 准备拍军事题材的影视剧的时候 当时他还劝过叶晨 不要拍军事题材的影片呢 因为他觉得拍军事题材影片 不仅难度大 成本大 风险性还很大 在现在这个环境下 拍军事题材的影片 不过要是跟建军电影制片厂 一起合作拍摄 那可就大不一样了 谁让人家是国字号的呢 此时其他影视公司 看到建军电影制片厂 是出的这条公告后 第一件事肯定都是搞剧本 因为人家建军电影制片 这次就是看剧本的质量 选择跟哪家合作 而且建军电影制片给出的期限 就只有半个月 也就是说 想要跟建军电影制片合作的 各大影视公司 必须要再次公告 发布的半个月之内 将剧本报送建军电影制片 过期不后 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再想请编剧写剧本 时间上肯定是来不及了 那就只有从圈内 那些编剧手里面 购买现成的 现代军事题材剧本了 而这一步骤 前面在叶晨的指示下 成员传媒 已经提前就走了一遍 其中 我的团长我的团 就是叶晨最重要的剧本了 这一波 他们成员传媒 已经占据先手优势了 叶总这次 真是无形插柳柳成英啊 张鸿辉忍不住 在心里感慨道 好老张 你说的 我知道了 叶晨说道 叶总 那我们就直接把我的团长 我的团剧本 上报至建军电影制片吧 张鸿辉请示道 老张 这个期限不是半个月吗 先不急 你等我讯息就行了 叶晨说道 好的 另一遍 张一南正在跟林小雪通着电话 两人的通话内容 也是有关建军电影制片厂 要联合其他影视公司 一起拍摄一部 现代军事题材 电视剧这件事 小雪 就在刚刚 我们张一谋工作室 和华裔兄弟影视 达成了合作意向 我们两家已经开始 向圈内公开 只及优质的现代军事 题材剧本了 人的名术的影 我们张一谋工作室 和华裔兄弟 强强联合之下 那些手上 有着现代军事 题材剧本的编剧们 肯定都会 拿着剧本找上我们的 届时 我们选择最好的剧本 一定能轻松拿下 这次和建军电影制片厂 合作的机会 张一南笑道小雪 这次一旦剧本定下了 我们工作室 肯定会给一个讨喜的 重要女性角色 给你的 此次我们工作室 和华裔兄弟合作 那这部现代军事题材的 电视剧里面 必然是群星云集 届时 小雪 你要是在里面 出演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 势必会大大提高 你的知名度的 听到张一南的这番话 林小雪一愣 可是小张道 我后面 要出演欢乐颂啊 文言 张一南笑了笑 这有啥 只要到时候 把拍摄档期错开就是了 现在那些红的演员们 很多都是一天 跑好几个剧组的 难道小雪 你不想多接一部戏吗 想 我想的 林小雪说道 此时林小雪的心里 变得有些火热了起来 同时接两部戏 而且都不是一般的戏 欢乐颂的制片方是山影 最近数年 由山影制作的 机部影视剧 可都是有口皆碑的 所以 欢乐颂拍出来后 大几率也会成为精品剧 而听刚刚张一南所说 后面和建军店 影制片场合作的影视公司 十至八九将会 是张艺谋工作室 还有华裔兄弟 这三家联合拍摄一部 现代军事题材的电视剧 那还得了 光想一想 就足够让人兴奋了 属于我林小雪的春天 终于到来了 这是此时林小雪心里的声音 可这时 忽然又有一个电话 打了进来 看了一眼号码 林小雪精神一震 是孔盛导演打来的 对方多半是通知他 过去签合同的 小张导 孔盛导演打电话来了 我先接孔导电话了 嗯好 就这样 林小雪接通了孔盛的电话 孔导 是不是我可以现在过去签合同了 心情很不错的林小雪 现在说话时 声音里都带着明显的愉悦 她一个娱乐圈新人 很快就要接两部戏 而且所接的两部戏 未来都极有可能成为爆款精品剧 更重要的是 她在这两部戏里面出演的 还都不是小角色 而是戏份多的主要角色 而且按照时间推算 这两部戏拍出来后 大几率会在同一年上映 一年有自己出演的 两部爆款剧上映 到时候 她的话题度肯定很高 说不定她会直接爆红呢 毕竟以她的容貌 在目前圈内的一众小花当中 那也是属于顶尖级别的 否则张艺谋当初 在摩大拍戏的时候 也不会一眼相众人群中的她了 此时此刻 林小雪旁复已经看到 在不久的将来 她爆红后 被众多粉丝追捧 被无数娱乐媒体中 相报到的一幕了 还有到时候 她倒要看看 她的那些大学同学们 又将会以一副怎样的嘴脸 来面对她林小雪 自从那天下然然在群里面爆出了 叶晨在国性世界海景 买了一套343平米的超级将近大平层之后 群里的很多同学 在表达羡慕之声的时候 有几个同学在群里阴阳怪气 暗戳戳地讽刺她 林小雪跟叶晨分手 是有眼无珠 现在肯定后悔的不行了 其他同学也都在群里 抱着一副看她笑话的心态 而叶晨每次在群里冒泡 都会引来很多同学的追捧 各种叶总叶总的满天飞 而每次都有人为了拍叶晨的彩虹屁 而故意拿她出来阴阳一番 对此 她并没有出来对那些人 她不想跟那些人徒做口舌之争 燕雀安之鸿湖之至 等到她林小雪以后 在娱乐圈名声大造 名利双收之时 当初那些看她笑话的人 都会统统被打脸 反观那时候的叶晨 恐怕其名下的成员传媒 都已经破产倒闭了 没有人脉 没有背景 叶晨想要在娱乐圈 正到成为资本 最后只能成为空想 进而落得一个负债累累的结局 其实虽然跟叶晨分手了 但她内心是不希望叶晨走到这一步的 毕竟她跟叶晨好歹相恋了四年 而且叶晨当初为了让她手术不被拖延 还捐了一颗肾给她 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她林小雪 也并非是那无情无义之人 她是真心希望 叶晨这一辈子能平安无忧 无病无灾的 其实叶晨本来是能做个普通的富家翁的 叶晨跟成老师配对上了 还获得了一笔一千万的婚姻幸福基金 把这一千万放进银行 就是存定期 每年的利息都有二十多万了 这足够普通的家庭 一年的开销了 然而叶晨却拿着这些钱收购了一家 都快要支撑不下去的影视公司 这得多糊涂啊 你要是以个人的身份去混娱乐圈 那还要好些 以叶晨的外在条件 说不定真的有哪家娱乐公司 愿意签下叶晨 包装叶晨呢 如此叶晨搞不好 还真的能在娱乐圈闯出一番天地呢 但叶晨偏偏收购一家影视公司 想要在娱乐圈挣到成为资本 叶晨心太大了 把事情也想得过于简单了 本来叶晨是有一次脱手的机会的 只要当时叶晨听他的劝 把春秋影视打包 转卖给张一南的话就行了 但叶晨倔得很 摆出了一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架势 在帝都 叶晨更是因为一剑就袈裟 而直接得罪了金圈太子吕骁 这哪是一个成熟男人 能做出来的事情 而在这件事上面 他林小雪也劝过叶晨了 但他依旧没有劝动叶晨 好严难劝该死鬼啊 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 叶晨那也是咎由自取 而他林小雪看在昔日的情分 该劝的话都已经劝过了 叶晨也怪不了他的 就在这时 孔圣的话 直接将林小雪的思绪 重新拉回至现实当中 不好意思林小姐 邱莺莺莺这个角色 不能给你了 听到这句话 林小雪一脸错愕 足足愣了 三秒钟才反应过来 孔岛 卫世魔啊 昨天你还让我回去 好好琢磨 邱莺莺莺这个角色的心理 争取在欢乐送开拍后 能早点入戏 进入角色的心理世界 林小姐 具体原因 我不便多说 你还是直接向你的经纪公司咨询吧 好了林小姐 我还有事 先挂了 孔岛 就在林小雪还想继续 说什么的时候 她的耳边 已经转来了电话 结束通话的嘟嘟声 怎么会这样 林小雪的脸色 微微有些苍白 就在其准备打电话 给张一南询问具体情况的时候 张一南的电话 却先一步打了过来 小雪 事情 你应该也知道了吧 小张导 这到底是卫世魔啊 林小雪的语气有些激动 她原本以为自己的春天到了 谁曾想 刚刚却是给了她迎头一棒 唉 张一南在电话里探到 这次时再是你运气不佳 欢乐送的最大投资人 千番风投的董事长苏总 跟第二大投资人刘总不对付 然后千番的苏总 不知道从哪里听到杨仔的角色 因为刘总的介入 而被你给顶掉了 于是苏总 就出面要求剧组继续让杨子 出演邱盈盈一角 那苏总是急急报复刘总 所以小雪 这次是神仙打架殃及凡人 我刚刚得知讯息后 也是无奈得很 得知事情起因后 林小雪心有不甘地说到小张道 难道这个事情 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我这几天 为了邱盈盈这个角色 可是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心血的 现在突然通知我 角色没了 这让我从心里面实在是有些难以接受 小雪 你不知道 刚刚为了这件事 我爸爸都亲自己千番风头的苏总打了电话 但那位苏总态度很坚决 就是铁了心要继续让杨子出演 这件事 真的已经是不可谓了 张一南说道 闻言 林小雪是既愤怒又委屈 那个苏总这 不是欺负人吗 我又没有招他惹他 他凭什么这魔对我 行了小雪 你也就别发牢骚了 千番可是一家市值近千亿的风头公司 人家苏总作为千番的女长门人 就是真的欺负你 你也只能忍着 受着 张一南说道 哼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嫁的好吗 林小雪有些不愤的说道 在他大二那年 摩大曾经邀请过千番风头创始人顾千番 到摩大做过一次演讲 事与他对千番风头是有些了解的 一年前网传千番风头董事 常顾千番意外死亡 随后顾千番之七苏妹接任了千番风头 成为了千番风头的新任董事长 在他看来 那苏妹不过就是命好 嫁了一个好老公而已 小雪 你这 可就小瞧了那个苏妹 一年前顾千番之死 可是一斗重重 至今都没有一个定论 当年顾千番死了以后 千番风头不仅内部动荡不安 外部更是有国内其他几个顶级资本 环四左右 那个苏妹在如此内忧外患之局下 接掌千番风头 结果只用了短短数月的时间 就凭借自己的过人手腕化解了千番风头的内忧 内忧一去 外患便自动消失 自此 千番风头稳定了下来 张一南说到 后面千番风头在苏妹的带领下 与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数个领域的投资都获得了数倍 乃至十几倍的超高收益率 这使得千番风头在国内投资界亦是风头无两 所以小雪 那个苏妹很降的 你可别小瞧她 对方的手腕 可是令国内不少商界大佬都忌惮不已的 好吧 是我坐井观天了 林小雪说道 小雪 你也别运闷了 这次虽然意外丢了欢乐颂这部戏 但接下来还有一部现代军事题材的戏等着你呢 所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你还是要跟邱老师认真学习表演 锤炼自身的演技 张一南说道 嗯 我知道 挂掉电话没过一会儿 张一南接到了一个他金圈朋友打来的电话 两人在电话里一开始聊着还很正常 张一南的脸上全程带着笑容 但忽然张一南脸上笑容一讲 什么 你说叶晨那天在百利拍卖会上拍下的那件破加纱 是乾隆皇帝的克斯陀罗尼金贝 后面在私人的小拍卖局上拍出了1.5亿 这通电话打完后 张一南坐在椅子上 许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15万拍下的一件破加纱 后面反手卖了1亿5000万 这踏码的是什么逆天运气 此时张一南还不知道 叶晨用那件克斯陀罗尼金贝 拿下了爱心觉罗家族手里持有的0.5%的 一达院线的原始股 这庄交易对于高傲的爱心觉罗家族来说 是一种耻辱了 是以爱心觉罗家族并未将这庄交易的具体内容对外 进行披露 不过这种事情是瞒不了太久的 这个事情不能告诉林小雪 1亿5000万 马德 那个叶晨怎么运气这魔吼 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运气 真是了呀 饶是以张一南的身份 此时都极度的双眼发红 下午两点多 叶晨总算是看完了士兵突击的全集剧本 系统出品 避暑精品 这个话没毛病 在叶晨的心里 士兵突击剧本的质量 是跟我的团长我的团一个级别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究竟把哪个剧本上报至建军电影制片场呢 没办法 这次建军电影制片场有着硬性规定 一家影视公司只能选择上报一个剧本 这就让叶晨纠结了起来 算了 先不纠结了 还是先把士兵突击剧本的版权给申请下来吧 申请登记版权是有一套流程要走的 叶晨现在 作为老板 自是不需要什么事都亲理亲卫的 这种事情 直接交给手下人去办理就行了 四日上午 王宝强来到陈渊传媒 叶晨为这棵行走的摇钱树准备的 是一份五年期的B级合约 对于能拿到一份B级合约 王宝强已经是深感受宠落惊了 毕竟在今天之前 他还是一个小群眼 是很多人眼中的傻子 但现在 叶晨却给了他一份 一般只有三线艺人才能拿到的B级合约 十一点 王宝强签下了合约 成为了陈渊传媒旗下的一名艺人 叶晨给王宝强安排的经纪人和养子一样 也是花语 中午 叶晨请王宝强吃了一顿午饭 吃完午饭分开之际 看到王宝强那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叶晨忍不住笑道宝强 有什么话 你直接说啊 这魔憋在心里面不难受吗 听到叶晨的话 王宝强挠了脑脑袋 对着叶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叶总 那 那个 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啊 我在帝都的房子要交租金了 我现在身上钱不够 那个 你借我钱 后面直接在我工资里扣就行了 他签的是B级合约 每个月有一个三千块的底薪 你要多少 叶晨问道 两千 王宝强说道 闻言 叶晨直接掏出手机 找到王宝强的微信 把钱转了过去 叶总 你转错了 多转了三千 看了一眼微信后 王宝强说道 我莫转错 剩下的三千 你先拿着花 我看你最近有些面黄鸡兽的 应该是营养霉跟上 你呀 把伙食改善一下 把身体搞好 要不要多久 就会有一部现代军事题材的戏 等着你去拍 这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我怕你 到时候坚持不下来 叶晨拍了拍王宝强的肩膀 故事说道 既然被系统兼定位行走的摇钱术 那这个王宝强以后 必然会成为一名一线演员的 加上对方又有真功夫在身 那这军事题材的戏 怎能少得了这个王宝强呢 最关键的是 系统奖励继承车兵 突击剧本中的男主角许三多 叶晨感绝王宝强的形象气质 就特别符合那个许三多 如果这次 他选择将士兵突击的剧本报送至 建军电影制片场 并成功被建军电影制片长选中的话 那士兵突击里 男主角许三多的这个角色 就非王宝强莫属 听到叶晨的话 王宝强心生感动的同时 也是兴奋了起来 叶总 我很快就能有戏拍了 还是现代军事题材的戏 那我能在戏里面出演军人吗 他小学末毕业 就辍学去少林寺学武 为的 就是长大后当警察 但是等他从少林寺学成归来时 却被告知当警察 也是要有学历的 为此他从小的警察梦 直接破灭 如果能出演 一部现代军事题材的戏的话 那他也算是以另一种的方式 圆了小时候的警察梦了 行 我答应你了 叶晨笑道 谢谢叶总 见叶晨答应了 激动的王宝强 直接对叶晨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回去伙食营养药跟上 把身体养好 身体可是我们做任何事的本钱 你一个人在外面 把自己身体搞好 也是对你家人的负责 叶晨说道 我知道 叶总你 真是一个好人 说话时 王宝强的眼眶都微微泛红 这几年在外面 几乎他身边的所有人 都用看傻子的目光看他 只有叶晨看他的目光 不带有任何歧视 他也只在叶晨的身上 感受到除家里亲人之外 他人对他的关心 这天下午三点多 叶晨来到隔壁成冰园的办公室 老婆 在忙什么呢 把门反锁上后 叶晨说话间 走到了成冰园的身后 我在审批公司 下个月的采购清单呢 成冰园一边看着电脑 叶晨看了看 发现采购清单上决 大部分都是一些 日常办公用品 还有给员工的节日福利 下个月不就是中秋节了吗 为此办公室 给员工上报了中秋福利 按照叶晨之前开会时的指示 员工中秋福利标准 是每人五百元 玉米油大米 月饼咸鸭蛋 看到办公室 拟定给员工的中秋福利 叶晨觉得中规中矩吧 忽然采购清单上的其中一栏 吸引了叶晨的注意 那一栏上写着 申请添置公务用车一辆 预算金额15万软媚币 现在成员传媒 只有一辆别克GL8公务用车 确实是有些捉襟见肘 添置一辆公务用车 也是合情合理 看到成冰园 已经在意见栏里勾选了同意 叶晨笑着 开口道老婆 这公务 用车值接用你的那辆大众高尔夫吧 然后老公给你买一辆新车 行 你是公司老板 听你的 成冰园说道 那老婆 你喜欢什么车 叶晨问道 成冰园想了想说道 偏商务一点的 就大众卖疼吧 老婆 既然你喜欢偏商务一点的车子 那老公直接给你上 宾室S级 叶晨说道 宾室S级要一百多万呢 成冰园话没说完 就被叶晨给打断了 老婆 就说宾室S级 你喜不喜欢吧 喜欢 那就行了 咱现在又不是没有那个实力 叶晨说道 可是我要是开着宾室S级 进出魔都大学 是不是有些过于招摇了 不太合适啊 成冰园有些犹豫道 钱又不是偷来的抢来的 是我们透过合法途径赚来的 这有啥不合适的呢 听到叶晨的话 成冰园笑了笑 说的也是 那就这魔说定了 老公给你买宾室S级 叶晨说道 好的 有老公宠着可真好 成冰园带眉一弯 幸福地笑道 看了这魔酒的电脑 累了吧 我给你捏捏肩 好呀 就这样 叶晨伸手给成冰园捏起了肩膀 拥有系统奖励的技能中医推拿精通 使得叶晨对人体学位了解的格外透彻 故而叶晨捏起肩来 那是比专业技师还要专业 成冰园舒服的都情不自禁地闭上了双眼 但没过多久 成冰园睁开了眼睛 将叶晨的手拿开 正经典 你不怕等一下有人突然闯进来啊 放心 我进来的时候 已经把门给反锁上了 叶晨笑道 对了成老师 我现在有个想法 想法 什么想法 成冰园转过头来 好奇地抬头望着叶晨 我想找人把我们两个人的办公室做一下隔音 成老师 你觉得怎么样 听到叶晨的这句话 成冰园微微一笑 你是老板 你想做什么 就去做呗 第二天 8月12日 叶晨和成冰园一起来到一家宾室4S店 提了一辆红色宾室S级S500L4MATIC将新高定版 这一款是宾室S级家族中的天花板存在了 落地价高达230多万 这辆宾室S级没有以成冰园的名义去买 而是上的公司户头 这样能抵税 很多手里有公司的老板都是这磨做的 这就是合理避税 回去的路上 开车的成冰园忽然开口到老公 你在想什么 想的这磨入神呢 我再纠结一件事情 坐在宾室S级副驾驶座位上的叶晨说道 什么事啊 跟我说说呗 成冰园说道 好 接下来 叶晨就把他不知道将 我的团长我的团上报至建军电影制片场 还是将士兵突击的剧本 上报至建军电影制片场的这个纠结 告诉了成冰园 老婆 等一下回去 我把士兵突击的剧本发给你 你看完后 给我一个建议呗 叶晨说道 老公 其实这个问题 你根本不用纠结的 成冰园孝道 叶晨一愣 这话怎么说 选择 小孩子才做选择呢 我全都要 老公 这句网络流行鱼 应该听过吧 听到这句话 叶晨眼睛一亮 啼壶灌顶 老婆 你的意思是 让我再成立一家影视公司 然后将我的团长我的团 以及士兵突击的剧本 分别以两个公司的名义 上报至建军电影制片场 是的呢 成冰园笑着点了点头 厉害阿诚老师 这个问题 可是让我纠结了整整两天 没想到被你轻轻松松 就给解决掉了 再成立一家影视公司 只需要成立一个空壳公司就行了 现在国内空壳公司可是很多的 如此简单的一个问题 他竟然都没有想到 哪有 老公你 就是当局者迷 而我是旁观者轻霸了 成冰园说道 不管怎么说 你都帮我解决了困扰了我两天的一个难题 成老师 我决定了 我要奖励你 心情大好的叶晨 笑着说道 闻言 成冰园一双眼睛变得亮晶晶的 下一秒 成冰园忽然变道 从执行道变道 左转弯道上行使着 老婆 你走错道了 去政大广场 应该右转弯 而不是左转弯 叶晨提醒道 两人准备去看场电影再回家的 我们先不去政大广场了 先回家 成冰园说话十篇 头对着 叶晨眨了眨眼睛 你刚刚不是说要奖励我吗 成老师 咱就是说 没必要这魔后级的吧 叶晨有些哭笑不得 没办法 谁让我是急性子呢 成冰园笑道 还有成老师 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说的奖励 是说要送个礼物给你 叶晨故意调侃起成冰园 谁知成冰园确待没一弯 笑盈盈的说道 送礼物给我 不是上意的礼物 老师可不要 叶晨 这一波 他败了 老师到底还是老师啊 第二天 叶晨跑了一趟工商署 注册了一家影视公司 眨眼间两天过去 时间来到了8月15日 今天是狂飙正式首播的日子 为此 叶晨今天一整个白天的心情 都是比较亢奋的 晚上7点钟 叶晨和成冰园坐在沙发上 用遥控器 开启了客厅荧幕站 比达到103寸的超大等粒子电视机 将电视抬掉到了姨妈八套 再过半个小时 狂飙就要在姨妈八套进行首播了 在成冰园右手边的沙发上 放着一个摆放 有个重新鲜水果的果盘 叶晨拿成冰园的大腿 当枕头 侧身躺在沙发上 两人一边吃着水果 一边等待着狂飙的首播 不过叶晨很少主动 伸手去拿水果吃 主要是这个姿势不方便拿 所以 基本上全城都是成冰园 在投喂他吃水果 有重罪握美人息的济世感 叶晨还是很享受当下这一幕的 终于时间来到了7点半 狂飙第一集正式开始播放 8点15分 第一集播放完毕 等会8点半 还有一集 现在是广告时间 老婆 你看着感觉怎么样 趁着广告时间 叶晨笑着问道 我感觉狂飙这部剧很不错 尤其是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一角 真的展现出了 当下很多普通人的不义 13岁父母去世之后 剧里面的高启强读字 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养活自己的弟弟妹妹 供自己弟弟妹妹读书 原本一个特别讨厌于欣慰的人 在生活的千金重担之下 最后不得不选择向生活低头 成为了一名 天天和鱼打交道的鱼贩子 还有剧里面的高启强 为了生活向管理员 唐小龙唐小虎 卑躬屈膝讨好他们的样子 真的看得让人心疼 同时这也是当下很多 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的 真实的生活写照 顿了毒 程碧原继续说道 狂飙这部剧拍得很真实 很接地气 尤其在对一些小人物的刻画上面 更是入目三分 这部剧 我认为真的很不错 至少从第一集来看 真的戳到我了 里面的演员演得都很不错 尤其是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 真的很出彩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第二集了 很快时间来到八点半 狂飙第二集开始播放 九点十五分 狂飙第二集播放结束 老公 这狂飙好好看哦 我决定了 这部剧 我要一直追下去 说起来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追过剧了呢 狂飙每晚只有两集 看完第一第二集后 程冰原只觉得意犹未尽 叶晨也有同样的感觉 那我陪你一起追 听到这话 程冰原一副生怕 叶晨反悔的表情 看着叶晨到老公 这可是你说的哦 程冰原特别享受 刚刚跟叶晨一起看狂飙的时光 嗯 我说的 文言 程冰原一双眼睛 顿时弯成了月牙形状 他随手从果盘里面 拿起了一颗葡萄 来老公 张嘴 叶晨听话地把嘴巴张开 等着程冰原的头位 但接下来程冰原的头位方式变了 不再是用手头位了 而是 好吃吗 头位完后 程冰原笑盈盈地望着叶晨 好吃 请继续 很快又过去两日 时间来到了8月18日 这一天早上 叶晨和程冰原 来到一家拉面馆吃拉面 结果叶晨发现 好多穿着工作制服的上班族 一边吃着拉面 一边拿着手机看着狂飙 周围讨论狂飙的声音也不少 今天是狂飙播出的第四天 网上已经更新了六集 叶晨白天在公司上网 看到不少帖子都在讨论狂飙 而且这些帖子的热度都不低 由此可见 狂飙的热度已经在快速发酵当中了 这一天 叶晨让张鸿辉 把我的团掌我的团 以及士兵突击的剧本 上报至建军电影制片场 下午三点多 一家专门做隔音的公司的团队 来到了成员传媒 这个团队先后去了成员传媒 所有高管的办公室 进行专业化资料测量 嗯 单只给自己和成员员的办公室做隔音 还给其他高管的办公室都做隔音 嗯 懂得都懂 就在这支团队 在叶晨办公室量尺寸取资料的时候 叶晨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是周家打来的电话 叶晨走出办公室 来到外面的走廊接通了电话 叶晨哥 我疯狂安利你一部剧 你可一定要看啊 周家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亢奋 什么剧 叶晨问道 狂飙狂飙 这部剧真的太好看了 我超级喜欢里面的强哥 还有大嫂 尤其是大嫂 真的太酷了 周家 黄飙这部剧 我和你嫂子 最近几天每天都在追 叶晨说道 另外 你恐怕还不知道 在里面饰演高启强的张颂文 还有饰演大嫂的高小叶 可都是我公司旗下的艺人 什么 张颂文和高小叶 是叶晨哥你公司的演员 周家无比震惊到 真的假的 这个你上网搜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叶晨笑道 听到叶晨这魔说 周家 也顿时就相信了 叶晨哥 帮我跟张颂文和高小叶他们 要张签明白 OK 叶晨直接答应了 跟周家又随便聊了几句后 叶晨便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坐在了会客区的沙发上 此时 那家专业 做隔音的公司的团队人员 还在他的办公室 一边亮着尺寸 一边现场做隔音方案 一时 闲着无聊的叶晨上 网进入了魔都大学的学校论坛 这还是 他自毕业以来第一次登陆魔大校内论坛 叶晨随便扫了眼就发现 首页有好几个帖子 都和狂飙有关 而且 这些帖子的楼层数都不低 点进去逛了逛 基本上都是夸狂飙的 各种安利狂飙这部剧的 从一个帖子退出来后 就在叶晨准备退出论坛 完两把斗地主打发时间时 首页的一个热门帖子 忽然吸引了叶晨的注意 标题是 程老师开上了200段的兵士S级 原方你怎么看 截至现在 这个帖子的楼层数 已经累计高达1869层 刚刚被狂飙字眼吸引 让叶晨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注意到这个帖子 叶晨点了进去 一楼是楼主发的一张 红色兵士S级主驾驶车门开启 程冰员从里面走出来的照片 二楼我怎么看 我当然是睁着眼睛看 三楼程老师的座驾 不是大众高尔夫吗 现在这辆兵士S级怎么回事 新换的座驾 四楼还挂着临时牌照 肯定是刚提的新车呀 程老师还是牛的 五楼S500L4MATIC 奖心高定版 这是兵士S级家族中的天花板啊 裸车价都要两百零几个了 程老师这魔有钱的吗 六楼大惊小怪 忘记咱们程老师和叶晨学长 在大资料婚姻配对中的分值 高达99 获得了一笔一千万的婚姻幸福基金的事情了吗 这买一辆兵士S级 不是轻飘飘的事情吗 七楼 我谁都不羡慕 就羡慕叶晨学长 大哭点JPG 八楼打卡打卡了 羡慕叶晨学长的第47天 九楼自身是魔大的老师 在外面的会计师务所里还有兼职 咱们程老师可是隐藏的小富婆啊 我也好想吃软饭 哭了点JPG 十楼你们真以为叶晨吃软饭啊 告诉你们 叶晨现在住的房子在国庆世界海景 是一套三百多平米的一线将近超级大平层 而且是全款拿下的 叶晨现在超级牛的 十一楼卧草学长 真的假的 十二楼保真 叶晨现在住的那套大平层 价值六千多万 酷酷连点JPG 十三楼六千多万 我直接倒吸一口凉气 难道我叶晨学长 是个隐藏的富二代 十四楼叶晨不是啥富二代 但他最近发财了 十五楼六百六十六啊 叶晨学长现在过得真魔好 那某人心里 估计不好受了吧 斜眼笑点JPG 十六楼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斜眼笑点JPG 十七楼我只想说漂亮 十八楼某人 估计已经哭晕在厕所了 十九楼 我说楼上的几个家伙 遮遮掩掩的干嘛 能不能霸气一点 直接点名林小雪就是了 我今天就把话料在这里了 像林小雪这种薄情寡义的女人 以后注定是不会幸福的 我也不怕得罪人 在座的各位 尽可在下面的楼层里林小雪 或者截图我说的话 发给林小雪 我都不怕 二十楼哥 你是真的勇 我扶你 二十一楼哥 你牛逼 把我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二十二楼雪洛晨 艾玲小雪论坛 ID 学姐 我哥叫我你一下 看到这里 叶晨没有再继续 往下看下去了 因为专业做隔音的这支团队 已经完成了 对他办公室资料的测量 而且初步的方案 也已经做了一个出来 叶晨询问对方设计师 按照你这个方案 做出来的隔音效果 能达到什么程度 叶总 隔音效果除了和隔音材料的设计布局相关 还和隔音材料本身有着很大关系 目前我们行内将隔音材料分为了六个等级 其中最好的隔音材料是六级的 在六级隔音材料之下 50到55分贝之下的大声叫喊 都是几乎听不到的 就是无线电开支最大的声音也听不到 顿了毒 这名青年 设计师继续说到另外叶总 我们公司最新研发了一款新型隔音材料 其隔音效果经过试验 已经超过了我们行内的六级隔音材料的标准 叶总 你作为一家公司的老板 对自身隐私肯定要特别保护好 所以我个人建议 您办公室采用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新型隔音材料 叶成文生点头倒横 那我这间办公室 还有隔壁我爱人的办公室 就用你们公司最好的隔音材料吧 至于其他高管办公室 你看着来就行了 青年设计师苗懂 看着来就行了 那言外之意就是其他高管的办公室 隔音没必要做纳膜好 给他公司省点钱 嗯 该省的地方能省则省 但涉及到自己 那是绝对不省 这个年轻叶总的做法就很资本 好的叶总 三天之内 我会将具体的设计方案送成贵公司的 4日 8月19日 黄标热度继续在网上发酵 很快一周过去 时间来到了8月26日 到今天 黄标已经播出了24集 播出进度 已经超过了黄标总级数的一半 时至今日 黄标这部剧已经彻底大爆 最近数日 有关黄标的话题 登上了微博等多个娱乐社交平台的热搜榜 而且在榜上的位置 更是居高不下 其中饰演高启强的张颂文 还有饰演大嫂陈淑婷的高小叶 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的喜欢和关注 截止今天 张颂文微博粉丝的数量 已经突破了300万 高小叶在微博平台上的粉丝数量 现在是280多万 估计明天也就能突破300万了 要知道 在黄标还没播出之前 这两个演员 在微博上的粉丝数量 都只有区区一万多点 除了张颂文和高小叶两 黄标这部剧还捧红了好几个演员 比如 在里面饰演高启盛的苏小丁 被很多网友称呼魏丰批反派 其中 苏小丁在剧中的一段魔性步伐 更是引来了全网无数网友 以及网红们的争相模仿 手拿动鱼追一路 我叫启盛你记住 苏小丁饰演的高启盛一角 可是给很多网络段子手 提供了创作的素材 还有在剧里面 饰演杀手老木的冯斌 也是在网上吸粉无数 截至今天 苏小丁和冯斌两人 在微博单平台上的粉丝数量 也都先后突破了100万 叶总 火了 真的火了 这几天 有好多品牌 都想要找张颂文高小叶苏小丁冯斌他们 四人做代言 尤其是想要跟张颂文高小叶 合作的大大小小的品牌 现在加起来 都有40多个 而且不少品牌的报价 都相当可观 张鸿辉来到叶晨的办公室 一脸亢奋地对着叶晨说道 还有现在 综艺邀约不断 芯片邀约也不断 此时的张鸿辉满面红光 他之前怎么也没有想到 张颂文和高小叶 竟然会因为一部狂飙 而火成现在这副样子 还有苏小丁和冯斌两人 现在因为狂飙 热度也是居高不下 咖位也是在不断提升当中 而这些演员的爆火将会 直接给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 而他张鸿辉 作为陈元传媒的副总经理 可公司那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 现在看到公司形势逆转 前途变得光明亮很多 他这几天也是高兴的不行啊 恐怕现在陆星昌后悔的肠子 都轻了吧 陆星昌当初 要是肯多坚持一个多月 等到现在的话 那可就是拨开乌云见月明 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呀 不过他也挺能理解陆星昌的 毕竟谁能想到因为一步狂飙 自己公司的四名演员 将会直接爆红呢 这种事情根本无法预料得到 事实就如同张鸿辉 心中所想的那样 陆星昌这些天 一直在懊悔当中度过 就现在还在垂胸顿足 长欲短叹呢 只能说叶总的运气 真的是太好了 他花了千把万 就从陆星昌的手里 收购走了春秋影视 结果才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公司的四名演员就火了 尤其是张颂文和高晓燕 已经不是一般的火了 而是爆火 从目前来看 张颂文和高晓燕两人的热度 已经完全不输一般的一线演员了 而且 这两人可不是银枪蜡烛头 他们是真正的实力派演员 属于后继爆发的那一种 一般这众演员火了 那是能火很久的 不像那种吃青春饭的流量明星 火起来很快 但陨落起来也很快 可以说 有张颂文和高晓燕在 现在的成员传媒的市场 估值那绝对翻了十几倍都不止啊 叶晨这一波 简直是血转啊 老张 先别急着让张颂文 他们四个接广告 接商业 咱们先让子谈飞一会儿 叶晨说道 按照那条未来讯息中所说的 张颂文高晓燕 他们四人的热度当下并 没有达到最高 也就是说这四人的身价 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现在就着急让 他们四个接通告的话 并不能使公司利益最大化 还有 后面就算准备让张颂文 他们寄个接通告的话 那他也不会什么钱都赚的 比如 像那些是场口碑比较差的品牌 他是不会跟那些品牌 进行商业合作的 因为跟这些品牌合作 容易败坏一个好演员的路人员 以及风评 严重点还会影响 一个明星的咖位 还有这些品牌 比较容易爆雷 一旦爆雷的话 你演员作为代言人 那也是要承担 一定的法律责任的 总之不能因小失大 不能只图眼前的一点利益 好的叶总 听到叶晨的话 张鸿辉不禁越加地 佩服起叶晨了 不说别的 叶晨的心态是真的稳啊 明明一座金山就在前面 叶晨却不急着挖 如此心态 可没有吉人能做到的 如果换作是他的话 他恐怕早就下命令 让张鸿辉高小叶他们四人 去接各种商业广告 来替公司赚钱了 他十之八九 是做不到像叶晨 现在这么淡定的 下午四点多点 在魔都大学忙完的成冰园 开车来到了成员传媒 看到叶晨办公室换了新门 而且门还是虚掩着的 成冰园便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朝四周望了望 成冰原笑道老公 办公室都装修好了呀 嗯嗯 叶晨点头到上午才装修好的 现在我们两人的办公室 隔音效果可是非常棒的 我们人在里面大喊 外面都听不到 说着叶晨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会议的成冰原镜字 坐在了叶晨的大腿上面 依偎进了叶晨的怀里面 老公 现在狂飙是真的火啊 魔大很多老师都在追狂飙呢 闻言 叶晨笑了笑 成老师 张宋文和高小叶 现在已经因为狂飙这部剧而爆火了 愿赌服输 你是不是该对献成落了 可以啊 成冰原眨巴着一双大眼睛 好奇地望着叶晨 说说你的要求吧 好 叶晨忍不住激动了起来 随后把手机给掏了出来 成冰原看得有些不明所以 叶晨同学 你拿手机做什么 叶晨没有回答 而是用手机快速打了一个字出来 成老师 这个字 你认识吧 认识啊 怎么了 分开读一下 就是 我要提的要求了 叶晨淡淡说道 不过叶晨此刻的淡然 都是装出来的 实际上 叶晨心里是有些七上八下的 他怕成冰原会骂他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 证明叶晨的担心是完全多余的 叶晨同学 没想到你 竟然敢对老师提这种要求 成冰原在会议过来后 顿时用一副笑宁宁的姿态望着叶晨 现状 叶晨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看这样子 成冰原显然没有生气 于是叶晨彻底淡定了下来 你虽然是我的老师 但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 你该不会是输不起 想要耍赖吧 我是输不起的人吗 成冰原傲娇的抬了抬下吧 可是我不会 文言 叶晨伸手摸了摸成冰原的脑袋 笑着鼓励到 任何事都有一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 老公 你想这件事 怎么之前不告诉我呢 成冰原忽然望着叶晨这般问道 呃 我这不是怕说了 怕你骂我吗 叶晨善善干笑道 怎么会呢 成冰原神色认真的说到老公 在我面前 你什么都可以说的 只要我能做到 我都会尽力去做到的 听到这话 叶晨忍不住伸手捏了捏成冰原的翘脸蛋 笑道你 真是我的好老婆啊 接下来成冰原起身站了起来 见状 叶晨心里一荡 有些激动了起来 盼望许久的事情 现在终于能得长宿院了 其实之前跟林小雪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跟林小雪提过这事 但当时林小雪却骂他 心里有问题 搞得他一度以为 真的是他心里有问题 但到了成冰原这里 成冰原对他的态度 却是跟林小雪截然相反 果然 人与人是不同的 这些念头在叶晨的脑海里 一闪而逝 随后叶晨也起身站了起来 四目相对 另一边 一家高档饭店的包厢里 林小雪零号这对姐弟俩相对而坐 两人都沉默无声 如此状态 自从两人来到这包厢以后 就一直保持着 最好还是林浩率先开口 打破了包厢里这重诡异的安静 唉 只见林浩叹了一口气 说到叶晨的运气 怎么会这磨得好 一步狂飙 直接使他公司的四名演员都火了 尤其是那个张颂文和高小燕 现在真的火得不行啊 此时林浩脸上的表情既有羡慕 又有嫉妒 他羡慕张颂文和高小燕的爆红 嫉妒叶晨的好运气 原本他以为成员传媒在叶晨手上肯定很快就会凉凉的 但现在公司里一下子红了四名演员 这无异于是让成员传媒直接逆转形式 焕发了第二春啊 以现在张颂文和高小燕在网上的夸张热度 他就是用脚趾头也能猜到 现在这两人肯定是个众广告邀约不断 商演邀约不断 芯片邀约不断 而浙江能给成员传媒带来一打又一打的钞票进账 马德 叶晨这一波简直是躺赢啊 这挺好的 我为叶晨感到开心 林小雪笑了笑 只是脸上的笑容看起来多少有几分勉强 姐 你真的希望叶晨越过越好 林浩问道 当然了 林小雪点头说道 虽然我跟叶晨不在一起了 但我们也算和平分手 而且我们分开 原因在我不在他 是我有负于他 所以我从心里是希望叶晨能越过越好的 这样 我对他的愧疚感也就没有那么的重了 姐 如果叶晨未来过得比你好很多很多呢 这也是你希望看到的吗 迎着自己弟弟的目光 林小雪的眼神不禁有些闪烁了起来 片刻之后 林小雪点了点头 林浩看到只是笑了笑 有些事情还是看破不说破的好 姐 你还是太善良了 你希望叶晨越过越好 但是叶晨可并不一定希望你越过越好啊 如果叶晨真的还念着你们昔日的感情 他又怎么会封杀你弟弟我呢 姐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弟弟 我是真心希望你能过得幸福的 因为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亲姐弟 听到自己弟弟的这番话 林小雪将他这两年里心里最大的一个疙瘩给抛了出来 林浩 两年前 在我急需肾员做手术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肯帮我 最后还是叶晨 姐 这你可就误会我了呀 当年我要是不愿意捐肾的话 那也不会到医院做肾员配对了 林浩说着说着 忽然叹息到是奶奶非不让我捐肾给你的 奶奶当时甚至以死相逼 那些天更是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 就是防止我拿肾给你 姐 你是不知道 那几天里 我内心承受了多大的煎熬 一边是姐姐 你的命 一边是奶奶的命 我当时真的不知做何抉择 那几天里 我一直在苦劝奶奶 最后终于劝服了奶奶 但是当我急匆匆地赶到医院 准备把这个好讯息告诉你的时候 确实得知你已经在手术当中了 林浩 你没骗我吧 林小雪眼神灼灼地看着自己弟弟问道 姐 天地良心啊 你要是不信的话 就让老天落个雷劈索 林浩话音刚落 只听轰的一声 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道雷鸣声 随后乌黑的天空 下起了磅礴大雨 听到这道雷声 林浩一张脸都有些绿了 马德 这死老天 早不打雷 晚不打雷的 偏偏挑这个时候打雷 他不尴尬的吗 好在这个时候 突然响起的敲门声 及时化解了林浩的尴尬 肯定是小张倒来了 林浩说着 起身走过去开门 门开 走进来的果然是张一南 刚刚那个雷声是真的响 下斗刚刚上楼时 脚下一个裂剑 差点就摔倒了 张一南吐槽道 小张倒 林小雪站了起来 小雪 咱们也算是朋友了 不用这魔拘束的吧 很快 三人都坐了下来 花了分把钟的时间 张一南和林浩便点好了餐 小张倒 你说那个叶尘的运气 怎么会这魔的好呢 黄标的爆火 竟然让陈元传媒 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林浩开始煽风点火道 运气只是一时的 只有实力才是很久的 张一南嘴上虽然这魔说着 但是他心里 却是忍不住 极度起了叶尘 这个叶尘的运气 简直逆天啊 不久前在帝都花了十五万拍下的一件就加杀 最后反手 卖了一亿五千万 现在因为狂飙这部剧 叶尘公司的四名演员 直接火了 尤其是那个张颂文 还有高小燕 此二人现在的热度 都已经超过了普通的一线艺人 有这两人在 陈元传媒 已经不再是从前的 那个陈元传媒了 直接鸟枪换大炮了 要知道陈元传媒的前身 可就是春秋影视 而他当初 可就是要收购春秋影视来着 只是最后被那个叶尘截胡了 这就等于 是叶尘抢走了他的一个大机缘啊 这些天每每想到此事 他都郁闷得 晚上睡不着觉 小张导说得对 运气是不会 一直眷顾一个人的 当哪一天 运气抛弃了叶尘 叶尘立马就会被打成原型的 反观小张导你 运气对你来说 那就是锦上添花而已 林浩在一旁拍着彩虹屁道 这一刻 张一南的脸上 忽然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我问一下啊 林浩 小雪 你们觉得以陈元传媒的实力 能留得住大伙的张颂文 和高晓燕吗 还有那个苏小丁峰丁 此话一出 林浩眼睛顿时一亮 小张导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现在张颂文高晓燕那魔火 那肯定有很多影视公司 都盯上他们两个 想要挖陈元传媒的墙角 原本看到叶尘公司的四名演员 英俱而火后 他还非常嫉妒叶尘 但现在 他不仅不嫉妒叶尘 反而还开始同情叶尘了 就像张一南刚刚说的那样 张颂文和高晓燕爆火之后 还会选择留在陈元传媒吗 面对其他实力 更将的影视公司 抛过来的橄榄枝 张颂文和高晓燕会不心动吗 所谓良情 择目而期 张颂文和高晓燕 到时候选择离开陈元传媒的 几率会很大的 换位思考 他肯定会离开陈元传媒的 眼看着自己公司出现了几棵摇钱树 马上就能赚很多钱的时候 自己公司的几棵摇钱树 突然就被别人给挖走了 这种感觉 肯定是异常难受的 与其自己的摇钱树 被别人挖走 那还不如压根就没有拥有过摇钱树呢 这种感觉 就像你买彩票 突然中大奖了 就在你拿着彩票 准备去对奖的时候 突然一股大风吹来 将你的彩票给刮到天上 找不到了 这样 那还不如不中奖呢 两者感受是相通的 如此看来 他还要同情一下这个叶臣呢 真是一个可怜的娃 有合约的束缚 他们想要离开陈渊传媒 应该会很难吧 林小雪如是说道 小雪 你要知道 那个张颂文和高小叶的爆火 是突然性的 是不可预见的 在狂飙播出之前 这个张颂文和高小叶 只有张颂文 勉强够得上三线一人之列 在这重情况下 陈渊传媒能给他们高阶别的合约吗 肯定不会的 张一南一副蜘蛛在握的表情 看着林小雪 侃侃而谈到 估摸着张颂文和高小叶 跟陈渊传媒签的合约 不会超过B级 而B级合约的违约金 按照我们国内影视型 页相关标准 最高不能超过5000万软媚币 以张颂文高小叶现在的身价 这5000万的违约金 肯定会有资本 愿意为他们代为支付 这笔违约金的 林浩 小雪 不瞒你们说 我爸的工作室 就准备要把那个张颂文 给挖过来 5000万的违约金 陈渊传媒和张颂谋工作室之间 你们会选择谁呢 那肯定是选择加入张颂的工作室 但凡犹豫一秒钟 那都是对张颂的不尊敬 和对自己的不负责 林浩咧着大嘴笑道 林小雪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 她似乎已经能够遇见到 张颂文高小叶 离开陈渊传媒的那一天了 因为人家张一南分析的很有道理 在一个艺人没有火之前 人家公司肯定不会给你提供 高阶别的合约的 毕竟你给艺人提供的合约等级越高 那也就意味着 你公司在这名艺人身上 投入的成本越大 不是财大气粗的公司 在给那些没有名气的艺人合约时 那可都是扣扣搜搜的 一般都是先给你一个低阶别的合约 后面在你名气上升的时候 公司再把你的合约升级 保持跟你的咖位相匹配 但张颂文和高小叶 是一下子就突然爆火了 这样的爆火 是让人反应不及的 等到叶晨反应过来 再想要升级张颂文高小叶的合约 那已经站在一个比较高的 高度上的张颂文和高小叶 还会答应吗 恐怕不会答应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他们 完全可以代价而沽 拥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了 哪怕高小叶跟城冰原 是多年的好闺蜜 但涉及到自己的新途发展 高小叶多半是不会顾及 自己跟城冰原的闺蜜情的 所谓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啊 果然没有根基 没有背景的叶晨 在这个圈子里 只有被那些资本拿捏的粉 你公司就算突然火了几个演员 那又怎样 不过是给他人图做架一把了 可悲可叹啊 对了小张导 我跟城冰传媒的合约 还有三天就到期了 等到三天之后 我就能签约大唐影视了吧 林浩忽然一脸谄媚地 望着张一南问道 嗯 张一南点头微笑道道时候 我来给你们当中间人 文言 林浩高兴不已 那谢谢小张导了 五点多 承冰原从叶晨办公室的 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他刚刚在里面漱口完 看到承冰原出来了 神清气爽的叶晨起身 笑道走吧 我们下班了 很快 两人离开了成员传媒 乘坐电梯 来到了写字楼的地下停车场 不多时 叶晨便开着大G 载着承冰原 从地下停车尝试了出来 明天承冰原放假休息 不用去魔度大学 所以承冰原就把他的冰室S级 停在了公司写字楼的地下停车场 而选择乘坐叶晨的大G 虽然有自己的专属坐驾了 但承冰原只要有机会 还是更愿意 坐在叶晨的副驾驶座位上 老公 刚刚很疼吧 承冰原开口道 脸上写满了自责 虽然不是有意的 但他确实是对叶晨造成了一些伤害 还好了 你不用自责的 叶晨一边开车 一边笑着出声安慰道 嗯嗯 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承冰原认真说道 听到这句话 叶晨眼睛一亮 还有下次 你要是有心理阴影的话 那就算了 承冰原笑道 别 你老公心理强大 不会留下阴影的 叶晨说道 金哥这雨下得可真大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成冰原 望着窗外的瓢泊大雨 忍不住感慨道 这应该是今年开年 已来下的最大的一场雨了 还有刚刚那声巨雷 如果不是被那道 突然响起的雷声惊叨了 我也不会弄疼你了 刚那道雷是真的响 不说你了 就是我都被吓得一击灵 然后我就 嗯 总之刚刚是长美丽的意外 我不是故意的 叶晨说着说着 忽然黑黑笑了起来 看到叶晨 脸上内得了便宜 还卖乖的笑容 成冰原先是默好气地 白了一眼叶晨 随后笑盈盈地望着叶晨 当真是意外吗 我怎么感觉 你在借助天使 为自己找的一个借口呢 老婆 你这可就误会我了呀 说着叶晨岔开话题 盗走老婆 我请你吃好吃的去 吃完再看场电影 然后我们再回家 成冰原撇了撇嘴 转移注意力 倒是转移得挺快的嘛 呃 晚上八点多 张一南零号林小雪三人 吃完饭 从饭店里走了出来 零号 小雪 我约了几个朋友 一起唱歌去 好啊 零号想都没想的 就直接答应了下来 这种能跟张一南相处的机会 他又怎么会拒绝呢 我不去了 我想早点回家看书 林小雪说道 文言 张一南号祈祷看书 看什么说啊 演员的自我修养 听到这个回答 张一南笑道 小雪你这魔努力 未来一定能成为一名流量和演技 同时兼具的好演员的 就这样 林小雪坐上一辆计乘车回家了 林浩泽跟着张一南去了一家会所 Happy去了 8点5时 林小雪乘坐的计程车 驶进了阳光花园小区 不一会儿 计程车停在了一栋楼的前面 美女 到了 多少钱 我微信扫给你 26元 当林小雪开起手机准备扫码时 林小雪发现 她手机多出了好机条未读简讯 扫完码支付了26块后 林小雪便下了车 下车后的林小雪 一边朝着单元门走去 一边检视起了那机条未读简讯 结果这一看 林小雪的脸上 就多了一层阴霾 因为这机条简讯 都是在提醒她还款 之前为了炒笔特币 她透过套现信用卡花呗 以及透过各种网贷平台 一共凑了55万 其中绝大部分网贷平台 还算正规 利息不算太高 但也有数个网贷平台 是不纳摩正规的 类似于高丽带那种 她借的钱虽然不多 但要是这摩一直拖下去的话 那时间一长 到时候 利息可就有些吓人了 不过想到由她主演的 欢乐谷宣传片 在9月1号 也就是四天后 就会于全网正式上线后 笼罩在林小雪脸上的那丝阴霾 就自动消散了 9月1号上线 未期一个月 到时候 欢乐谷背后的公司 会按照这一个月的影片播放量 来跟宣传片的制作方进行结算 届时她 就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片酬了 想来这些钱用来 偿还外债 应该是足够了 晚上11点多 一辆黑色路虎 来到了林浩家所在的小区外面 林浩 你家住在几号楼啊 小张道 外面雨停了 就放我在这里下就行了 我自己走回去 我家这小区里面 道路比较窄 别回头把你的路虎 寡仓到了就不好了 文言 坐在后排的张一 难点了点头 行吧 那你回去的路上 自己小心点 就这样 喝得有些醉熏熏的林浩下了车 目睹张一南乘坐的路虎 走远了之后 林浩这才转身 走进了自家的小区 林浩心情很不错 一路上嘴里面 都在哼着小曲 一想到夜晨的成员传媒 很快就要被挖墙角 失去张颂文 高小叶苏小丁 以及冯丁这几棵摇钱树 而他林浩在三天后 就能签约大唐饮 他就忍不住的开心啊 夜晨啊夜晨 让你封杀我 这下报应马上就来了吧 一个从山窝里走出来的愣头青 还妄想在娱乐圈挣到当资本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不过你这个美梦 也做不了多久就要醒了 哈哈 但没没想到夜晨的老婆 是成冰园时 林浩又有些不爽了起来 马德 有成冰园在 这个夜晨就算公司破产了 那还能回家吃老婆的软饭啊 不过夫妻是可以离婚的 诚然成冰园 现在是被夜晨给彻底的迷住了 短时间内 这两人肯定是不会离的 但时间一长 等到成冰园发现 夜晨除了长得帅之外 就是一个废物的时候 恐怕到时候 成冰园的思想 就会慢慢发生改变了 如果夜晨在这期间 发生了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那就好了 就在林浩一边走 一边于心理盘算着事情的时候 忽然天空响起一道 震耳欲聋的打雷声 这把林浩吓得抬头直骂老天 操 又打雷 吓死你吧 林浩的声音到此戛然而止 此刻他一双眼睛瞪得老大 头发根根倒数 后背的衣服 没有一块是完整的 整个后背裸露在外的肌肤 此时看起来 都像是刚刚被火烧过 溃烂了起来 看起来分外的猙獰吓人 林浩的意识快速消失 随后整个人 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这一幕 恰好被不远处 正在巡逻的 两名保安大爷给看到了 其中一名保安大爷睁大眼睛 由于过于震惊 而忍不住尸声惊呼到卧槽 前面有人被闪电给劈中了 老周 我估计人没了 快去看看去 刚刚那道闪电 真的好吓人 把黄浦江面映照得如同白昼一样 比石刚洗完澡 来到床上的成冰园 望着窗外的黄浦江说道 好了 都快零点了 我们关灯睡觉吧 听到这话 成冰园笑盈盈地朝叶晨望去 叶晨同学 这就要睡觉了 下午咱不是 你觉得那能算吗 成冰园眨巴着一双大眼睛问道 不算 叶晨笑道 于他算 于他不算 那就是不算了 凌晨一点多 正在熟睡的林小雪 被忽然响起的手机来电铃声给吵醒了 睡得迷迷糊糊的林小雪 伸出一只手 在床头柜上面摸着 摸到自己正在充电的手机后 林小雪便顺手把手机拿了起来 半睁着心松的睡眼 林小雪朝自己的手机望去 结果这一望 林小雪整个人顿时清醒了不少 因为给他打电话的人 是他的那个奶奶 上次他奶奶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是他弟弟被狗咬了住院 再上次 他已经济不清是多少年以前了 总之没有什么大的事情 他奶奶是从来不会给他打电话的 现在都快凌晨两点了 他奶奶竟然打电话过来了 这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睡意去掉大半的林小雪 拔掉充电线头 接通了电话 赶紧来摩都 丁一医院急诊室 林小雪闻言一愣 怎么了奶奶 是林浩出神模式了吗 是的 你现在马上过来 奶奶 就在林小雪开口 想要询问林浩到底怎么了的时候 手机里已经转来了电话 结束通话的嘟嘟声 无奈之下 林小雪只好起床 穿好衣服拿上手机 林小雪就直接素颜朝天的出门了 凌晨两点半 林小雪来到了摩都第一医院急诊室外 看到自己奶奶的第一眼 林小雪便急声开口问到奶奶 林浩到底怎么了 明明晚上分开的时候 他弟弟林浩还好好的呀 这怎么突然就进了医院呢 而且现在还在急诊室 这说明他弟弟的情况很严重啊 啪 一道清脆的耳光声 在这安静的医院长廊里显得格外的响 林小雪捂住被打的左脸 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奶奶 你打我干嘛 林小雪现在是既气氛又委屈 接到电话后 他就立马赶到医院来了 然而首先迎接他的却是他奶奶的一耳光 因为你该打 此时王芳望向林小雪的眼神 甚至带着明显的怨毒 你看看你弟弟跟你吃了一顿饭后 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医生刚刚跟我说 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你跟你妈妈一样 都是不祥的女人 你妈妈克死我儿子 现在你这个做姐姐的 又在克你弟弟 林小雪 我跟你说 你弟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我就跟你拼了 感受到自己奶奶眼神中的怨毒 林小雪身体冰凉 不过心凉的同时 林小雪 此时心里更多的是委屈 林浩出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晚上我跟林浩分开时 林浩明明是好好的 跟你没关系 那你晚上卫视魔 要和小浩一起在外面吃饭 又不是我喊林浩吃饭的 是林浩他喊我的 小浩喊你吃饭 你就出来 你不会拒绝的吗 你一个做姐姐的 还让弟弟请你吃饭 你还要不要脸啊 我 林小雪眼眶通红 想要反驳 但一时间却又找不到反驳的话 林浩到底怎么了 最后林小雪 将他心中最大的一个疑问 抛了出来 你弟弟被雷给劈中了 王芳瞪着血红的眼睛 说道 什么 林浩被雷劈了 林小雪目瞪口呆 此时林小雪忍不住 想到晚上吃饭时 他弟弟林浩说过的一句话 姐 天地良心啊 你要是不信的话 就让老天落个雷劈死我 这 这是应验了 啪 王芳抬手又抽了林小雪一巴掌 你这是什么表情 你弟弟被雷劈了 你这个做姐姐的 竟然一点都不伤心 你良心都被狗给吃了吗 你要是再敢打我 我救 林小雪都快要气疯了 林浩被雷劈了 关他什么事 又不是他让雷劈林浩的 谁让林浩漠视对天乱发誓的 这个老太婆 竟然先后扇他两个耳光 简直太过分了 你就怎么样 你还想还手不成 王芳睁着血红的双目 瞪着林小雪 你弟弟都喝酒了 你这个做姐姐的 竟然不送你弟弟 让你弟弟一个人回家 还是大下雨天的 你觉得你这个姐姐当得称职吗 当时吃完饭 林浩跟张一南一起唱歌去了 你让我怎么送他回家 林小雪是又气又委屈 再说了 林浩跟我是孪生姐弟 他跟我一样打 早都成年了 他在外面吃饭 还要我送他回家吗 他又不是小孩子 怎么 你还觉得自个儿委屈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躺在急诊室里面的 那个人是你呢 晚上你要是不出来 那晚上这个饭局 能组得起来吗 都怪你 小浩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拜你所赐 你跟你妈一样 都是磕灾心 灾心 骂着骂着 王芳忽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对着急诊室那扇紧闭的门 嚎啕大哭了起来 小浩爱 我苦命的孙儿 你可不能有事啊 你要是有事的话 你让奶奶 我可怎么活呀 小浩爱 忽然急诊室的门得开起了 一个身穿护士服的女护士 从里面走了出来 对着坐在地上的王芳皱 没到病人家属 你的心情 我很理解 但这里是医院 请你务必保持安静 你要是这魔哭闹的话 是会影响到我们医生抢救病人的 听到这话 王芳忽于是止住了哭泣 并从地上站了起来 护士 我孙儿怎么样了 她不会有事的吧 看到王芳此时那一脸关切紧张的样子 林小雪忍不住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这个老太婆对她来说 是一个坏透了的奶奶 但对她弟弟林浩来说 对方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奶奶了 目前我们医生还在全力抢救当中 至于最后结果如何 我也不清楚 毕竟我只是一个护士 好了 总之 你们在外面要保持安静 不要再大喊大叫了 说完这名女护士 便回到急诊室 并把急诊室的门给关上了 有了女护士的警告 王芳的情绪也变得稳定了不少 在看到急诊室的门重新关上后 王芳直接面朝急诊室 屈膝跪在了医院长廊的大理石地面上 双手合十 祈祷着 祈祷着自己孙儿 能平安度过眼前这一难关 凌晨三点半 室的门再次开启 一行戴着口罩的白大褂 从里面走了出来 现状 坐在休息长条牌椅上的林小雪 连忙起身站了起来 而双膝跪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的王芳 看到医生出来了 也当即要起身 但由于在坚硬的地面上跪久了 加上其确实上了年龄 于是一时竟然起不了身 林小雪看到后 走过去 伸手想要把自己奶奶搀扶起来 但她的手却 直接被王芳给开启了 我不要你服 林小雪强压心头怒火 也当即不再管王芳了 最后王芳 还是在一名护士的搀扶下 这才站起了身 医生 我虽然怎么样 此刻王芳的一颗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迎着王芳的目光 只限一名头发花白的男医生 摘下口罩 对着王芳说道 经过我们的抢救 病人目前算是暂时度过了危险期 听到这 王芳心里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 但下一秒 随着那名男医生的话风一转 王芳刚松的一口气又 立马提了起来 不过强大的电流 使得病人的五脏六腑都受到了一定的损伤 尤其是病人的双肾 已然都坏死了 目前双肾坏死主要有三种治疗方式 分别是血液透系附膜透析 以及肾移植 针对病人现在身体的一个状况 我们医院的建议是进行肾移植 听到医生的这番话 王芳的一张脸已经面无血色了 双肾坏死 他孙子还难磨得年轻 正处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啊 病人家属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现王芳双目无神地愣在原地 林浩的主治医生出声提醒道 医生 我都听你的 你说我孙儿该怎么治 那就怎么治 总之 你们一定要让我孙儿康复啊 他还难磨得年轻 还有大好的年华在等着他呢 王芳双眼发红道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另外等天亮了 你让病人的直系亲属 都来医院做个肾源配对吧 病人现在这个情况 肾移植手术必须 要在五天之内进行 时间紧迫 我担心这磨短的时间 很难从全国肾源库里 找到合适的肾源 听到这话 一旁的林小雪 心里顿时就是一戈灯 两年前 他在做肾移植手术之前 他弟弟的肾源 跟他配对上了 现在 好的好的 王芳连连点头 医生 除了双肾坏死 我孙儿 其他都还好吧 病人全身烧伤面积 达到了25% 属于中度烧伤 此外 病人的很多器官 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电机损伤 所以不排除病人 后续治愈出院后 有后遗症的这种可能 什么 王芳眼泪横流 我苦命的酸 病人家属 等天亮了 记得给病人去办理 住院手续 又交代了一些话 一行白大挂便离开了 在医生走之后 王芳望向林小雪道 如果医院 找不到合适的肾源 你愿意捐一颗 肾给你弟弟吧 果然 他最担心的的事情 还是来了 林浩及人自有天佑 我相信 医院一定能在肾源库 找到合适的肾源的 我是问你 如果医院 找不到合适的肾源 你愿不愿意拿一颗肾 出来给你弟弟 王芳说话时 死死地 盯着林小雪的眼睛 我 林小雪眼神闪烁不定 好啊 林小雪 让你拿一颗 肾就你的亲弟弟 你竟然还犹豫了 你还有良心吗 听到这话 林小雪咬了咬背齿 眼神不再闪烁 那两年前 我肾衰竭 需要做肾移植手术的时候 林浩为何不肯捐一颗 慎就他亲姐姐的命呢 那是我当年拦着 小浩不让的 你要恨就恨我 不要恨你弟弟 你弟弟是无辜的 王芳说道 你的心可真狠 你孙子的命是命 你孙女的命 难道就不是命吗 林小雪眼眶泛红道 我还是那句话 你可以恨我 但不能恨你弟弟 你不能对你弟弟 献死不救 顿了毒 王芳接着说道好了 你去给你弟弟 办理住院手续吧 这是你弟弟的就诊卡 王芳说着 将一张卡片 得给了林小雪 无墨前 林小雪说道 办理住院 那可是先要交一笔押金的 而以他弟弟 现在的这个病况 这所交的押金 肯定是五位数起步的 而他现在的兜里 比自己的脸还要干净 墨前 那你自己想办法 别忘记了 你还欠我一百万 王芳知道自己孙子 当初卖房子的时候 借了一百万给 自己姐姐炒笔特币 而他身上现在 也就五千多块钱 也不够他为自己孙子 办理住院交押金的 你那个前男友叶辰 还有成冰原 张一男不都有钱吗 你没钱可以问他们借啊 闻言 林小雪没有再说食魔了 她的确欠这个老太婆一百万 现在林浩住院 她与情与礼 都应该要拿钱出来 不过此时林小雪的心里 却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 那就是 如果魔都第一医院 没有为他弟弟找到甚缘的话 那到时候 他就要面临一个选择了 就是捐不捐 肾给自己的弟弟 他现在体内有三颗肾 两颗是他自己的 一颗是叶辰的 他自己的两颗肾 其中一颗已经坏死了 另一颗再肾移植手术 做完后的这两年里 竟奇迹般地 慢慢恢复了正常的功能 叶辰的那颗肾 本身就是透过肾移植手术 才进入到他体内的 自然是不能再拿出来了 所以 他要是捐肾的话 那只能捐他自己的那颗肾了 少了一颗肾 那对他的身体 自然会有很多不利的影响的 希望医院能为他弟弟 找到合适的肾源吧 一定要找到啊 此时此刻 林小雪的脑海里 浮现出了一道身影 为食膜 为食膜当初 他能毫不犹豫地 就拿一颗肾出来给他 让他的肾移植手术 能得以顺利进行 当时他还不觉得有什么 然而现在 他却有了不同的感受 因为他可能也要面临 同样的选择了 然而他却犹豫了 要知道 现在需要肾源的人 可是他的亲弟弟 就是这样 他都犹豫了 而夜晨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林小雪走到医院长廊的尽头 望着窗外 下着的瓢泼大雨 林小雪的一双眼睛 慢慢湿润了起来